在下当然不会做事 敌将商欲无主 至于在下为何不言语 那就问元昊自己了 你都把话说完了 请问忧该如何说呢 寻忧淡淡反问道 就在田峰准备反驳寻忧之话时 只听典威那嗓门如雷鹤之声道 匹夫 某家典威来眼 却见典威大鹤一声后 策马及时于刘鹏身前 一把长枪扔过去 道 主公 这两只毛贼暗老典打发了就是 主公只需捎待片刻 刘鹏眼见炎凉 文丑二人上前 愣是没有回到燕军中 就是料定典威会上前 此时一把接过长枪 反手一个枪化闪现 隧道 恶来 你对付那个使刀的毛贼 这只使枪的就由本将来收拾 典威睁大眼睛相看 认准那个使刀毛贼后 回道 主公 末将五十回合斩此贼人 哈哈 本将也五十回合斩此贼 不若本将今日就与你比比 看谁先斩毛贼 刘鹏放声大笑 随之眼睛闪过一丝狠辣 冷声道 咚咚咚 燕军肋骨之声响彻云霄 阵阴鱼在耳畔 刘鹏在大笑过后 率先催动胯下赤兔 有着灵性的赤兔马 得到主人之势 立时急驰而出 奔跑间快如闪电 见主公率先奔走 点威也不甘落于人后 取下背后双脊 最猛的一家马腹 痴痛占起一个斯明 前腿奔起一尺高 落地之后 行速快如风地追上去 严良与文丑 在摒弃奔驰间 见刘鹏与一员黑脸燕军将领 奔驰而来 两人互视一眼后 文丑策马迎向刘鹏 而严良则策马对上点威 刘鹏胯下赤兔 奔如闪电 片刻之间便迎上文丑 刘鹏乃是当朝大将军 威名远波 即使如文丑 也强达起十二分精力相迎 光 两声相撞 长枪之间并裂出火花 文丑从未与刘鹏交过手 此时第一次向战 他就被刘鹏长枪上的 猛撞之力阵的手臂酸马 毛贼看枪 与文丑相交手后 刘鹏知道 其力倒不如自己 至于枪法 那就更不如自己 遂哈哈大笑一声 策马再次向上 渣 刘鹏长枪挥舞间 点点银花四射 如同映日之光芒一样 势不可挡 文丑吃痛一次 盲拼命先护住全身要害 使动长枪被动防御 屠龙枪法 乃是东汉初年一枪法 大加而创 其人乃是王莽之父逆 闯此枪法取名为屠龙 其意不言而喻 刘鹏得此枪法后 日夜勤家练习 这些年中 武艺进步神速 已摸到此枪法之精髓 此时屠龙枪法一出 四周寒气陡声 烈日高挂当空 文丑也不禁身躯一颤 仿佛周围空气降低好几层 光荡 再次相撞 刘鹏主动攻击 而那文丑 却是被动防御 文丑的防御之法 却是很严 即使如刘鹏使出屠龙枪法 想在一时半会中将其斩落马下 也是不能之事 持某一枪 在防御之余 文丑大喝一声 长枪挥舞起来 只此刘鹏胸膛前刘鹏黑黑一笑 七尺白龙枪舞动生风 快速迎这次来的枪杆就是一撞 当 文丑速度受制 被一股强大力道 撞得长枪微晃 手臂犹如要断一样 疼痛使得这个钢铁汉子 也不由叫出了声 文丑 本将此时杀你一如反掌 只要你投降于本将 不仅性命得保 还能建立一番功名大业 岂比你在袁绍那个 无能匹夫麾下墙上许多 刘鹏见文丑被自己震伤 遂出声招纳道 谢大将军美意 然文某是个粗人 蒙我家主公不弃 焉能备主而去 文丑紧咬牙齿 忍住臂膀间传来的伤痛 强自谢绝了一声 看着这么好的人 才被袁绍用着 刘鹏心中是一阵不舒服 但见文丑此时臂膀疼痛 那刚毅的脸色上 浮现出淡淡汗水 就知其现在有多疼痛 其实刘鹏那一击 力道并不大 而是速度太快 文丑有急于刺伤刘鹏 因此为加防范 便被大力一下阵的 握枪之手颤抖 连带臂膀 都有点不听使唤 文丑 将士不详 看着其现在疼痛之样 刘鹏再次出声和问道 只要文丑说他不详 那么他可就要趁着文丑 臂膀疼痛之际 快速将其斩杀 否则等其恢复 要想再除之 可就难了 大将军 文某不详 放马过来吧 文丑脸色猙獰 话音一落 长枪扔到左手上 右臂在空中几个轮回 借以快速恢复 刘鹏冷冷一笑 加马上前 口中爆喝一声 死 手中长枪 在半空中几个闪动 抖出点点寒光 顺文丑当头披下 悲催中的文丑 以为刘鹏是用枪法来攻击 未料到竟是长枪变刀 借刀法中的利劈而下 光荡 不敢大意的文丑忙 双手举枪 拼力挡下着重力一击 本就臂膀受伤的文丑 经此大力一震 力尸胸口沉闷 一口鲜血顺嘴角流出 而在另一边的炎梁 此时被黑脸点为步步紧逼 胸口之处像是还受了点伤 见到文丑喷出鲜血 炎梁一惊 盲挥舞长刀奋起反抗 硬是逼退点为 策马相救文丑 受死 炎梁见到自家兄弟受伤 在急时中 狂喝一声 正准备将受伤的文丑杀死 好绝止后患之时 刘鹏听到身后有人抱贺 而且来人马速极快 不及多想 刘鹏便调转马头 见是那炎梁神色狼狈的奔来 身后还跟着紧追不舍的点为 在阵前观战的袁绍 清楚看见自家炎文二将巨事被伤 心中焦急 忙向一边沉默的韩副道 文杰 快快出兵救回炎文二将 没有他二人 我等就再无大将 可对付刘贼了 韩副听了此话后 眼皮微扫一下袁绍的表情 见其神色紧张便故作不愿道 非是老夫不愿出兵 救回炎文二将 而是老夫麾下无可用之将 救不了二位将军 袁绍在心中将老匹夫骂了数次 便在开口道 文杰只要派人救回炎文二将 一切条件在下都答应 好 本初既如此说 老夫也不矫情了 韩副脸上一洗 拱手说道 居翼 张和 你二人立即率领百旗 前去救回炎梁 文宠 洗上眉梢的韩副 立即吩咐下去 冀州军中 当先出来二员将领 拱手应道 诺 变光火时间 百旗冲出冀州军阵 向战场中的刘鹏 点为二人扑来 居翼来眼 张和来眼 伴随着铁骑之音 两声大鹤 传遍战场之上 炎梁强行接下刘鹏一枪 历时气血翻涌 再看身后 却见由百旗而来 当下大喜 对侧面的文丑道 你先走 我留下挡住这奸贼 死 刘鹏可没那么善心 就这么轻易放过炎梁 所以长枪一甩 猛被一个枪花刺出 文丑还未离去 就见刘鹏长枪刺向炎梁 盲挥枪刺向刘鹏 以图逼迫刘鹏回枪防守 就在这时 一只短脊飞射而来 直接传透文丑肩膀 啊 一声痛叫 紧接着刘鹏的长枪 刺向炎梁之时 被其大刀硬抗下 但长枪往回收的半途之中 突然在刺出刺 速度之快 肉眼几乎看不见 啊 又是一声痛苦的嘶喊声 刘鹏长枪 刺到了炎梁的大腿之上 只见那处血肉翻腾 鲜血直流 主公快走 就在炎梁嘶喊之际 却见点为手持一挤 正靠马过来 其另一只挤 正不偏不移地插在文丑臂膀之上 刘鹏收回长枪 准备刺死炎梁之时 忽然树枝箭矢 直往他的面目射来 在慌忙之下 刘鹏只好收回长枪 扶身于马背上 堪堪抵挡过那些箭矢 在他从马背上起身之时 大腿受伤的炎梁正侧马逃走 而那文丑 却是鲜血直流 身躯在马背上摇晃着 向济州军阵中而去 主公 俺去追着撕回来 点为靠到刘鹏进前 盲说道 刘鹏回身望了一眼 见他身后 也奔来数百侍卫 再抬眼一看天色 道 不用追了 撤 奸贼哪里走 刘贼休走 军役 张和二人近催战马 率领百七紧追而来 刚才那树枝射向刘鹏的箭矢 就是他二人射的 点为策马跟在刘鹏身后 向己军急驰而回 半路之上 还转身看了眼济州军阵 连路遗憾之色 迎上前来接应他的侍卫后 刘鹏直接命令众人撤退 与击败韩富 袁绍这十二万大军相比 杀死炎梁和文丑 都算不得什么 军役 张和二人率领兵马 追到黎燕军三百米处 碎掉转马头 往回而去 他们可都不傻 前方那数十万铁骑 争鸣夺目 要是追得近点 恐怕性命就没了 回到燕军大旗下 刘鹏抬眼在看天色 此时天过相午 太阳耀眼的光芒四射而散 而韩富等人大军 就在这太阳直射之下 攻打 按照你的布置 传令进攻 刘鹏黑黑一笑 将长枪插于地上 自信道 寻忧打马出列 向刘鹏拱手一礼 遂靠马于中军大旗下的 令旗兵前 道 传令 命太使辞帅领战车兵 率先冲击 直破冀州军阵 其令一下 横于前方正中两侧的铁骑 立即拍马向前 将中间道路腾了出来 轰隆隆 烟尘四起 战车 车上甲氏也早已准备就绪 明晃晃闪着寒气的长枪 裸露在空气中 每辆战车三名甲氏 配一副百步穿甲而过的强攻 当三千辆战车 全部开到空旷地带后 太使辞长挤一扬 冷声下令 兄弟们 冲啊 轰隆隆 轰隆隆 大地震动 三千战车如江海奔腾 洪水猛兽一样冲过去 韩复心头大惊 眼前所见全是战车 还有那奔驰间扬起的尘土 漫天烟尘 将燕地大军身影全部包裹 隐约间什么也看不清楚 本初该如何应付 那是刘鹏的战车级 竟有千奇之多 韩复惊慌一指 盲问寄道 袁绍上将炎凉 文丑二人此刻身受重伤 这他对来说 就是折掉了一条臂膀 现在燕地战车来袭 他也不知该如何应付 但就在这片刻间 身后一中年文士上前 在袁绍里 激里咕噜地说了一大通 得到文士提醒的袁绍 立即就恢复道往 长那谈笑风生的神态 道 文杰请看 流贼兵马虽勇 然你我二人 却有十二万大军 因此不拘于他 至于那些战车旗 在绍看来 全是土鸡娃狗 不堪一击 韩复大为疑惑 先前他曾见到袁绍表情名重 现为何又如此轻松 难道是岂有破敌之计 本初可是有了破敌之计 韩复带着点疑惑问道 文杰 破敌之法不是没有 就看文杰是否姓得过哨 袁绍淡淡说了一句 虽正是前方 此时已是生死关头 对韩复来说 只要能保住性命 还有什么姓得过姓不过的 忙道 本初快快说来 那流贼的战车旗 已经快来了 再不说 你我二人将有兵败 生死之忧 文杰只需派部族 列成一道铁壁 挡住流贼战车旗 哨自有妙计破敌 袁绍淡然一笑 口中不紧不慢地说道 韩复微微一思量 觉得大敌当前 袁绍应该不会欺骗于他 随问道 本初此话当真 当真 袁绍自信一笑 眼眸中闪过一丝幸灾乐祸 便肯定地达到 得到了袁绍的肯定 韩复遂朝麾下众将吩咐道 你等组织兵族在此为老夫 筑起一道铁枪 务必不能让流贼战车旗冲垮 只需坚持一时半会儿 自有人破了流贼大军 诺 众将领命下去布置 就在韩复下令布置兵族迎敌之时 袁绍在一旁也布置着他的大军 轰隆隆 大地颤抖 黄土满天 三千战车旗一路狂奔 到得冀州大军一百米出时 奔驰在前方的战车上 嗖嗖嗖地飞射出箭矢 快如闪电的箭矢一波接着一波 强劲有力的箭头 直穿冀州兵族身上 下一刻 排列在前的冀州兵族 被箭矢穿胸而过 惨痛声伴随着霹雳啪啦的撞击声 嗖嗖嗖 当一波一波的箭矢 将前列的兵族射死众多后 韩复心惊胆战地躲在中军下 看着那卷着漫天黄土的战车 骑冲了过来 越来越近 冀州军拿兵族立下的人墙 被一辆辆战车冲开 巨大的冲击力度 将人墙撞得四飞五散 有的兵族被撞上天空数十米 后又被抛下来 直接摔在地上 被后面来的战车碾成肉饼 本来还想靠着人墙 堵住战车旗的韩复 在看到他的兵族漫天而起 惨叫声彼此起伏时 吓得一脸惊慌 忙向旁边的将领吓令道 燕军强悍 我军不期对手 快快撤兵吧 主公不必担忧 战车其实冲不到这里的 只削再等片刻 我军就能反败为胜 军役眼神闪过一丝嘲讽 所以低头劝说道 韩复不通兵事 可不代表他傻 那轰隆隆的战车旗 正在他的大军中横冲直撞 再不撤兵 恐怕这数十万大军 全都得交代在这里 所以冷声道 那战车其力还无比 岂是人肉之躯可挡 快快传令撤兵 诺 无奈下的军役拱手一礼 打马而去 误 啊 冀州兵惨叫声 痛嚎声 响车战场 那锋利的战车 其从进攻开始 就势不可挡 一路冲向韩复的中军大骑 锁过人处 人马皆惊 哀声一片 燕军大骑下 当黄土散去 刘鹏看到战车旗 已经冲散冀州兵的战阵后 冷声一笑 下令道 传令赵云帅三万铁骑出击 给本将一鼓作气 击溃韩复 袁绍二贼 莫 令骑兵策马下去传令 立于前方等待多时的赵云 长枪一扬 喝道 杀 杀 杀 三万铁骑轰隆隆奔出 往对面已经混乱不堪的 冀州兵军战阵冲去 赵云当先一骑在前 手持韩枪一路急驰 在道德混乱的战场上 碎利即将铁骑分三个方向冲击 一路由他率领 直冲韩复中军 令两路由副将率领 从冀州兵 彻意发起冲锋 森森的铁骑钢矛 漆黑的铁甲 丝铭的战骑 在列阳照射下 燕地铁骑冲入了冀州军中 本就被战车骑冲的 七零八散的敌军 在看到漫天黑影中的铁骑 早就惊慌失措的兵族们 不等主将命令 便开始在章场上 你推我嗓 相互践踏 不等燕军铁骑屠路 他们便已自乱成一锅舟 就在这时 韩复的撤军命令一下 数万冀州兵荒万中 四散逃命赵云骑着战马 韩枪一扫前方挡路的敌兵 历时将那二人从脖巾中扫过 两名兵族口徒鲜血倒了下去 当看到冀州兵后方大军已经撤离 唯独扔下了前军 而韩复的中军大旗 也早已看不到了 只能见到那漫山遍野的兵族 正争先恐后地逃着 杀 杀 赵云一抖长枪 率领麾下铁骑继续深入 沿途锁过 无不血肉淋漓 死尸遍地 哀嚎不停 战车骑已经冲散敌军阵势 铁骑便能四散开来 于运动中歼灭敌军 有着三万铁骑的冲锋 敌军数万兵族在寝客间化乌有 只留下了一地的残肢断壁 从战车骑冲锋 再到铁骑扬威 刘鹏的目光从未离开过战场 令他稍有疑惑的是 为何战场上看不到袁绍的中军大旗 难道这四逃走了 不可能啊 袁绍再无知 也应知道此时乃是他关键一战 若他逃走 那入主纪州的梦想就该成空了 刘鹏立在中军大旗下 神思良久 攻打 袁昊你二人可有觉得不妥 刘鹏思虑不到 虽问两侧谋士 田丰惊讶地看了眼刘鹏 出声道 主公 在下也觉得不妥 那韩副 袁绍二人 拥兵十几万 不可能被我军战车骑一冲就四散逃命 这不符合常理 主公 在下仔细观看过纪州军的大旗 各阵将军之旗后都可隐约看到 唯独袁绍的大旗 却是没有出现在战场中 寻幽摸着胡子 缓缓出声道 刘鹏在得到两位谋士的启发后 神色突然有一丝明雾 这里距离纪州兵大营不远 而袁绍不见 极有可能是回应调兵 遇在附近埋伏 或是袁绍早有准备 想借他的手除掉韩副 到时纪州没了韩副 他就能顺理成章地坐上周牧 攻打 速速传下军令 命子役 子龙撤军 刘鹏立即出声下令道 寻幽掩剑战场形势大好 燕帝战骑所向披靡 正直入敌军之中激烈厮杀 为何主公要在这时撤军 忙问道 主公 我军大胜 眼看就要击溃敌军 您为何下令撤军 时间来不及了 刘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看见战场上的燕帝铁吉 正侧马追击着敌军 眼前所能看见的 只是一小部分 大多数将士 距已深入战场腹地 快去传令撤军 再命高顺领 现阵营上前 将残余敌军清理干净 刘鹏来不及多说 忙下令导 寻幽见主公脸色凝重 忙下去安排人传命 就在刘鹏下了撤军令后 令骑兵挥舞着小骑 向战场上冲去 一路大肆杀戮的太史词 一脸亢奋 大几冲着左右几名敌军兵族扫过 历时那几名兵族拦腰被斩 鲜血喷剑 拒一头栽倒在地 太史将军 主公有令 撤军回营 令骑兵策马奔来 快速说道 正厮杀兴奋的 太史词文言一愣 不悦地问道 为何撤军 本将已杀的冀州军大败而逃 此时当奋勇追杀 只取含富头颅才是 太史将军 还请速速撤军 令骑兵骑在马上 拱手一礼道 太史词无奈地看了演战场上的情形 冀州冰已经在败逃之中 若此时撤军 这一大好局面将不复杂存在 但是主公军令一下 他能奈何 虽不甘心道 你回去禀报主公 某这就撤冰 莫 令骑兵得到答案 虽不多留 仰马离去 十几万级州兵一战而败 战场之上到处都是破碎旗帜 硝烟弥漫 不甘心的太史词 遵奉刘鹏之命 收拢兵力 撤冰而回 而在另一边 赵云接到撤军之令后 没有丝毫犹豫 便率领铁骑撤离战场 本来战场上还有一些残兵 但有高顺的宪阵营加入 不大点时间 则全部清理干净 麾下众将回来后 刘鹏命军士 敲响命惊声 撤军回营 燕军大营 身着金甲的刘鹏 高座主位 下方站着赵云 太史词 高顺 田峰 巡忧等人 大仗之中 无一丝生息 众人脸上表情各不一样 太史词是满脸疑惑 还带着点不甘 赵云虽有疑惑 但表现得并不明显 而高顺 直接看不出其在想什么 脸上的表情与往日一样 一张不苟言笑的脸 好似对什么事都在乎 又好似什么都不在乎 一直以来 高顺很少率兵 跟随刘鹏出征 今次能率领兵马 前来攻取冀州 看似是外出建功立业 实则是刘鹏 有意提拔高顺在众将中的位置 刘鹏麾下众将之中 蜀黄中 陈道资格最老 至于点围则不在众人之列 而高顺与赵云 太史慈等人 都是一样的地位 现如今 刘鹏将铁骑交于黄中 赵云二人统帅 战车骑交由太史慈统帅 部族则不一样 幽州有近二十万部族 其中这次出征的 就有十多万 统兵将领更是有陈道 文聘 高揽 高顺四将 这四将之中 陈道首 幽州 为人有胆有识 对刘鹏也甚是忠心 因此也颇受重视 文聘年纪轻轻 谋略胆识拒势不凡 为人忠心 是刘鹏看好的良将之才 高栏武艺术 一流武将下游 其谋略不如文聘 谨慎不如高顺 但自在军都跟着刘鹏以来 任劳任怨数载 忠勇无畏 是让刘鹏很放心的一个将领 但在这四人之中 刘鹏最看好的还是高顺 其做事谨慎 且不乏谋略 麾下的县阵营 乃是部族中的精锐 统兵操练更是一决 幽州大步不足 都是受其操练 无人率先说话 刘鹏也不觉得尴尬 率先道 本将令你们撤军 自是有撤军的道理 你等也不必耿耿于怀 一个韩妇而已 迟早都是本将枪下之鬼 且让他多活几日 主公 冀州兵已经大败 为何要撤军 太史辞忍不住问道 刘鹏扫尸过重人后 哈哈一笑道 按原少匹夫日夜做梦 想得到冀州这块肥肉 今日战场之上 更是不见其踪影 因此本将猜想 这匹夫定是 打着渔翁得利的主意 想让本将收拾 替他收拾了韩妇 他好做上周末后 再反过来与本将厮杀 主公 既然原少做梦都想得到冀州 您为何不将冀州送给他呢 也好成全了原少 徐游微微一笑 口中带有一样味道的语气说道 刘鹏微微疑惑了一下 道 本将出大军二十万 就是来攻取冀州的 岂能将冀州送给原少 那个无谋匹夫 主公 欲取之 先欲之 徐游不看众人神情 微微一笑道 公达别藏着掖着 有话快快道来 刘鹏见麾下谋士 那装神弄鬼的毛病又来了 遂不客气地说道 徐游被枪了一下 站出来道 原少想取冀州 不在乎骑士 想借冀州附属 来发展他自己的实力 主公若答应原少 与他一起共谋韩妇 等灭了韩妇之后 主公就会撤兵回燕 而他原少只需 为主公献上一些粮草 田锋听完寻忧之话 站出来反驳道 公达此言差异 那原少有四十三公的贤名 麾下文称武将 虽不及主公 但既得冀州之后 有此地人才辅佐 将来必会是燕地大敌 原昊勿急 且听公达说完 刘鹏可不相信 寻忧会如此短视 出此计谋 遂道 二 田锋见自家主公都发话了 便不再多言 退下径厅寻忧大论 原少自视甚高 他必不会与主公合作 共谋韩复 而主公要做的 就是让韩复知道 袁绍与您已经联合到一起 正要谋取他的冀州呢 如此 冀州可定 寻忧嘿嘿一笑 眼露金光道 听起一番大论 刘鹏才明白 原来寻忧是要他离间袁绍 韩复二人的关系 只要让这二人内斗起来 这样他就能不费吹灰之力 便可得到冀州这块肥沃的土地 以风对韩复此人的了解 此人在得知主公与袁绍 联合的消息后 必会担心 袁绍对他不利 进而发出信 求救于中原诸侯 以解他冀州之威 田丰威闭眼睛 淡淡地说道 而刘鹏在 听了寻忧之话后 又与前世历史相结合 认为韩复还会走另外一条路 遂道 韩复此人性格懦弱 他若得知 本将与袁绍相联合 必会将冀州送与袁绍 以图自保 韩复应该不会如此昏晕 将冀州送与袁绍 寻忧不确定地说道 不 此人看似如贤民之主 实则才是愚父一个 他必会认为本将是虎狼 而袁绍是一只雄狮 且他还是袁家故里 将冀州送给一只 与他素有交情的雄狮 总比送给本将这个虎狼要好 雄狮娶了冀州后 会留他一命 而虎狼娶得冀州后 会要了他的命两相比较 此人多半会将冀州送与袁绍 至于此人会发书信 求救于中原诸侯 完全不用担心 泰山公孙赞快速崛起 其实力一天比一天强 岂敢入冰河北 刘鹏脸上闪过一抹自信 从容说道 仗中诸人听完刘鹏的话 具脸色不一 在他们看来 韩副不会懦弱到 连冀州这么一块宝地 都会拱手送给他人 当今乱世 由此宝地 占据天下的把握就会增大 除非韩副 没有一统天下的野心 主公 若韩副真会将冀州送与袁绍 此离间之计当不可用 循幽精刘鹏一席话 忙出口推翻自己的计策 出乎意料的是 刘鹏哈哈一笑 道 用 为何不用 只不过 本将不会与袁绍匹夫相联合 而是与韩副老贼相联合 当袁绍匹夫得知 本将与韩副要共谋于他时 他岂能不与老贼翻脸 道时本将得搬个凳子 做看这二人如何相斗 主公不是说 韩副会将冀州送与袁绍吗 如此一来 韩副恐怕不会与袁绍抖起来 田丰一展眉头 问道 田丰的担忧 在刘鹏看来那是多余的 以袁绍那表面贤明 使则后谋无端的性子 若是知道自己与韩副联合 正要密谋于他 以旗帜为人 定是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袁绍放心 韩副懦弱 袁绍无谋 这二人不足为虑 再者言 本将把他们拖在这里的时间越长 对我军拿下冀州 就越为有利 刘鹏淡淡一笑 不以为意地说道 主公 田丰还是有些不放心 玉说道 不必多言 众将先下去休息 袁绍与公达留下 刘鹏白手打断田丰之言 下令道 众人将也猜到 主公是有事要吩咐二位军师 遂拱守守一礼 告退下去 大仗中指于下田丰 寻忧二人之后 刘鹏神秘一笑 缓缓问道 既然要让他们两人互相争斗 就得有一人为信使 只本将亲笔书信前去拜见韩副 你二人谁愿去走一趟 在下愿望 田丰站出来 应奢够那道 刘鹏微微一笑 他在问这话之前 就猜到田丰定会出声前去 所以笑道 袁昊愿去 那是再好不过 你且稍等一下 待本将修书一封 茶几上早就有现成是笔墨 拿起旁边随手扔着的空白竹简 刘鹏挥笔如雨 洋洋三三地写了一篇大论 其主要意思就是 他愿意与韩州牧相结盟 共同讨伐袁绍 只要韩副同意结盟 他就不会攻取冀州 代将袁绍击败后 让他心中的闷气尽出 就会率领大军返回燕地 永不侵犯冀州大帝 带到笔墨风干 刘鹏拿起自己写的书信 朝着田丰帝过去后 正色道 袁昊 此事事关重大 汝定要将动静搞大 要让冀州军大营都知道 本将要与韩副相结盟 主公放心 在下这就前去 田丰微微一礼 玉离去道 袁昊悟急 今日天色已晚 明日一早 本将让紫义帅 五百甲氏与你同去 刘鹏轻轻一笑 吩咐道 此时夕阳西下 鞋鱼光辉照进中军大帐 田丰一看天色 苦笑一声道 在下过于焦急 未料到此时 已是夕阳西去之时了 无妨 你二人都先下去休息吧 刘鹏淡淡一笑 出声道 寻忧 田丰二人并肩离去后 大帐中的刘鹏眉头深锁 神色肃穆 双眼不时泛出金光 嘴角间偶尔还会有一丝微笑 二人一早 刘鹏便下令 命太史词帅五百甲氏 随田丰一起去冀州军大营 天气晴朗 万里无云 策马无人问津的官道上 一只五百余气的燕军 正缓缓而行 子役 道得冀州军大营 切勿急躁 以免坏了主公大事 田丰脸色肃穆 神情间带着一丝急色道 先生放心 在下不会坏了主公大事 太史词立于马背上 口中淡漠回道 见此情形 田丰暗叹一声 他之所以叮嘱太史词 就是担心其暴躁脾气 会给他此次冀州军之行 带来麻烦 没想到太史词 竟然一脸不以为意 子役将军 还请看在主公勤奋上 道了冀州军大营万事 听在下之言 可否 田丰觉得 还是有必要再出言提醒 于是撇过头问道 先生放心吧 某拳听你的就是 太史词见田丰啰嗦 便不耐烦地回道 对此 田丰叹了一口气 不再多说 当太阳到了头顶之时 田丰一行人也缓缓行到 冀州军大营前方 冀州军大营前 徐罗的骑兵 见有燕军而来 王将此事抱与徐罗校尉 徐罗校尉 是一名三十多岁的大汉 当得知有燕军前来 王集合了一千铁骑 又将此事派甲氏 上报与韩副 才率领铁骑冲出营门 大营门前 燕臣四起 并排铁骑冲出营门 直往燕军方向而来 大汉率领铁骑 到的燕军三百米处 见前方的燕军 只有数百人 而且 他们的行军速度都很慢 并没有一副进攻的架势 大汉可不是笨 见此情形 便猜到 这对燕军铁骑 是来喂使的 孰不见燕军前列 有一名文士 身穿朝廷文官服饰 如果是前来征战 就不会有文士而来 更不会在 离冀州军大营 如此接近的情况下 还慢腾腾的行军 停 大汉一摆手势 直令身后铁骑停下 高扬之下 大汉带几方兵马停下后 便策马当先站出吼道 而等何人 为何前来我军大营 有何图谋 快快到来 谋乃大将军 麾下上将太史慈 这位乃是军师田丰 某二人封大将军之令 前来拜见韩周牧 太史慈端坐于马背上 一指正中间的田丰 放声回到 大汉听了此话后 眼睛咕噜一转 道 你等先在此地等候 等某通报了韩周牧 再放你等进营 太史慈望了眼田丰 见其神色平静 一副势不关己的模样 遂朝大汉远远拱手道 如此就有劳将军了 大汉在听到 对方是太史慈后 神色不惊一震 又听其客气之言 盲喊道 将军暂且稍等 某这就前去通报 说完这句话后 大汉遂朝身后的军侯 交代了一句 便策马直往营中而去 韩副昨日战败 他麾下的八万大军 折损两万多 其中还有数千残兵 韩副今日用过早膳后 坐在帐中主位上 正愁眉苦脸地思索着 如何应对燕军之策 却在这时 帐前侍卫进来禀报道 报 周牧 王校尉有事求见 请 韩副随声应了一句 大汉得到韩副接见令后 忙大步而进 到的帐中半跪余地 拱手道道 末将见过主公 方才迎门 前来了百骑燕军 为首之人自称太史慈 另一文士乃是田丰 说他二人受大将军刘鹏之令 前来拜见主公 韩副正在愁眉之时 刘鹏便派人前来拜见于他 这是何故 思索了一会儿的韩副 紧皱眉头问道 你可看清 他们带了多少假事 身后是否还有燕军 兵主公 在下看清楚了 燕军只有五百余旗 身后并无其他燕军 大汉忙回道 只有五百多旗 韩副暗自松了口气 道 你且先将他们迎进来 某就在这里相等 莫 大汉起身告退 韩副在大仗中夺步思虑道 燕军有二十万大军 其铁骑足有数十万 昨日仅凭几万铁骑 就将他的冀州军 打得溃步成兵 依照此事 燕军应该连日攻取 他的大赢才是 为何今日不仅未来攻 反而派田元昊前来 这是想干什么 他与田元昊已相识数年 当年田丰在洛阳求关无门 落魄之时 他还帮助过齐 就在前一月 田丰还在冀州 与他商讨 如何赔偿粮草一事 今日 刘鹏又派此人前来见他 有何目的 大仗中 韩复就这样来回走动着 脑海中思索着 刘鹏到底是为何 想了一会儿 也未想出个所以然来 估摸着田丰叫来了 韩复缓和一下神情 令左右准备韭菜 便踏上主卫等待 怎么说 他也是一周之目 来人又是昔日雇人 装一下架势 也是应该的 过不多时 侍卫进账禀报道 主公 燕军来时 已在帐外等候 船 韩复坐在主位上 淡淡地说了一字 令下 大仗帘子被揭开 身穿文氏长袍的田丰 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意走近 身后跟着一脸正色 且妖玄佩剑的太史词 封见过韩周墓 田丰快步走到帐中 微微一笑 拱手道 韩复见田丰还算懂礼数 并没有仗着燕军之威 对他不敬 所以轻轻一笑 走下来说道 袁浩别来无恙 一跃不见 胸台风采更胜往昔 实令傅羡慕不已 文杰说笑了 风只是我主会下义无名之辈 有什么好羡慕的 倒是文杰从昔日一小例 已经做到一方诸侯 这才是令风所羡慕的 田丰微微一笑 语中带有反刺之意说道 韩复轻轻一笑 急忙请田丰 太史词二人入座 又令侍卫端上酒菜 田丰只顾吃菜喝酒 韩复也是一样 并不言谈其他 只言二人相识 那段日子之事 而在另一桌上的太史词 见韩复 田丰两人相谈愉快 也不着急 自顾自地吃喝起来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当韩复干掉最后一杯酒后 装着醉汹汹的样子 道 上次兄台来到冀州 傅可是以礼相待 兄台最后却是不辞而别 实令傅韩心不已 田丰脸上淡淡一笑 抿了一小口酒 回道 文杰严重了 在下那时 是奉主公之令行事 万不得已 还望文杰能体谅风之难处 风一世感激不尽 两人在帐中拿着酒杯 又打了一通太极 最后韩复实在不想耗下去 便开门见山问道 元昊金凤大将军之令前来 不知有何见叫啊 在下是为保文杰全家之命而来 田丰喝了一口酒 站起来淡然地回道 韩复可不是好糊弄之人 文言轻轻一笑 吃了一口桌前的牛肉 表情看似平常 实在内心中已经有些急切 但奈何田丰不说 他也不能率先相问 否则可就吃亏了 屁 过了一会儿 田丰看出了韩复的为难 轻声道 当今天下 已是一片乱象 董卓携天子居长安 占领关中之地 虎视中原诸侯 其野心昭然若揭 而各地诸侯 或占一州之地 或占一郡之地 都存有不成之心 这些诸侯之中 不乏当世雄才 其中就有文杰旧主之家的袁绍 袁叔二人 还有荆州刘表 长沙孙坚 太山公孙赞等人 以文杰之才 可认为是这些诸侯之对手否 田丰之言虽是难听点 但其说出了当今天下的局势 韩复也知自己的财略 若让他成为一代名臣 治理政务 他还是自认为可能胜任 可若他带兵征战 他自知不能 在下卫系的统兵征战之术 不是这些诸侯的对手 韩复微微闭着眼睛 神情淡淡回道 早知道韩复就会如此回答 田丰拍拍手 笑道 树风放肆 请问文杰 我家主公比之天下诸侯又怎样 大将军雄才大略 比之本出 公路 孟德 文台等人 却是有所强 韩复为家思索 便直接脱口而出 田丰听了此话过后 却是哈哈一笑 啊 我家主公曾说 天下诸侯在他眼里不值一提 即使恶如董卓 勇猛如吕布 他亦不放在眼中 何惧天下其他人 韩复实在听不下去了 刘鹏的狂妄 他是知道一些的 但从田丰嘴里说出那些话 他还是感到不顺耳 遂不悦道 袁浩到此来 不止是为大将军扬名的吧 有话就请直言 田丰见韩复有不悦之意 心中却是喜笑不已 道 我主本帅二十万大军 轻取济州 并要拿文杰一家老小济棋 为死去的燕军将士报仇 但在昨日一战之后 我主见文杰 乃是被袁绍匹夫欺骗 这才在最后关头下令撤军 否则铁机一出 文杰与袁绍的十二万大军 很难生还 韩复不明白田丰想说什么 昨日袁绍早就在后军中设下埋伏 只要刘鹏的燕军敢追杀而来 就会中了他们的计策 本以为刘鹏是看破了袁绍的扶兵 这才下令撤军的 现在一听田丰之话 他才明白 原来刘鹏是想放他一命 但这却是为什么 他派人抢劫了刘鹏给皇中锁部军粮 兵族又伤了齐爱将太史词 才招惹这二十万燕军的报复 按理来讲 刘鹏既然起兵讨伐于他 就万万没有放过他的道理 但依昨日情形 刘鹏很可能是放他一次 这就让韩复奇怪不已 难道刘鹏还能跟他讲和 退兵回幽州 在下虽结了幽州将士的军粮 但全是受他人蛊惑 并非在下所愿 此事在下也答应赔偿粮草 却不知大将军为何还要攻打我冀州 难道大将军也看上冀州这块宝地 韩复装着醉酒的样子 戒严试探地问道 田丰一缕胡须 嘴角一笑 道 文杰多虑 大将军并没有图谋济州的意思 他率领法辱 乃是心中气愤 昨日一战 大将军心情也好了许多 这才派在下前来议和 议和 这是对于正举步维艰的韩复 正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济州富庶 可囤养百万兵甲 乃不可多得的宝地 现在看似太平 实则被中原诸侯惦记 也不是一日两日 外有强敌环绕 内无贤民之士辅佐 还有在一旁冷眼相看的袁绍 韩复这个看似太平的诸侯 时势危机四伏 大将军真有此意 韩复脸色巨变 惊喜地问道 田丰神秘一笑 道 大将军却对袁绍之贼恨之如骨 只要文杰与我燕军相结盟 共同灭了袁绍 到时候 大将军只要万户粮草 便撤军回燕 绝不食言 天下没有白吃的饭食 韩复惊喜的表情慢慢淡下 碎身加斯所道 袁绍图谋冀州之事 他还是知道的 可若与刘鹏结盟 灭了袁绍后 到时候 刘鹏赖在冀州不走 又该如何 难道他还能强行驱胆 那二十万燕军 他可没有本事对付 袁绍 实不相瞒 在下上有一丝疑虑 还请袁绍解惑 韩复深皱眉头问道 田丰虽猜不到韩复的疑惑是什么 但大致还是能想来一点 所以孝言道 文杰尽可放心 我主乃是贤民君主 绝计不会谋你冀州 更不会赖在冀州不归 在下有一言思索多时 还是告诉文杰吧 我主本打算 今年出发兵攻取关中 一举扫灭董卓 救出天子 重整大汉江山 但不料想到的是 文杰不将抢劫之军粮归还 我主 这才愤怒起兵而来 现只要我主即拜袁绍 必会挥师直取关中 与董卓相战 因此 文杰尽管放心 刘鹏 要发兵扫灭董卓 此事含复不为疑惑 毕竟这天下的强兵勇将 都握在这二人手中 董卓是怯汉之贼 刘鹏是汉室宗亲 维护大汉天下 乃是义不容辞之责 只要刘鹏不是窥视他冀州就好 其他的就一切随意 任他去攻打谁 就去攻打谁 只要不是攻打他韩父 其余的他才不操 这个贤心呢 如此 那大将军可有书信 韩父微微一思量 觉得此事可行 便问道 田丰见此 这才松了一口气 盲从怀中取出刘鹏的书信 亲自上前交给韩父 拿到书信的韩父当即打开 将书信内容一子不落地看在眼中 信中言辞诚恳 称韩父为一代仁义君子 又大把的好话 将韩父抬了抬 最后才指出 只要韩父愿意与他共谋袁绍 事成之后 韩父送他一些粮草 他即可奉上好马三千匹 以做仇线 冀州兵马大都是不足 骑兵还不到两万 就这两万骑兵 其中还有一半是弩马 并非上好战骑 而刘鹏的幽州铁骑 他是见过的 那全是上等战马 冀州多是一马平川之地 只要有了这三千匹上好战马 他韩父的实力 就能增强不少 至于刘鹏提出的粮草 在韩父看来 那完全不值一提 冀州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少粮草 将书信看完后 韩父神情一缓 开口道 父答应大将军所提 也请大将军按书信之言 切勿实言 文杰放心 我主岂会做此不仁之事 田锋微微一笑 回道 当下韩父便不再提此事 转而与田锋再次喝起酒来 两人在席间言辞 多是些师父一类的 很少提到天下大事 田锋八不得小韩父 因中多待点时间 好让袁绍更加确信 韩父与刘鹏结盟了 而两人共同讨伐的对象 就是他袁绍 因此田锋在酒席间 将太史词给支了出去 明曰是让太史词出去透透气 他好与韩父说 一些往事 实则是让太史词出去 一日纵久 天色快黑之时 太史辞敬仗提醒田锋该回去了 正喝得脸红不已的田锋 闻言气扭八歪地走到帐前一看 确实天色降下 夜幕以来隧道 闻杰 今日不痛快 改天你我二人再痛喝一场 韩父也喝多了 闻言道 好 你我二人再喝一场 再喝一场 在下今日一醉而欢 也该离去了 闻杰保重 明日在下再来与胸共商密室 田锋装着微醉的样子 步履散乱地边走边道 韩父虽喝多了一些 但头脑还是清楚的 就是身体有点不受支配 碎碗流道 今日天色已晚 就不用回去了 且在微兄这里住下 咱们明日接着喝 闻杰盛逆 风本该留下 与胸一醉到天明 但我家主公上 且不知闻杰已经答应结盟之事 若在下今日不归 就担心我主明日会替雄兵前来问兄长要人 倒是这结盟一事 可就因在下弄得不好看了 因此 在下还是回去的好 以免给闻杰兄带来不便 田锋微微一笑 婉言相聚道 如此 那微兄也就不强留于你了 你将微兄之意带给大将军 明日来了 你我在也 韩父一听 留下田锋有这么多不便 遂同意道 兄长放心 锋这就告辞 田锋站在大仗中间 朝和的脸色通红的韩父威翼拱手 遂告辞道 出了帐外 太史辞朝田锋微微一笑 道 先生 某已按照你的吩咐 派假释将消息传了出去 估摸着袁绍此事也应当知道了 田锋微微一笑 加快脚下的步伐 边走边响声道 紫义 韩父虽不懂兵士 但绝非好骗之人 一封猜想 韩父表面上答应与主公结盟 使则想借主公之手 替他除去袁绍 此事 我等要尽快回报主公 太史辞可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在他想来 袁绍 韩父 都不是什么好货 要不是这二人 他押运的粮草岂会被劫 他又怎会被打伤 罪魁祸首正是这二人 先生 在下不明白你所说的意思 但只要能让袁绍攻打韩父 就是好事 太史辞黑黑一笑 跟在田锋身后小声道 先不说这二人之事 今日你可曾打探到 冀州军的密室 田锋边走边问 太史辞愣了一下 最想到一试 回道 在下还真打听到了一试 快快到来 田锋惊讶神色一现 停下步伐说道 太史辞微微一笑 低声道 在下打听到 韩父大营 只有不到五万大军 其余都是些伤兵 而北营中的袁绍四万大军 却是安然无恙 并且 驻守高义的 也并非是什么精兵 全是一些老弱兵族 什么 田锋惊讶地叫出一声 太史辞忙捂住田锋的嘴 小声道 先生 这四周都是韩父大军 还是小心为妙 田锋拿开太史辞的大手 深吸一口气 急声道 走 速速回迎 将此事告知主公 说完此话之后 田锋率先走在前列 一路急速而回 就在田锋 太史辞匆匆忙往燕军大营 而回之时 济州军北营中军大仗之中 却是重将云集 谋士林立 身着玄铁战甲的袁绍高座主位 眼神中闪着阴冷之色 口气不善地问道 你们说 那韩父老贼 是否真的与刘贼结盟 共同谋害本将 主公 此事乃刘贼姓史田锋 随从所言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左手第一位上的谋士 站出来说道 那紫园你说 本将现在该如何 哼 那老贼竟敢与刘贼 共同谋害于我 这口恶气岂能不出 袁绍冷冷一笑 恼怒问道 较紫远的文士 身穿白衣长袍 看起来丝丝纹纹的 他眼睛一闪 就从袁绍的话音中 听到点什么 隧道 主公 既然韩父老贼无信义 主公也就不必顾及于他 现韩父营中 只有五万大军 其中还有一部分 是戴伤之足 而主公有四万金甲 只需一个夜席 必能拿下韩贼 此事还请主公立刻决断 袁绍冷色的神态 稍缓一点 道 本将如果夜席于韩父 世人会不会说 我袁绍不顾信义 背后对韩老贼下手 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关键时刻 袁绍就是这个样子 跟了袁绍多年的文士 对其之性情多有了解 盲道 若不先发制人 等韩贼与刘贼相出兵 攻打于主公 到时 主公不仅这四万大军不保 即使难批的几万大军 也亦保不住 那依你之见 本将该如何行事 袁绍稍一思索 出声问道 依忧之于见 主公可在今夜 袭取韩父大营 将其部下尽收麾下 等彻底将韩父扫灭后 再给四方诸侯发出书信 道明主公并不想杀韩父 而是韩父与刘鹏 互相勾结 要谋害于宁 道是天下诸侯只会说 韩父不日人 绝即不会说主公不义 文士一缕胡须 自信地侃侃道 那刘贼有当如何 本将扫灭了韩父 却还有一个强敌在侧 这又该如何 袁绍紧皱眉头 冷声相问道 而在此时 文士身后另一名谋士出声道 主公扫灭韩父之后 再将其兵力收编 与刘贼周旋一些时日不成问题 而在这些时日中 在下与其他几位先生 愿去各郡 说服各郡太守 竞祥与主公 道是有了冀州 各郡的支持 主公击溃刘贼兵马 亦不是难事 袁绍本就好谋无端 但此刻有两位谋士 赞成扫灭韩父 也就等于是 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再者言 他对冀州已经寄予许久 若能得到这天下粮食重地 帝王霸业 就会有了起步之时 好 众将听令 今夜越过中夜之时 各营人马相继攻取韩父大营 对韩父军中将士 也要多加招降 切勿杀戮过多 袁绍站起身 神态正色道 诺 袁绍麾下的一众将领的命 遂下去安排 燕军大营 已是夜幕降临 沉浸的黑夜 不时发出几声崇鸣之声 扰乱了 已经快要进入梦乡的燕军兵族 中军大仗 主公 据在下猜测 袁绍得知 我军与韩父结盟后 必会在今夜攻取韩父大营 主公可趁此良机 待得袁绍与韩父两败俱伤之后 再出兵将其一举扫灭 田丰站在下方 吐沫横飞式地说道 主位上的刘鹏 在听得田丰济州军营一行之事后 又听其推断之言 深思熟虑之后 认为袁绍今夜吸取韩父大营的可能性极大 遂下令道 传令赵云 让他率领五万铁骑待命 再令高顺律领陷阵营 一同待命 再派绍其仔细观察济州军大营动向 记住 任何风吹草动都不能放过 呜 田丰大喜道了一声 遂快步下去传令 袁绍想先下守围墙 一举夺得韩父兵马 再回头与刘鹏向抗衡 可惜他太一厢情愿了 刘鹏与韩父相结盟 为的就是做黄雀 现在就等着袁绍这只螳螂先去捕蝉 夜寂静万分 明月高挂 春风微微吹起 冀州军大营三十里处 一道道黑影正悄无声息地走着 将军 主公令我们再次等候 是什么意思啊 黑影之中 一个年轻将领手持大刀 跟在高顺身后道 面无表情的高顺头也不回得到 主公之令 我等自当遵从 快去传令 命将士们先赴于此处 等子龙的铁骑从这里经过之后 再尾随其后 诺 年轻将领脸色一变 忙跑步上前传令 这年轻将领名田玉自国让 乃是高顺麾下的一名军司马 当初刘鹏在得知田玉来头 抱着是个人才就要养的想法 将其打发给了高顺 几年过去 田玉也从当年的少年 变成了如今的青年将领 成为高顺麾下得力的干将 田玉上前小声传令 让前方将士 全部浮于道路两旁的山林中 不准喧哗 不准亮出火光 这才飞奔回高顺身边 将军 依末将看来 鹰派出少旗查探 冀州军大营的动向 否则要是冀州大军打起来 我等还不知情 那岂不是要误主公大事 田玉威一沉默 便上言道 高顺在这些年 很是对田玉看重 不仅教习其兵法谋略 还将自己的刀法传与其 果让 主公做事向来滴水不露 今次也定是早有安排 因此 你就不要多事 静心在此等候吧 高顺那不苟言笑的脸上 闪出淡淡笑容 低声说道 诺 田玉望着西南方向 心不在焉地回了一句 月光映照 大地寂静 冀州韩父军大营中 此刻寂静无声 除了偶尔有巡逻的兵族经过 其余之声 竟归沉静的天际 荡月过中夜 炎凉 文丑二将早已率三万兵马 在月下等待着出击之令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丙将军 主公有令 擒杀韩父 夜下 一小笑快步跑来低声道 等了好久的炎凉 文丑二人 终于等到了袁绍的将领 遂命大军进起 直冲韩父军大营 韩父军位于东面大营 据袁绍大军 之地不足无礼 早有准备的三万援兵 弓弩具备妥当 连带着枪毛 都擦得明亮发光 杀 杀 杀韩生响扯韩父军大营 援军冲进之后 见人就杀 尚在梦中的韩军兵族 卫行转之时 便已被援军枪毛刺进身体而死 中军大仗 韩父白日饮酒过多 此时睡得沉如死珠 主公 袁绍背信弃义 率兵杀尽了 一员盔甲血迹斑斑的将领 手持佩刀冲进 大仗喊道 正在梦想中的韩父 被此生惊起 见来人是挥下心腹 又见自己的心腹满身血迹 盲问道 出了何事 你这是怎么弄的 为何全身血迹 主公快走 袁绍背信弃义 已经率领兵马杀尽营重了 将领面色焦急 立即大声回道 什么 袁绍来攻打他 刚睡醒的韩父 被这话惊得满脸惊骇之色 口中忙喝道 袁绍数子 竟敢如此 快 快去传居意 张和二人率领兵马挡住袁绍 帐中之将 听闻韩父之令 不知道该怎么该口 嘴唇动了几下 也未说声 见此 韩父急声催促道 快去 愣在这里做甚 将领微微一叹 哀声道 居意投靠袁绍 其麾下的一万兵族 也尽头与其 还有辛平等人进阶头去 现张和正率领兵马阻击袁绍 袁绍大军 恐过不了多久 袁绍大军就该攻进来了 韩父只是睡了一觉 起来突听这些消息 一个怒火攻心 口中鲜血喷出 昏倒下去 将领见主子晕了过去 忙跑过去 将其扶起 背到身子上 慌忙奔走 大营外围 张和 袁绍乃是当市民主 只要辱放下兵器 投靠袁绍 再下保你 荣华富贵一声 混沙之中 居意长枪挑死 一名韩军兵族 大声喝道 死 张和喝声一出 大刀立时将身前两名 袁军兵族拦腰斩死 鲜血见了一地 某不像辱这般不忠不义之辈 只要某还有一口气在 辱就休想过此 张和在混沙之中 朝着居意所在方向冷声回道 袁军兵族准备而来 又是夜晚袭击 不长的时间中 韩副大军就溃不成军 唯有张和领兵驻守的中军大营 未曾攻下 其余之地 到处是援军兵族的混沙 居一脸上闪过一丝杀机 他本看张和是援将才 有心将其招纳给新主袁绍 不要对方竟如此侮辱于他 所以大鹤一声 命令周围士族立即围上去 将张和给他大卸八块 这时 张和所部三千将士 已是死伤大部 唯有不到八百个忠勇之士 还在在其周围 奋力与援军厮杀着 混乱的厮杀 张和刀起刀落 数名援军人头落地 尸体给大刀鱼立阵的飞抛出去 砸在正在厮杀中的兵族身上 立即就有一大片士族 被撞得进阶摔倒于地 居一小人可敢一战 张和挥舞着大刀 在斩杀了一名援军后 嘶哑着声音喝道 有何不敢 居一亮出长枪 狠声回道 两人虽不看清楚 他们具体所在方位 但凭借方才达化之声 都变明了其所在之地 双双挥舞着兵器扑杀过去 杀声 混乱声 还有那哀嚎声 汇聚在一起 张和手起刀落 力所斩杀数名援族 不等居一攻杀过来 便率先向其奔杀过去 光荡 两人在混乱杀中 刀枪相拼 鱼鹰环绕四周 居一提枪之手 比微微酸马 他没想到 平时这个不险山不露水的张和 武艺竟如此高强 刚才一记对拼 其力道之大远超于他 被主之贼 受死 张和手提血刀 朝着鞠翼大喝一声 杀气腾腾地冲了过去 鞠翼也不甘示弱 碎长枪在空中一甩 迎大刀而上 两人武艺皆是家传 各有各的妙处 鞠翼力道虽有不如 但其之枪法 却非泛泛之辈 可比 手中长枪 使得是徐徐生微 动弱之间 有如漫天烟花一样 而张和的刀法更是一绝 其刀法磅礴大气 一招一世间不缺乏威势 一招 十招 三十招 当五十招过去之时 张和麾下的兵足 已所剩无几 而其本人 正与被主之贼鞠翼 厮杀得难解难分 两人各出手段 兵器碰撞之音 环绕四周 张和 某劝辱 还是降了员工吗 鞠翼一枪挡住张和的长刀 反手一震 力士将攻势化解过去 所以再次出声劝道 历史上没有刘鹏 张和必想袁绍 但现在有了刘鹏这个雄居幽州 虎视中原诸侯的人在 张和才不会去投降 什么袁绍 上次填封来冀州时 就曾经拉拢过张和 而在张和的心中 也是倾向于刘鹏的 毕竟袁绍要夺他主攻韩父的基业 他投降于袁绍 势必会被世人误以为 他与居翼一样 都是被主之贼 投降刘鹏则就不同 世人会说他 为了带先主报仇 这才投靠过去的 毕竟今夜来袭击的是袁绍 而不是刘鹏 要某投靠袁绍那个贼司 却是痴心妄想 张和将大刀反手一拍 直批鞠翼透露 大声道 鞠翼挥舞长枪挡住了刀锋 所以转目将战场上的情形 看在眼中冷冷一笑 现在张和麾下只有数十人 其他兵族早已被杀 只要再过几个回合 那十来个兵族一死 张和可就独目难知了 君业 你我相交多年 某岂能不知你之痛楚 我等身负才学 却屡屡不得韩副老贼重用 你难道还要给这样的人卖命吗 他不是值得你我相互的主攻 而袁公祖上四十三公 贤民满天下 其人笔之韩副老贼 乃是不可多得的民主俊翼 只要你投降袁公 某保你在袁公帐下受的重用 他日败将封后 亦不是没有可能 君业一边同张和刀枪攻击 一边又出声劝道 这次张和不再出声 他已经看明白了 君业就是想用此事 来分他的注意力 向北十里之外的官道 月光之下 正有数万铁骑政策马奔驰着 只是马蹄之上裹着布 发出的践踏之音并不强 给马蹄上裹上布 此事还是刘鹏想出来的 因是要做黄雀 就不能惊动螳螂 所以 刘鹏才想到用不包住马蹄 这样就不用担心 因为马蹄奔驰之声 而被援军听见 即使到时 援军听见马蹄声 那也是在三里之内 而在三里路途 燕地铁骑不用片刻时间便能到达 子龙 派人传令高顺 让他率领县阵营 吸取袁绍军大营 赤兔马上 刘鹏神色喜悦 同靠在左边的赵云道 诺 赵云得令后 盲向身后 少气传令 传过令后 刘鹏黑黑一笑 神色间无不充满着高兴之情 他本来对做这个黄雀 是不抱希望的 但没有想到 袁绍却真的去做了螳螂 这样一来 他若是不做黄雀 可就亏对袁绍的好意了 在传令身后铁骑加快速度后 刘鹏催动赤兔马 带着一众侍卫先行奔走 身后那些铁骑子 是让赵云统领着缓缓跟上 一路急迟 到的韩副军大营外三里之处 前面侦探敌军动向的少气奔来 向刘鹏禀报了韩 袁二军的交战情况 在得知 袁绍只发动了一次夜袭 韩副大军就被击溃的消息后 刘鹏暗骂韩副愚昧 袁绍是什么人 那是披着人意外表的伪君子 他可倒好 在这么关键时刻 竟然没有警惕 倒让袁绍给得逞了 不过反过来一想 袁绍要是不夜袭韩副 那他还怎么夺取冀州 传令后军 加快速度 刘鹏握紧手中长枪 兴奋地下令道 莫 立即有侍卫下去传令 杀 三里多的距离 眨眼便道 其在赤兔马的刘鹏 率领侍卫们 冲到冀州军大寨之时 赵云也率领铁机赶了上来 此时 刚剿灭韩副兵族们的援军正庆贺之时 却见燕地铁骑狂奔而来 在月光下 竟然一眼看不到头 黑影密密麻麻的笼罩在冀州军大寨之前 大将炎良 文丑愣十一惊 盲令麾下兵族准备应战 右派精锐兵族携带强弓靠在寨门前 准备以强弓应敌 炎良 文丑 本将乃是大将军刘鹏 这里已经被本将十万铁骑巷围 只要等放下兵器 本将就饶而等一命 否则 本将不介意在夜下 加而等全部屠戮于此 跨坐在赤兔马上的刘鹏 冷眼看着黑夜下的援军 冷声喝道 赫声传遍四下 立于大战门口的炎梁 文丑二人拒势一惊 刘鹏竟然率领十万铁骑 将此处围住 以他们现有的兵力 根本就不是其对手 况且 刚俘虏的韩副兵 也未彻底归降 他们若在这个时候闹起事来 那援军可就是前后授机 其实刘鹏只有三万铁骑 因是在夜下 谁也看不清楚 到底有多少骑 他这才将三万说成十万铁骑 借此吓唬炎梁 文丑 也算是给援军扔一个乱心丸 让他们军心动摇 士气低落 陷入惊慌之中 大将军 我等誓死不详 炎梁极恨刘鹏 先前让他大腿吃了一枪 现在还没好利索 因此直接冷言与相聚道 杀 一个不留 刘鹏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 长枪一摆 和令道 杀杀杀 黑影中的燕军铁骑踏着夜色 轮番上前射出手中之剑 却不接近寨门前 只在百米处轮回放剑 援军本想等到燕军接近寨门射出剑势 却没有想到 燕军竟是在黑夜下 又没有点燃的冷剑相射 一声声惨绝人寰的哀嚎之音 接连响起 大寨里面的援军兵足 在黑夜中倒下 冰冷的剑势不停地射出 援军兵足 被这冷剑 吓得皆不敢靠近银门 闻丑一支臂膀不能用 但另一支臂膀却是完好的 但见他挥舞手中长枪 拨开一支飞射而来的乱剑 朝一边站着的炎梁道 围巾之际 只有兄长杀出重围 向主公请的援军 否则我等只有死路一条 炎梁没有回答闻丑之话 而是大声抽周围的兵足喝道 弓弩手 放剑 嗖嗖嗖 沉静的夜 再次响起了羽剑之声 但射出去的剑势 却是没有射中燕军 连一声惨叫都没有 原来燕军离冀州军营门 有百步之遥 那些援军所用之弓箭 却是只射出了五六十步 根本没有够到燕军 而燕军所射之箭 能穿进援军甲咒 乃是刘鹏挑选出一批 臂力过人之旗 又给其配备了最强之箭 加上战马奔驰 上前的空间 射出一排箭矢 然后又快速回到燕军阵中 炎梁剑几方箭矢 根本没有射中燕军 气得一拳锤在栅栏上 喝道 废物 再射 那些援军的公务手 不敢为命 纷纷搭箭射出 又是一排箭语 只不过 这次却是有了惨叫声 但只有那么一两声 凭借此声音 就可以判断出 燕军应该有一两人中了箭矢 欣喜之下 炎梁再次和令士卒继续放箭 兄长 刘鹏有十万铁骑 若不向主公请援兵 再这么下去 大鹰迟早被攻破 文丑见炎梁不回他话 便知其不想扔下他独自离去 所以再次出声道 炎梁虽是武夫 但还是有一点头脑的 在指挥兵族放箭的同时 道 贤殿 主公大营据此也只有无理之地 刘鹏包围大营 主公应是早已知道 我等只需坚守住大营 等主公援兵即可 文丑听了此话后 暗护自己鲁莽 连这么简单之事都未想到 遂对昔日这个鲁莽的兄长 刮目相看 道 兄长教训的是 是余地太过急躁 反而忽略了此事 炎梁黑黑一笑 不再说话 一双眼睛直钉前方那数不清的黑影 三排语见过后 刘鹏鹏令兵族停止射箭 最向旁边靠上来的赵云问道 高顺是否已经准备妥当 主公 高将军已率领部下 埋伏在袁绍大营门前 只需袁绍出兵 就可打起一个措手不及 赵云微微一笑 拱手一礼回道 既然高顺已经准备好 刘鹏也就不再磨叽时间 立即命令周围兵族举起火把 哗哗哗 夜下 燕军突然举起了火把 照亮了四周 宛若一条火龙 连绵数里之长 让援军分不清 到底有多少燕军 只见营寨外到处都是火把 余光下的燕军铁骑 虎虎声威 寒枪铁毛闪着冷冷光芒 杀 随着刘鹏的一声鹤令 前方早有准备好的燕军铁骑 他月光向敌军营寨冲了过去 而是轰隆隆地冲过去 营寨内的炎梁 闻瞅见此 忙下令四周公武手准备火箭 再等到铁骑冲到五十步内 漫天的箭雨从营寨内射出 在空中一个旋转 直射燕军冲在前列的铁骑 惨叫声 当一排箭雨过后 冲在最前列的燕军铁骑死伤颇多 在他们纷纷倒地后 后续的铁骑依次冲了上来 踏倒地受伤的战骑而尽 直呼啸策马靠近营寨之前 炎梁见燕军铁骑生猛的厉害 忙令长枪兵将兵器伸出营寨外 呼啸奔来的燕军铁骑 就这样被长枪刺伤战骑 多数跌落在地 但前列的燕军铁骑一刀 后面的铁骑接着上 血战 燕军铁骑在营寨门前 与原军殊死立战 嚎叫声 惨叫声 血水冒出之声 看着燕军铁骑倒在冲锋的半路上 刘鹏冷峻的脸色 自始至终没有显露出一丝心疼 他的眼睛直盯那血战淋漓的营寨 同目中闪着别样之意 杀 杀 时间淡淡地飘过 燕军铁骑将破碎的营寨 一次又一次蹂躏 直到那断木承受不住之时 咚 得一声 纪州军大营木制寨子被攻破 破木跌落在地 砸上下面的燕军 援军后 凄惨声又一次响彻越夜 全军冲杀 燕军中 刘鹏看着木寨被击落 掉在地面上 碎手中长枪一扬 放声下令道 轰隆隆 赵云率先策马奔出 率领燕军铁骑直奔冀州军大营 铁骑如潮水般涌进已经破坏的大寨 援军中 炎梁 闻丑相试一眼 拒扔下兵足 骑上战骑往袁绍大营而回 在他们的心中 这座营寨已经可有可无了 十万 燕军铁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现在只有快速回到袁绍身边 保护袁绍离开此地 赵云在率领燕军铁骑 冲进来援军之中时 就发现炎梁 闻仇二人都已不见 此事他也未放在心上 只有眼前这数万援军才是大事 碎率领铁骑向奔乱的援军压过去 月夜下 四处都是燕军铁骑 那血枪挥舞间夺取着援军兵足性命 没有了主将的援军 如一盘散沙一样 根本不是燕军铁骑的对手 燕军几个迂回冲锋 援军兵足便已丧失了继续站下去的勇气 纷纷将兵器扔在地上 以做投降之状 而燕军铁骑对那些扔了兵器的援军兵足 也未赶尽杀绝 只尽情屠戮手中握有兵器的援军 营寨外 刘鹏看着燕军已经拿下冀州军大营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朝身后的点围道 乐来 派人传令子龙 令他率领铁骑 迅速扫灭这里的援绍部族 诺 就在侍卫下去传令之时 原本静悄悄的袁绍大营 此刻却是杀生沸腾 混杀生直进刘鹏耳中 驾 刘鹏冷冷一笑 率先催动胯下坐骑 向袁绍大营而去 他要看看这个一直喜欢堂王补缠的人 今天是不是受到了黄雀在后的惊吓 既然韩复大军已被袁绍吞并 那他为韩复报仇 伸张正义 杀了袁绍也是应该的 虽然这个理由无耻一些 可他现在的大军都已经打进了冀州 就是为了取脚下的宝地 至于那无耻不无耻 就留给他人慢慢说去 刘鹏只需一块遮羞布 来遮住世人的嘴 至于其他诸侯 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他是管不着的 反正他们在说着自己的不是 也不敢出兵讨伐于自己 几里间的路程 在赤土飞奔飞之间 片刻就已到达 停马驻族观看间 只见袁绍大营此刻火光冲天 杀生不绝于耳 在大营门前 一年轻小将 使大刀三两下 就劈死了数名援军兵族 端得生猛厉害 刘鹏驻马观看 在月光照应下 拿小将浑身血迹 却汗不畏死 大刀使得徐徐生猛 刘鹏看了一会儿 总觉得那刀法都点眼熟 不知是在哪里见过 就在这时 点尾等一众侍卫 策马而来 刘鹏头也不转地问道 恶来 可识得此人否 说完之后 用手中长枪一指正 浴血杀敌的小将 顺着长枪锁指方向看去 点尾只见一员年轻小将 端得厉害无比 手中大刀挥舞的虎虎声威 靠近的援军兵族 不是被劈死 就是被拦腰而斩 虽然月下 那小将的真实面貌 他没看清楚 不过大致轮廓 他却是看清楚了一点 点尾黑黑一笑 指着那员小将回道 主公 此人名叫田玉自国让 乃是高顺将军 麾下一军司马 田玉 刘鹏娜娜自语了一声 怪不得他看对方刀法眼熟呢 所以想起几年前 好像就是这个人前来投兵 是他将其打发到高顺麾下 由高顺教导的 没想到仅仅几年的功夫 这小子就变成了一员沙场汉将 既然来到了这里 就没有袖手旁观的意思 刘鹏手中长枪一抖 照着前方的袁绍军大营道 随本将擒杀袁绍 杀 刘鹏当先冲进袁绍的大营 后面的侍卫们紧随其后 此时的袁绍大营 已经乱作一团 到处都是杀喊声 混乱的夜下 只看见全是密密麻麻的两军士族在杀戮着 长枪刺死一个援军后 刘鹏放眼观看 只见那县镇勇士呼啸着屠戮援军兵族 本来他没看到是县镇营站上风 还是袁绍军站上风 只是那高自大旗从大营左边杀出 一路直杀的援军节节败退 他才知道是燕军站了上风 那高自大旗 除了高顺外 再无他人 冲 杀 长枪一出 历史有援军兵族人头落地 鲜血剑射 刘鹏率领一众侍卫 直朝袁绍军中杀过去 一路碾压 如一把锋利之剑 直刺援军心腹之中 本就已经在溃败中的援军 被这么一把利剑直筒的阵脚大乱 多数援军已经缓缓往大营后面的方向而退 不再坚守前方 长枪上鲜血流淌 刘鹏眼神淡漠 每次到的他面前的援军兵族 都成了他的枪下之鬼 无一人生还 高顺正率领着县阵营 猛打猛冲 一路锁向披靡 正准备一鼓作气 将这些援军兵族 全部击溃于此地之时 却见那混乱的援军中 杀出了一身穿金甲之人 月光下 那身穿金甲的人手持长枪 无意端得是厉害无比 凡是接近 他的援军兵族 无意不是被其长枪刺死 而其身后 似乎也有一只兵马 像是在援军之中 撕开一道缺口 正缓缓朝他这边来 仔细看了看 高顺却见那身穿金甲之人 手中锁使枪法 与他主公一般 都是凌厉无比 且枪法中霸气尽现 而其身后一员黑乎乎的大将 手持两把兵器 利益大无比 靠近他进前的兵族 全是被其大力砸得震飞出去 高顺不用再看 他也知道 来人是他主公 与其侍卫同龄典威 也只有向他主公与典威的武艺 才能在万军之中驰骋 主公率领大军来源 勇士们 杀 高顺大高 砍死一名援军兵族 急声鹤令道 其实他已经看见了 刘鹏根本没有带多少兵马 身后只有几百七而已 不过这样说 能给麾下将士们信心 还能打压援军的士气 深知兵法的高顺 对战场上每一次战机 都不会把握得很紧 这次也不例外 县阵营听的高顺之话 拒放手大杀 而援军却被这次猛杀 吓得快速败逃 末将拜见主公 当援军兵族向后营败退之后 高顺忙奔到刘鹏身前道 对于高顺这一战 刘鹏还是非常开心的 他知道 袁绍军至少还有一两万人马 却没有调兵增援高顺 就是想看看 被高顺训练成精兵的现阵营 到底能否成为杀场上的一大杀器 不过现在看来 现阵营还是勇猛的 他刚才目测了一下 逃到后营中的援军兵族少说 也有七八千人 而在地上躺着的尸体 也有数千人 这么算来 援军至少也有一万五千人 一万县阵营队上一万五千兵甲 却能在很短的时间中 就能站得上风 并将其杀得大半回 可见 县阵营的战力 还是远超他人 也不枉 他对高顺的一番期望 不用多礼 继续率领兵马追杀援军 务必擒杀袁绍 刘鹏坐在赤兔马上 一望四周的燕军兵族 下令道 高顺将血迹流淌着的大刀 交给麾下兵族 上前几步小声道 主公 末将在率领兵马与援军厮杀之时 却未见得援军麾下大将与袁绍本人 若末将猜得不错 袁绍应该是逃走了 袁绍若是见到韩副军大营火起 必会认为是他麾下在杀戮韩副兵马 而高顺的宪阵营一出 袁绍定会联想到前面的沙海声 这时 只要稍微有点头脑之人 就能猜到定是燕军来了 而且 刘鹏前面在韩副军大营之时 还与炎梁对过话 但后来燕军铁急冲破营寨之后 就再没有看见炎梁 闻瞅二人 可见这二人定是趁乱逃了回去 将燕军来袭之时告诉了袁绍 以袁绍的性子 当得知燕军破了营寨后 必会逃走 可见这里的兵马 全是袁绍留下做炮灰 以此来为他的逃跑争取时间 不管这个猜测正确与否 以防万一总是不会错的 刘鹏嘴角不屑一笑 出声道 这里全部就由你来处理 本将亲自率兵去追袁绍 主公不可 袁绍若是逃走 其身边必有上千兵马 主公只带几百侍卫 恐怕不能将袁绍擒杀 高顺盲向前一步 挡在刘鹏马前说道 子安 这里除了你的宪阵营外 就只有子龙的三万铁骑了 而袁绍若已经逃脱 再条大军追赶与其 必会浪费时间 让其趁此机会逃脱 而本将麾下 虽只有不到千骑 但都是一亿党百的精兵 岂是援军可阻 你只需尽快将那些残军剿灭 再派人传令子龙 让其派出三千铁骑 顺东 西 北三个方向追赶 如此必有机会追上袁绍 取其头颅 刘鹏没有脑目高顺的无礼 而是在思虑了一番 快速下令道 听到这样的安排 高顺也无可奈何 只好离开马前 站在一侧回道 诺 刘鹏冲着高顺黑黑一笑 带着麾下不到千骑侍卫侧马离去 到的南面关道上 刘鹏却是犯了难 袁绍若是逃走 他会选择那一条路 北边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里是他的燕军大营 袁绍若是从那里经过 必是自投罗网 以袁绍的性子 当得知燕军破了营寨后 必会逃走 可见这里的兵马 全是袁绍留下做炮灰 以此来为他的逃跑争取时间 不管这个猜测正确与否 以防万一总是不会错的 刘鹏嘴角不屑一笑 出声道 这里全部就由你来处理 本将亲自率兵去追袁绍 主公不可 袁绍若是逃走 其身边必有上千兵马 主公只带几百侍卫 恐怕不能将袁绍侵杀 高顺盲向前一步 挡在刘鹏马前说道 子安 这里除了你的宪阵营外 就只有子龙的三万铁骑了 而袁绍若已经逃脱 再条大军追赶与其 必会浪费时间 让其趁此机会逃脱 而本将麾下 虽只有不到千骑 但都是一亿党百的精兵 岂是援军可阻 你只需尽快将那些残军剿灭 再派人传令子龙 让其派出三千铁骑 顺东 西 北三个方向追赶 如此必有机会追上袁绍 取其头颅 刘鹏没有脑目高顺的无礼 而是在思虑了一番 快速下令道 听到这样的安排 高顺也无可奈何 只好离开马前 站在一侧回道 诺 刘鹏冲着高顺黑黑一笑 带着麾下不到千骑侍卫策马离去 到的南面关道上 刘鹏却是犯了难 袁绍若是逃走 他会选择那一条路 北边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里是他的燕军大营 袁绍若是从那里经过 必是自投罗网 以袁绍慌张逃跑的智商 必不会选择南面 那就剩下东 西 北三个方向 可这三个方向 都有道路通往南皮城 刘鹏驻马于关道之上 看着月下那土白色的关道 沉思良久 道 向北追 诺 一众侍卫英声道 他选择往北去追 是因为北面是聚入郡 而袁绍要 回到他的老巢南皮 必须要经过聚入地界 只要穿过聚入地界 袁绍才能快速返回南皮 而东 西两个方向 对袁绍来说 路途不顺 且都是其他诸侯地盘 不宜前行 跃影下 刘鹏的赤兔马 率先奔驰在前 其速度快如闪电 远将身后的侍卫们 扔在后面 因此 刘鹏不得不每奔驰一段时间 就要停下等待其他人 他才不会自己单独去追袁绍 那袁绍无某匹复别的没有 这逃命时肯定将看家之宝带在身边 据刘鹏粗略估计 袁绍麾下的战旗 足有三四千 虽说逃命时不能全部带走 但带一两千骑兵 还是完全可能的 关道上 月夜下 刘鹏率领侍卫一路狂奔 在天亮之时 却是已经过了唐阳 正往安平方向追击 主攻喝点水吧 点威从后面追上来 将腰间水壶递过去说道 刘鹏在策马间拿过水壶 大饮几口 转身一看 后面的侍卫们 却见侍卫们夸下坐 其意识口吐白沫 四踢乏力 知道再这样下去 不仅追不到袁绍 恐怕挥下这些侍卫们的坐骑 就得暴毙而死 停 距附近找找河水 将马匹等银宝 再行追赶 刘鹏紧勒赤兔马缰绳 停下说道 已经追击半夜多的侍卫 也是累得筋疲力尽 此刻听到这话 纷纷下马 喘着粗气 而在刘鹏等人五十里前 袁绍正侧马狂奔着 身后跟着炎梁 文丑及一众文武 还有近两千的铁骑 主公 已经快到下博地界上 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战马 都已累得跑不动了 再奔驰下去 恐怕我等只有步履向南皮了 许优脸色不震 嘴唇微干地说道 袁绍看了看左右的文武 见众人都累得够呛 所以长叹一声 吩咐众人下马歇息片刻 在喝过水之后 袁绍两眼无神 仰天长叹道 仰天呀 你怎可相助刘贼 灭我袁绍啊 许优在这时 也已喝多水 用衣袖将嘴上的水子 擦拭干净 走上前回道 主公 优一路上都在想 为何那刘贼 却在我军攻下 韩复大营后 突然出十万铁骑 围杀我军 本来优还不明白 现在却是有几分眉目 此时的袁绍正 痛恨刘鹏杀的他 五万大军惊丧 对许优之话 也未放在心上 淡淡问道 为何 官司的许优微微一笑 摸了把胡子 不再卖关子 道 据在下猜想 恐怕刘鹏那奸贼 与韩复结盟 本就是一场骗局 他借与韩复结盟之事 放出风声 说是韩复 要与他共谋主公 而他恐怕也推算出 主公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必会出兵夜袭韩复 因此才能在我军攻下 韩复大营后 快速出兵 又将我军围住 你是说 刘贼是早有预谋 那刘贼怎会看着韩复 被我军所灭 袁绍坐到地上 神色不佳地问道 主公 若在下所料不错 刘贼定是坐看韩复被灭 才率大军围住我军 这韩复 也真是愚蠢到家 刘鹏是什么人 那是天下少有的奸贼 他与其结盟 无异于与虎谋皮 到头来 却是被刘贼所算计 这是我冀州数十万将 誓葬深淹地铁骑之下 徐游发了几句牢骚 但见袁绍脸色不好 忙道 刘贼身性寡薄 若含复死了 他可将责任推到主公身上 而他在率领兵马剿灭主公 一举夺得冀州 这两全其美之事 刘贼岂会放过 奸贼 他想得美 本将在南皮 还有大军六万多 岂能容他 袁绍脸色阴狠 愤怒道 见此情景 许优也不敢再多说话 生怕袁绍一个不高兴 将他头颅给砍了去 那可就太不值得了 这时 袁绍的另一个谋士 郭图上前道 主公 现刘贼兵封正列 他若攻陷我军大寨 发现主公早已不在 必会率领铁骑追赶 一再下看 还是早早起乘为好 袁绍已经四十的人 身体正是强劲之时 一夜逃亡 让他的身体都有点吃不消 更别说身后那些文士了 而郭图说此话 却是为他自己的安危着想 他可不想 被刘鹏这个屠夫抓去 因此才不顾众人之意 出声静言道 主公 还是在歇息片刻吧 那刘贼即使破了我军大营 他也不知 主公走的是哪条道路 又如何能快速追上 还是再歇一歇吧 许优可不想刚缓一会儿 就又骑到马背上奔波 于是静言道 金徽下两位谋士这么一说 袁绍有点犹豫不决了 其实在心中 他也不想赶路 连续一夜的驰骋 让他浑身上下都有点不舒服 再者言 他更倾向于许优之化 那刘贼即使来追击于他 也找不着方向 何惧也 那好 就在歇息片刻吧 正好颜良 文丑二将身上都有伤 不宜过多赶路 袁绍眉头皱了一下 所以缓缓说道 这话感动的颜良 文丑二人历时声泪俱下 跪在地上向袁绍道谢不已 就在袁绍歇息的时候 后面的刘鹏 却已休息妥当 再次率领侍卫们 追击袁绍 太阳慢慢升起 大地恢复阳光沐浴 武士里的路程 对刘鹏而言 那是眨眼之间 一路凭借赤兔马的速度 越过山川平原 直往袁绍处奔去 正在袁绍休息之时 一袁军绍齐踏烟尘而来 惊呼道 报 主公 追兵距此不到五里了 有多少兵马 袁绍腾的一下站起来 眼神中不满惊恐 急声问道 绍齐只看见了燕军前期 根本就没看清楚有多少人 此刻听到主公问起 报 小人没有看清有多少兵马 但见到敌军铁机所过之处 烟尘弥漫 应是有不少 袁绍在惊恐下 愤怒道 废物 快去打探 主公上马快走 徐幽连忙请袁绍快走 并装出一副担忧之情 快速说道 本来袁绍 还想呵斥徐幽视 但见其脸色 隐隐有着对自己的担忧 所以吸了此间心火 道 全军上马 出发 就在袁绍等人上马离去后 后面追击而来的刘鹏 哈哈大笑一声 他追了一夜 终于看见袁绍的身影了 那激起的烟尘冲天气 战旗之声 轰轰作响 点围见前方战旗奔驰 一身穿虎皮铁甲的将领 肩披血红大肠 正回目相看几方 那将领与袁绍有七八分相似 最喜道 主公 前方乃是袁绍 刘鹏也早看见 其人乃是袁绍 道 追上去 只取袁绍头颅 诺 侍卫们得令 盲策马相追而去 遇见此大功 袁绍此时身边 还有上千骑 只不过这千骑 在刘鹏之眼中 犹如土鸡瓦狗 不堪一击 战旗轰隆隆作响 见尘土飞扬 前方正狼背而逃的袁绍 拼命紧催跨下战旗 意图快速逃跑 袁绍无谋匹夫 如还不束手就擒 更待何时 刘鹏手持长枪 策马向奔奸 出声喝道 喝声直传证仓 慌慌奔驰的袁绍耳中 自讨伐董卓起 他还未曾有过如此狼狈 不料今日被人追赶 却连个屁都不敢放 只能策马相逃 他不甘心 真的不甘心 袁绍回头看了眼 那驰骋而来的刘鹏 虽继续策马相逃 只是眼神中闪过一丝狠鼻 许优被刘鹏的喝声 及后面的战旗声 吓得魂不附体 传闻那刘鹏兄很如屠夫 若是他背情 必没有好下场 身子瑟瑟发抖的许优 回头看了看 部族三里的追兵一眼 令许优疑惑的是 为何追兵的铁骑声 如此之小 远不如万骑踏破大地之声 再次回头一看 却见刘鹏那惊甲当心而来 身后的追兵 也不是平常装朔的燕军 反而像是刘鹏的侍卫 在看到追兵 根本没有万骑后 许优在惊喜之中 心生之际 盲道 主公 追兵只有数千 甚至没有千骑 我等只需一个反重杀 必能将其击溃 也许能生清刘鹏 袁绍这时政拼命相逃 忽闻许优之话 盲回头一看 见刘鹏之兵 确实只有不到千骑 遂勒马停足 哈哈笑道 天不亡我袁绍 还给我袁绍送来人才佳激 逃亡中的文武 见袁绍停止前进 纷纷停下 又听袁绍之话 拒是喜色上脸 炎凉 文丑何在 袁绍于大喜之中 赫声道 末将在 炎 文二将盲靠马过来 急声回道 袁绍拔出腰间佩剑 贺道 布阵迎敌 那刘贼只有不到千骑 情杀刘贼的大功道了 你等可敢一战 于逆境之中 袁绍的明知一举 果然给其麾下带来了生机 在听闻刘贼 只有不到千骑的时候 一众文士忙退到一边 近看武将布阵迎敌 奋力追杀而来的刘鹏 见袁绍的铁骑掉转马头 纷纷布阵 所以猜到袁绍是看破了他的兵力 这才想反过头来情杀他 可惜太迟了 等袁军铁骑布下战阵 他早就冲过去了 千米之远 一望无边的开阔地带 正是适合铁骑冲锋的好机会 成为袁绍军还为不好战阵 刘鹏于奔驰之中 长枪一指那袁骑下的袁绍人头 喝道 随本将只取袁绍头颅 杀呀 杀 杀 侍卫们卯足了劲 握紧手中兵器 跟在刘鹏的赤兔马身后 呼啸着冲杀过去 千米的距离 眨眼几道 袁绍所带铁骑 还为不好战事 便被刘鹏率领侍卫杀制 顿时血肉横飞 哀嚎之声利起 刘鹏手持银枪杀入袁军之中 枪花如雨 骑枪尖上的银芒四散开来 旁边阻挡的袁军 不时被刺于马下 杀 取袁绍头颅 从袁军中间撕开一道口子 刘鹏黑黑一笑 长枪挥舞如风 大喝一声 直向袁绍扑去 袁军还未摆好阵势 就被刘鹏似虎一样冲破 严良 文丑二人见此 盲组之兵马 向刘鹏压制过去 预阻气步伐 主公 刘贼凶猛 还是先撤 刘鹏 文二将在此阻挡与其 郭图见刘鹏冲入袁军铁骑之中 如杀神一样 正朝着袁绍扑来 盲出言语道 袁绍不是瞎子 他也看见刘鹏冰封正经 正杀着他的铁骑直扑过来 本以为他拥有两千多铁骑 擒杀刘鹏乃是轻而易举之事 谁知刘鹏竟趁他军阵未稳 快速掩杀过来 其骁勇善战 一个冲锋 就将他的铁骑杀得丢盔气甲 若不是颜良 文丑正组织铁骑拦住其 恐怕那刘贼的兵马 早已杀着他的身前了 袁绍脸色几变 最终长叹一声 道 命令颜良 文丑挡住刘贼 诸位随本将先行离开 已避刘贼兵封 诺 文师们盲回到传令之后 盲带领几十名甲士 随袁绍离开此地 而在战场上 刘鹏长枪肆意挥舞 正屠戮着四周的援军 眼见袁绍带着麾下的残兵离开 却被眼前的援军兵足锁挡 刘鹏心头不由的一阵窝火 主公 袁绍逃走了 典威根在刘鹏身后 双击使得出神入化 往来之援军兵足 拒被其大力杂地扑飞出去 刘鹏在杀死数名援军兵足后 见颜良 文丑二人没有随袁绍一起逃跑 而是向他这里冲了过来 便忙向典威说道 主公放心 典威大喝一声 双击在空中一个旋转 劈死两名援军兵足后 大声回道 说时时 那时快 颜良 文丑二人奉袁绍之命 前来阻挡刘鹏 自是不敢怠慢 他二人前次伤势未好 昨夜又是随袁绍逃跑了一夜 身上的伤势已有加重趋势 死 颜良催马到得刘鹏身前 二话不说 挥舞着大刀就直往刘鹏头上劈下 光荡 一声 火花四箭 刘鹏可不怕颜良 长枪闪着寒气 只与颜良大刀对上 使出八成力道 将颜良的大刀 一下阵的嗡嗡作响 而另一边 典威舍弃元军兵足 朝直来此的文丑扑了过去 文丑伤势比颜良还重 一身武艺 发挥不出三成 怎是典威的对手 三个回合不到 臂膀上的伤势便再次复发 鲜血顺着盔甲 缓缓渗了出来 援军兵足见主公都已逃走 本无立战之心 但此刻颜良 文丑加入战团 立即让这些兵足浑身充满战力 与锦衣卫是死相斗者 厮杀难分难解 锦衣卫都是刘鹏精挑细选之族 每个人的拳脚武艺都非常人 兵器交战更是不输他人 此刻与数千援军向战 竟丝毫不落下风 反而隐隐还占据上风 刘鹏一边与炎梁交战 一边眼观四周战况 锦衣卫虽喊汉勇 然双拳难敌四手 偶尔传出的凄惨声 无不证明已经有人在战死 为了这些个援军兵足 折损这净千锦衣卫 实不划算 已经有了主意的刘鹏 不再留心观看场中战况 全心投入到与炎梁的大战之中 争 枪刀相撞 剑出无数火花 炎梁的刀法 虽不如黄忠 其之力道却也与他不相上下 想尽快将其生情 可谓不怎么容易 不过刘鹏自信 凭借他的赤兔马 白龙枪 在百回河内 必能生情炎梁 历史上 关羽就是凭借赤兔马的速度 趁炎梁不备之时 一刀将其斩落马下 这才成就了 关羽威震天下的大名 而炎梁 就是关羽成名的垫脚石 炎梁那一边 却是大战正憨 臂膀上流着鲜血的文丑 吃力迎接着炎梁 那天生的神力 几乎典威每砸出一几 文丑的脸色就惨白一分 臂膀间的鲜血 也就多流出一点 照此下去 不用多长时间 文丑就会因鲜血流失太多而被杀 不过有了刘鹏之令 典威才不会杀了文丑的 他只是要用强大力道 将文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再慢慢将其擎火 再吃矮一几 典威看着文丑嘴唇发白 手臂微微晃荡 就知其是在 已经是强母之末 便大喝一声 手上双脊的力道再次增加 直向文丑劈下去 其是宛如汹涌海浪 文丑知道自己已经历劫 万难抗下眼前这个大汉 全力一击 但为了他家主功能多点时间逃脱 他还是紧握手中长枪 奋力朝着下落的双脊迎上去 光荡 铁气相撞 声音绘之四周 直刺众人耳膜 强劫下点为一几的文丑 胸中江海翻腾 口中直喷出一口鲜血 臂膀上的鲜血更是直接流淌 如那瀑布一样倾斜而下 无力再战的文丑 手中长枪被震落于地 坐在战骑上的身子 也跟着跌落在地 点为见文丑 被他打得只剩一口气 且又跌落于马下 黑黑一笑 双脊再次挥出 将旁边上前预救走文丑的援军兵族斩杀 直催战马向前三步 黑黑一笑 一把将虚弱无力的文丑拉上战马 横于马前放着 旁边与刘鹏交战的炎梁 斜眼瞧见文丑背情 历时惊怒 担忧文丑生死间 炎梁爆发出强劲有力的刀法 意图将刘鹏击退 转而去救文丑 可刘鹏是什么人 早就看见文丑背情的他 也早就准备好 应该如何应付暴怒的炎梁了 狂怒中的炎梁 大刀上的力道 比之先前多增加了些许 但就这点力道 对于早就有所准备的刘鹏来说 还是不够看 两人刀枪往来 擦得火花四射 五十回合过后 点为早已带着重伤的文丑 离开了战场 而发狂的炎梁叨叨与刘鹏听命 却依然未脱离刘鹏的纠缠 相反还被刘鹏凌厉的枪法缠绕 一时扮回得很难脱身 炎梁越是愤怒 他越是开心 炎梁看着炎梁攻势一个缓解 嘴角露出一丝狡诈笑容 手中长枪护得一个旋转 直刺炎梁胸前 一个不慎的炎梁 见那闪着寒芒的长枪 就要穿透自己的胸前 忙侧身向壁 却在这时 那长枪却不刺他的胸前 反而左他身边擦开 一个横扫 将侧立身子的炎梁 一枪扫下战旗 吃了一剂猛枪的炎梁落地后 心头立石一惊 忙在地上滚动 离开刘鹏进前 So 长枪就像是一道光电 急速旋转 枪间一个快速急持 直抵炎梁脖筋下方 刚想起身的炎梁 下意识地看了眼 抵在脖子下方的枪间 在看眼骑在马上的刘鹏 长叹一声 直接睡倒在地 对于炎梁这种表情 刘鹏可以视为 他是准备就死 也可以理解为 炎梁是任他杀之 刘鹏黑黑一笑 催动赤兔马向前一步 抵在炎梁脖子下的寒枪 突然出手 却不是要刺死炎梁 而是一个弧线闪过 枪头朝着带铁盔的头颅 就是这么一下 咚 一声闷响 炎梁直接被打晕了过去 刘鹏收回长枪 催马再次向前一步 低身将昏迷过去的炎梁抓在手中 直接浮于赤兔马身上 调转马头 见四下杀戮依然继续 大喝一声道 住手 炎梁 闻丑二人已被本将生擒 而等只要放下兵器 本将就可放而等一条生路 否则全部杀之 一个不留 冷兵器征战 将士的士气就是主将 一旦主将被擒或是斩杀 那他麾下的将士 就会立即投降 这也是一种正常现象 君汉们从军本就是为浑口粮食吃 谁也不愿意送死 此时的援军就是如此 经过刘鹏的大喝之后 战场中的援军纷纷放下兵器 不再抵抗 本将今日心情好 就放你等一条生路 滚吧 刘鹏将长枪插于地上 大声喝道 虽然这些兵族只有数千人 可蚊子再少也是肉 刘鹏本该见这些兵族 冲人燕军之中 但这些兵族 能被袁绍带着一起出逃 其中定有袁绍的死忠之事 将这些人弄回去 以后定会有是非 因此 他才将这些兵族放过 援军兵族们 在听到刘鹏话后 纷纷下马徒步离去 刘鹏黑黑一笑 这些兵族看来都是沙场老族 懂得胜利者 应该拥有战利品 这才没有取回兵器 也未带上战旗 而是徒步离去 至于他们去 这可就不是他所关心的了 来人 将这些战旗与兵器 全部带上回营 刘鹏取回插在地上的长枪 冷声向周围示威下令道 这时 点位自前方奔驰而回 只是骑马背上的文丑 却已是不见 料想那文丑也定 是被点位葬在某一个地方了 点位建战场中 已经没了援军身影 只是留下了数百具尸体 而锦衣卫正打扫着战场 便忙策马 急事到刘鹏身边道 主公 俺把文丑绑在了前方林子中 那小子现在身受重伤 是逃不掉的 刘鹏没有答话 而是将赤兔马上的炎梁 一把扔到点位战旗上 道 此人武艺不错 是个可造之才 且先将他带回大营 刘鹏有大用 诺 点位却是没看出 马背上的这个汉子 有什么讲可造之处 不过还是应声道 春风微微吹过 战场上的尸体 已被清理干净 而那些战死的锦衣卫 则是被分别挖了一个坑埋葬 至于那些战死的援军兵族 尸体则是直接集中 在一个坑中扔了下去 收集好兵器 战马之后 刘鹏才带着锦衣卫们 往大营而回 在半路上 派人将文丑从林子中压了出来 将其与炎梁共赴于一匹战骑身上 才策马而去 半途中 遇到了赵云麾下 出来追击援军的铁骑 随会合在一起 直回燕军大营 傍晚时分 回到了大营的刘鹏 先是好好洗了八脸 又吃了顿宝石 这才照众人进仗一事 中军大仗 刘鹏麾下的文武寻忧 田峰 赵云 高顺 太史辞聚已到此 众人建立过后 赵云率先站出来 将此次大战所得与损失 暴雨刘鹏之朽 此役 共俘虏韩 原二人四万三千兵足 其余军被剿灭 俘获战马进马匹 粮草三万壶 所得兵器盔甲无数 而在韩复的大营中 赵云却是抓到了两员大将 一是韩复麾下将领张和 二是已经投靠袁绍的居毅 这二人据是历史上的名将 能在历史中留下名声 那定有不凡的本事 居毅此人刘鹏还是知道的 其太过傲性 历史上袁绍能大破公分赞 靠的就是居毅的先登营 然居毅自持功劳 最终却是被袁绍所杀 张和可谓是赫赫有名 因其投靠曹操 最终得了一个无子梁将之名 此人属于大器晚成的角色 在历史上并未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只是晚年后 曾在接亭大败蜀军 据历史记载 张和的军事能力极强 曾在卫史上有这样一句评语 何时变量 善处迎臣 料战师地形 无不如计 能让诸葛亮都忌惮的张和 可见其军事才略定非常人 至于张和的死因 刘鹏却是记得不怎么清楚 好像是司马懿为长曹魏大权 削弱忠于曹魏的将领 这才令张和率军去迎击蜀军 结果中了诸葛亮的埋伏 张和膝盖重剑 回应后不治身亡 今次赵云俘虏了这二人 对于刘鹏而言 无异于得到十万雄师 至于这二人 是否会投靠于他 这是刘鹏一点也不担心 现今天下 能与他并肩齐驱之人 驱之可数 这二人要是不投靠于他 只能说明 这二人蜀目寸光 不值得他拉拢 就此一之事商议过后 田锋站出来道 主公 黄中将军与文聘将军 以率大军屯于批城外 正在四击攻破城池 听到此事 刘鹏终于来了点兴趣 嘿嘿一笑 道 冀州穆韩复被袁绍偷袭所败 其人生死不知 本将为冀州这片净土计 亦任命天锋为冀州刺史 治理一方周正 诸位认为如何 刘鹏的意思已是很明白 献韩复 袁绍二人皆已兵败 这冀州他算是得到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就是批城了 而批城已经有黄中 文聘大军将其攻下 只是十日问题 任命田锋为冀州刺史 一是为瓦解冀州其他郡县 对韩复的死忠 二是想借此向世人表明 冀州已经是他的地盘 在下认为主公之策可行 冀州之所乃是批城 只要主公大军破批城 携大圣之师向其他郡县传习 在下料定西文一出 周围郡县定会望风来降 如此也就不用我军分兵去取 至于袁浩先生任冀州刺史 在下认为最是合适不过 寻忧站出来 捋着小胡子 侃侃谈道 既然有人同意 刘鹏也就不再询问其他人 直接道 那好 田锋听令 以后你就是冀州刺史 掌管一方明正 莫 看不出脸上是什么神色的田锋 站出一步 拱手道 现在高一附近 也没有多少韩副的兵马 刘鹏便下令让众将整兵 明日一早踏过巨路 直扑批城 得到命令之后 众文武纷纷下去准备 二日一早 刘鹏率燕帝大军 一路直下批城 沿途所过 冀州军纷纷倒戈 无意赶挡其道路 十多日间 燕帝铁骑已行至批城外 早在此前 黄中 文聘二人 就已为大军建好了营寨 分东 西两座大营 燕军住进去后 刘鹏立即带武将们出营 直往批城而去 黄中 文聘二人所统帅兵马 早已将批城外围城关攻下 现在的批城 是由韩副麾下的耿武等人把守 兵不过三五万 粮食却是一年多的储备 自韩副被袁绍击败后 其人也消失不见 继位回批城 也未出现在世人眼中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虽然韩副战败 但批城的耿武等人 依然坐着抵抗 这些时日中 黄中不知派了多少人进城劝降 但都没有效果 批城外围守军全是燕军 而在批城里面 却全是冀州军 夕阳西下 刘鹏率领一众武将 站在内城下 远望那坚固的城墙 城墙上是惊气飘扬 冀州兵族也早已公母齐备 刀枪到位 就等着刘鹏一众武将靠前 黄中提着大刀 紧靠在刘鹏身边 道 主公 批城中的耿武 李立二人 武艺一般 但就是归缩在城中 不肯轻易出来 与我军在外野战 因此 末将才迟迟没有攻下城池 批城城池坚固 易守难攻 耿武 李立二人又有一年多的粮草 坚守半年不是问题 而若出城野战 燕军铁骑号称天下无敌 这二人可不傻 毕竟他们只有三四万部族 与强大的燕军野战 纯粹是自寻死路 汉生不用自责 耿武 李立二人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不出半月 批城就是本疆囊中之物 刘鹏坐在赤兔马上 眼望前方尖城 口中带着淡淡的自信说道 在见识过批城的坚固后 刘鹏冷冷一笑 带着众疆回营离去 他此来只是为探一下冀州军的虚实 现在他则见到了 城墙上的冀州军看似凝神戒备 实则早已被他大军而来的消息 吓破了胆子 回到中军大仗 刘鹏高座主位之上 吩咐道 批城外围已在我军掌中 县具有内城被含抚余孽占据 而内城墙高尖时 我军要想取之 殊为不易 话说到这里 刘鹏停顿了一下 口嘴剿密一笑 道 不过本疆却有一神物 必破批城 主公 是何神物 下方的太史词是个急性子 见刘鹏说出能破批城的神物 便率先问道 头是车 刘鹏冷冷一笑 解释道 此物乃是本疆西年研究而造 对攻击城池有着妙用 而等明日就可一睹为快 众将听得刘鹏这样说 也就纷纷膝下疑惑心思 在命令众将回应之后 刘鹏未靠劳行军途中 一直照顾着他的城市 便回到后帐 与其一夜缠绵 一日清晨 燕军东 西两座大营 鼓声大噪 战起司名 出发 刘鹏身着金甲 手按腰间佩剑 淡淡说了一句 令骑兵策马狂奔 大声传着刘鹏的军令 在往批城前去之路上 刘鹏没有骑士兔马 而是坐在豪华战车上 车后还背着一通大鼓 车边还有迎风飘斩的刘自大骑 看起来威势不凡 此次攻击批城 刘鹏之率领铁机五万 部足五万 其余大军皆留在大营 大将只带黄忠 赵云 高顺 文聘四人 谋士也只带了寻忧一人 坐在战车上 刘鹏眼观四方 心中却有疑惑 问道 公达 本将有一事不明 如可能解 主公且说来 寻忧骑在马上 靠近刘鹏的战车 微微一笑 回道 刘鹏轻轻一叹 道 韩复未被袁绍所杀 其人却为何不回批城 须知此地有他家小 还有数万兵族 只要他回到批城 朕必一呼 凭借冀州前梁 再招十万大军抵御本江 也是一事 可他却为何不回 难道韩复是想放弃冀州 寻忧脑中将此事过滤一遍 缓缓回道 在下猜测 韩复不回批城 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他自知非主攻对手 便离开冀州 前往他地隐姓埋名 从此不再过问世事 二是 韩复在那日乱战中 已被杀死 只是尸体没有找到靶了 听了寻忧的话 刘鹏是一阵烦闷 这寻忧排兵部阵乃是内行 可这琢磨人心的本事 实是一般他说的这两种可能 刘鹏自己也曾想过 韩复乃当世名流 他即使要潜入山林 不问世事也该带上妻儿老小吧 可据黄中传来消息 韩复的家小还在批城中呢 寻忧的第二种说法 确实也有可能 但那日他追击袁绍回去后 连夜派了近万军士 在前后三百里路上都寻找过 可连韩复的一根汗毛都没有发现 更别说是尸体了 冀州地界那么大 若韩复死在兵族们没找到的地方 也是极有可能的 批城下 十万燕军一字排开 经其迎风飘扬 步足靠前方助力 铁骑则分在两侧与后军 咚咚咚的战鼓声响起 文聘策马来到中军大旗下 拱手道 主攻 投试车已准备妥当 现在是否发起对批城的攻击 刘鹏从战车上缓缓站起 英俊的脸庞上闪过一丝笑意 拔出腰间配剑 剑间直指城墙上的冀州军 冷冷喝道 给本将砸破这就奸程 诺 文聘应了一声 便策马离去 军令传下 鼓声大噪 进攻的通鼓声响彻周围三十里 在文聘的指挥下 百架投试车上早已撞好火石 只需在发射的那一刻点燃火石 当进攻的战鼓声停下后 文聘沉声喝道 放 呼呼穿破空中的声音骤然响起 百块巨大的火石撕破天空 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 如山海般呼啸着往劈城砸下 轰轰 通通 火石落在城墙上 砸得坚固的城墙 嗡嗡发出沉闷的响声 密集的火石一排接着一排 直冲这座坚固的城墙上砸下 肆意蹂躏着这座城墙 坚固的城墙 被火石砸得到处坑坑洼洼 连带着将城墙上的木材点燃 熊熊大火就这么燃烧了起来 城墙上 近万纪州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火石 砸得哀嚎声四起 看不清多少兵族被火石砸上 倒在血火之中 这些纪州军多年没有经历过战火洗礼 早已忘记战场上兵族该有的锐气 眼前这密集的火石将这些本就士气不高的兵族砸得四下奔逃 他们现在不求别的 只求那密码的火石别砸上他们 城墙一处的耿武缩在边上 身前众多兵族拿着木盾挡着飞来的火石 可他依然止不住地全身颤抖 那种来自心灵深处的震撼 远比身体上的震撼要强得多 咚咚 天上砸下的火石不停地落在城墙上 纪州军那哀嚎之声遍布空气中 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只让缩在一边的耿武恐惧不断蔓延 而在燕军大旗下 刘鹏绕有兴趣地看着城墙上的火石 一边的寻忧喜道 主公 这投射车的威力竟如此之大 看来不用时日 我军就可轰破这座奸程 刘鹏冷冷一笑 回到战车上坐下 仔细观赏着批城上的这一幕战火 从早上一直到中午 投射车一直未曾停下 轰轰的火石直砸的批城微微颤抖 春光无限 娇阳盘旋当空 此时的刘鹏心情大好 威意沉吟 下令道 让大军回应用时 明日再来攻城 诺 旁边的令骑兵快速下去传令 燕军缓缓撤走 对于城上的冀州军而言 算是长长地输了口气 那些没有被火石砸中的冀州军 脸上露出庆幸的神色 顿时长生短叹 喧哗之声静起 躲在一边的耿武 见燕军撤退 忙呵斥周边的假式 不准其喧哗 让兵族们速去准备修筑室 能活着就是不错目 兵族们当明白此理 即使再不愿意 此刻也都乖乖地去清理尸体 修筑室去了 燕军的火石 不知道是用什么造成的 伤害竟如此之大 城墙上到处都是坑坑洼洼 竟无一片好的地方 不过也多亏批城墙高且厚 使得燕军火石砸了一上午 只是留下一些伤痕 其他的倒无甚多大损伤 耿武看着城墙上一片狼藉 被火石点燃的木梁 冒着青烟 正垂垂升起 而那些被石弹砸的脑浆崩裂 肢骨摧折的冀州军尸体 则是四平八仰地躺了一地 燕军一上午的攻击就如此凌厉 倘若在攻击几日 不知道这批城还能否坚守住 耿武缓缓走下城墙 心头全是忧虑 在忧虑中 耿武下的城墙 上了战马之辈 直奔韩服的周牧府而去 周牧府中 耿武穿着盔甲 到的大厅之中 同周牧别架闽纯商一道 博点 在下今日算是建设了燕军的强悍 仅仅一上午 守城兵族就伤亡净千人 照这样下去 不用几日 燕军就要攻破城门 大举而入了 敏纯听完耿武之话 下意识问道 那燕军伤亡多少人 在敏纯心中 燕军属于攻城一方 而披城强高且厚 一守难攻 燕军怎么也得付出 比冀州军战死兵族 多出几成的数目来 耿武微微一沉默 脸色不好地回道 燕军一族未伤 敏纯大惊 连忙问道 为何 难道燕军是铁 刀枪不入 燕军并未动用兵族攻城 而是不知 从那弄来了一颗颗巨大的火石 又将这些火石 全部扔上了我军城头 这才使得守城将士伤亡颇大 耿武响起城头上的那一幕 心有余悸地回道 敏纯虽在心底将此事思虑了一遍 燕军既然能将火石扔到城墙上 那就说明燕军有攻城力气 这样一来 他们想坚守到韩复回来 恐怕已是不能 大厅中静了一会儿后 耿武娜娜问道 博点 我军只有不到四万兵马 先前应付皇忠已是不足 现在刘鹏亲率二十万大军前来 定是难以抵挡 不若博点代主攻下令 命各郡太守将他们所属军兵调来 以解城中之威 若在刘鹏初次进军之时 以韩复之令还是能调动各郡兵马 但现在刘鹏率燕地铁骑长驱直入 骑士直破批城 在此时 不知道还有哪个国相 太守敢率领兵马前来增援 文威 批城外围四座城门 皆被燕军占据 我军即使派出信使 也出不去啊 更别谈调兵之事了 敏纯长叹一口气 将心中之思阴藏下去 最简单地回道 那怎么办 我等就坐以待毙 任燕军攻破城池 毁了主攻基业 耿武一激动 声音如雷般喝问道 敏纯这些日子也没少受罪 此时耿武一猴 他心中的那股怨气也上来了 道 某早就说过 让你带着主攻家眷速速离开 可你就是不听 现在倒好 燕军将劈成为的水泄不通 若主攻家眷有个闪失 看你如何是好 耿武非是混人 他很明白现状 在二十万燕军铁蹄下 要想保住韩复基业 几乎是不可能之事 隧道 那博点你倒是出个主意 看现在该如何是好 否则燕军攻破城池 可就真的来不及了 敏纯听了耿武之话 站起身在厅中来回走着 思虑着如今该是如何 过了好长时间 敏纯的身影 只将耿武眼睛绕花之时 才道 某道是有一法子 就是不知行与不行 快快到来 耿武忙问道 敏纯神秘一笑 道 投降 什么 主攻对你如此 你竟敢背叛主攻 耿武刷的一声 抽出腰间配剑 剑锋持底敏纯咽喉 身为文人的敏纯 不仅没有害怕 反而笑着说道 主攻的行踪 只有某鱼汝知晓 其余之人 尽皆不知 只要主攻那边 借到兵足 我等从刘鹏手中 夺回冀州 还是可能的 因此 某等率几万兵甲 归降刘鹏 等到主攻大军一到 我等在于主攻里应外合 必能击破刘鹏 拿回冀州 同时还能 获得主攻家卷 此事干系重大 耿武听完之话 收回手中之剑 立时沉默了下来 在耿武的心中 投降就意味着被主 向来将声誉 看得比性命还重的他 如何能背负着被主之名 就在耿武心中 做着抉择之时 敏唇淡淡一笑 道 为了主攻大业 我等即使假意投靠刘鹏 又有什么干系 只要保得主攻基业 就是要谋死 谋也愿意 更别说这一点明洁了 耿武听完之话 口中艰难地说道 即使如此 我等应如何行事 敏唇淡淡一笑 现在耿武问出此话 就已经代表他 听尽了自己的劝言 遂黑黑一笑 道 我等当如此 就在敏唇 耿武二人商量 如何假意投降之事时 竟在城外燕军大营的刘鹏 却是暗皱眉头 心绪混乱 不知何处出了差错 深夜 燕军大营静悄悄的 偶尔还能听到几声 重鸣之音 刘鹏就这样端坐于主位上 手中拿着今日 贾许派人送来的消息 他白皱之时 就感觉心绪不宁 总感觉哪里出了差错 下午之时 贾许送来的这份消息 算是解了他的疑惑与担心 原来贾许送来的消息 是孙坚战死 今年三月初 在讨伐董卓后 孙坚回到长沙 颇受刘表的排挤 无奈之下 便率部依附于南洋元树 荆州人丁兴旺 百姓富庶 又有长江天茜 身为元树这样 有着野心的诸侯 当然便想将其占据 以来霸业 元树遂使孙坚率部进攻荆州 而刘表已在荆州立下脚跟 其势力一天比一天胜 岂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在得知孙坚率部犯境后 刘表立即派麾下大将皇祖 出兵屯于樊城 邓县一带 迎击孙坚 孙坚勇猛无敌 一路大破皇祖 进而率兵围攻荆州治所襄阳 襄阳乃是刘表的治所 岂能让孙坚攻取 交集之下 刘表遂派皇祖姓叶出城请援兵 当皇祖率领援兵回来时 却被孙坚拦截 自知不敌孙坚的皇祖 便率领兵马 败逃于县山之中 孙坚见皇祖不敢与他交战 便匆匆败逃 认为其只是须得浪名 部族为律 便意气风发地率领兵马追击 在追到县山附近之时 早已埋伏好的皇祖 趁势杀出 命挥下兵族 将早已准备好的毒箭射出 混战之中 一个不小心 毒箭穿过孙坚肺腑 当场不治身亡 本来刘鹏以为没有玉玺之事 孙坚就不会死 没想到 孙坚没有死在玉玺之事上 却还是死在刘表手中 孙坚与他交情不深 甚至还存有一些敌意 但刘鹏对孙坚这个人 却是没有好感 典型的一个伪君子 他本想借孙坚之手 完成对江南的部署 现在看来 这个计划还没有实施 便已经破产 贾许给他发来这个消息 在路上就用了十多天 而在荆州的探子 将此消息送到幽州 相隔千里之遥 怎么也需要一个月多 照这样算来 孙坚应该是在两个月前 就已经死了 将手中的竹简拿到火盆中 刘鹏的脸上显出一丝感叹 一日 早起之后 刘鹏便再次登上战车 带着一众武将 缓缓往劈城前来 昨日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城战 让一众将领看得是新潮澎湃 就连燕军士气 也在无形中提高了几分 与昨日一样 燕军铁骑缓缓前行 步足在高顺 文聘二人的率领下 率先走在前面 过不多时 就以形制劈城外 惊奇漫天 燕尘不散 四下全是密密麻麻的燕军步骑 远而看去 如排山倒海之势一般 助力在劈城前 刘鹏依旧坐在战车上 周围全是侍卫护卫 昨日城上的冀州兵 是全副枪谋 今日却非是昨日那般情形 城墙上很少能看见 冀州兵族的影子 就是偶尔 就那么几个 却也如正常守卫一般 丝毫没有将燕军 那威武的铁骑放在眼中 这就令刘鹏有点疑惑了 问道 攻答 冀州军似乎另有图谋 你看那城上的兵族 嬉嬉撒撒 完全不像是大战之时的表象 巡忧也早看到这一幕 但他也说不出 冀州军有何图谋 只好回道 在下愚钝 一时还难以猜透 冀州军动向 请主公恕罪 无事 本将也猜不到 但本将可以断定 绝对是好事 刘鹏审视了城墙上的守军一会 淡淡开口道 主公为何有此言 巡忧不明是何好事 盲问道 城上的敌军与昨日相比 却是少了一大截 再看那些守城兵族的神态 完全没有紧张神态 因此本将敢断定 城内必是发生了变故 至于是何种变故 就不得而知了 刘鹏懒洋洋地靠在战车山 淡淡地说道 就在刘鹏刚说完话后 映入眼前的城门 却缓缓打开 发出嘰呀嘰呀的声音 城门彻底打开后 一身穿纹式长袍的中年人 骑在马上 身后跟着一身穿盔甲的将领 两人缓缓走到城门十米之远 便派一员飞骑前来报信 燕军前方将领文聘跨坐在战骑身上 将来骑挡住 问清楚缘由后 飞骑向中军大骑奔来 主公 冀州别嫁闽纯帅开成现象 请主公接纳 文聘飞驰到刘鹏身前 拱手礼道 刘鹏稍微沉吟了一下 便道 仲叶带本将前去接纳 顺便探一下冀州军虚实 他记得闽纯 耿武等人在历史上 都是拒忠心于韩父的 怎会随意就开成现象 诺 文聘拱手一礼 策马转身而去 他很清楚 这是自家主公信 不过冀州军的征兆 特才派他前去打前战 任谁也不会相信 昨日还在互相厮杀的两军 今日一方再无任何缘由之下 就开成现象 这其中不是有阴谋 就是有什么缘由 数百米间 文聘策马狂奔 到的城门下文氏身前 文聘先行拱手一礼 问道 在下乃大将军麾下横武校尉文聘 请问先生乃是何官职 又是何人 在下乃冀州别嫁敏纯 经文大将军 到此 特开成现象 敏纯脸上没有意外之色 神色冷静地回道 文聘微微一笑 打马靠近 道 在下奉大将军令接收批城 还请敏别嫁让冀州军全部出城 这样也方便大将军进城 在说这话的时候 文聘双眼紧盯敏纯 若其脸色不对 立即就会能将其擒下 但敏纯神色冷静 脸上没有一丝慌张 不似心中有鬼之人 即使大将军有令 在下自当遵从 敏纯坐在马背上 微微一笑说道 有了敏纯的命令 三万多燕军 全部扔下长兵器 只佩戴了佩刀缓缓出城 在城外空旷之地集结 当城中的冀州军 缓缓开出城后 文聘再一次仔细观看 却只见冀州军带着短兵器 其余兵器都没有带 而且也都是不齐 并未有战旗代步 没有战旗的冀州军 也只配备了短兵器 在文聘看来 这些人是真心投降 冀州军若存有私心 是万不会出城 也不会只带些随身兵器 当所有冀州军占到空 旷的带上 文聘转身朝自己的部下一挥手 喝令道 进城接管 批城防务 早有准备的燕军部族 在得文聘之令后 立即排好阵型 手持兵器 浩浩荡荡地冲批城开了进去 文聘看着自己挥下兵族 进得批城后 朝着敏纯拱手一礼 策马离去 主攻 冀州军全部开到此地 本将也派不齐率先入城 军无任何部队 文聘靠马 停在中军大旗下 向刘鹏禀报道 在之前 刘鹏也看到了文聘所说之事 那组有近四万的冀州兵族 确实全部出了城 也未见有何监计 传令 大军进城 而等于本将 且去看看敏纯 耿武二人 刘鹏坐在战车微微一丝 便下令道 既然敏纯等人投降于他 也不能含了这些冀州世子之心 否则他即使拿下冀州全境 也得不到冀州市民的拥护 诺 左右武将 阴声下去传令 燕军得到刘鹏之令后 开始以部族为先锋 铁骑殿后 川流不息地涌进批城 城外 刘鹏在赵云 黄忠等将的拥护下 缓缓行至城门外 到得敏纯面前 装出一副李贤下士的刘鹏 快速从战车上站起来 走到边缘喜道 博点乃士之大才 本将早有耳闻 今日一见 确实不凡 敏纯再见到刘鹏的真面目后 既惊讶 这位雄主的年轻 又在心底感叹刘鹏的神用 以不到中年之灵 便做到当朝大将军的书位 这些是韩复 袁绍等人都无法相提并论的 韩复已近五十岁 拥有天下富庶之州 且被刘鹏攻进了冀州 那袁绍 更是四十三宫之后 贤明远传 在三十多岁这个年龄 已是一方豪杰 可他仍然被眼前这个青年打得狼狈不堪 最后帅数十岁苍荒奔逃而回 敏纯眼中打量了一会儿刘鹏 似觉的不妥 忙下了战马 半跪于地道 在下敏纯 天为冀州别驾 知大将军雄师到此 在下自知不敌 率三万冀州兵 与一城官吏 愿归降大将军 还请大将军接纳 战车上的刘鹏微微一笑 忙跳了下去 急步走到 敏纯身前 伸手将其扶起 道 先生乃是冀州大才 本将得先生 犹如得冀州全境 在 敏纯还未反应过来之时 刘鹏便拉着对手的手 缓缓向城中走近 被刘鹏拉着的 敏纯此刻心绪四乱 他从刘鹏下的战车后 说的那些话 猜出了一点端倪 现在燕军只是攻下了批城 并未将整个冀州 都纳入燕军囊中 而刘鹏得到了 他们这般寒附旧步 就能借助他们的声明 广发席闻于各郡 到时候 燕军就能不费一兵一卒 而得冀州全境 千丝万缕 却是将此事给忘了 敏纯一边跟着刘鹏走 一边在心中缓缓考虑着 当下该如何 若是韩复这个主公 在得知 他们都投向于刘鹏 而且还帮刘鹏收复了 其他几句 还有那个胆气出兵 收复冀州吗 韩复软弱无能的性子 作为跟随他多年的 敏纯还是知道的 刘鹏却不管旁边的 敏纯如何 静直拉着齐静的披承 在吩咐重将派兵驻守 四座城门后 便拉着敏纯上了战车 直往周牧府而去 披承先是王芬治理 后是韩复 这二人都是治理政务的能臣 冀州百姓 在这二人治下 一事无忧 且还有附属之余 当披承百姓得知燕军进城后 纷纷回到各家关好门窗 足不出户 在百姓的认知中 燕军就是魔鬼 就是来抢他们粮食的豺狼 而大将军刘鹏更是大魔鬼 是来杀他们 抢他们 来吐露他们这些冀州百姓的 本来刘鹏坐着战车 一路同 敏纯闲聊 心情还不错 但自从进了批城之后 一路上别说百姓 连个百姓的毛都没看见 对此 他也知道一个 被其他诸侯占据的城池 是不会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 但现在这个情况 则是非常难堪 冀州城竟然无一个百姓 在街上溜达 是这些百姓与士绅商量好的 还是 敏纯这些心头过来的冀州军 旧部所谋划的呢 刘鹏神色从喜悦变成了平淡 坐在一边的 敏纯当然知道 这是为什么 可他有苦说不出 难道他要告诉刘鹏 这些事 不是他们这些韩副旧部所策划 是百姓们害怕燕军才躲藏在家的 一路行至周牧府 在众将的拥护之下 刘鹏缓缓走了进去 本是韩副的周牧之所 现在却成了他刘鹏的 进了韩副平常召集众将议事之地 刘鹏黑黑一笑 大马惊刀地坐了上去 敏纯等人在投降之前 便早已将周牧府抵腾了出来 只欲吓一众婢女与家丁 博典等冀州官员归于本江 实乃可喜可贺之事 刘鹏坐下之后 便放开心情 直言道 一众冀州官员 本来还担心他们在投降之后的待遇 但听此话 便知刘鹏还是会用他们的 果然 刘鹏坐在上方 将冀州官员全部做了安排 别嫁敏纯仁为别嫁 协助刺史填峰之理一方明示 校外耿武 即一干文臣武将 该声的声 该赏的赏 至于批城外的那三万多冀州军 依照刘鹏的意思 则任由冀州一干 归附过来的将领统领 这也算是安抚一下冀州就部门的心理 WW VM 要是刘鹏一上来 就缴了这些人的兵权 恐怕这些人 也就不会老老实实地听话了 至于以后这三万多冀州兵的统帅权 那就得刘鹏彻底平定冀州 将冀州纳入燕军的版图中再行打算 封赏过众人之后 便在别嫁敏纯的安排下 在周牧府中开始高歌饮酒 就在酒宴进行一半之时 刘鹏向旁边的文聘使了一个眼色 所以身体不佳 需要休息为由 出了大厅而去 文聘也以军事需处理为由 跟在刘鹏身后而去 出了周牧府 行之大街上 刘鹏逆改先前的喜色 冷声道 众业 立即 派人将批城四门控制 在严查各街 不准闲杂人等出城 也不准冀州官吏出城 诺 文聘虽不明刘鹏合意 但还是应声去安排 其实刘鹏也是在刚才酒宴才想起 现在他率燕军进了批城 可批城中不乏袁绍 各地诸侯们的探子 现在他还没拿下冀州全境 不宜让诸侯们 知道他拿下批城的消息 便只好封锁城池 回到周牧府中 刘鹏在思索一会后 便下令张榜安明 又派人将冀州府库打开 清典里面的钱财 粮草与各种军械 刘鹏连到命令下去 批城中的文武官员 立即被调动起来 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指的就是这个礼 以前韩副掌管冀州 下面的官员还敢禁言 但现在换成了 刘鹏这个声名在外的 屠夫 归降的冀州官员们 人心惶惶 无人敢为傲其意 纷纷各司其职地准备着 现在的批城 内有燕军不齐十万 城外大营亦有十万 有这么多兵力的刘鹏 却没有因为拿下批城而高兴 反而滋滋不倦地 处理着各种军务 又派人从城外 传来他任命的 冀州刺史填锋 将一干正事 全部扔了过去 由其自行处理 冀州府库充盈 所得之粮草 一部分被刘鹏充做军粮 另一部分全部交给填锋 由其治理政务之用 将批城一干事情 处理好之后 刘鹏便以大将军的名义 携冀州文武签名的席文 发往冀州各军县 又派黄中 做出一幅大兵压境之举 冀州侠魏郡 巨鹿郡 渤海郡 常山国 中山国 安平国 河坚国 清河国 赵国等九地 共一百零四县 其中常山 中山二帝已在刘鹏的囊中 献除袁绍占据的渤海郡之外 还有武郡 尚在他人手中 当刘鹏的劝详西文一出 历史在冀州炸了起来 这些各郡的太守 相国都曾是大汉朝廷所命 现在天下大乱 燕地铁骑进入冀州 携大圣之师 兵封正境 这些太守们 本在燕军进入冀州地界开始 就存有一副坐井观天之事 现刘鹏拿下批城 西文传至冀州全境 西文上白纸黑字所住 西文到日 各郡速速执行 否则三十万大军 必会兵临城下 伤灵涂炭 性命之忧 切勿自悟 这些太守们 都是一方人杰 他们如何能看不清 刘鹏并不是在说笑 而是在动真格的 黄忠 赵云二人兵出巨路 却不曾率兵攻城 其意就是要他们献成 一时间 冀州大地兵戈骤起 太守们一边调集兵马守卫城池 一边派出少骑打探其他各郡的消息 这些人存得那点心思 刘鹏直接过滤 他们都想看 燕军能否在冀州站稳脚跟 再做打算 可刘鹏率领二十万大军南征 并不是只为取一郡一地的 而是要冀州全境的 西文发出十日后 各郡未有一丝一毫的消息传出 都在观望事态发展 刘鹏本以为有敏纯 耿武等一干冀州旧部的署名 会让其他各郡快速来详 熟要这些人 就像是连串好似的 既不上表 也不回绝 却都在各自钓集兵马 驻守郡城 既然这些郡守 国乡等人不识相 刘鹏也就没必要对他们客气 最下令以皇忠为主将 赵云为副将 令派高顺三万精锐 部族为助 合力攻取巨路 巨路自黄金暴乱开始 年年有战火 城墙也不甚坚固 在八万燕军部旗下 只坚持了三天 便城门大破 得知巨路城破之后 刘鹏命高顺接管其城防务 又令皇忠 赵云二人 统领兵马继续西行 兵封直指和监国 为了震慑其他各郡国 燕军破了巨路之后 刘鹏冷然下令 命高顺将顽固守城的郡太守 及一众部下 全部车列于西市 传闻车列那日 西市上全是漫天血雾 人头滚落一地 而那太守的家眷 女的入营危机 男的直接发配到城外 修筑城墙 砍伐木料 刘鹏这血腥的手段 不仅没有五盖 反而将其写成书文 全部送往各郡 当其他郡得知燕军如此血腥 大将军刘鹏 更是惨无人道后 安平 河坚 清河 赵国等四弟 立即上述于大将军刘鹏 称他们愿意献出城池 只有魏军太守没有归降 反而发榜告示天下 称大将军刘鹏 擅起兵戈 铁骑踏处寸草不生 黎明百姓南逃旗之魔爪 特请天下有志之士 共讨刘鹏 得知这个消息后 刘鹏立即派燕军 接管了安平等四弟 又令皇忠驻守安平等地 而赵云则率一万铁骑 回到批城 就在中原诸侯们 接到魏军太守的书文 还未做出反应之时 刘鹏清率八万大军 南下征讨魏军 此次出兵 刘鹏令文聘率 五万大军守卫批城 赵云 高顺 太史次三将大军出发 军师寻忧意义同前去 大战将起 魏军这片小城头上 阴云密布 似等待着暴风雨的摧残 刘鹏自率八万大军出征后 沿途所过 秋毫无犯 大军每日只行五十里 即使这样的归宿行军 八万燕军 亦在六日傍晚到的魏军城外 燕军来到魏军城外后 并未急着攻城 而是在外面建起四座营寨 每营囤两万大军 分对应魏军 东 南 西 北四座城门一时间 魏军守军连同百姓一起 被困在城中 三万魏军兵族 何曾见到过这等军事 即使燕军不攻城池 只是在外列镇 就让多年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敌军们 吓得肝胆俱惊 据刘鹏所了解 魏军虽辖十五线 但城中的粮草却不富裕 但因韩复在任之时 将魏军大步粮草征用 因此 他才派大军围住魏军 每日也只是在城外展示军威 并不急着攻打魏军 他想看看 魏军这个小城 在没有足够的粮草下 能坚持多少日 另外他也想知道 中原诸侯接到魏军太守书文后 有几人敢率领大军 前来征讨于他 就这样 魏军被燕军整整围困了一个多月 先前之时 城中还有足够的粮草 可维持三万大军半年之用 但城中百姓们不能出城 他们的粮草糕如何来 魏军虽是座小城 但城中亦有近十万百姓 这些百姓不能出城找粮食 没有粮食就会饿肚子 饿了肚子就会闹事 一月时间 魏军城中百姓怨声载道 甚至有的百姓为了吃饱饭 开始抢劫附身大户 这些附身大户虽囤有粮草 但也经不住这么多百姓哄抢 无奈之下 这些附身大户便给魏军太守 送了一批粮草 请求太守在城中 给这些没粮食的百姓震计 百姓闹事 正是太守的头疼事 有了附身大户的捐赠 太守开始震计百姓 安抚黎明 可数十万百姓的粮草 非是小数目 那些大户送的那点粮草 没有三日就被食用完了 这下太守无奈了 没有粮食 这些百姓就会闹事 便催问大户 再送一批粮草过来 大户们将这些百姓送了出去 岂肯再管百姓们的死活 禁止拒绝了太守 这太守本是一书生 有点慈悲之心 不忍百姓整日饿得面黄枯瘦 便派人拿军粮来应急 仅仅几日的功夫 军粮从半年之用 变成了四月之用 这下太守急了 城中的大户们 却将各家的粮草全部藏起来 不给太守相见 一个多月的时间过去 军粮也从半年之用 余下半月之用 该因百姓们吃不上饭食的太多 数十万百姓整日张嘴带吃 那点军粮如何维持得住 已是七月末 今日天下大雨 魏郡城外燕军大营 雨水清盆下 中军大帐内也不时有雨水滴近 刘鹏站在帐内 看着外面的雨水 心死却飘到了魏郡城中 在他率领八万大军 到此的一个多月中 中原各地诸侯的动态 每日都会有报 但无一例外的是 魏郡太守发出去的书文 如同石山大海一样 一去再无音信 借此机会 他也了解到中原诸侯的举动 泰山公孙暂势力一天比一天胜 其挥下有近十五万兵马 正伺机出兵占据先前 被黄金乱贼盘踞的地方 青山木刘鱼在公孙暂 剿灭黄金大步后 也相继出兵在青州一带 扫平黄金余孽 而曹操这个奸雄 在盟军散去后 便带领麾下 盘踞在陈流等地 不仅招兵买马 还在暗中与袁绍来往 似乎有出兵南下的打算 而徐州木老陶欠在回去后 便开始安民屯田 以赴太平盛世的打算 中原这些诸侯们 树公孙赞最强 而在南方一带 势力最强盛的 却是刘表与袁树 袁树在三个月前 占据扬州半部 最近与曹操交往密切 其意恐怕就是图谋荆州 毕竟刘表的荆州 太过让人眼馋 袁树要是不动心 那才是傻子 孙奸这只猛虎去世以后 其子孙策依旧效力于袁树 在其灰下混得 虽不如欺负娜娜般 却也有一番功勋 江南的诸侯们 现在都是看着荆州 而刘表却是 一心保护着这份大家业 因此也就没人顾得上河北 关中 董卓这只豺狼 自迁都到长安后 好像忘记争霸天下的大业 整日沉醉于酒色之中 不能自拔 其麾下的西梁军 也分给刘备三兄弟 李雀 郭四 牛辅 徐荣等将统领 这些将领 虽都由于兵权 却都在外地 西梁军也拱位在三府 韩谷关 陆西等地 其势力 只与西梁的马腾 寒碎相接 拥有着近四十多万 西梁萧旗的董卓 却不怎么管关乎天下大事 正式与军事 都自都有李如 这个女婿办理 而李如也确实有才干 在董卓花天酒地中 将朝中势力慢慢地剪除 又将一干重要官职 全部封给西梁军将领 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 董卓携天下以令诸侯 天子圣旨 一般都是由董卓说了算 董卓想让谁拥有 汉式正统官职 谁就能拥有 而各路诸侯们 要想给麾下文武封官 必须要旌旗同意 没有董卓同意 各路诸侯们封的官职 如同儿戏 是不会被世人所认可的 就如同刘备一样 在数年前 还是一个名气不大点的白身 如今跟了董卓后 不仅天子下旨恢复其流姓 还封其为右将军 次绝成平后 连带着关羽 张飞二人 都被封了杂牌将军 即使是杂牌将军 在诸侯们间 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孙坚到死时 也不过一个破鲁将军 曹操更是一个杂牌的 萧綦校尉 就是这个杂牌校尉 也是董卓在洛阳市场的 天下有名号的诸侯 多数都是一个杂牌将军之称 但就是这么一个杂牌将军 也可在外面 打着汉士的名义 招纳兵族 割据一方 当天下诸侯的眼睛 看着河北 手中的行动 却是在自家底地盘上 你争我多 刘鹏借此 也看清天下诸侯的德行 这些人口中说着 为汉士着想 为天下百姓着想 当事情一到自己身上 全然不是那么回事 青州流渝 就是汉士最终之人 但今时接到 魏军太首发的书文后 不也和其他诸侯一样 父之一笑 并未有如何实际行动 这其中固然有 刘鹏骁勇善战之故 但究其根底 却是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刘鹏入主冀州 其冰封势不可挡 短短几月中 拜韩妇 袁绍将冀州这个粮草丰富之地 纳入了自己的怀中 刘鹏为何不站出来 伸张正义 其义无非是害怕的燕地铁骑 另一则是抱着 同为汉士宗亲的缘故 连当朝最忠心之人 都尚且如此 其他诸侯还会发兵 来讨伐刘鹏 雨哗啦啦地下着 大仗之中 刘鹏微微一笑 冲帐外的侍卫道 将诸将召来 侍卫冒着倾盆大雨去传令 过不多时 诸将山山而来 其身上的盔甲 多数都被雨水打湿 披风下脚 滴着点点雨水 刘鹏等诸将到来之后 道 本将得到探报 魏军城中已无粮草 百姓正与兵族一起用着军粮 再过几日 等城中军粮用完 各营整军备战 准备攻取魏军 诺 这些日子 除了操练兵马 就是列阵围城 让诸将是一阵着急 此刻听闻将令 君兴奋英声 大雨好似不再停止 天空中的雨滴 不停地往下瓢泊 地面上的水会成 一滩水洼 大营四周分 有无数小段 雨水在这些小段中 缓缓流走 瓢泊大雨 持续近十天 待到八月十日 天空放晴 高阳升起 阳光四射大地 照耀着雨后的山河 魏军城中 百姓分道 坐于城中街道两旁 每人手中均端着一碗青粥 那清澈的水碗之下 只能看到那一点点的米 甚至还不够一嘴可食 城中的附身大户 各自紧闭家门 在他们眼中 燕军围城多日 此时天气晴王 正是攻取城池的佳机 而城中的兵族 既无粮草 又无援兵 必败无疑 因此 他们紧闭家门 为的就是在燕军进城后 不被当作乱民所斩杀 也好保住自家 正如各大家族所想 燕军在天气晴王后的第三日 地面风干 水滩渗尽土中 出兵攻取魏军 魏军这座小城外 数不清的燕军兵族 迎风而立 兵器盔甲在阳光下 闪着刺眼光芒 战齐长思不停 惊奇遮天蔽日 中军大阵中 刘鹏投树金冠 身着金甲 端地是鹦鹉不凡 攻城 拔出腰间配剑 刘鹏目视魏军城 口中冷冷下令道 排在前列的部族 得到进攻之令 排着整齐的方阵 缓缓向魏军城下而去 大将高顺 骑着黑色骏马 手中提着长刀 跟在前列盾排兵身后 指挥兵族们 缓缓推进 城上的魏军兵族 见到燕军威武不凡的阵势后 饥寒交加 早已吓得魂不附体 熊昂昂的燕军 离城下部族百米处 高顺大手一挥 不再缓缓前进 而是率领精兵 快速向城下奔驰 嗖嗖嗖 就在燕军进入弓弩射城内 城头上的魏军兵族 便在惊铲之中 开始射出早就备好的箭矢 燕军在剑飞如雨中 一大片的兵族倒了下去 党住乱飞来的箭矢 大声吼道 兄弟们 杀呀 杀杀杀 燕军兵族并未被箭矢族挡住 在高顺的率领下 数万燕军到的城门下 早就准备好的工程员墓 被几十名燕军兵族抬着 用力撞击着城门 而在城楼间 燕军的云梯也已搭好 密密麻麻的兵族手持兵器 顺着云梯就往上冲 城楼上 魏军兵族剑飞如雨 乱石砸下 可依旧挡不住越来越多的燕军 啊 啊 惨叫声从燕军工程开始 一直没有停下过 被箭矢乱石击中的燕军 一个接一个掉下云梯 身后又会有一个个燕军兵族爬上来 咚 咚 城门前 兵族们抬着原木 一次次撞击着城门 那本不高大街市的城门 被原木撞之鸭之作响 当燕军顺着云梯爬上城楼后 魏军城门也 通 北一声被砸烂了 木板轰的倒塌下来 砸在地面上溅起一阵泥土 燕军破门而入 像汹涌的海浪般涌进了魏军城池 城中的兵族 见得燕军攻进城中 根本不敢反击 便如老鼠一般仓皇逃窜 魏军太守守持佩剑 在斩杀了数名逃跑的兵族后 依旧挡不住兵败城破的转机 只能任由败兵们一股奶的涌到城中 燕军进城之后 根本没有遇到像样的厮杀 便将魏军兵族追得满街奔跑 好多来不及逃跑的魏军兵族 被后面如狼般的燕军追上 明晃晃的长枪刺穿其身体 鲜血建设当地 整个魏军城中乱成一片 百姓与兵族相互追逃 稍微跑得慢点 就被燕军追杀斩杀 刘鹏在城外三座门前 各留五千人作为堵截 而后轻率余下兵马进城 铁骑轰轰作响 魏军城中的厮杀声 嘈杂声还是没有停下 各个街道 都有燕军与魏军兵族泄斗 鲜血慢慢染红了这座城池 夕阳西下 残阳如血 魏军城中失衡遍地 燕军就像虎狼一样 收割着敌军兵族的性命 夜幕还没有降下 整座城池已经是鲜血遍地 厮杀声也淡淡远去 刘鹏骑着赤兔马 在城中转悠了一圈后 当下即刻吩咐大军打扫战场 将战死的燕军尸体 拉出去埋葬 而那魏军兵族的尸体 则是被集中载杵 用木柴将其火化 魏军太守 在被败军溃退中 被燕军乱剑射中凶膛 当场就已身亡 身为胜利者的刘鹏 并没有侮辱魏军太守的家小 而是任气离去 在放走这些家小前 他也派人打听过 魏军太守并没有子嗣留于世间 只剩下两个侍妾与老母亲 其正妻也在数年前就离世而去 没有子嗣 也就无人会在几十年后找他报仇 因此刘鹏也就懒得拿这些妇孺出气 直接派人将其送出冀州地界 魏军太守也算是一个血性男子 能在乱世之中 率先站出来与他为敌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况且在燕军破城后 魏军太守并没有投降 反而赶率领残部继续反击 这样的血性之人 值得刘鹏尊重 在将战死士族的尸体埋葬后 刘鹏吩咐侍卫 找了一口上好棺材 选了个风水宝地 将其埋葬下去 也算是安抚城中百姓做的一件善事吧 一日 刘鹏将燕军粮草拿出来 分食给魏军城中存活下来的百姓 多日没有享受过宝石的百姓 在得到刘鹏的粮食后 对燕军的敌意明显削了几分 而在此刻 刘鹏却没有心情管百姓对他是否敌视 而是派了一万部族立即动手开弓 将魏军城池加高几分 此战俘虏近一万的魏军兵族 除了老弱之外 其余全部收编到燕军之中 由高顺亲自统帅操练 魏军怎么说 也是一个大军 这里才刚取下 明星不定 诸事待兴 这样一来 刘鹏便令太史词率领战车骑 连同两万部旗留在此处 一来安定明星 二来也可以起到 拱卫批城门户的作用 在将诸事交由太史词后 刘鹏率领大军返回批城 经此一战 冀州唯有袁绍的渤海军 不在刘鹏的囊中 其余朱俊国尽在掌控之中 在围堵魏军的这些日子中 燕军探子隔日就会送来 袁绍在南批城的消息 自袁绍败逃回渤海之后 开始精炼兵甲 打造铁枪钢矛 攻城气线 又派人从各县争掉钱财 在各地大肆购买战马 还在附近县城购买粮草 一副大战之前的准备 袁绍他自己也知道 燕军拿下冀州大部 唯独没有攻取他的渤海 那是因为燕军劳师远征 加上刘鹏抽掉了八万大军 攻取魏军的缘故 一旦魏军被迫 燕军必会携大胜之师 在入冬之前 发起一统冀州的最后一战 上次高一一战 袁绍舍损兵马数万 今次虽招募了一些精壮 但军未得到长期操练 对于大阵战还有所缺乏 刘鹏的燕军至少有二十万 而他袁绍连最新招募的精壮加在一起 还不足六万之重 且燕军有十万铁骑 他只有不到两万的精旗 要想在野战中击败燕军 保住南皮这块立足之地 那基本是不可能之事 因此 袁绍便在原先的南皮城上 开始加固攻势 将原本修筑的城墙 又往高地加固几分 四座城门均按照批城的样式来修筑 这也就是四十三宫的原家有 如此大的气魄 另换一人 单就这笔修筑城墙的钱财 就会让旗下的望而止步 对于袁绍的行为 在刘鹏看来 完全是鱼不可及 南皮城即使固若金汤 城中存有数年粮草 也断不会久迟 况且 袁绍归缩在南皮这个小城中 时间一长 必会被各路诸侯忘却 到时候的袁绍 要想在诸侯之中 占有一席之地 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事了 回军途中 秋风刮过 刘鹏那刚毅的脸庞 带起微微清凉之感 坐在战车上 刘鹏望着大军行过的道路 微微感叹一声 问道 公答 本将率二十万大军出征 历时四月 中将冀州大部 纳入燕地版图之中 下一步你猜本 将会如何行事 寻忧骑着战马 跟在刘鹏的战车身边 眉头微微一皱 道 主公既问起 在下 也就直言相告 还请主公 不要怪罪在下 本将计较你说 就不会怪罪于你 你且到来 刘鹏微微一笑 出声说道 闻听此言 寻忧算是 松了一口气 其实在攻下魏郡的第二日起 他就已经猜到 以自家主公的性子 必会在入冬之前 向袁绍动手 一旦骄兵 以燕军的骁勇 不出三月 南皮必破 而当南皮城破了之后 袁绍此人 该何去何从 杀之 会含了忠心耿耿的 袁绍门声顾力 不杀之 以袁绍四十三公的威望 一旦得势 他日必成后患 跟了刘鹏也有多年的寻忧 自是明白 南皮城市破了之后 以刘鹏的性子 必会将袁绍处死 处死一个袁绍简单 可河北世人就会因为此事 连同大汉天下的袁家门声 一起讨伐于刘鹏 虽手中握有二十万精兵 可依旧挡不住 天下人的口头讨伐 思虑半想 寻忧缓缓缓说道 主公 意在下猜测 主公下一步 必会出兵 直取渤海 而且 还会在破城之后 杀死袁绍 说完这句话 寻忧忙仔细看刘鹏脸色 若是其一个不悦 他便会下马请罪 但观看之时 却见刘鹏脸上无悲无喜 一副平静模样 好似早有预料到此事 寻忧之言虽没有明说 但他也从其中 听出了另一层意思 这层意思 就是远在幽州的贾许 也在前段时间来书信 请他不要斩杀袁绍 而是待城池破后 将其囚禁在燕地 如今 寻忧的另一层意思也已明了 可身为人主 岂能让麾下谋事所言 就有所动摇 公答 本江也之原家四十三宫 门生故立变天下 可不杀此人 寄州一半世人之心 就会向着袁绍 若杀了其 那一半人心 虽不会为本江所用 但亦不会被其他诸侯所用 刘鹏坐在战车上 眼中杀鸡一闪而逝 淡淡回道 寻忧本想再劝几句 但见刘鹏神情带着淡淡的不悦 忙将口中之话吞进肚子里 装作一脸受叫的模样 跟着战车缓缓前行 大军一路快速行军 数日之间便已回到批城 已是秋季 正是雨水泛滥之时 在回军途中 秋雨细眠 连日不断 燕地兵族 多经战火磨练 身体刚强有力 但也经不住连日的雨水冲刷 营中连日下来 已有近千人因雨水感冒 数万大军 有近千因感冒 不能行军的兵族 虽坏不了刘鹏的大事 但此事已给刘鹏提了一个醒 东汉医学不怎么发达 历史中最著名的张姬张仲景 就是东汉末年的神医 张姬 自仲景 史称医圣 东汉末南阳俊涅阳人 从小精通博书 并对医学有相当的爱好 青年时期便十分敬佩战国名医 秦岳人观色查病的医术 胆叹东汉名士 但求在官场上追名逐利 屈负权贵 而从不留意医药学期后 拜同聚名医张伯祖为师 后来医术精进 超过其师所受 其医生刻苦攻读 素问 八十一难 阴阳大论 灵救 胎如药录 等古代医书 继承 内经 等古典一级的基本理论 在建安十五年之城 伤寒杂病论 十六卷 在医学上重要的贡献 是他发明了用人工呼吸急救病人 用这种方法 抢救了不少危在旦夕的病人 成为世界上最早独创 人工呼吸医疗技术 另外 他还发明了用蜜水 或朱胆汁灌肠治疗便秘 以及药物外查 舌下含药等新的技术 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灌肠术的医生 给便秘病人带来了福音 据燕军探子所传消息 张基现任长沙太守 长沙乃是荆州刘表管辖之地 又处于南方 与河北之地相距数千里之远 刘鹏想将其请来 先不说道路难走 就是张基本人 也未必肯前来 东汉末年 共有三位神医 除张仲景之外 还有两位神医 其中一位就是 华佗自圆化 金鱼内 外 腹 而 针灸葛科 尤其擅长外科 是世界上第一个 运用全身麻醉 进行腹腔手术的人 东汉末年 朝政混乱 灾荒平仁 战争连年不断 造成多种疫病流行 人民苦不堪言 华佗潜心研读医书 广泛搜集民间艳芳 认真加以总结 掌握了高超的医疗技术 华佗擅长外科手术 能够进行诸如 腹腔肿物摘除 胃肠吻合等大手术 他发明了全身麻醉剂 麻沸散 用全身麻醉和手术的方法 就治了不少垂危病人 华佗治病 善于根据病人的形色 判断疾病 辨证失质 对症下药 华佗很重视疾病的预防 创造了一套 五情系 模仿虎 鹿 熊 猿 鸟动作的保健体操 传授于百姓 随着战乱频繁 各地百姓温病不断 华佗每到一地 必会亲力亲为 其医术精湛 各种病症到的他手中 必有良方可医 随着年代越久 华佗也因此 而得神医之称 但是华佗行踪不定 今日或许在此地 明日又或许云游塌地 找到此人 乃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吩咐探子 注意其行踪还是可以的 另一位神医 乃是董凤自军医 少年学医 信奉道教 年轻时 曾任侯观献小吏 不久归隐 在其家村后山中 一面练功 一面行医 董凤医术高明 治病不取前物 只要重病愈者 在山中灾性五株 轻病愈者 灾性一株 数年之后 有性万株 欲然成灵 春天性子熟时 董凤便在树下建一草仓处性 需要性子的人 可用骨子自行交换 再将所得之骨 镇继平民 攻击行律 后世称颂一家 性灵春暖 知语 概源于此 董凤在江西行医期间 由于县令女儿得了怪病 便循名医治疗无效 请董凤医治急欲于是县令 便把女儿嫁给董凤为妻 因董凤长年累月 要外出为人治病 怕妻子孤单 便收养一女为他侍候 董凤医术的高明 和不求名利 乐善好施的高尚医德 被人们传为佳话 千秋流传 人们把他同当时 乔骏的话佗 南洋的张仲景 并称为 建安三神医 后世以 姓林春暖 玉满姓林 称于医术高尚的一家 换中医为 姓林 董凤此人 虽不追求名利 可人活一世 有些事情 非得如他所愿 在将这三位神医 在脑中过滤一次后 刘鹏当下 便派侍卫传他口令 命王成在最短时日中 必须将董凤找到 并将其接到幽州安养 同时也将董凤 现在的居住之处 告诉了王成 秋雨渲染了一幅 静秋雨运图 秋天的大帝 原本是喧闹的 但是在经过秋雨的洗礼后 一切都是那样的静 更加显示出了秋雨的韵味 静秋雨运 凄凉淡雅 可这一幅秋雨情景 带被燕军的行军声打破 经过数日后 刘鹏率领大军返回批城 回城当日 秋雨未停 依旧细细缠绵 批城外衣 甲上滴着雨水的兵足 威力两侧 在屋里外 依稀就能看见 留守在批城的田风 文聘二人 率领一众燕军文武 即投降过来的韩副旧部 除无礼之外 冒秋雨尽失 在外迎接凯旋归来的刘鹏 本来田风是不想这么扑张的 奈何文聘认为 主公已经占得冀州大部 唯有渤海位下 此时更应该彰显燕军兵威 让渤海的袁绍看看 也让那些心怀不轨的冀州市人看看 田风经文聘之言 仔细一想 也是这么个礼 现在的冀州是百费待兴 各种钱粮赋税 人丁名策 官员名策 已忙得踏实晕头转向 还有那些冀州的市人 总是明里暗里的找势 在同一过文聘之言后 田风便下令各级官员 在主公凯旋回批城之日 必须悉数到场 并出无礼相迎 秋雨下的道路泥泞不堪 刘鹏也就没有坐战车 而是骑上赤兔马回 烟雨萌萌间 前方田风 文聘等人身影越来越清晰 全身湿透的寻忧 一甩长袖上的雨滴 出声道 袁浩 众业二人真是深知主公之心 在此时机 竟能出无礼相迎 养我燕军之威 此举定然能让心怀叵测之人 心惊胆战 对于田风 文聘二人行径 刘鹏很是高兴 现在的冀州 虽是在燕军控制之下 可暗地里 却是潮流涌动 各方势力犬牙交错 有交好中原诸侯的世家 也有为袁绍效力的世家 也有最近倾靠燕军的世家大族 这些世家 无意不是抱着在乱世中 能救功名的梦 不管这些世家 到底亲近谁 唯不例外的就是 冀州已经是燕军的地盘 既然他们生活在燕军控制之下 就要学会做顺民而田风 文聘出城相迎无礼 两侧假释如灵 道路两旁 可见秋风吹起的惊奇四飘 攻打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袁浩 众业此举 却是深得本疆之意 刘鹏毫不避讳 脸上涌出一抹自信神色 淡淡回道 寻幽文言一愣 最近数年中 他发现 原先这个傲气凌人的主公 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 有着雄主之姿的将军 而是真正成了一方雄主 同时也成了一名 比董卓更加可怕的奸雄 董卓虽狠如豺狼 但终究不过是昙花一现 而刘鹏就不一样 这个雄主 已经慢慢露出獠牙 从刚才之话中 寻幽不仅听出了 刘鹏一统天下的野心 同时也听出了 其对当今天下的瞻望 寻幽在雨地中 侧马紧跟在刘鹏身后 心中却是不住的感叹 半年时间就得祭州大步 那么大汉天下十三州 又能需要多长时间 恐怕再有十几年 身前这个人 就该做到一统天下的伟业 在秋雨飘零之下 刘鹏骑着赤兔马 缓缓行到田峰等人身前 拜见主公 正前方 一众文武在雨中微微躬身 朝赤兔马上归来的刘鹏见礼 刘鹏微微一笑 开口道 今日天宫不作美 诸位可随本将先行回城 诺 一众文武自视没有意见 纷纷应声道 在风雨之中 一行人浩浩荡荡 随着大军回到批城 周木府中 刘鹏白酒相庆 一众文武聚在席位 身材苗条 长相娇好的侍女 端着香味诱人的肉食 迈着女儿家的小步伐 缓缓进的厅中 有美食 怎可没有美酒佳酿 当美食陆续上汽之后 侍女们排成一行 手中端着小盘子 盘中放着一壶壶美酒 当事女们扭着纤细的腰肢 将美酒放到众人面前的小岸几上后 坐在主位上的刘鹏 哈哈一笑 道 诸位 时至今日 本将率二十万大军出燕地 南下冀州讨伐韩父 元少二贼 历时已有四月之期 在这四个月中 原本肥沃辽阔的冀州 大步已在本江手中 唯有渤海一地而已 端起面前岸几上的酒杯 刘鹏缓缓一笑 道 诸位 满饮此杯 一众文武 拒端起眼前的酒杯 卸过主位上的刘鹏之后 一饮而尽 就在众文武满饮酒水后 刘鹏自己也是一饮而尽 神情中带着一丝自信 又仿佛带有淡淡的喜悦 大厅之中 开始熙熙攘攘 好不热闹 众人你敬我回 一副高歌美酒之景 刘鹏自己也接受了 麾下众人的多次敬酒 对他而言 这种酒水 连前是法国巴黎红酒都不如 喝在嘴里 如同一丝酸辣水 大厅主位上 刘鹏一边自己小酌着美酒 一边观察着下方众文武的反应 观察多时之后 他还真发现了一丝问题 凡是幽州文武 聚聚在一起 各自喝着小酒 讲着去世 而那济州心头靠过来的文武 却是全聚在敏唇 耿武 李立三人身边 一边喝着小酒 一边小声嘀咕着什么 作为主公 他虽做不到一碗水端平 但亦不能让麾下文武 有着各自的阵营 这样不利于日后 更可担忧的是 历史中 袁绍就是纵容自己麾下文武 各自结成阵营 才导致由内乱走向灭亡 他亦不希望麾下之人 紧紧团结在一起 但亦不能让个文武 有着自己的小阵营 文武们要是太过团结 那还要他 这个主公干什么 只有让他们 既不能靠近 也不能离得太远 这样才立于他争霸天下 当听众的喝酒之声 慢慢淡去之时 刘鹏才带着一身酒气 在众人的恭送之下 朝后院而去 这里虽是周幕府 但是田峰只在前府半差 后院中一直空着 里面住着刘鹏 在半路上接来的陈氏 虽然陈氏并不是刘鹏的妻妾 但亦是刘鹏的女人 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田峰也不傻 今日陈氏虽是无任何名分 但是他日可就不好说了 因此 在侍奉上 却是坐得恭敬有礼 为遵循自家主公礼法 田峰卫在后院安排一个男仆 里面全是清一色的侍女 就是连伙夫也是侍女担当 至于守卫 则是由文聘亲自安排兵甲 将周幕府外面围的水泄不通 即使是进到前府半差的官员 亦要遵守 不能随意走动 不得携带兵器的规矩 当时一众武将听闻 进入周幕府 不能携带兵器 为了这事 还曾找田峰禀报过 当得知是为了主公那是安全 才不得不行此规矩之后 武将们纷纷自觉进门 卸掉兵器 刘鹏好色的毛病 在这些年中 早已传遍了大江南北 可在这个时代 好色不是贬义 而是体现一个人的本事 就如同各路诸侯来说 谁的后院没有几个妾室 武将们都不是傻子 自家主公在府中 实行女侍卫那一套 他们也早就有所耳闻 现在主公的内卷 就在后院住着 他们可不敢携带兵器 闯进前院去 若是一个不好 惹来杀身之祸 倒是其次 要是被朱连家小可 就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因此 刘鹏从前院到的后院的路上 除去他身边的锦衣卫带兵器 其余文武 皆是将配件 兵器搁置在外 就连前院之中 也先能看见男仆 对于这些 刘鹏早已习惯 装作视而不见的样子 依旧走着自己的路 身后跟着点围这个 与他从来都是 形影不离的将领 恶来 派人去传令 让田丰 循幽二人来后院见本江 刘鹏一边走 一边吩咐道 身后跟着的点围 抖动一下披风上沾染的雨水 微微一拱手 转身离去 这座院子虽不怎么熟 但城市所住的地方 他大致还是清楚的 因此 一路上是轻车熟路 三两下就到了地方路途 所遇见的侍女 均低着头颅离去 这些侍女无一例外 是从他身穿金甲 腰悬宝剑 身皮血红披风上 认出他的身份 在燕军之中 穿金甲之人 且只有他一个 而在他身后 锦衣卫门阁 十米之远相随 踏进一座相当不错的院子中 门口立着数十名 妖怪配件的女侍卫 这些女侍卫 见到来人是刘鹏后 均欠身行身 又留有两名女侍卫 头前带路 不大点的功夫 就以行至陈氏 所住之地的房间前 在吩咐女侍卫们 留在此处后 刘鹏轻轻一推房门 走了进去 房中 一身妇人打扮的陈氏 正坐着女工 见到来人是刘鹏后 忙放下手中的女工 起身微微一礼 喜悼 切身见过将军 不用多脸 刘鹏来这里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 来找陈氏 卸掉这一个多月的浴火 将陈氏这个属服 拉到怀中 闻着从美人身上传出的体香 轻轻一摇头 刘鹏黑黑一笑 对着稍微有点羞涩的陈氏道 一月不尽女色 本将都快成寡人了 切身这就是后将军更衣 陈氏聪明 对刘鹏之言自视听从 忙从其怀中挣扎出来 伸手将那金甲慢慢卸掉 不大点的功夫 房中两人已是赤裸相对 促瞒的刘鹏 这一个多月不尽女色 此刻根本不顾陈氏的羞涩 将其扛到床榻之上 开始了原有的动作 外面秋雨缠绵 房中春雨泛滥 陈氏开始了一波一波的身影 从刑房开始后 那淡淡的身影之声 慢慢地变成了亢奋的大叫声 那大叫声中 充满着原始的刺激 还带着诱惑人心的魅 房中不时传出流棚的喉声 夹杂着床榻吱吱吱吱的摇摆声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房中男女开始粗喘 最终在男人一声长长的吼声中 结束了原有的动作 而身下的女人更是不堪 随着男人的长吼 他身体忍不住颤抖了几下 达到原始生活的高端 秀发凌乱 眉头微微浮现出一丝汗水 陈氏全身寸缕不着 雪白的身子上有着淡淡的红痕 身体爽到顶点的流棚 再微微歇息了一下 开始再次提枪上马 越马度平川 房中继而开始女人的身影声 一声高过一声 汉帝得到春雨滋润 迷失的土地被雨水一次次地浇灌着 云亭雨歇 聚龙酸睡 干涸的土地 差点被春雨惯坏 时间已是入夜 在陈氏身体上得到满足 刘鹏休息一会儿后 才想起 前世他派点位将寻忧 田丰二召来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恐怕这二人都等得不耐烦了 道德正式上 刘鹏却是不再耽搁 忙起身穿上衣衫 又将盔甲穿戴起来 才在软弱无力的陈氏公送下 转身出门而去 如刘鹏所想 田丰 寻忧二人被点位从宴席上召出来 来到后院之后 却站在小院外足足吃了小半天的秋雨 此刻两人是既不能离去 又不能进 心中却是多自埋怨 自家主公在里面办正事 他们又不能打扰 只好站在院子外拎着秋雨 刘鹏到的二人面前 见二人身上的文人常山早已尽失 模样别提有多狼狈了 更可笑的是 田丰那胡须之下 竟然滴着点点雨水 那滴落的雨水顺着胡须而下 直落到斜面上 还带着淡淡的响声 本江却是忘了 两位先生还在此地 快随本江进屋歇息 刘鹏淡淡一笑 冲二人说完话后 率先朝另一座小院中走了进去 原本就没指望自家主公 会给他们道歉的田丰 巡游二人互视一眼 君叹一口气 忙迈着冰冷的身体跟了上去 到了小院中 刘鹏朝侍女 要了两套男人衣衫 将其送给田丰 巡游二人 换下身上湿透了的衣衫 等二人换完衣服后 刘鹏才开口问道 本江已攻下冀州大部 唯有渤海袁绍未灭 现那袁绍正整军备战 欲于本江在南皮一争高下 你二人如何看待此事 巡游在路上已经说过这个话题 此时便不再接口 退后一步 任由田丰近年 主公 袁绍虽是在招募兵马 囤聚粮草 燃起兵力最多不超过八万 且身后只有渤海一郡之地 现还不足为律 可律者乃是冀州的安定 因此在下认为 主公兵精良多 应当在来年发兵剿灭袁绍 此时应当先行稳定冀州人心 巩固冀州各大世家 也能借此时机 将原先的冀州兵马加以整鞭 田丰摸着胡须 缓缓开口静言道 攻打也是这么认为 刘鹏听了田丰之言后 反过来向一旁站着的巡游问道 巡游知道自己是不能置身事外 忙站出来 向前一步 道 在下赴一田刺史之言 刘鹏听了两位谋士之言 并没有不悦 也没有喜色 只是淡淡道 你二人先下去休息 容本将三思 诺 二人军拱手一礼 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等田丰二人出去之后 刘鹏才静下心思 依照田丰先前所言 应先巩固应该得到的地盘 等来年再征讨袁绍 此言他在先前回诗时就曾想过 可现在的局势 是不得不讨伐袁绍 若他所记不错 来年就是曹操崛起之时 也是董卓丧命之时 虽然没有了貂蝉 但大汉还有其他的美人 并不止一个貂蝉 按王宇那小人作为 必会用美人计来离间 董卓与吕布 到时他若不能平定 袁绍这个卧榻之策的敌人 就无法出兵关中 进而也就无法控制大汉朝廷 至于曹操 他暂时还不担心 当初他请先帝将公孙瓒 调任泰山太守 为的就是给曹操埋下一个大敌 让其短时间内 还成不了气候 而公孙瓒也确实不负他望 在泰山等地相继出兵剿灭黄金 索德之兵族远超曹操 没有太多黄金兵让曹操崛起 他也就无需担忧此人 田丰 寻忧是不知道历史走向 因此才劝他休养生息 巩固地盘 可刘鹏自己知道 一旦他休养生息 稳固索德的民心 那就会失去剿灭袁绍 掌控大汉朝廷的最佳时机 现在的袁绍兵马前两远不如他 要将其彻底剿灭 这个自信 刘鹏还是有的 可是 要任其在南皮发展下去 那么等到来年 要想将其彻底剿灭 就不再容易了 袁绍现在有经六万多的兵马 可来年就会是十万 甚至是十五万之多 刘鹏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四世三宫的原家能量 有着世家支持的袁绍 在钱财上 也许并不比他差多少 在将财与谋士上 他稍微能比袁绍强一些 可若比人心 他还是远不如袁绍 因此 刘鹏在心中直接否定了 田丰二人的禁言 他可不想让一只绊脚石 放在眼皮下 而袁绍 就是那块又臭又硬的绊脚石 不将这颗绊脚石踢开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安心 在思索了一会儿后 刘鹏嘴角扬起一抹阴险之色 眼神中闪过一丝幸灾乐祸 缓缓出了房间 外面的天依然下着小雨 如同那阴沉的脸 一点表情都没有 不管老天是不是没有表情 刘鹏自己 却是带着高兴神色 在雨中缓缓地行着 身着金甲的影子越来越远 一日 八月十八 大将军刘鹏 在夺得冀州大步后 将原先的二十万燕军 除却战死的兵族 其余尽数 分别交给麾下的重心腹 将领统帅 集中 黄中领铁齐五万 驻守于冀州北部一带 赵云领铁集四万 驻守于冀州西部一带 高顺领线阵营一万 部足三万 驻守于冀州北部一带 对南批城中的袁绍作出防备 太史此领战车集一万 部足三万 驻守于冀州南部一带 如此 刘鹏从燕帝带出来的二十万大军 除却守卫批城的文聘所部 其余尽规诸将 在先前与韩复 袁绍二人的交战中 燕军所得服兵三万多 连同批城投降过来的三万兵马加在一起 共有六万多兵马 这些兵族 大都是冀州旧部统领 为防止韩复旧部拥兵自重 这六万多兵马 被刘鹏下令除去老弱 只余五万精兵 而余下的这五万精兵 刘鹏以兵族未得操练为由 将其全部拨给驻守在甄定一带的高兰统领 高兰麾下只有两万精兵 且这两万兵马 不仅要保障燕军的粮草供给 还要拱卫城池 兵力就显得有点紧张 而刘鹏将这五万俘虏兵马 全部交给高兰 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归降的朱郡国中 刘鹏令田丰 选拔部于肉百姓的官员充当太守 向国 对那些曾经于肉百姓的太守 刘鹏也没有将其斩杀 而是派兵收了他们的一半家财 各郡国员所拥有的兵马 在刘鹏的严令之下 全部采取劳软 美郡只于一万精兵 由太守亲自统领 这些守卫郡国的兵马 只算当地的守军 并不算在燕军之内 其良想也由各郡国自行发放 冀州军员在韩府的统领下 尚有近五百的营绩 为了犒劳随他征战多日的燕军兵族 刘鹏将其五百人 分别送于黄中 赵云 高顺 太史词 文聘五人军营中 由这五人亲自选择战功 盛大的兵族享受 这五人的形势作风 刘鹏还是很放心的 将诸事安排妥当之后 为了不让冀州就不满韩兴 刘鹏亲自任命敏纯 为冀州别价 由其辅助填峰 管理冀州一方名政 耿武既是武将 又是文臣 刘鹏便任其为文聘副将 负责拱卫批成外围防务 李立是武将 但其武艺与谋略却是平庸之极 为显示对冀州就不得重视 刘鹏还是将其任命为 太史词副将 其余随敏纯等人归降的 冀州就部门也多有封赏 田丰等人也在这段时间 将冀州的钱粮 造了一个花名册 上面详细记载着 冀州的各项赋税 刘鹏在看过花名册后 很是吃惊 他本来以为 冀州已经够负数的了 却是没想到 冀州的钱粮赋税 远超出他的想象 花名册上所记载的一年赋税 顶幽州三至五年的赋税 另外 冀州的人口 也是幽州的两倍之多 就他现在所统领的 冀州大部郡国 就有近五百万的人口 这还不算渤海郡的 一百多万人口 从人口上来看 冀州确实不愧是天下大州 大汉十三州中 很少有人口 能达到六百万的 即使是荆州这个羽米之州 也未能达到这么多的人口 拥有这么多人口的流棚 已经有了问鼎天下的实力 将这些事情安排妥当后 刘鹏来到一间 有着燕军假释把守的小院 小院中一年轻人浓眉大眼 一脸正气 身穿长衫 无形间多了一丝将军 才有的杀伐之气 此人正是被赵云活捉的张和 当初赵云一共在韩复大营中 捉到了两员大将 就是居翼 张和二人 那时 刘鹏还未拿下大部冀州 便没有派人说服张和 归降于他 但现在则不一样 如今冀州大部已在他的囊中 就连嚣张跋扈的黑山贼张燕 也自动退出了 所占冀州县城 只率麾下贼众 活动在黑山一带 心有底气十足的刘鹏 并没有先行劝降居翼 而是先来找张和 居翼为人太过傲气 且自视甚高 在先前已经叛过韩复 这样的人再有本事 他也考察其一段时间 因此 也就将居翼 囚禁在批城的小院中 每日饭时有人攻击 门外 还有五百甲士守卫 而张和与居翼的待遇一样 只不过两人并不住 在同一院落之中 张和在院中 干净利落地打了一套拳 正用布条擦拭头上汗水之时 却见门口进来一人 此人身着侯福 二十三四的年纪 长相俊俏 一脸的英气 既有世家公子的风范 又有王者雄风 自诩见过多名诸侯的张和 对来人的身份 做了一下猜测 这人如此年轻 必不会是一方诸侯 且其步伐之间龙行虎跃 就置其身怀武艺 能有这等本事 进入这座院子的 不外乎就是燕军中的大将 而在燕军之中 那日捉到 他与居翼的赵云 年龄看上去比来人要大一点 且武艺高强 此人能穿侯服 那必是燕军中 有名有姓的大将 燕军的大将之中 黄忠他听说过 是一个年近五旬的老将 这人当不会是 剩下的也就太史词 高顺 陈道 高揽四人 陈道守卫幽州 并没有随燕军前来寄州 这个人也不可能 高顺在传闻中是一名冷面将军 此人虽然神色冷淡 但绝不是高顺 那就只有剩下的太史词 高揽二人了 可这二人中 他并没有听到过 朝廷风气为侯 难道是最近燕军大胜 朝廷财下的赏赐 就在张和思虑之间 刘鹏一走到其面前 微微一笑道 俊逸在此处的可好 用识是否如意 在下吃住皆好 敢问将军乃是何人 张和微微一愣 拱手一礼 疑惑问道 这其实也不怪张和 刘鹏曾与其在沙场上 见过一面 可那时两军交战 张和哪有时间 细看刘鹏的面貌 此时不认识其 也在情理之中 至于张和 为什么没有将来人 当作是刘鹏 因为在其心中 刘鹏乃是当朝大将军 当今天下首屈一指的霸主 这等人物 哪有时间来理会 他一个被俘的将领 张和疑惑的表情 被刘鹏看在眼中 心到张和既然没有认出他 他也正好试探一下 张和心意 所以拱手还礼 道 在下不过是燕军一名平常将领 此来是受我主之托 专程来拜访张将军的 如此 那就大厅用茶 张和见其不想说出姓名 也就没有多问 挥手是一气先行 平常已经习惯了 这种礼节的刘鹏 没有丝毫客气相让 便率先走在了前面 静德客厅之中 刘鹏落于客位之上 张和却是坐到主位之上 等侍女将热茶奉上之后 作为半个主人家的张和才到 将军此来既是受大将军之托 还请直言 刘鹏微微一笑 回道 那本将就直言相告 我主得知 将军一身武艺 且深知兵法谋略 只是未遇民主 便拆在下前来告知张将军 只要张将军愿意归向我主 我主不仅会重用张将军 还会让张将军一身才华得到施展 他日明垂天下 亦不是难事 张和早有猜测 以为下面这个将军 会含蓄一点招降于他 未料到这人不仅不含蓄 反而比他还开门见山 他也早有投靠燕军之意 当初填封来冀州卫使之时 便劝说过他 只是那时他不忍抛弃韩复而去 便耽搁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到了燕军攻取冀州之时 他亦曾有过这种心思 但他害怕战场上背叛救主投敌 会让燕军将领瞧不起 便吸了此间心思 直到他被赵云活捉 关在这间小院中时 这个心思才如同发芽一样 慢慢地滋生出来 只是此人问得太过直白 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 在假装思虑了一会儿后 张和端起杯中茶水 微微喝了一小口 润了一下嗓子 道 请问这位将军 在下归顺燕军之后 大将军会让在下率兵 攻取冀州其他各军吗 张和这话问得毫无新意 燕军已经占据冀州大部 只剩下渤海一军而已 但明知此事 张和还出言相问 其意无非就是给自己一个台阶 顺便探听一下 大将军刘鹏会否 让他捅率兵马 会 我主不仅会让张将军捅兵 还会让将军领兵攻打南皮 为张将军救助韩周墓报仇 见其已有决定 刘鹏便微微一笑 故意卖其一个台阶回道 韩始军莫非遭遇不测 张和一惊 忙出声问道 非是如此 韩周墓到现在生死不知 并非惨遭袁绍小人暗算 本将所说的报仇 乃是因为 当初若非袁绍率兵攻打韩周墓 韩周墓数万大军 也不会因此而败 其人也就不会生死不明 客座上的刘鹏 微微一笑 替其解释道 原来如此 张和文听此言 一脸的恍然大悟 方才听闻对方 让他为韩副报仇 他还以为韩副已经先世 未料到对方说的是 袁绍让韩副大败 燕军攻取冀州大部的事 既然如此 在下愿意归降大将军 张和从主位上慢慢走下 到的大厅中央 缓缓说了这么一句 客位上的刘鹏听闻此话 眼神中闪过一丝兴奋 张和此人 虽是大气晚成的角色 但岂能在年轻时 成为袁绍的上将 与炎良 文丑高揽并称 河北四庭主 旧可其武略过人 起码也担得起上将之称 那张将军就先在此安心住着 等本将禀报国主 相信国主也会尽快召见将军的 刘鹏完全充当起了说客之脸 一副喜色不言语表的神情 口中缓缓回道 有劳将军 听中的张和威一拱手 客气地回道 刘鹏这次直接站了起来 在同张和还了一礼之后 缓缓出了大厅 回到周牧府中 在各级文武的惊讶之中 刘鹏大抵一挥 认张和为皇中副将 即日前去上任 对这条任命 一众文武自恃不解 这也难怪 张和虽在韩副麓下为将 但其声名却是远不如耿武 李力等人 这样一个声名不显的副将 却突然被刘鹏认为皇中副将 皇中乃是燕军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将 麓下有五万萧綦 张和却给皇中做副将 这是让文武唏嘘不已 不过自家主公已经下令 他们也就捏着鼻子认了这个事实 就连谋士中的巡忧也未曾出言 与田峰装作一副既不同意 也不反对的表情 田峰就不一样 当初他卫使来到冀州之时 就得到刘鹏主妇 要尽力拉拢张和 现在张和被任命为皇中副将 他也能想到其中之一 命令一下 就有专门传话的侍卫 携带刘鹏亲笔书信 前往张和居住之处传令 为避免误会 刘鹏还是给在外的皇中 写了一封书信 将张和之事禁书道出 而在这边张和得到刘鹏的亲笔书信后 马上收拾行装 在侍卫的护送下 往皇中大营而去 九月初 秋雨停歇 各郡国的整顿落下帷幕 各地兵族也已得到修养 初五 大将军刘鹏以袁绍背叛朝廷 不服教化为由 其不齐十五万 北上讨伐 此次讨伐的先锋为大将皇中 其率领麾下五万铁骑 先行北上 而后 刘鹏率领太史词 高顺二将统十二万步骑随后 就在刘鹏大军身后 还有一支五千人的自重兵 押送着大军所需的粮草 气泄等物 讨伐袁绍一战 刘鹏是志在必得 因此也就未听麾下谋士之言 只安排田丰管理好民事 赵云率领兵马 接管于北部一带的防务 文聘守卫好批城 便禁止率领兵马出征 至于陈氏 却是被刘鹏派侍卫送回幽州 大战将起 南皮这座奸城被战火所笼罩 燕军一路过京县 南宫 广川等地 直扑原邵志所南皮城 燕帝大军所过之处 惊奇四飘 战鼓高亢 而上天对燕军更是不薄 在行军几日中 日日天气晴朗 未曾有一丝阴郁 这无疑给燕军此次出征 带来一个好兆头 也在无形中 将燕军士气提高了几分 当得知刘鹏率领十五万燕军精锐 悍然出兵讨伐于他 袁绍既惊慌又心怒 惊慌的是 刘鹏刚改革军事 稳定下来 就迫不及待地出兵讨伐于他 心怒的是 燕军有十五万之多 且后续还有各郡的援兵 而他只有渤海一郡 兵不过七万 又无闲可守 如何抵得过燕帝大军 无奈之下 袁绍只好询问麾下的谋士 看这些平常自诩才智过人的智囊们 有何妙计 作为首席智囊的许优 得知自家主公有求于自己 便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捋着胡须回道 主公 十五万燕军滚滚而来 且兵风正盛 在下认为 一我军现有兵力 想将其击败 乃是南上迦南 那你有何妙计 袁绍坐在主位上 不悦地问道 在下确实有一条妙计 只需主公发出三封书信 即可解去渤海之威 许优微微一笑 自信地说道 乃三封书信 袁绍一惊 忙问道 黑山张艳 南洋元树 最后一封是发给青州流鱼的 许优眼中闪过一丝睿智 不紧不慢地回道 袁绍本以为许优有什么妙计呢 现在看来与常人无异 不悦道 黑山张艳乃是贼 本将岂能请他相助 再者言 张艳此人性情贪婪 没有重大利益 他岂会出兵 招惹刘鹏这个煞心 哼 南洋元树与本将虽是兄弟 但他向来自视甚高 岂会将我这个做兄长的放在眼中 又怎会出兵相助于我 至于那青州流鱼 本将与其在洛阳市关系上好 但现在他已经雄居青州 且同刘鹏都是汉氏宗亲 他又岂肯助我 看着袁绍否定这三人的表情 许优没来由的一阵无奈 随出声解释道 张艳号称有百万黑山军 其实能上战场的 不过十万多人 其余皆是老弱 在下前些时间到探报 黑山军在刘鹏进入冀州后 便撤出所占县城 只在黑山一带活动 主公请想 百万黑山军 每日所需粮草从何而来 没有了县城百姓的供应 他张艳现在 恐怕正为粮草一时发愁呢 而主公却有粮草万胡 只需稍微给其一些 在承诺事成之后 再送他一批粮草 相信此时的张艳 是很乐意为主公效力 出黑山直入冀州腹地 黑山地处于斯利 滨州 冀州的交界处 张艳占据这一带的山谷 东街中原 西连关中 北入幽烟 南下京乡 端地是一条交通要道 因黑山地形复杂 张艳又手握数十万甲士 各路诸侯也就无人敢惹齐 这也助长了张艳的威风 最近数年中 黑山军常入冀州 滨州 斯利一带抢掠 造成了大量的无粮难民 甚至在黑山附近一带 百里竟看不见一丝烟火气息 袁绍在心里一想 也是 现在的黑山军 没有了粮草供应 窝在大山中 恐怕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若他在此时发出书信 愿送一批粮草 助张艳渡过难关 无粮可食的张艳 为黑山军着想 必会听他之话 好 此事就交与子远去办 且再说说袁术 留于二人的书信 该如何写 有了一点光芒的袁绍 决定下来后 问到其他二人 许又得了袁绍这么一个肥差 从中又能赚到不少钱财 便越发卖力地献击到 南洋袁术手握雄兵 占据南洋 即扬州一小步 主公指 须发出书信 言辞恳切一点 请求袁术率领兵马入冀州 供除奸贼刘鹏 到时所得地盘军归袁术 就连刘鹏的幽州 也可以送给袁术 主公只要一军立足之地便可 袁术好大喜功 得知冀州这块肥肉的时候 或许能出兵对抗刘鹏袁绍在心头 只是思虑了一下 便决定还是写封书信 袁术能不能动心 会不会发兵北上 就看天意吧 那青州刘渔呢 据本江所知 刘渔在青州 一直忙着剿灭黄金余孽 刘渔为人迂腐 主公只需在书信中严明大义 驳斥刘鹏残暴无道 请他出兵相救 在下料定 书信一道 刘渔就算是不会率兵前来 也必会给刘鹏发去书信 如此 主公可借此时间 快速调整大军 迎战刘鹏 许优摸着小胡子 口中快速地献出计策 这三封书信 只要其中的一两封能成事 袁绍也就有了外援 不再是孤军奋战 考虑到燕军正快速而来 许优替其主执笔 写下三封求援书信 又许诸多好处 才忙派人将书信送出 以求在燕军来到渤海之时 援兵能接到书信 这三人之中 最近的张燕 也需快马奔驰五日方能到达 青州流鱼 最少也得十日 至于那南阳的袁术 没有半月的吉池 书信根本送不到其手中 袁绍不会将希望寄托在援兵身上 在将书信送出去后 便命令各县收缩兵力 将精兵猛将全部调到南皮城 又令大将严良 文丑二人率一万惊奇 两万不足 及三万大军开赴南皮城外 在燕军必经之路下寨 与南皮城形成互相依托的存在 袁绍深知严良 文丑二人都是战场上的猛将 但与刘鹏麾下的大将一比 相差还是太多 因此在临行前 几经嘱托二人不可 与刘鹏镇前大战 只可对燕军形成骚扰 使燕军不能快速来到南皮城下 为了这一目的 袁绍还将心腹谋士郭图 任命为军师 随严良 文丑二将出城御敌 严良 文丑二将率三万精兵 出了南皮城后 在军师郭图的指点之下 于城外三十里外 修筑一座烟火台 若遇到敌军大举进攻时 白昼就会升起狼烟 夜晚就会点亮火台 如此 当南皮城的守军望见烟火 就会出城香园 三万大军在郭图的建议下 分建三座大寨 相互依托 每债住士族一万 且白昼刀枪不离 夜晚合一而窝 严良 文丑虽勇 燃其对兵法 却是一支半简 只好任由郭图大显身手 布置各种防务 客位上的刘鹏听闻此话 眼神中闪过一丝兴奋 张和此人 虽是大器晚成的角色 但其能在年轻时 成为袁绍的上将 与严良 文丑 高揽并称河北四庭主 旧可其武略过人 起码也担得起上将之称 内张将军就先在此安心住着 等本将禀报国主 相信我主也会尽快召见将军的 刘鹏完全充当起了说客之脸 一副喜色不言语表的神情 口中缓缓回道 有劳将军 听中的张和为一拱手 客气地回道 刘鹏这次直接站了起来 在同张和还了一礼之后 缓缓出了大厅 回到周牧府中 在各级文武的惊讶之中 刘鹏大笔一挥 任张和为皇中副将 即日前去上任 对这条任命 一众文武自视不解 这也难怪 张和虽在韩服麾下为将 但其声名却是远不如耿武 李立等人 这样一个声名不显的副将 却突然被刘鹏认为皇中副将 皇中乃是燕军名副其实的第一大将 麾下有五万萧綦 张和去给皇中做副将 这是让文武唏嘘不已 不过自家主公已经下令 他们也就捏着鼻子认了这个事实 就连谋士中的巡忧也未曾出言 与田峰装作一副既不同意 也不反对的表情 田峰就不一样 当初他卫使来到冀州之时 就得到刘鹏主妇 要尽力拉拢张和 现在张和被任命为皇中副将 他也能想到其中之一 命令一下 就有专门传话的侍卫 携带刘鹏亲笔书信 前往张和居住之处传令 为避免误会 刘鹏还是给在外的皇中 写了一封书信 将张和之事禁书道出 而在这边 张和得到刘鹏的亲笔书信后 马上收拾行装 在侍卫的护送下 往皇中大营而去 九月初 秋雨停歇 各郡国的整顿落下帷幕 各地兵族也已得到修养 初五 大将军刘鹏 以袁绍背叛朝廷 不服教化为由 岂不齐十五万 北上讨伐 此次讨伐的先锋 为大将皇中 其率领麾下五万铁骑 先行北上 而后 刘鹏率领太史辞 高顺二将 统十二万步骑随后 就在刘鹏大军身后 还有一只五千人的自重兵 押送着大军所需的粮草 气泄等物 讨伐袁绍一战 刘鹏是志在必得 因此也就未听麾下谋士之言 只安排田丰管理好民事 赵云率领兵马 接管于北部一带的防务 文聘守卫好批城 便禁职率领兵马出征 至于陈氏 却是被刘鹏派侍卫送回幽州 大战将起 南皮这座奸城 被战火所笼罩 燕军一路过京县 南宫 广川等地 直扑原邵治所南皮城 燕帝大军所过之处 惊奇四飘 战鼓高亢 而上天对燕军更是不薄 在行军几日中 日日天气晴朗 未曾有一丝阴郁 这无疑给燕军此次出征 带来一个好兆头 也在无形中 将燕军士气提高了几分 当得知刘鹏率领 十五万燕军精锐 悍然出兵讨伐于他 袁绍既惊慌又心怒 惊慌的是 刘鹏刚改革军事 稳定下来 就迫不及待地出兵讨伐于他 心怒的是 燕军有十五万之多 其后续 还有各郡的援兵 而他只有渤海一郡 兵不过七万 又无闲可守 如何抵得过燕帝大军 无奈之下 袁绍只好询问麾下的谋士 看这些平常自诩材质过人的智囊们 有何妙计 作为首席智囊的许优 得知自家主公有求于自己 便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捋着胡须回道 主公 十五万燕军滚滚而来 且兵风正盛 在下认为 一我军现有兵力 想将其击败 乃是南上迦南 那你有何妙计 袁绍坐在主位上 不悦地问道 在下确实有一条妙计 只需主公发出三封书信 即可解去渤海之威 许优微微一笑 自信地说道 乃三封书信 袁绍一惊 忙问道 黑山张燕 南阳元树 最后一封 是发给青州流鱼的 许优眼中闪过一丝睿智 不紧不慢地回道 袁绍本以为许优有什么妙计呢 现在看来与常人无异 不悦道 黑山张燕乃是贼 本江岂能请他相助 再者言 张燕此人性情贪婪 没有重大利益 他岂会出兵 招惹刘鹏这个杀心 哼 南阳元树与本江虽是兄弟 但他向来自食甚高 岂会将我这个做兄长的放在眼中 又怎会出兵相助于我 至于那青州流鱼 本江与其在洛阳市关系上好 但现在他已经雄居青州 且同刘鹏都是汉氏宗亲 他又岂肯助我 看着袁绍否定这三人的表情 许优没来由的一阵无奈 遂出声解释道 张燕号称有百万飞山军 其实能上战场的 不过十万多人 其余皆是老弱 在下前些时接到探报 飞山军在刘鹏进入济州后 便撤出所占县城 只在飞山一带活动 主公请想 百万飞山军 每日所需粮草 从何而来 没有了县城百姓的供应 他张燕现在 恐怕正为粮草一时发愁呢 而主公却有粮草万胡 只需稍微给其一些 在承诺事成之后 再送他一批粮草 相信此时的张燕 是很乐意为主公效力 出黑山直入济州腹地 黑山地处于斯利 滨州 济州的交界处 张燕占据这一带的山谷 东街中原 西连关中 北入幽烟 南下京乡 端地是一条交通要道 因黑山地形复杂 张燕又手握数十万甲士 各路诸侯也就无人敢惹其 这也助长了张燕的威风 最近数年中 黑山军常入济州 滨州 斯利一带抢掠 造成了大量的无粮难民 甚至在黑山附近一带 百里竟看不见一丝烟火气息 袁绍在心里一想 也是 现在的黑山军 没有了粮草供应 窝在大山中 恐怕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若他在此时发出书信 愿送一批粮草 驻张燕渡过难关 无粮可视的张燕 为黑山军着想 必会听他之话 好 此事就交与紫远去办 且再说说袁绍 留于二人的书信 该如何写 有了一点光芒的袁绍决定下来后 问到其他二人许优 得了袁绍这么一个肥差 从中又能赚到不少钱财 便越发卖力地献祭道 南洋袁绍手握雄兵 占据南洋 即扬州一小步 主公只需发出书信 言辞恳切一点 请求袁绍率领兵马入济州 供除奸贼刘鹏 到时所得地盘军归袁绍 就连刘鹏的幽州 也可以送给袁绍 主公只要一军立足之地便可 袁绍好大喜功 得知冀州这块肥肉的时候 或许能出兵对抗刘鹏 袁绍在心头只是思虑了一下 便决定还是写封书信 袁绍能不能动心 会不会发兵北上 就看天意吧 那青州刘鹬呢 据本江所知 刘鹬在青州 一直忙着剿灭黄金鱼孽 他会有时间出兵借本江之为 说到这里 袁绍极不自信地问了一句 刘鹬为人迂腐 主公只需在书信中言明大义 驳斥刘鹏残暴无道 请他出兵相救 在下料定书信一道 刘鹬就算是不会率兵前来 也必会给刘鹏发去书信 如此 主公可借此时间 快速调整大军 迎战刘鹏 许优摸着小胡子 口中快速地献出计策 这三封书信 只要其中的一两封能成事 袁绍也就有了外援 不再是孤军奋战 考虑到燕军正快速而来 许优替其主执笔 写下三封求援书信 又许多好处 才忙派人将书信送出 以求在燕军来到渤海之时 援兵能接到书信 这三人之中 最近的张燕 也需快马奔驰五日方能到达 青州流于 最少也得十日 至于那南洋的元术 没有半月的吉池 书信根本送不到其手中 袁绍不会将希望寄托在援兵身上 再将书信送出去后 便命令各县收缩兵力 将精兵猛将全部调到南皮城 又令长子元潭 大将淳于穷二人 率一万惊奇 两万不足 及三万大军 开赴南皮城外 在燕军必经之路下债 与南皮城形成互相依托的存在 袁绍失去了大将炎梁 文丑 其挥下能拿得出手的 也就淳于穷这个曾经的西元军校尾 袁绍自己也深知淳于穷无谋 长子元潭也是初次领兵 二人想抵抗燕军 实事万难 因此在临行前 袁绍几经嘱吐二人不可 与刘鹏阵前大战 只可对燕军形成骚扰 使燕军不能快速来到南皮城下 为了这一目的 袁绍还将心腹谋士郭徒 任命为军师 随袁谈 淳于穷二人出城御敌 袁谈 淳于穷二人率三万精兵 出南皮城后 在军师郭徒的指点之下 于城外三十里外 修筑一座烟火台 若遇到敌军大举进攻时 白昼就会升起狼烟 夜晚就会点亮火台 如此 当南皮城的守军望见烟火 就会出城香园 三万大军在郭徒的建议下 分建三座大寨 相互依托 美债驻士族一万 且白昼刀枪不离 夜晚合一 而窝阳光明媚 高阳畜生 通往渤海郡的官道上 密密麻麻的燕军 正快速行军 走在大军最前的黄中所部 骑铁骑踏过东光 直往南皮而去 东光距南皮 只有不到两百里的路程 一黄中挥下铁骑的行军速度 不出半日 就可濒临南皮城下 此次讨伐袁绍 刘鹏依然带着寻忧 其人为军师 负责出谋划策 与灵阵对敌 就连后勤攻击 也由其一手统领 寻忧熟读兵法 对上古阵法颇有研究 一生所学 尽归兵法二字 说到兵法 刘鹏自认为 他应该不输于任何人 可若与寻忧相比 他还是差上许多 这也给他当头一棒 历史上 三国中擅长阵法的 就属曹操 郭家 诸葛亮 庞统 寻忧 徐术等寥寥几人 其中鬼才郭家 被后世传送千年 其一生 对兵家阵法研究甚深 就连曹操这个阵法 大家还得虚弃出谋 可见郭家懂的阵法 并不比曹操差 曹操一生 最著名的阵法 就是八门金锁阵 其阵法施展看来 犹如烈日高照 威势大增 这件事让刘鹏联想到 若是日后对上曹操 他可有法破掉 其的八门金锁阵 攻答 如可知八门金锁阵 行军路上 刘鹏坐在战车上 口中低声问道 在战车左侧旁边 一身文士长山的巡忧 骑着骏马 听闻刘鹏之言 稍一思索回道 在下早年曾听人言 张脚曾败左赐为师 其中就学有八门金锁阵法 只是张脚死后 这套阵法也就不知去向 前世的时候 刘鹏曾玩大话西游二 那部风靡网络的游戏上 就有八门金锁阵 其中八门是指 修 生 伤 度 紧 死 金 开八门 八门金锁阵分 阵 绝杀阵 阵 除了那一条顺序连接八个部位的生路外 其他的所有通路 全都相互连接 形成一个六十四门的大迷宫 如果不知道布阵的规律 是很难找出那条生路的 战争中 通常使用这个阵来困住敌人 从而达到拖延时间的效果 绝杀阵 在这些阵中 只有一条通道 可以将他们的顺序连接起来 在战争中 这条永道 是用来为各个部位输送兵力的 而其他的每一条永道都会布置非常狠毒的陷阱 只要进到阵里 就别想活着出来 这个八门金锁阵在历史上 乃是曹操的拿手阵法 至于这个阵法 是怎么到的曹操手中 历史中也没记载 刘鹏也就不得而知 不过据他猜测 当初曹操跟着皇甫松讨伐黄金 在剿灭黄金之战中 其所得这部阵法 也是大有可能的 恭答 这世间可有杀人于无形的阵法 刘鹏思虑了一会儿 出声问道 知道自家这位主公对阵法 也是很有研究 但这杀人于无形的阵法 他还真是不知 所以回到在下愚钝 并未得知 这世间有杀人于无形的阵法 徐游的回答 算是为刘鹏解开了一点疑惑 这些年中 他苦心翻研战国时孙病的阵法 春秋以前的古阵 总结为石阵 这石阵 分别是方阵 元阵 书阵 树阵 锥形阵 燕航阵 勾形阵 玄香阵 水阵 火阵等 水阵和火阵 讲的是水阵和火阵的阵法 不是单纯的战斗队形 所以 孙病石阵 实际上只有八种基本的战斗队形 这些阵法 他已能倒背如流 加上常年征战 对阵法的领悟加深 刘鹏越来越觉得 古人思想太过睿智 即使是他这个穿越人士 再有的地方都感叹不已 公达 此次讨伐袁绍 本将遇百一阵 你认为何种阵法才能致胜 刘鹏心血来潮 突发此问道 早年学兵法的时候 寻优就梦想 有一天他所学的兵法 可以在阵战之上扬名立万 跟着刘鹏东征西讨的这些年中 他所能用的阵法 不外乎孙病的方阵 圆阵 锥形阵 等寥寥几种进攻阵法 此时恰叫刘鹏问起 寻优脸上涌出喜色 忙在心中将所学兵法过滤一遍 回到 南皮城经袁绍修筑 已是一座奸城 因此 在下建一主公先不急于攻城 待到南皮城外 在下院摆下天地三财阵 有袁绍破阵 此阵刘鹏也早有听说 但其之威力如何 他还是不得而知 不过寻优既然愿意摆出此阵 那就证明其对这个天地三财阵 是非常的熟悉 不然也不会有如此自信 坐在战车上缓缓行驶着 不大点功夫 刘鹏微微一笑 说道 公达 本将先前问你 关于八门金锁阵的事 就是想看看此阵的威力 正好本将对此阵 也有一些了解 不若道德南皮城外 本将将此阵传于你 由你来完善此阵 并不止开来 战阵之事 非同而息 寻优在吃惊之下 盲问道 主公知道这套阵法 本将确实知道一些 但还有不惊之处 正好你也颇懂阵法 就与本将一起研究此阵 其实 刘鹏对八门金锁阵 知道的仅仅是一些皮毛 但大致的阵型 与阵中布置 还是清楚的 历史上 曹魏大将曹仁 也曾摆过八门金锁阵 只不过被当时学有所成的 徐术所破解 诺 既然刘鹏懂得此阵 只是不惊 那寻优就放下心 连忙回答 借着行军途中的时间 刘鹏将八门金锁阵的方位 告诉寻优 又将此阵的威力 及阵眼一些情况 全部说出 当寻优听完刘鹏说言后 天色已降下夜幕 大将高顺早派人 在前方搭建好营寨 就等大军入内休息 当大军进入营寨之后 寻优连饭都未曾用 连忙找笔墨聚会 对着他存在脑海中的八门金锁阵 刘鹏却是不同 他将此阵告诉寻优 在将脑海中要说的要点 全部倒出去后 便在大仗中早早安息 一夜的时间恍然过去 军师寻优的大仗灯火 彻夜明亮 在早上行军之时 一脸疲惫的寻优才 出现在众人眼前 令人苦笑的是 寻优脸色疲惫也就罢了 起走起路来 两条腿像是在风中摇摆一样 左翼亮腔 右翼旋转 旭日出生 迎寨中就有这么一幅奇景 看得刘鹏大笑不已 等寻优迈着两条腿 亮亮呛呛走到刘鹏面前 脸上尴尬道 在下一页 研究八门金锁阵 却只得起皮毛 对阵法中各门之间的变化 还不熟悉 让主公见笑了 攻打喜爱阵法 却也要爱惜身子才是 来人去找辆战车 给军师代步 刘鹏微微一笑 颇有一股明君之相地吩咐道 诺 身后的令的侍卫连忙而去 此次征伐袁绍 太史词的一万战车骑 全部随军而行 因此 也就不妨碍找一辆代步的战车 谢主公 巡悠朝着刘鹏深深意礼 感谢道 适当地收买人心 刘鹏还是会做的 对于巡悠的谢意 刘鹏摆了白手 便下令大军起行 咚咚咚 轰隆隆 战鼓高亢 铁骑踏着大队 发出震人心扉的马蹄声 其实 说是行军速营 其实也就是为一些将军 与精兵建的一些营寨 其余兵族 在行军途中的速营 不过是在野外搭建的寨子里 靠干柴等物睡一觉而已 只有到了两军对战的地方 才有营帐可住 九月的天虽说不冷 但已有一丝凉意 夜晚速营之时 一般兵族都会靠着火堆而睡 这样可以抵御风寒 行军途中 刘鹏随处可见沿途的士族 无精打采 他也知道 这是夜晚速营时 没有睡好的缘故 但也仅是这几日 现在大军已过修宪 距离东光也就数半日的路程 等过了东光 一日的路程便能抵达南皮城下 大军行至南皮城下 再休息两日即可 因此他也为责备这些兵族 只是在心中将此事记下而已 一路古生镇天 数十万燕军 不齐浩浩荡荡地往南皮而去 两日后 南皮城外五十里出 燕军在这里安营扎站 中军大帐内 巡忧 黄忠 太史祠 高顺 张和 李立聚站在两侧 大仗主位上的刘鹏 冷着脸 沉声问道 袁绍这个废我儿子袁谭 与雍将存于穷帅三万 精兵存于我军必经之路 其意无非是想缠住我军 诸位都有何计策 尽可到来 寻忧这些日子 精心研究八门金锁镇 对战士知之甚少 因而也就未发言 身为头号大将的皇忠 建军师不发言 便站起来回道 主公 我军虽号称十五万 然各应兵力总计下来 却有近十七万之多 而元贼不过三万兵马 且只有三座银寨 因此末将建议主公 由末将率领铁机打头阵 必马踏着三座银寨 主公指 蓄率大军随后跟进 于路途剿灭元贼的败兵即可 皇忠的计策 无非是想按照兵马优势 快速剿灭元军 再来到此地之后 刘鹏就仔细观察过地形 元潭 纯于穷身后 必有高人指点 其虽有三万兵马 却有三座银寨 且这三座银寨 呈相互依托 如果先攻其中一营 必遭其他两营的袭击 如果同时攻打三座银寨 那南辟城中的元绍 就会出兵 汉生之法虽是可行 然强攻伤亡太大 诸位可还有何计策 为了不使皇忠脸上过不去 刘鹏并不没有说得太过难听 只是稍微点了一下而已 诸将脸上都有深思 在片刻间高顺其声道 主公 末将认为 我军可兵分四路 集中优势兵力守备大营 三路骑攻圆坛 垂于穷不下的三座银寨 若是袁绍帅南辟之兵前来增援 我军顺势出兵 一举可将其击溃 高顺说完之后 微微一礼 闪身站回原位 主位上的刘鹏思索一会儿后 决定采用高顺之计 下令道 黄忠 张和 太史辞 你三人各率一万铁骑 两万不足 于明日正午之前 同时出兵 攻打圆坛 淳于穷的三座银寨 诺 三人忙站出来领命道 其中站在后面的张和脸上 闪过一丝激动 刘鹏却是没有注意这些 再次下令道 高顺统领其余兵马 埋伏在大营周围 若见袁绍出兵增援 则率领大军前去将其围杀 若袁绍不去增援 反朝我军大营而来 你可率领兵马城市杀出 取其手机 诺 高顺站出来拱手一礼 又站了回去 诸事安排妥当 刘鹏最后延道 各营下去分点兵马 即刻准备 本将要在明日天黑之前 看到援军的溃兵 诺 众将听令下去准备 军师寻幽也跟着下去 燕军的兵马调动 大不都掌握在刘鹏的手中 此时张和这个出来炸道的降将 竟然独自领兵 肯定会招致燕军老牌将领的刁难 因此 寻幽才不得不亲自前去 大仗中静悄悄地指于刘鹏一人 外面兵马的调动声音 嘈杂可闻 今次他率十七万大军出征 却故意对外说成十五万兵马 一来是为防止袁绍被吓坏 二来也是想看看诸侯们的反应 上次他攻取魏郡 诸侯们不愿意为一封书信 与他作对是很正常之事 但今次他要攻取的是 袁绍的地盘 诸侯们不会见死不救 定会有人率领兵马 前来相助袁绍 至于会来相助袁绍的诸侯 刘鹏也能猜到一些 但都不太确定 四十三宫 哼 刘鹏嘴角闪过一丝不屑 袁绍让他那个废物儿子 来领兵 纯粹是鱼不可及 他的儿子屁本是没有 心眼却是小得很且 又是与淳于穷 这个草包统领兵马 即使有高人指点 这二人在刘鹏眼中 依旧不过是一废物而已 夜时 燕军探子奉王城之令 将一些秘密情报 送到刘鹏大营中 准备休息的刘鹏 在接到王城派人送来的消息后 将那些所谓的密报全部打开 一字一行地看了过去 等将所有消息看完过后 刘鹏脸上的神情 开始由平淡变成怒火 过了一会儿后 刘鹏缓缓起身 将手中的密报 拿到火盆边 焰火缭绕 一会儿的时间 就将其化为灰烬 反身回到主位 刘鹏真是庆幸 王城密报送来得及时 否则燕军 这得之不义的冀州 就要拱手送给他人了 恶来 刘鹏将怒火强压下去 淡淡地冲外喊了一声 站在帐外的点围 文言走进大帐 道 主公换何事 你且去侍卫中 挑选数十名机灵的 本家要他们给填封送封书信 刘鹏走下主位 平淡地回道 点围拱手一礼 回道 诺 碎下去准备 帐中的刘鹏 在点围去后 反身拿起暗机上的笔墨 在空白的竹简上 快速写下一封书信 字里行间隐晦之言颇多 在将书信写好之后 等笔墨风干 将其封好 才交由点围 同时 在深夜中 刘鹏召见了大将太史词 并秘密 向其面授一些机要 直到夜深后 太史词才一脸凝重之色 沉不出了中军大仗 天色放亮 夜幕退去 燕军在营寨中集结待命 寒枪钢矛在空气中闪闪发亮 惊奇飘动 鼓声震天 黄中 太史词 张和三人各自带领麾下兵马 在鼓声中 朝着援军大营行去 刘鹏此次只率数百侍卫 约两千铁骑走在大军身后 援军的三座营寨分左、右、中三营 这三营之中 中军肯定是袁潭那个废物 因此 刘鹏便派黄中攻打中营 太史词 张和分别攻打左右二营 援军大仗 身为袁绍长子的援潭 李当不让地坐在了主位上 其左右各自站着国徒 纯于穷二人 燕军在我军二十里处 连营七八里 照此下去 不出三日 燕军必会来攻 二位可有良策 一句燕军 主位上 袁潭尽量与其放得缓和一点 询问道 公子 在下认为 燕军远道而来 且在冀州连战数月 兵风已成强弩之末 公子若是担心 燕军兵力过多 在下道有一计 可保我军以少胜多 郭图微微一笑 神色中充满了自得 哦 先生快快到来 主位上的袁潭 盲出声催问道 刘鹏兼贼 虽率十五万大军前来 然其挥下兵马 大步 都是转战数月的将士 此时来到我南皮城下 肯定是兵匹马乏 公子只需派出少旗 将燕军大营摸清楚 再到夜晚之时 成夜结营 必能成功 郭图自认为 燕军短时间内肯定在休息 遂献出结营之计 先生认为 夜时结营 可有几成把握 袁潭也想结营一计 但他心中却无把握 遂出言问道 自己献出来的计策 当为自己原说 郭图眼睛一转 道 在下认为 应有八成把握 八成 灵敌决战 八成把握已是难得 袁潭得到郭图的鼓励 正准备下令之时 却见帐中闯进来一名假士 其行色匆匆 步履散漫 跑到大帐中央 忙跪下 战战兢兢道 兵将军 燕军攻打营战来了 帐中三人巨势一惊 他们刚才还在商议 如何夜时结营 熟了燕军竟然先发制人 在他们商议的功夫 便率先出兵了 此时的袁潭神色慌乱 急声问道 燕军有多少兵马 他们攻打哪座营战 小的没看清燕军有多少兵马 只见那漫山遍野 都是燕军铁骑 现一句我军大营不足无理 跪在地上的假士 匆匆答道 突然传来的军情 将这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公子哥 吓得不知所措 问道 先生 燕军攻来 该如何是好 公子莫慌 且容在下三思 郭图神色一震 脸上献出凝重之色 快速回道 这时站在右边多时不说话的淳于穷 站出来道 别想了 燕军都打到家门口了 若此时让你想出计策 恐怕迎战早被燕军击破了 你 郭图历时怒戎满面 手指淳于穷 却怎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公子 末将认为 燕军大举来攻 必不是虚张声势 公子可下令各营用线马坑 锯马桩 弓弩射住燕军阵脚 若燕军汉不畏死地进攻 公子可令人点燃狼烟 城中的主公看见信号必会率兵来源 道士公子城市率兵杀出 必能击溃燕军 力不失之功 淳于穷一番话说的 袁潭热血沸腾 曾几何时 他就梦想自己可以在沙场上 力不失功劳 名震天下 好 传本将令 按淳于穷将军所言 速速下去布置 袁潭不再等郭图思索 直接朝账中的贾士吩咐道 诺 跪在地上的贾士 忙下去传令 公子 那再下一句布置 淳于穷在帐中大发神威 气了一通郭图后 开口告辞 好 本将等将军的消息 袁潭站起身子 朝其一礼 凝重说道 诺 得到袁潭的礼遇 淳于穷浑身势力 朝其回了一礼 大步走了出去 郭图在淳于穷走出去后 立即谄媚道 公子 那淳于穷本是酒囊饭带 想要靠他抵抗住燕军的进攻 实事太难 不若公子轻率一只兵马 藏于后营 等淳于穷抵抗住燕军 公子再行出来收拾残局 若是抵抗不住 公子也要保得性命 早早退回南辟城 这样 不好吧 袁潭也知道 淳于穷无甚大本事 想靠他抵挡住燕军铁击 那是痴人做梦 此刻 又听郭图之言 先前心中激起的那点豪气 顿时消散 余下的 只是如何保住性命之念 郭图看这个公子 已经有点动摇 所以再加一把火 到 燕军有十几万 我军只有三万 要是交战 我军恐怕连片刻都坚持不住 公子早早退回 不仅可保的性命 还能向主公报信 如此一来 主公也能早做准备 其实在郭图的心中 他比谁都清楚燕军的战力 刘鹏出大军十五万 此刻冰封直指大营 他若还不为自己想条后路 那他也就不配被称为智囊了 咚咚咚 外面的战鼓之声隆隆作响 鼓音顺着风向飘进了元坛军大帐 本来心中裂开一道防线的元坛 此时在听闻郭图之言 让这个从未上过战场的公子哥 一阵后怕 传言中 刘鹏抓到与他作对的仇人后 不是将其斩首 就是将其车裂 他今年才是二十出头 正是剑功烈业的好时机 岂能死在这个屠夫手下 元坛在心中不住地安慰自己 片刻之后 沉生道 先生 随本将一期躲于后营之中 且看战事在下定论 诺 巴不得如此的郭图 脸上虽无甚心情 心中却是乐开了花 初次领兵的元坛 就这样被郭图给蒙了过去 大营万 燕军不期一字排列开来 面向元坛的三座营寨 展示着军威 手持大刀的皇忠策马出阵 将营寨中的元坛动作看在眼中 那寨门口的元坛张弓搭建 一副坚守营寨的架势 最哈哈笑道 元坛数子 竟连出战的勇气都没有 如此 还不如回家吃奶去 皇忠之言 引起了燕军将领的哈哈大笑 等诸将笑完之后 皇忠打马归阵 道 禀报主公 就说皇忠请求攻打营寨 诺 令骑兵策马传令而去 就在皇忠大军身后不远处 刘鹏带着军师寻忧 即一众侍卫 与两千铁骑在此督战 援军分三座营寨 皇忠大军全部开赴在中军大寨 太史词与张河二人大军 则各自开赴到左右大寨 现在 燕军已对这三座营寨 完成了包围之事 只需进攻鼓声一响 数万大军就会在寝刻间发起攻势 自前方一骑兵策马而来 手中另其舞动 及时到刘鹏大旗下 拱手道 主公 皇将军请求攻债 看来汉声已是迫不及待了 巡忧靠在刘鹏身边 微微一笑 眼中似有调笑之意 击鼓进兵 骑在赤兔马上的刘鹏 没有理会巡忧的调笑 转而在审视了一遍燕军的身影后 沉声令道 咚咚咚 战鼓声一响 分排在援军营寨前的燕军 纷纷握紧手中兵器 等待着最后的命令 援军中军大寨前 黄中横刀立马 虎没一条 鹤令道 进攻 轰轰轰 大地轻微震动 排在前方的铁骑 纷纷急驰而出 马背上的燕军兵足 挥舞着手中兵器 嗷嗷嗷叫着 向援军大寨冲了过去 就在燕军铁骑后面 数万步足手持兵器 踏着铁骑奔驰过的提应 奔跑着冲杀过去 三百步 二百步 一百步 守卫中军大寨的淳于琼 看到燕军铁骑进入弓弩射程后 冷声下令道 射 嗖嗖嗖 箭矢穿破空气阻挡 在天空中划出道道直线 飞往正在奔驰中的燕军铁骑身上 这一排密集的箭语 足有近千只 射中的燕军就有数百人之多 箭矢穿透燕军盔甲 直射进身体内 刚才还在马背上的燕军不足 中箭之后纷纷落下战马 哀声不绝 就在援军准备射出第二波箭矢之时 骑着大黄马的黄中吼道 放箭 离黄中较近的骑兵们 忙从箭壶中抽出箭矢 对着营寨中的援军就射了过去 此时 援军的第二波箭矢也已射出 在破空声下 燕军骑兵不时有哀嚎之音传出 燕军惨叫之声传出后 营寨内的援军 受到了燕军骑兵的回礼 搜索的破空声响起 箭矢一排排地射去 箭头不准地 则射在了营寨上的木栏上 箭头有准向地 则顺着栅栏的空隙射了进去 将在栅栏内的援军 射得惨叫声不绝 两波箭矢过后 燕军铁骑在黄中的率领下 踏着燕尘奔驰到援军营寨前 营寨内的淳于穷剑子 冲周边假释喝道 长枪假释猎震阵 随着另声一下 弓弩手速速退后 鸣鸣晃晃的长枪冒着寒气 从栅栏中伸了出来 燕军铁骑多是阵战速足 对攻取迎寨有着很大经验 就在援军寒枪伸出来时 大部分骑兵以锦勒缰绳 迫使战骑停足当地 唯有少数没有拽住缰绳的铁骑 在进了迎寨之前 被援军长枪刺成刺猬 连人带马一起倒了下去 鲜血建设一地 援军迎寨有数十米之高 燕军未携带重型工程器械 只能暂时与援军 激战于栅栏前 大将黄中骑在马上 手起刀落 掌中长刀百五生锋 顺着栅栏上 用尽全力劈砍 援军应建营寨时 取自附近木材 其并不是上好木头 因此 黄中大刀锁砍之处 皆有深深的刀痕印记 将士们用全力劈砍栅 黄中见四周士族 多是骑在战马之上 遇在营寨中的援军兵族 隔着栅栏厕杀 直到这样下去 很难攻破营寨 便在劈砍栅间 大声朝周围吼道 四周围攻营寨的燕军将士们 听到主将大吼之后 纷纷舍弃营寨中的援军兵族 转而用手中的长枪 钢矛 向栅栏上木头刺去 援军营寨中 淳于穷见 不时有燕军倒在栅栏前 在心中正洋洋自得间 却看到燕军舍弃厮杀 手持兵器 向着栅栏批刺 这座营寨建立之时 就是经他之手操办 纯于穷 他自己比任何人都知道 这座营寨的坚硬程度 现在已是秋季 而栅栏上的木材 全部用于附近刚发下来的树木 这些树木都是良有不齐 若是被燕军狠狠攻击一会 他不能保证 眼前这座栅栏 是否还可以如现在这般 依然坚立于他的眼前 看着燕军越来越狠的攻击 那原本坚硬的栅栏上 也出现断裂 纯于穷紧握双拳 下令道 准备巨马桩 陷马坑 后退到营中 用弓弩射住燕军 诺 身后四元军后 立即出声达到 果然 不多时 燕军就打破栅栏 数万大军一轰而入 直冲进元军中军大战 黄中骑在战马上 手中长刀 快速收割着元军的性命 一刀下去 总有人头落地 元军留在栅栏前 阻挡燕子军的不过数千兵族 这数千兵族 在燕军铁机涌入寨中后 虽奋力抵抗 燃其兵力寡弱 被越来越多的燕军包格起来 全部屠杀 沙场速将黄中 眼力何等犀利 在燕军剿灭这数千元军后 就见到前方土地上的干草 在那干草之上 还带暴露在外的尸土 干草之上带有尸土 很显然 这是沙场厮杀中 很常见的陷马坑 若在平时 黄中也许还不会留意到此 只是那伪装的成分太过简单 平常土质经过阳光照射 上面都是一层白色 只有在那白色的土质下 才能挖出尸土 凭借这么一点 黄中就从尸土中看出 这里埋有陷阱 其实这也难怪 淳于琼在命令 士族绝土布置陷阱之时 燕军已经在攻击营寨栅栏 在匆忙之中 露出马脚 也是无可厚非的 知道这里埋有陷阱 黄中当不会让士族前去送死 所以看了眼元军营寨 冲左边靠近营帐的小路 刀锋一指 道 元军在前方埋有陷阱 大军从此路绕道而过 直取元潭的中军大帐 说完之后 黄中率先拨动战旗 顺着营寨下的边沿小路 往元军营帐中而去 身后跟着兴奋不已的燕军铁吉 淳于琼此时已经退到了中军大帐周围 当他进了中军大帐后 却发现元绍长子元潭 与军师郭图骏已消失不见 就连守卫营帐的护卫也禁输不见 一瞬间 淳于琼就猜到元潭肯定是见机不妙逃走了 而能说动元潭逃走的 恐怕就是那个向来与他不和 前时又被他狠狠气了一通的郭图 将军 燕军绕过陷马坑 向这里杀过来了 帐内突然间闯进来一名假士 神色慌张地说道 此时的淳于琼忌气 元潭胆小 又恨郭图拐走元潭 让他一人置身于危险之地 燕军没有撞进陷马坑 可还有巨马庄 淳于琼并不担心 燕军会迅速占领这里 隧道 搬出巨马庄 横于道路之上 先行拖延住燕军 诺 得了命令的假士 马上出仗去传令 可就在中军大仗内 淳于琼在假士出去后 脸上闪过一抹惊慌 刚才是有他挥下兵族在 他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慌乱 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军心不稳 没有兵族在场 淳于琼在惊慌之余 快速想着对策 现在燕军已经攻破中军大战 那左右二战也必是被攻破了 没有了左右援军的他 继续留在此地 只有死路一条 燕军铁骑站立惊人 他可不想被稀里糊涂地被杀 淳于琼还事大仗 心中在惊乱间 以似到一条对策 快速走出大仗 淳于琼又恢复了那种 沙场大将气概 对着身边的清兵道 你等前去点燃烟火 向城中的主攻求援 其余人等随本将前往后营 保护粮草自重 不失 诺 数名清兵立即前去放火 其余人等则是跟随淳于琼 静直退往后营 淳于琼去后营的目的 与圆坛一样 都是想借后营中的 那条道路逃走 当初在建立营寨之时 郭图便令兵族 在那里开辟了一条小道 可快速退回南皮城 此时的这座营寨 已经被燕军攻破 再死守下去 也不过是死路一条 淳于琼当然不想死 在燕军的铁蹄之下 便冠冕堂皇地 说出守卫后营之话 又让兵族给袁绍点燃信号 其中之一 再明显不过 他想借放烟火之事 让袁绍对他败兵一事 不会追究 否则淳于琼即使逃回南皮城 也必会被袁绍问罪 杀杀杀 燕军绕过陷阱后 开始长驱直入 直往中军大战而来 沿途上 得淳于琼将令的 袁军兵族在恐慌之余 按其命令 搬出巨马庄 摆在当路 燕军前部多为骑兵 这些巨马庄一出 立时将燕军挡在前面 袁军摆下的巨马庄 前后足足有三层之多 幽州战骑虽然可以 跳跃过一个马庄 但想跳跃过三个马庄 非得马是前提 兵族死亡 身为领兵大将 黄忠在思虑了一下 便下令让部分骑兵下马 徒步使用弓弩 向躲在马庄后面的援军 射出箭矢 一时间 箭雨不断 一波一波的箭矢 射滑过天际 直射援军兵族 就在箭雨如飞之时 黄忠命令已经上前的数百步足 让他们快速冲到前方 将那些巨马庄从横着的方位 搬成树立着的形态 这样可以使燕军铁器冲过 部族在得到命令后 快速上前 趁援军还击着箭矢的功夫 将那些横在道路中间的木庄 全部搬成树着的 当援军前部兵族发现 燕军将马庄搬一方位时 乘排的铁机 顺着被移动出来的位置 快速朝着他们冲了过来 杀 黄忠的大黄马 疼 的一下跃起 跳过最后一道横着的马庄 手中大刀一晃 朝着惊慌的援军杀了过去 后面的燕军跟着黄忠 如风一般窜了过来 惊慌之中的援军们 见到燕军铁骑成山海一般压过来 在没有主将指挥的情况下 快速后撤 没有了马庄的阻挡 燕军铁骑就是平原中的杀气 杀杀杀 败局早已注定的援军们 被燕军铁骑四处追赶 营中凡是能躲的地方 具有援军奔逃的身影 杀声汇聚成一片 惨叫声不时响彻援军大寨 军心已乱 事无必死之心 将早已顿走 近七千援军就在这座援军大寨中 被燕军到处屠杀 血流成河 残枝断壁散落在血地之中 不到两个时辰 燕军就将七千援军屠杀于此 一身血迹的黄忠在扫平援军后 见到后营中那座高台上 有冒起狼烟 忙问旁边的军司马 道 那座烟火台上的狼烟 升起多长时间 禀将军 大概有近两个时辰了 军司马一愣 不确定地回到 古时以烟火为号 援军放出烟火的用意 不外乎是请求援冰 而要请求援冰 只有南批城的袁绍大军 而此时援军营寨中 飘起两个时辰的烟火 他却没有注意到 这令黄忠暗骂自己大意 遂令假释提着水 上到高台之上 将烟火浇灭 虽然刘鹏早有安排 但黄忠还是担心 若因为他的疏忽 让袁绍率领兵马出援 导致燕军大赢有失 那他可就难辞其咎 黄忠顾不上清理战场 便匆匆召集兵马 出了援军营寨 往刘鹏方向而来 援军营寨前 刘鹏骑在赤兔马身上 耳听前方三座营寨的厮杀声 眼观援军原门前的动静 主攻 看来黄将军已经扫平援军 寨中的厮杀声归于平静 寻忧捋着小胡须 口中喝道 公答 左右二寨的厮杀声 不如先前惨烈 看来紫意 张和二人也快平定援军 可南皮城为何还无动静 援军营中的狼烟生起多时 袁绍却为何不来相救 刘鹏微微闭着眼睛 淡淡问道 其实在心中 他已经猜到袁绍为何不出来救援了 只是这种猜测毫无根据 需要佐证一下 意在下判断 袁绍定是接到援军逃回的败兵之言 知道我军奋兵攻打营寨 才谨守南皮城 避免与我军野战 寻忧神色中带着自信 晃着身子回道 隆隆的铁骑声 游远极近 正准备说话的刘鹏 眼神中闪过一丝惊讶 烟尘飞扬 前方黄忠率领麾下甲氏 正策马奔驰而来 刚经历过血腥杀戮的燕军将士 没有丝毫的疲惫感 虎虎生威 兵器上的血迹 更加助长他们的精神 末将来迟 请主攻恕罪 黄忠策马及时而来 到的刘鹏身前 忙下来请罪 起来吧 你攻破援军中军大寨 为本将立下大功 何罪之有 刘鹏淡淡一笑 伸手做了一个起来的姿势 淡淡说道 末将攻下迎寨之时 发现援军的烟火台 已经着了两个时辰 此事都是末将疏忽 请主攻降罪 黄忠可不敢起来 忙将他所犯错事说出 低头领罚 援军的烟火 升起了两个时辰中 刘鹏都有看见 但他没有派人通知黄忠 就是在等袁绍率兵来源 此时岂会因为这点事情 而降罪黄忠 无碍 本将看那烟火缭绕 以为袁绍会来救援 岂让那私禁 归宿于城中 不曾出城 你攻破迎寨有功 本将向来赏罚分明 等回燕帝之后 就会论功行赏 你且先率大军援助子役 张和二人 半跪余地 等待降罪的黄忠 这次听明白了 原来自家主攻 也早注意到烟火了 听其言中之意 竟是叛不得袁绍出城来源 这样一来 他没有及时灭掉烟火之事 也就不重要了 至于赏赐 黄忠这些年跟着刘鹏 从一介小利 做到一郡太守 现在已是燕军上将 威名传遍天下 就连各路诸侯 对他都是毕恭毕敬 因此 他也不想功名之事 只想报答刘鹏 这些年的旨遇之恩 同时他也看清天下大乱 各方豪杰之事 无不寻找民主 而他所示之主 有人主之风 又有雄主之姿 只希望在有生之年 可以做一个从龙之臣 从而留名轻视 诺 黄忠站起身 抱拳一礼 上马提起大刀 带着麾下兵马 分别从左右二营杀了过去 当黄忠率领大军 到得左营之时 太史辞率领兵马 已经扫平援军 正派麾下军士 打扫着战场 而在右营之中 张和身为新将将领 位在燕军占有一席之地 他亲自率领兵马冲锋 没有大将指挥的援军兵马 被燕军铁骑一个冲锋 就溃散得不成体统 已经溃散的援军 无力抵抗燕军虎狼之师 遂服的启祥 黄忠 太史辞二将在攻下援军营寨后 并没有俘虏 只有张和攻下的右债之中 尚有援军俘虏两千多人 夕阳西下 残阳如险 南皮城外三十里处 燕军正搬运着援军营中的各种资重 其中战甲 兵器 粮草都是一笔非常巨大的物资 当初袁绍派出这三万兵马之时 为的就是多坚持一些时日 所以在临走之前 在战甲 兵器 粮草之上 全部按六万大军的消耗 发放了一个月的攻击 可仅仅一日时间 这三万兵马就被燕军吞掉 连带着资重也成了燕军的战利品 此战 燕军不仅灭了袁绍的三万大军 还打通了燕军通往南皮城的道路 将所有资重拉走之后 刘鹏嘴角扬起一丝不屑之笑 道 传令下去 将这三座援军营寨 给本将一把火烧干净 重新建立燕军营寨 本将要在这里 攻取南皮城 诺 身后众将 纷纷应声准备 此处地形适合建立营寨 山势雄高 三面具有天然屏障 乃是去往南皮城的要道 燕军有十几万大军 靠这三座小营寨 是万万不能容下 因此 刘鹏才要烧掉援军的营寨 重而建立自己的燕军大寨 九月 是北方气候干燥的季节 援军砍伐的木材 被燕军放火点燃 冲天烟火眨眼升起 三座援军营寨 聚在一瞬间被大火点燃 不消片刻时间 大火蔓延到三座营寨上 援军苦心建立的营寨 就这样被刘鹏一把大火焚毁 回到燕军营地 首战告捷 燕军将士充斥着自信的曙光 仿佛从这一战中 就看出燕军占领南皮 攻灭袁绍的大劫 事业 刘鹏举办庆功宴 猪将都在当场 营中各种香味肉食 美酒佳酿 具备拿出来犒赏将士 在席间 刘鹏为表彰张和在此战中的功劳 当下许其为虎为将军 先行归顺皇忠统领 在班师回到燕地后 再行任命 跟随韩服多年的张和 为其征战沙场多次 也不过是一个别不死马 刚想于燕军 立了点功劳 就被刘鹏封为将军 这中间的差别 让张和感激不已 在心中庆幸自己那日明智的选择 韩服只是一周之目 没有开府的权利 可刘鹏不一样 他手中有开府自认杂牌将领的权利 因此 给张和一个杂牌将军之称 不过是顺手为之的一件小事而已 就是这么一件小事 却是让张和感激涕零 在酒宴间 频频为刘鹏敬酒 中夜之时 燕军大营中的庆功声 才缓缓消散 齐开得胜的喜悦 并没有让刘鹏沾自喜 相反他更清楚 反应过来前将袁绍攻灭 否则 一旦外兵入济州 他将面临两线作战的艰难 夜缓缓沉寂 燕军大营归于平静 一日 大圣过后 总是会让人身心放松 刘鹏也不例外 在军中很少挽起的他 当太阳光芒照进大仗时 他才从美梦之中悄然醒来 在用过膳食之后 军师寻忧 将昨日未来的极清点的 资重数量统计出来 上报与刘鹏 攻打 传令下去 大营向前移动三十里 就建在昨日援军的营寨之地 那里距南皮部足三十里 正适合本将屯兵 刘鹏套上金甲 选起腰间配件后 淡淡地吩咐道 对于重建营寨一事 徐优昨日得令 今早在刘鹏未醒来前 就派了五千人 前去搭建营寨 相信不过一两日 就会建好 主公放心 营寨一事在夏京 早就派军事前去搭建了 不出三日 主公就可率大军屯进 既然营寨一事有了着落 刘鹏也就不再关心这个话题 转而问道 绍齐可有探南皮城袁绍的动向 禀主公 昨日大战 袁绍长子袁谭剑士不妙逃走 随即逃走的 有军师郭图 及大将淳于琼 袁绍 在得知营寨失陷后 便派军事关闭城中四门 不许百姓随意出入 因此 我军绍齐进不到城中 便未探出其动向 寻忧将早上得到的探报 一一道出 袁绍如此做派 完全是一副闭门防御的态势 不过这种情况也是最常见的 本来兵马就不多的袁绍 在折了这三万兵马后 城中守军最多不超过四万 四万两有不期不期的兵族 对上燕军十几万百战精兵 袁绍要是不必成门 刘鹏可真就看不懂了 经过一场大胜 燕军士气高涨 此时出兵攻城 刘鹏有六成的把握 取下南皮城 不过他还想借袁绍大军 试一下阵法 因此也就不急于攻城 反正南皮城就在眼前 他想什么时候去 就什么时候去 攻答 八门金锁镇研究的如何 可能布置出来 徐游在这些日子中 虽然没有彻底将其仓物透彻 但其中的精髓 却也是掌握了那么几分 回到 主攻 八门金锁镇中的绝杀镇 乃是一大杀镇 修 生 杀 杜 精 死 精 开着八门中 只有一条生门 只要我军颚守住生门 带敌军进入镇中 必较其有来无回 如此 那本将就要一宝眼福了 刘鹏听循游说的如此自信 不由地 生起一股好奇神色 布置此阵 须不齐三万 阵中 还需以智勇兼备的将领为阵眼 方能指挥甲氏 运用阵法杀敌 循游微微一笑 说出了阵法的需求 刘鹏脑海中 将中将过滤了一下 道 高顺乃是原智勇双全的将领 就让他做这个阵眼吧 至于这三万不齐 可从黄中 高顺二人营中挑选 正好今日闲暇 你就去挑选军事 准备演练阵法 诺 循游也正想先行演练一下阵法 省得临战出现其他问题 遂回道 有了刘鹏的将领 黄中 高顺二人分别从营中挑选出精兵 将其交给循游 而高顺本人 也跟着循游一起操练阵法 过了午时 循游部下的八门金锁阵 才有了一个雏形 阵形外围 全是手持铁枪与盾牌的不足 其中修门三千长枪不足 升门五百弓弩手 两千长枪兵 两千临阵待命的铁击 伤门五百弓弩手 外加两千长枪不足 渡门一千铁击 一千长枪不足 锦门一千不足 一千大刀不足 死门与生门同样重要 是克敌于此的重要门户 因此 由高顺徽下将领 田玉清领 三千线阵营守卫 另有两千铁击相抚 金门有两千不足 五百盾牌长枪兵守卫 开门乃是八门中最容易被攻破的一门 由三千县阵假释 连同一千铁击守卫 剩下的步骑分布于阵眼四周 保护主将指挥阵法时 不受到敌军危害 在开门与生门遇到猛烈攻击时 需快速持缘各门之间 都有手指令旗的骑兵 用旗语传令 而这些骑兵 则是听命于阵眼中的高顺 现在的八门金锁阵 虽是一个雏形 却也有了一丝威力 阵法之中 高顺居于高台上 四周插着各色令旗 在高台周围 密密麻麻的步骑围着高顺 在阵法外形上 很难找出其中要害 刘鹏观察多时 却是从其中看出了一点端倪 这八门金锁阵 最脆弱的地方就是阵眼 只要阵眼被拔 整座大阵就会处于崩溃之中 到时这八门假释无人指挥 必会被敌军攻破 而阵法之间 看似变化莫测 其实都是按九宫八卦的方位而变 只是在九宫之上 稍微做了一点改动 在袁绍军中 最具才华的 就属许优这个小人 其余如郭图 沈佩等人 这些人虽有才华 但想看破这个阵法要害 恐怕一时不能 许优杂学颇多 对兵法也是一枝半解 其最拿手的 无非就是揣摩人心 在兵法之上 或许都不如填锋 在观察了一会阵法后 刘鹏便回到了中军大仗 主公 紫意求见 帐外 点为憨生禀报道 刚回到大仗的刘鹏 正想找太史词呢 其人就来了 隧道 传他进来 话音一落 大仗中闪进一个人影 仔细一看 却是身穿戎装的太史词 其走进大仗 低声道 主公交代之事 末将已经办妥 献李力已被末将拿下 其挥下不取 也被在下派兵足接管 此事做得好 头前带路 本将要去见一下李力 刘鹏靠在主位上 站起身子说道 诺 太史词应了一声 转身走了出去 刘鹏脸色阴冷 神情似有雷霆之怒 跟着前面带路的 太史词快速走了出去 李力现任太史词副将 就在不久前 他见其武艺低威 兵法谋略更是不堪 但考虑到冀州旧部的人心 才勉强任其为副将 协助太史词掌管大军 可人刘鹏没有想的是 就在他北征元少的时候 幽州的王成发来书信 信中 严明冀州旧部闽纯 等五 李力有不轨之心 这三人常在敏纯府邸密谋 如何掌握军队 等待时机迎回韩府 幸好王成这些年 布置在各州郡的探子广多 敏纯等人密谋之时 被府中一个下人发现 这个下人在很早以前 就被王成收买 只要其得到重要消息 就可拿消息换回赏钱 下人得知敏纯等人密谋后 王初府将此事告知 王成在冀州的负责人 冀州负责人得到这个消息后 不敢怠慢 在少了下人一些钱财后 盲派快马将消息传回幽州 当幽州的王成得到消息后 马上派密使直书信 来冀州拜见刘鹏 这一来一去 消息传到刘鹏手中之时 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多月 不过得到这个消息后 刘鹏只是在心头气愤了一会儿 便装作无视之样 以前该怎样 现在依然怎样 只是在暗中 刘鹏给冀州的填封 去了一封书信 信中对敏纯等人之事 只字未提 只是隐晦地表达了一下 冀州内部存有隐患 他没有写清楚 就是担心书信 落入敏纯等人手中 到时以敏纯记州别家的权利 加上耿武手握精兵 这二人说不定会在记州 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因此 他才不得不暗示填封 以填封的谨慎 在得到书信之后 必会降加揣摩 只要不打草惊蛇 迫使敏纯等人提前闹事 刘鹏就要办法将其灭掉 对于窝藏在燕军之中的李立 刘鹏可不会心弱 再收到王成书信的当夜 他就曾深夜召见太史词 命其在近日内 派人将李立秘密羁押 对其麾下的布曲 也要加以控制 李立表面上 虽同领着燕军一些兵甲 但这些兵甲 多是跟随流鹏东征西战的汉族 他们才不会真心听命于李立 在得到太史词的命令之后 这些兵族 立即倒在了太史词一边 并将李立从其家中 带出来的数百部族 趁庆功时灌醉 用绳子将其绑附起来 而李立本人 在昨晚喝了一些酒水后 回到营中 便被太史词安排的兵马拿下 积压在太史词自己的大仗隔壁 本来刘鹏是想让太史词 秘密解决掉李立 但后来考虑到 他只是从王城的信中 听过敏纯 耿武 李立三人谋划 并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人 未弄清楚李立等人 到底究竟了多少几州旧部 刘鹏才令太史词将其活捉 一路经过燕军营帐 直到左军太史词驻地之时 前面领路的太史词才 回过头对着前方的营帐指了指 恭敬地说道 主公 就是这里 跟在其身后走了一路的刘鹏 缓和下脸部表情 对着跟在身后的侍卫们淡淡吩咐道 恶来 子义随本将进取 其余人等留在此处 不许任何人靠近 诺 侍卫们都是 常年跟随刘鹏的人 听其命令之后 快速形成一个队列 把守在大仗四周 刘鹏带着二人大步踏进营帐 见帐中有四个假士 正在看守被绑附住的李立 太史词知道刘鹏在此 定是有要事要问 随挥手将假士们打发出去 此时的李立发肆凌乱 年过四十的他 看起来神形憔悴 双眼微重 身上的盔甲早被卸下 外面只穿了一层薄衣 身子蜷缩在大仗一角 李立 本将待你不薄 乳雀与敏纯等人勾结 预谋与本将 乳这贼私端的是不忠不义 亏得本将先前还认为 你是一个可造之才 现在看来 是本将错把鼠背 看成豪杰 刘鹏慢慢走到李立身前 眼神中带着怒火 喝马道 刘鹏 乳强占济州 端帝是不为人臣 谋只恨没有再乳睡着之时 将乳手及割下 以敬大汉天下 旋缩在一角的李立 缓缓站起身子 眼神中充满了不甘示弱之色 天下 乃有得者居之 本将镇守幽州苦寒之地 粮草来之不易 但是乳主寒父带兵 结了本将军粮 致使燕帝数万兵族 得不到吃食 本将这财贩起兵 南下冀州攻灭韩父 为大汉扫平逆贼 敬倾天下 刘鹏黑黑一笑 神色正囊地回了几句 接着话锋一转问道 本将现在只想知道 如得谋划 可还有其他人参与 没有 就某一人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李立不懈地笑了笑 大意凛然地回道 李立 据本将所知 乳在冀州上有家小 若你不能说出 其他人的名字 那么你的家小 就会受到牵连 刘鹏才不信李立之言 转而使出了 他的看家本事 说到家小 刚才还大意凛然地 李立顿时神色一变 他在辟城中上有老母 下有梁子一女 老母年近七旬 梁子也都未长大成人 女儿虽年过十六 却不足以担起家中重担 但与冀州大业相比 这些太过微小 李立自始至终都相信 韩父会借得兵马 重整旗鼓 夺回冀州 奸贼 要杀就杀 何必废话 某在九泉之下 亦会看着 辱这恶贼 是如何被乱刀分尸的 关键时刻 李立还是选择 忠于韩父 抛弃家晓 刘鹏这次 确实有点惊讶了 他知道这个时代 不缺乏于众之人 可未想到 眼前这个 才能平庸之辈 竟也有此豪气 紫义 派人去批城 将李立老小斩杀 一个不留 刘鹏看着李立 一脸赴死的表情 微微一笑 轻轻说道 仿佛杀死李立一家人 对他来说 不过是一件小事也 诺 太史慈微微一震 忙领命而去 奸贼 你不得好死啊 李立见刘鹏 真要杀他家小 气得眉毛直竖 神色正宁地骂道 这次刘鹏 却是没有理会李立 只是轻蔑一笑 便欲转身离去 却不料 站在大仗一角的李立 突然抱起 带着争獰夺目的神色 脚下速度奇快 三步并两步 朝着刘鹏 急迟而来 这些年中 刘鹏一直坚持着 每日早上勤练武艺的习惯 此时李立快速 朝他袭来的破空声 只是在眨眼之间 就被他双耳判断出来 随身子一斜 躲过了李立的袭击 站在刘鹏身后的 点尾虎目一瞪 拔出腰间佩刀 在刘鹏闪身后 对着袭击上来的李立 当头一劈 鼓 李立正在袭击刘鹏之中 却突然感觉 脑袋上有热乎乎的东西流下 好像是血 就在他还未反应过来之时 一把短刀插进了他的胸膛 扑斥 一声 鲜血四剑 这次他看清了 是刘鹏奸贼麾下的贴身侍卫 同龄点尾 通 生命力消失的李立 一头栽了下去 眼神中带着不甘之色 趴在了地上 这一切聚在电光火时间 闪身站在大帐角落的 刘鹏转身之时 只看见了点尾拿着佩刀 插进了李立的胸膛 本来他打算留着李立再行问话的 现在看来 却是没有那个必要了 人已死 刘鹏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只是吩咐众侍卫将其手机割下 装到一只墓盒里 将尸体埋葬 李立已死的消息 已经传遍燕军大营 刘鹏本着先发制人之心 遂令上将太史慈 率领三万兵马回师批城 其麾下的其他兵马留在此地 分由黄中高顺统领 太史慈临行之前 被刘鹏亲自嘱咐后 才率领兵马快速离去 刘鹏先前派出侍卫直输信 返回批城 相信此时也行至一半路程 只要在冀州旧部门得到消息前 将书信交于填封 批城就不会有太多的事情 批城中的文聘 握有精兵数万 一旦冀州旧部门启示 其结合太史慈的三万兵马 就能快速平定叛乱 至于冀州就不多有哪些人 与李立合谋 刘鹏相信不出几日时间 就会有消息 因此他也没有过多的担忧 所以将此事放下 专心谋划着南批城 南批城 袁绍身着玄铁战甲 守岸佩剑站在城头上 望着几十里外的燕军大营 神色中带着一丝焦虑 又带着一丝无奈 自从他的长子袁谈兵 败逃回后 失去三万兵马的袁绍 实力大减 以前有着近七万的大军 虽然不能击退燕军 可自保南批城 还是有余的 现在只剩下不到四万兵马的袁绍 只能依靠南批城坚守代元 他现在唯一祈祷的就是 挥下这不到四万兵马 可以坚守南批城半月 只要坚持过半月 他发的三封书信 就会起到作用 那时他才会有喘口气的时机 主公 据长公子所言 淳于穷确实坚守过营寨 只是燕军太过骁勇 不敌之后 才率领残余人马 盾回城中的 许优站在袁绍身后 将袁谈作证之言淡淡道出 其实袁绍心中比谁都清楚 淳于穷就是再无知 也绝不会抛弃数万兵马 独自回城的 这中间必有缘故 他的长子袁谈在当日兵败之后 是第一个回到城中的 而淳于穷 是最后一个回到城中的 这其中的猫腻 袁绍已猜到几分 但即使如此 那又能如何 袁谈是他的长子 所谓虎毒还不似子呢 更何况人呼 传令下去 淳于穷兵败 致使本将三万兵马 尽数买骨沙场 念其跟随本将以来忠心愤赏 令其自裁吧 袁绍神色中 没有丝毫愧疚 沉申下令道 许优听闻此话后 嘴巴张了几下 却都没有说出声 他很清楚 袁绍这是将败君之责 推给淳于穷 从而保下长公子袁谈 他虽与淳于穷 在私交上不错 可这是关乎性命 即南皮城的生死存亡 许优这才没有出声 替其求情 现在南皮城百姓知道 燕军铁骑为城后 至于下几个世家大族 还在支持袁绍 平民百姓 皆惶惶不安 各家关门庇护 一夫远离袁绍统治的状态 在这个关键时刻 袁绍需要一个人出来 给百姓交代 借此挽回一些民心 很不幸的是 淳于穷这个 最挽回城的败君之将 成了袁绍拉出去的替罪羊 南皮城中的近四万兵马 大多来自城中百姓之家 而在损失的那三万兵马中 也有一大部 是城中百姓家的南丁 这些南丁加入袁绍军 却在外被燕军所杀 这个时候 无论是百姓 还是城中的官吏 他们都在看着袁绍 看袁绍是否会依照军法 将败君之将就地正法 袁绍为了缓解城中各方势力 也为了给麾下兵马一个交代 这才在长子元坛 爱将纯于穷中 选择一人作为抛弃物 丢给百姓与兵族 来挽回民心与士气 诺 徐幽在心中叹口气 随拱手一礼 转身而去 城头上的袁绍 按键而立 在徐幽离去后 威武的脸上 才献出一丝不忍 可在心中 不忍又能如何 他需要给治下子民一个交代 给数万将士一个交代 燕军大赢 燕军也将新的营寨建好 大军除后续自重 全部搬入了新的营寨中 徐幽的八门金锁阵法 在这两日中 也有新的进展 各种阵法变化 从声色到熟悉 大仗中 刘鹏高作主位 看着下面的朱将 令道 各营休息一日 明日开赴南皮城下布阵 诺 众将纷纷应声 主攻 此次攻取南皮 有六万兵马足够 其余大军可暂留大营 徐幽站出来静言道 为何 本将有十几万大军 全部排于南皮城前 定能吓破袁绍肝胆 为何要将大步兵马流于营中 只带六万精兵前去攻城 刘鹏微微一笑 问道 主攻若是将大军全部带上 必会吓得袁绍 不敢出城迎战 其也必会坚守城池 如此一来 八门金锁阵法 就变得毫无用处 我军唯有血攻南皮 才可得此城池 主位上的刘鹏 微微闭目 以他对袁绍的了解 其人看燕子军兵力多 必会坚守城池 可燕军若是兵力少 此人说不定还会出城一搏 只要袁绍敢出城 刘鹏就有自信将其扫灭 思索了一会儿后 刘鹏睁开眼睛 道 攻打所言有理 如此 明日本将只率六万兵马前去 其余大军由黄中统领 暂留大营 诺 黄中站出来硬了声 六万兵马 其中就有三万步阵甲士 其他三万兵马只是辅助 大将之中 黄中留守大营 高顺指挥阵法 唯有一人可用 刘鹏见眉一条 当下吩咐道 张和听令 乳帅三万铁骑 明日与本江同去 诺 张和没想到 这种好事又落在了他的头上 盲站出来领命道 刘鹏站起身吩咐道 如此 诸将下去准备 攻打留下即可 诺 帐中诸将行了一礼 告退出去 众将离去后 被留下的巡忧则问道 主公留下忧 可是有事吩咐 先前你劝本江刘云绍一命 这些时日中 本江也在思索此事 觉得还 视刘云绍一命为好 不过就是几张嘴而已 本江还是养得起 刘鹏微微一笑 如沐春风般说道 主公明鉴 寻游喜色流露 盲说道 既然刘云绍一命 那么他的家小本江也网开一面 不予追究 你可安排下去 再继承为元绍一家 选个大一点的院子 就让袁绍在那里安度晚年吧 刘鹏一副善人之样 慈悲为怀地说道 未开战 便有如此自信 寻游都不知道该如何来赞他 这位主公啊 诺 在下这就去安排 寻游的令后 转身离去 就在其走出大仗之后 原如沐春风的刘鹏 脸色快速转变 眼神中毫不掩饰地闪过一道杀气 连自己麾下的人都建议他 不要杀袁绍 可想袁绍 这个所谓四世三宫之家的影响力 不过刘鹏却非是愚笨之人 他可不愿意将袁绍这样的人留在身边 一时可以 一事就 一日 刘鹏亲自统帅六万兵马 惊奇开路 鼓声雷鸣 浩浩荡荡地朝南皮城下集结 南皮城经过袁绍的数次加固 此时远而看去 竟比批城也不遑多让 距南皮城三百米外 燕军分成两方 一方就地列阵 另一方则远远观看 并不靠前 古时对有名望的人进行征伐 主战一方都会下达战书 刘鹏也不例外 他亲自给袁绍写了一封战书 言辞中多有不屑之意 恶来 命远将战书射进城中 刘鹏立于中军留自大旗下 看着兼顾高大的南皮城 淡淡吩咐道 诺 点为阴声将怀中战书取出来 交给身边一个侍卫 侍卫妖玄佩剑将书信放在怀中 取下马背上的强弓 侧马急驰而去 在侧马奔驰之中 侍卫取出战书 将布置战书缠在箭矢的一头 张弓搭建 瞄准南皮城 两方交战之时 多有骑兵来回传话 侍卫一个人在援军眼中 不外乎就是传话之人 因此 守卫城头上的援军并没有放箭 而是任其奔驰来 120步 80步 60步 40步 在距离城墙只有40步之时 侍卫紧拉战马缰绳 停足当地后 放声喝道 上面的人听着 某奉我主之令 特向袁绍下达战书 说完话后 侍卫不再耽搁 扬起手中弓箭 对着城头上就是一箭 搜 箭矢穿破空气阻隔 像流星一样快速闪过 直入城墙上 侍卫在射出箭矢后 变策马狂奔 快速离开援军公母的射程之内 城墙上的援军将士 取下箭矢 将剑身锁缠书信取下 快速传给城中备战的袁绍 身披戎装的袁绍 指挥兵马 搬运着兵器 与城防器械之时 麾下甲氏将燕军射入的战书交上 袁绍打开书信 看到 袁绍无谋匹夫 本将之辱 只有三万残兵败将 因而也不想欺辱 本将在城外 用三万兵马步下大阵 如可前来破阵 若是破的了 本将愿退军返回批城 若是破不了 那辱就将弃流氏送上 换取辱自己一条生路 否则本将攻破城池 必杀你 原是一家老小 袁绍一字一句地看下去 在那行云流水的字面中 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兵败 妻子刘氏被敌军糟蹋 身后三个儿子 被燕军乱刀分尸 而他自己 被刘鹏一刀一刀地搁着 皮肤气无 可恨 袁绍看完后 怒火满腔 忍不住大骂一句 紧攒着的拳头 捏得梗巴作响 神情争鸣显露 主公息怒 徐优站在袁绍身边 见其看过一封书信后 力发大火 忙出声道 袁绍没有理睬徐 威武的脸上扭曲成形 一双黑眸中 静视目火 古来双方征战 都会对敌方留有一线 可刘鹏信中所言 似乎是要灭他满门 还要凌辱他的妻子 自诩仁义满天下的袁绍 何时受过这种侮辱 嘴中牙齿紧咬 怒容满面 主公 切勿中了那刘贼的奸戒 刘贼深知兵法 他必是想在开战之前激怒主公 从而让主公失去正常判断 好一举夺得南皮城 以主公之英明 当时不惠中启之奸戒 但在下认为 主公何不装作怒火满天 借此来迷惑刘贼 许优不知书信内容 但他却是知道 该任何相劝袁绍 正次回道 袁绍当然知道 许优说的是劝慰之话 但他就喜欢麾下之人的奉承 因此装作早就明白的神色 道 本将早知这是刘贼的奸戒 因此也没有生怒 刚才之怒 只不过是按资源所说 用来迷惑刘贼的 袁绍话音一落 将手中书信放进怀中 道 随本将去城头一关 诺 许优忙是一礼应声 跟在袁绍身后 向城头上而去 走在路上 许优忍不住翻了几下白眼 他这个主公爱面子的毛病 永远都在 不过这也是他能在袁绍身边 一直占据首席军师的原因 袁绍要是不爱面子 他也找不到其弱点 对症下药 两人急不上的城头上 却见城外烟土飞扬 燕军将士早已不下阵法 正等着袁绍率军破阵 紫远 可时得此阵 袁绍看了好一会儿燕军大阵 还是没看清楚 到底是何阵法 问道 许优对阵法粗之一二 但看许久 却也未看出什么 此刻恰叫袁绍问起 知无道 在下 在下见过许多春秋阵法 却也没未见过此种阵法 不过在下 却是从其中看出了一些门道 许优用手挡住阳光的照射 看了一会儿 惊声道 快说 袁绍反身转过来 忙道 主公请看 燕军在城下摆 这座阵法 内含有星象之术 阵中那座高台 必是破阵关键所在 而外有八门 每门分至不同旗帜 这个一在下看来 却是胜负之关键 按常理来算 绿色旗帜当是生门 而红色旗帜必是死门 这两座 门只可攻打绿旗 不可攻打红旗 许优摸着胡须看着阵法 继续道 其他各色旗帜 不过是燕军的杀门而已 主公指 须率领经旗破掉阵法那座高台 再从绿色旗门杀出 此阵必破 袁绍听了许优之言 细看一会儿后 问道 泽远 如可有把握 在下有六成把握 许优一摸胡须 自信地道 如此便好 只是可恨我言良 文丑二将被擒 现在军中又无勇将 否则破那高台 如探囊取物 袁绍看着燕军大阵 恨声叹道 许优嘴唇微动几下 却是没有说出声 他听袁绍之言 是不想亲自率兵冲阵 便想为淳于穷求一个人情 但要想到 淳于穷已经自尽 便吸了此间心思 主公 燕军之中猛将众多 其中上将黄忠 曾刀斩滑雄 有万夫不当之勇 此人也随刘贼前来 主公务必小心 许优担忧之情 异于言表 狄声道 袁绍看了看城下的各色大旗 却是没有发现 燕军上将黄忠的战旗 盲道 紫园你看 燕军下多位留字大旗 依次是高 张二人旗帜 却是没有见到黄忠旗号 难道刘鹏这个奸贼 将黄忠留在了营寨之中 许优伸出头颅 仔细观看了一会儿 道 主公 在下 也没有见到黄自旗号 看来刘贼真是将黄忠留在了营中 可惜这么一员虎将 却被留在了大营之中 充当看门之犬 可悲 可叹 袁绍没有理会许优的感叹 沉声道 那高自旗号 莫非是高顺 燕军之中有两人姓高 一是高顺 二是高岚 高岚镇守在长山一带 没有随流贼前来 那就只有高顺了 此人在下 也早有耳闻 流贼在幽州之时 常领兵外出征战 幽州的防务 也多是高顺守卫 此人曾被流贼称为良将 以那流贼高傲不可一世的性子 能出此言称赞高顺 就可看出 高顺此人必是身怀韬略之辈 永无也非常人 许优微微一笑回道 既然高顺此人有良将之称 恐怕也非是浪得虚名之辈 既如此 看来只有本将亲自领兵破阵 才能激起兵族誓死破阵之心 袁绍叹了口气 下定决心道 主攻万金之躯 如何做得这冲锋陷阵之事 当派议员将领前去破阵即可 装作惊讶的许优 王出生静言道 其实在心中 他是最同意袁绍前去的 毕竟这一战事关重大 非得有一员在军中 威望德高之人领兵 可现在的南辟城中 哪有什么德高望重的将领 也就只有袁绍亲自出战了 袁绍抖擦下精神 望着强大的燕军阵容 吸了一口凉气 道 不用 此战关乎重大 非得由本将亲自出战不可 呜 这次许优没有再劝 而是顺从地应了一声 袁绍在嘱咐许优一些要事之后 便亲自点了两万大军 准备出城破阵 城外 燕军阵法已经排列开来 各色惊奇四下飘扬 假是长枪钢矛闪 闪着耀眼寒光 中军大旗下 刘鹏手持长枪 腰弦配剑 一身金甲在阳光下泛着光芒 攻打 先前在城堂上的人 可是袁绍 刘鹏严阵一带 看着南皮城上的守军问道 巡游回忆了一下 不确定的道 离得太远 在下没有看清 不过看其身影 倒与袁绍有几分相似 刘鹏淡淡一笑 不再关心这个问题 看着往日狭小的城墙 被修得如此高大 不屑的道 袁绍将南皮城建得如此坚固 看来是想在城中过冬 可惜一介无谋匹夫 即使将城墙修得高大坚固 本将也能在三日之内 将其攻下 主攻神勇 巡游不知该如何回答 随凤城一句 这句凤城之言落下后 南皮城门缓缓被从内打了开来 袁绍铁骑踏着烟尘出现 当头一人身形高大 身着玄铁战甲 骑着黑色骏马 手持短剑 身边紧紧跟着四员将领 驾 驾 袁绍摧动战旗之声不绝于耳 可容八人同时通过的南皮城门 不断涌出援军步骑 当援军全部出城后 立即在城下摆开攻击阵时 按照许优之言 袁绍率领兵马 向绿骑门奔去 轰隆隆的铁骑声 溅起烟尘 踏破大地之声 不断传出 绿骑门在八门金锁阵中为开门 此门由三千县阵甲市 同一千燕地铁骑守卫 高台之上 高顺清晰看见 援军冲着开门而来 脸色上浮现出一丝喜色 等援军接近开门三十米后 高顺拿起高台左卫上的绿骑 向左右分别摇摆一下 最后又打了一个合二为一的守守式 这才放下绿骑 仔细观看援军动向 援军冲着开门 正要大举杀进之时 得到麒令的开门将士快速转开 在开门之中 为援军腾出一条道路 古来征战 尤其是破阵之战 敌军都会留开一门 攻敌对方进阵 袁绍未及多想 便率着麾下将士策马及驰 快速进入开门 沿途锁过的开门将士 既不攻击也不拦阻 只是当两万大军全部入阵之后 快速将援军后围斩断 重新关闭开门 进入阵中的袁绍 望着高台之上的高顺 眼神一宁 高合道 将士们 随本将破阵 杀呀 杀杀杀 援军铁骑向高台上的高顺奔来之时 原本清晰可见的高台 慢慢变得模糊 阵中的燕军假释快速快变 原本能看到的开门 也在变化之中看不到了 袁绍却是不管其他 一心斩掉高台上的高顺 从而破的阵法 就在高台之上 高顺看着援军像朝勇一般袭来之时 拿起身后黑色令旗向左一摆 又拿起右面第三位插着的红旗 向右一摆 最后放下令旗 专注着阵中的援军 两边令旗分别摆出后 韦于生 伤二门的弓弩手 在盾牌兵的掩护下 快速准备好箭矢 向援军中部射出 嗖嗖嗖 两边箭矢向同一个方向射去 瞬间 援军中军部位的兵族 便被箭矢穿破身体 只是一排箭雨 就有五百多援军丧命于地 接着 燕军箭矢不断 跟着袁绍向高台上 奔去的援军兵族 除前部兵族外 其余竟被燕军箭矢阻挡 不得前进一步 反而哀声不绝 混合着圣人的惨叫声 主公 我军被燕军分割成开来 大部将士被燕军箭矢所困 跟不上不来了 袁绍身后一名小校 驾着快马 套到急吃如风的袁绍身边 慌张说道 闻言 袁绍勒马停足当地 转身看去 却见他身后 只跟着不到五千铁骑 许多步骑都没有跟上来 再向远处看去 燕军的黑骑兵族与红骑兵族 正将他的后续兵族 用箭矢拦住 而被拦住的兵族前面 燕军红骑下的假式 已将缺口堵住 现在的袁绍犯了难 是该回军救援那些被拦住的兵族 还是继续率领兵马 直破阵法 若回军救援 依照燕军现在变化的阵法 即使两军会合到一起 也断难再行冲破阵法围困 袁绍只是心中一丝 便认为回军太过危险 一个不好 会使全军覆灭 相反 袁绍认为他现在率领兵马已到此处 离阵法高台已不足三百米 只要再行冲破一道口子 就能破高台 回阵法 到时在与本围困住的袁军里应外合 一举破阵而出 传令 继续前进 杀 片刻之间 袁绍便做出了判断 下令道 主公 我军现在不足五千之重 不若先行回军 救援后续兵马 再行冲阵杀敌 一小将策马到其身前 拱手禁言道 袁绍虎眉一横 手中长剑 哼 得一下出手 立誓将禁言的小将刺死 小将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因为多说了句话 就被袁绍斩杀 掉下马摔在地上 战阵之上 其他将领都得遵从主将之命 否则就是藐视主将的权威 更何况 在此非常之时 袁绍是不允许军中 有质疑他的生命 这才将其斩杀 此人乱我军心 已被本疆所斩 将士们可随本疆继续冲杀 杀呀 袁绍手持低着鲜血的剑 冷声下令道 援军的兵族们 被突然而来的事情吓得一蒙 但在袁绍开言之后 忙跟着气冲杀上去 高台上的高顺在援军靠近两百米内时 拿起身前的白旗 打出左右两道进攻手势 位于高台周围的燕军 足有五千多甲势 此刻在高顺旗号下 迅速变化阵法 有原来的守护阵法 变成了进攻阵法 只见为首的铁骑 从阵中不断变化 由左右方向 冲援军迎了上去 轰轰 燕军铁骑一出 四下黄土漫天 隆隆之声如晴天霹雳一般 援军是直冲高台上的高顺而来 燕军却是分左右方位 直冲过去 杀杀杀 在策马奔驰间 燕军铁骑轮回放剑 一排排剑雨四下飞射 漫天剑花不断落下 刺下援军身体之中 啊啊 鬼哭狼嚎的惨叫声顿时响起 援军在剑雨中苦苦挣扎 依旧向前冲杀着 剑雨过后 两军碰撞 顿时激起漫天沙海声 燕军早有准备 分左右方位夹击 很快就乱成一团各自为战 袁绍的武艺虽不怎么样 燃气从修习剑鼠 在战阵上厮杀 还是颇举威势的 冲 冲啊 眼看高台就在眼前 袁绍砍杀一名燕军兵族后 大声喊道 然而在厮杀之中 袁绍的冲杀之令 仅有周围几人听到 其他的兵族都在各自厮杀 却是没有听到 看着自己的将领 被淹没在厮杀音中 袁绍一阵无力 燕军从左右方位夹击 其目的的 就是将他仅有的五千将士 分割为杀 五千对五千 援军对上百战精兵的 燕军铁技 无疑是一场血战 战阵之中的援军 本来占据很大的空间 对被燕军一夹击 历史变得紧张不已 从原先的空间之中 快速压缩到无数小方段 或是百人一个战团 或是数十人一个战团 没有团聚力的援军 在燕军铁技冲杀下 坚持不大一会儿 便被杀得惨叫不停 快走 此阵不可破 援军之中 一小孝快速靠在原绍身边说道 此时的原绍 在想破阵 那时一想天开 他挥下的兵马 已经被燕军步步蚕食 就连靠在他身边的 也不过几百兵马 速去传令 命将士们随本将杀出去 原绍拿着血迹斑斑的宝剑 大声喝令道 诺 小孝盲侧马转身 朝着周围厮杀的兵族 传达原绍之令 冲出去 袁绍当先一马越过 燕军铁骑的包围 大声喝道 在小孝的喝声下 数百援军铁骑 跟随袁绍冲出燕军的河围 照着阵法变化出的空道顿走 而在阵中奋力厮杀的援军 惨叫不停 先前被袁绍抛弃的 一万多援军将士 在燕军的骑门变化之下 死伤不计其数 燕军先是以弓弩强制压迫 将其阻隔到空出来的通道中 又以长枪兵从中杀出 将其分隔 后使铁骑从两翼杀出 一举击溃援军 将其压缩到一处 快速收割着援军的性命 每片刻间 就有被砍杀饿死的援军 发出惨叫之声 跟着袁绍顿走的 只有几百兵马 四千多援军 在燕军铁骑舰塌下 已被击破 如狼似虎的燕军 像利刃一般 层层穿破援军的防御 只将其一大片一大片地杀戮着 袁绍带着数百残兵 顿走于通道 眼中打亮着战场上的情景 心中滴着血 这些兵族 都是他最近招募的假释 没想到跟随他只是一个冲锋 便将性命留在了此处 愤怒与懊恼结合的袁绍 在策马奔时间 不停地寻找着出阵的策略 按照许优之言 当寻的绿色旗门才能顿出 可现在的燕军阵法变化莫测 他看不到何处是绿色旗帜 就在袁绍在阵中胡乱碰撞之时 刘鹏居是带着三万铁机出洞 直往南皮城下奔去 南皮城分左右四门 张和领一万铁机进攻东门 而刘鹏率领其余两万铁机 进攻正南大门 铁机适合野战 不适合攻城之战 不过在先前来之时 刘鹏就令人带了数辆战车 拉运着的大圆木 还有数十架云梯 依照现在的态势 袁绍兵败已成定局 援军所占据的南皮城 正是人心惶惶之时 此时若是攻取南皮城 哪怕是做一种攻城的架势 也能让守城的援军兵族 丧失抵抗下去的信心 城上的援军听着 本江乃是大将军刘鹏 袁绍逆贼不敬天子 不遵朝廷 本江特率领大军前来讨伐 现袁绍逆贼已被本江阵法击败 用不了几时 你们就可以看到袁绍的手机 现在 只要你等放下兵器 打开城门 本江保证既往不救 否则城池一破 男女老幼 关身兵丁 据是本江铁极下的鬼魂 城门外 刘鹏齐在上 赫声洪亮地传进城头上的援军耳中 兵族在城头上 也能看到燕军阵中的情况 从援军之后 便被燕军分割开来杀戮 那凄惨的叫声 混乱中的厮杀声 全部传到城内守军的耳朵中 兵族们从军只为一口粮食 现在燕军势大 袁绍已是穷途末路 在死中于袁绍 换来的不过就是刘鹏嘴中的鬼魂 要是能活着 谁愿意去死 兵族们经过刘鹏恐吓 三五成群的交接议论着 每个人的心头都在颤抖着 但是他们之中 却无人敢打开城门 一位袁绍的军士许优 率领着数百甲事 正案建立于城门下 要是谁敢率先打开城门 恐怕许优就会杀死谁 兵族们既不愿意被杀 也不愿意被燕军屠杀 只能慢慢地失去杀伐之心 在心中猜想着 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恐惧 惊惧 不住地漂浮在援军之中 士气已经荡然无存的援军兵族们 身子忍不住地发抖 他们害怕下一秒 援军就会攻持 屠杀掉他们 再将城中的加小屠杀掉流鹏 骑在赤土马上 本来想下令攻城的 后来看到援军兵族 在城墙上三五成群的一轮 Jills Highdale援军兵族的士气 已经不在了 没有了士气的援军们 即使守着香那般的天险 也不过是一群带宰的而已 而等听着 速速放下兵器 打开城门 否则 本将就会率大军攻破城门 倒是全城兵兵百姓 不留一人 看着犹豫不决的绵羊们 刘鹏高鹤一声 再添一把大火 这把大火 犹如寥寥火光中的一颗火焰 点燃了援军绵羊们的求火欲望 守着城头的援军兵族 不想被燕军屠杀掉 在一人带头的情况下 全部拿着兵器冲下城头 欲打开城门 迎接燕军进城 而在城门处 许优带着兵族 在城门洞前一字排开 守卫着城门通道 援军求生地 燃烧起来 城头上下来的兵族 端着兵器 呼喝着冲下城门处 与许优带领的数百兵族 立石站在了一起 而等住手 留贼之言岂能相信 你等就是打开城门 燕军也必会杀了的 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 许优拿着短剑 躲在一边大喊 厮杀嘈杂声中 很快就将许优的劝言 淹没其中 随着城头上 越来越多的援军加入 徐优的数百清兵 拼死抵挡 也就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求生的援军便打开城门 支呀支呀 城门缓缓打开 城中的景象 出现在燕军之中 冲 刘鹏长枪一指 一字令道 身后铁骑挥舞着兵器 驾着战马 轰隆隆地入城 打开城门后的援军兵族 将兵器扔在一旁 附于地面两侧 身子瑟瑟发抖 燕军铁骑顺 驾着城门涌入 像洪水般袭入城中 所过之处 繁育抵抗的乱兵 全部格杀勿论 刘鹏只让身后的铁骑 进城厮杀 又命令张和 将四门派兵围住 以防袁绍家小逃跑 来人 传令黄中 命齐率领大军进城 刘鹏骑在赤兔马上 冷冷一笑 吓令道 诺 身后 令骑兵策马急迟 奔往燕军大营而去 大营距此不过二十多里 以黄中铁骑之速 不用半个时辰 就可以及时而来 现在城中有两万燕军 在清理着乱兵 城门外围 也有张和分散兵力把守 不再担心城中事情的刘鹏 率领重侍卫 行至八门阵法左侧 攻打 袁绍看来是穷途末路了 刘鹏正眼看着 阵中狼狈奔跑的袁绍 不带表情地说道 是啊 八门阵法绝杀阵 乃是八门杀阵 要想破阵而出 须得一员勇将 率领兵马一路冲杀 而现在的袁绍 齐挥一下部族百人 要想出阵 何其难也 巡忧看着变化无穷的阵法 探到现在的袁绍 率领身边部族百人的兵族 从井门杀入 试图破阵 井门守军一排掌枪兵轮回此出 立时就将袁绍兵族杀了一大半 本就部族百人的袁绍 这下更是雪上加霜 袁绍死了 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 不过刘鹏先前答应过巡忧 会放袁绍一命 当不会食言 隧道 攻打 派人摇旗传令给高顺 命旗活捉袁绍 诺 巡忧领命 打马朝后方奔去 后方兵族的令 随摇动白旗 象征中的高顺 打了一个活捉的骑士 镇眼中 高顺神色淡漠 看到阵外白旗飘扬 思索了一下 拿起绿色金旗 打出一道旗令 在井门中的燕军兵族 得活捉袁绍之令后 将士们不再敢对狼狈中的袁绍下死守 揣而将袁绍放在一边 向着援军那几十个残兵发起攻势 几十个援军 如何是燕军的对手 没有几个功夫 就被屠戮的 剩下寥寥几人 这几名兵族身上全是血迹 却全部围在袁绍身边 将其保护起来 血海滔天 原本燕尘漫天的大阵 也渐渐平息下来 燕军将袁绍几人围在其中 扑 扑 枪尖穿破袁绍身前假释的身体 带着血肉横飞 历时将这数名兵族刺死 袁绍被剑了一身鲜血 神情在悲伤中 带着一点自嘲 望了眼周围密密麻麻的燕军兵族 抬起手中之剑 架在脖巾上 惨笑骂道 苍天不助我灭贼 去助贼灭我 苍天不攻 苍天不攻啊 骂完后 袁绍看了一眼剑锋 准备自杀一宝明节之时 燕军之中突然射出一只箭矢 没入袁绍拿着佩剑的手臂 扑斥 一声 佩剑掉落在地 抓住袁绍 就在箭矢中 入袁绍手臂的那一刻 燕军一名大胡子军后高鹤一声 寒枪从袁绍四肢驾入 将重剑疼痛还未反应过来的袁绍驾了起来 燕军兵族用长枪将其高高抛起 一身戎装的袁绍身在高空中 头上盔甲落地 用金簪竖起的发丝 凌乱地捂着 咚 得一声响 高高在上的袁绍掉在地上 口中发出了惊惨声 惨叫声淒厉吓人 燕军将士不等袁绍爬起来 便一拥而上 将其擒住 阵外 刘鹏看着八门金锁镇开始变化 诸门将士正缓缓成形集结 便知道 袁绍被彻底消灭了 至于袁绍是否被生情 他一点都想知道 主公 黄将军率铁骑进入城中 正在肃清袁军残兵 自称门处奔来一骑 道得刘鹏旗下禀报道 黄中的速度确实够快 在街道刘鹏军令到现在 还未有两个时辰 其便以帅铁骑进入南皮 告诉黄中 让他派铁骑在城中巡逻 不许将士们随意凌辱妇女 不许残杀无辜 为者杀无赦 冷风吹落刘鹏坚毅的脸庞 其缓缓下令道 诺 令骑兵策马狂奔离去 按照刘鹏本意 袁绍治下的这些世家 不是什么好东西 因在进城之后 乘着内乱派兵族们进去狠杀一番 但在心中思虑一番后 他还是放弃这个想法 现在的他 已非当年那个钱财不足的少年 他现在有的是金钱 有的是大军 有的是粮草 再回过头来 他已看不上世家的那点看家财 也就放这些人一条生路 毕竟杀害的世家越多 以后也就无人敢在他的治下生活 于冀州的长治久安不利 燕军收了八门阵后 高顺带着军士们列成阵形 缓缓开来 刘鹏就骑在赤兔马上 等着高顺前来 当燕尘升起 不大会的时间 就看见高顺策马奔驰的身影 身后跟着千军万马 一起向刘鹏之处奔来 主公 看来高将军情下袁绍了 寻忧轻轻一笑 向着刘鹏说道 看着烟土缠阳的燕军 刘鹏却是没有出声 但眼神中那一丝自得 却是流露了出来 高顺不愧是粮将 今日一战 灭袁绍两万大军 虽有阵法辅助 然其自身指挥得当 又熟悉掌握阵法 懂得灵活运用 这才能让他一举破袁绍 取南皮 全取济州 烟尘缭绕 铁骑嗡嗡作响 鱼鹰不断刺激着耳膜 末将拜见主公 高顺率领兵马前来 功声道 城中现由黄中率兵 清理乱军 你先率领兵马屯于大营 刘鹏坐在赤兔马上 神情疲惫地说了一句 莫 高顺应了一句 虽让身后军士带上一人 此人甲皱破损 发丝垂于双肩 一只臂膀上 还带着血迹 脸上沾染着泥土 一副残兵败将之样 刘鹏见了此人后 神情一如往常 没有过多的喜色 淡淡说道 天下大乱 诸侯雄俱一方 西梁董卓 荆州刘表 南洋元树 乃至中原的公孙瓒 曹操等人 无不争夺着地盘 而你未为了 冀州争得你死我活 如今 冀州权归本江 连你这一块荣身之地 也在本江铁骑之下 试问本出作何感想 勝者为王 败者为贼罢了 我袁绍时运不济 兵败被俘 可你认为 你不会有这一日吗 那时 也该他人来问问 你作何感想 袁绍劈头散发 大笑着回道 语气中充满了不甘之色 放肆 高顺一声大喝 手中长枪蹭的一下闪出 扑通 一声 袁绍站立不稳 被长枪召几倍一击 立时趴在了地上 扑 趴在地上的袁绍 被击中几倍 加上早时身上有伤 不由得一口鲜血吐出 看着这个昔日的诸侯 今日的马下球 刘鹏真感觉到一股凄凉 蔓延至全身 算了 带他进城找个大夫吧 就在重兵族 准备上前教训袁绍时 刘鹏挥手示意气退下 淡淡地吩咐了一声 诺 身后两名侍卫下马 将狼狈的袁绍拖了起来 带进城城中治病 高顺在将今日战国等事 禀报过后 便按刘鹏之令 留下五千人马清理战场 轻率领其他兵马回了大营 燕军大营中 此时还与有近数万兵马 这些兵马大多是高顺部下 今日 刘鹏将所有大将带出 营中只留各营兵马 却无大将助手 一旦营中军事闹事 与军心不利 特此 刘鹏才令高顺速 率领兵马回营 这一期高望 镇压这些兵族的喧闹 作为征战数年的长盛将军 刘鹏不仅一边学习着 还一边实践着 据他发现 燕军将士在外出征战半年以上 就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烦躁心情 而营中一旦没有大将震慑 这些烦躁的心情 就会演变成乍营 甚至是滑变 虽然燕军跟随他多年 是不可能会滑变的 但小心无大错 夕阳残血 大地余下一片萧瑟之相 南披城外浮尸累累 血如长河 主公 黄将军派人来传话 称城中乱军已被清理干净 袁绍麾下的一干家小级文武 现都关在袁府之中 请主公入城 巡忧策马到刘鹏身前 低声禀报道 正看着夕阳美景的刘鹏 闻言后转目 看向那战场上 正在被逐渐清理的尸体 那插在泥土之中的兵器 在夕阳下另有一番景象 进城 看了一会儿后 刘鹏回过神来 大喝一声 策马离去 在入城后 街道上除了燕军兵族 就在无他人 不用想 刘鹏也知道 百姓是被燕军吓住了 多年以来 随着他征战越多 大胜越多 百姓也就对燕军 有着一种恐惧心情 这种恐惧 大多来自传言 传言中 燕军杀人如麻 美过一地 寸草不生 美攻一地 浮尸累累 百姓们将传言当真 以为燕军就是魔鬼 这才没有人敢出城观看 也无人敢在大街上逗留 攻打 明星如何取得 刘鹏神色平淡 其在赤兔马上突发一句 得天下有道 得其名 思得天下矣 得其名有道 得其心 思得明矣 得其心有道 所欲与之拒之 所恶勿施而也 在下认为 主公做到此言 就可取得明星 寻忧先时 不知该如何作答 但就是一瞬间 他便思索到对策 借用仙人之言回道 若真的这样 就可取得明星 刘鹏也就不会出声相问了 自古以来 有多少人靠明星得到天下 先秦暴虐 由霸王项羽崛起 在最短的时日中 击败秦军 建立大楚 项羽能得这份天下 靠的是 他那战无不胜的储君 与其临阵决战的勇气 后来汉王刘邦 慢慢在关中崛起 对韩信 张良等人才辅佐 才击败项羽 让一代霸王在乌江自吻 刘邦得到这份天下 多是因为项羽残暴不忍 对百姓太过苛刻 导致百姓生活穷迫 所占城池 没有人愿意为他卖命的缘故 而今时 刘鹏对待百姓 可以说是诸侯中最好的 每年幽州所收赋税 就要少于其他州郡在幽州 各地逃命来的百姓 都会得到妥善安置 各家各户没有东凉 刘鹏还会开官府之凉 送予百姓 在此地 这里的百姓 竟然因为传言 而敢在燕军进城市上街 可见这里的明星 还是一项元少多一些 不过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燕军在这里 驻扎上一年半载 百姓对其熟悉之后 也就不会再有何畏惧 只要没有了畏惧 百姓也就能在心底 慢慢接手燕军 那是离取明星 还有多远 天下大乱 百姓总是愿意 跟着一个强大的主公 借此在其灰下得到庇护 而要想强大 不仅要在军事上 还要在政务上 就在刘鹏思索着 如何能取天下明星时 以形至南皮太守府 府前 黄中身穿戎装 身后站着一众将校 两侧具有兵足把守 主公请进 末将已在厅中备下薄酒 恭贺主公收取冀州 黄中守岸佩剑 上前几步 喜道 恭贺主公收取冀州 一众将校 纷纷攻身 庆贺道 今日拿下南皮 冀州地界静归留棚 他们这些跟随 多年的将领 自是高兴不已 为此黄中在肃清乱兵后 便令隋军伙夫 进入太守府 好好地做了一顿饭菜 借此来庆贺 今日确实可贺 但我军才刚入城 一些事情还需防范 就先不庆贺了 刘鹏还想见见 袁绍麾下的那些个谋臣呢 因此也就随意说了一句 这 主公 末将已将韭菜备好 主公还是尽一点膳食 黄中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笛声之无道 如此 那就先吃点韭菜 再演其他 刘鹏从黄中的脸上 看出一点不同 往常的黄中在大战过后 会安排各种军务 从不会谄媚 可今日这是怎么了 难道是有其他事情 在思索了一下后 便同意道 他想借此看看 黄中到底在搞什么鬼 主公请 一众将校自视盲闪开身子 将通往太守府的大门让开 在众将的簇拥下 刘鹏缓缓进入 袁绍平常住的地方 此地虽说是太守府 可也叫袁府 袁府之中修建的相当豪华 虽不了刘鹏在幽州的大将军府 可与韩府的周牧府 也相差不多 传闻中 袁绍每到一地 便会修建一座上好院子 宫器居住 金石的袁府 四处虽有军事把守 可也掩盖不住 其富力堂皇的本来面目 占据着这么好的院子 袁绍却养出了 比他还愚蠢的儿子 这让刘鹏倒是哭笑不得 道德大厅 早有侍女将韭菜端了上来 茶几上摆放着各种诱人的肉食 在肉食旁边 还摆放着一滩美酒 众人入得席位 均端起杯中之酒 向敬刘鹏 我等祝贺主公 刘鹏坐在主位上 蹭地一下站起来 摆手道 且慢 这第一杯酒 本将要敬袁绍 长子袁坛 若无此人 孤语诸将还敬不了 这南皮城位子 本将先敬此人一杯 主公 那袁坛不过是一无能之辈 岂能当得其主公敬他酒 听中 一面色有黑的大汉 站起来说道 看其身上所穿之盔甲 乃是铁骑军司马才有的江衣 是啊 主公 那袁坛不过是袁绍的 无能子四吧 主公数日间便灭了袁绍 现在连袁绍在内的袁家 所有人都是主公的俘虏 他袁坛是什么东西 如何受得其主公之酒 一元身着容装的中年汉子 站起身来大声说道 这些年中 刘鹏麾下的军司马 军后 大有提升 其中多数中级将领 都是靠着战功才升上去的 其中刚才说话的这人 此人就是因为那年 随刘鹏征讨乌环立下大功 才被任命为军后 此时都已是军司马了 东征西逃 南征北战的这些十日中 燕军上下都有着一种 战无不胜的神话 也就是这个神话 让燕军数十万将士 从江啸到兵族 无不成为了沙场上的 骄兵汉将 在这些骄兵汉将眼中 天下间唯有刘鹏最大 至于那远在长安的皇帝 都不如刘鹏 此时刘鹏竟然要进一个 无能之辈的酒 这让这些汉将们 如何受得了 本将要进元潭一杯 乃是因为没有此人 我军就不可能在几日之中 拿下南皮 攻灭袁绍 此人将袁绍的三万兵马 扔下逃命 让我军才能一举 破灭袁绍一半兵力 为此算是立下了赫赫功劳 朱将可说 本将为了这座南皮城 尽不尽的此人一杯水酒 刘鹏哈哈一笑 将酒放在身前 向众将说着心中的不屑 朱将也都非傻子 他们从刘鹏之言中 听到了不屑 巨石轰笑一堂 刘鹏没有说话 任由朱将发笑 带他将杯中之酒 倒于台上 朱将立时不再发笑 这其中的意思 朱将都已明白 只有在尽死人酒的时候 才会将酒水洒于地上 借此来称祭奠 可袁潭现如今活得好好的 刘鹏却将其以死人之理来祭奠 可见 这其中必是另有意思 将水酒倒完后 刘鹏便同朱将喝了几杯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外面的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 厅中也燃起了灯火 刘鹏吃好后 便不与朱将饮酒 闪身出了大厅 身后跟着点围 黄中巡忧三人 汉生传令张和率兵 进驻南皮 刘鹏边走边吩咐道 黄中一愣 忙回道 主公 城中已有近六万兵马 还有几千俘虏 再让张将军领兵进城 恐怕不妥 张和虽是降将 但刘鹏却是没有将其荡成将将来看 随道 俊毅在城门辛苦 本将何忍他深夜受寒 据传令吧 让他率领兵马进城后 就在城西大营助手 再给其送去五百坛酒 两千斤肉 让他放开喝 诺 黄中领命 拱手道 主公 末将已在后院 给您安排了院子 您可先去休息 汉生去忙吧 本将自会前去休息 刘鹏淡笑一声 将黄中给打发走 黄中走后 跟在刘鹏身后的寻忧便笑道 黄将军从来不会如此的 可今日却老实之无 看来他必是有话要说 可却不知怎么开口 一而才成如此模样 公答 本将不需要麾下之人谄媚是好 汉生跟随本将多年 他的心思本将最是清楚不过 刘鹏神情看似平淡 口中之话却是坠地有声 等这话说完后 继续道 传令下去 命锦一位接管此地 府中所有兵族 接撤到外面 再令人将袁家所有人带上来 本将要看看 袁绍这个四世三宫之家 是否与别人有所不同 改换这里的守卫 此事乃是应该的 毕竟只有自己的清兵守卫 才是对性命最好的保障 现在守卫这里的燕军兵族 虽也是刘鹏麾下 但其中一些人 他都不了解 如何会放心 相反 跟随他多年的锦衣卫 却是能让刘鹏放心地睡觉 寻忧没有答话 拱手一礼 退下去传令准备 袁府虽是很大 但一路上刘鹏仔细观看 却见其中多处院落空荡荡的 里面毫无人影 就连灯火也未点燃 在皇中安排的兵族带领下 不大会儿的时间 刘鹏便带着侍卫们进了这座院子 此院中有着数十名兵族持敲而立 院前一间房中亮着灯光 不用猜想 他也知道这是皇中安排的休息之地 在将侍卫们留在外面后 在进到房间的一瞬 刘鹏眼角间看到一个人影 这里是皇中给他安排的地方 怎会有其他人存在 蹭 北医生先想 腰间佩剑出鞘 寒光闪闪 剑锋直指灯光下的那人 这一切都在电光火时间 刘鹏甚至没有看清房间中人的面容 不过现在 他却是看清了 眼前坐着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 看起来最多不过二十三岁 此女发赞高高盘气 无疑是妇人打扮 身穿一件白色衣裙 脚上着一双粉色长靴 至于面容如何 灯光太暗 刘鹏一时还没有看清楚 这个夫人在刘鹏进门后 便低着头 只有在剑出鞘的那点响动中 身子抖动了几下 你是谁 怎会在本江房间 刘鹏收回配件 淡淡问道 那夫人还是未抬起头颅 坐在床边低声回道 妾身刘氏 是援军的妻事 下午之时 将军攻破南皮城 一群假士冲进府中 将妾身抓住 后一面色蜡黄的将军 派人将妾身送到此处 刘氏 原来是这个女人 历史之中 此妇善毒 且生性恶毒 曾在袁绍去世后 将其五位妾氏残忍杀死 后在曹操攻破冀州后 欲交错习真事 以求活命 抬起头来本江看看 刘鹏进前几步 将灯光一静一点 淡淡道 床上坐着的刘氏 不敢违背 慢慢将头抬了起来 此妇有着白玉如雪的肌肤 脸上薄湿之粉 眉梢眼角 皆是春意 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便如要滴出水来 似笑非笑 看清妇人的长相后 刘鹏这才明白 黄忠为何将其送到她的房间 又为何神情不自然了 此妇人容貌秀丽 端蒂是一副好皮囊 看其一双修长的腿 并在一起 与上身部位相结合 但就这外表来说 并不低于周盈 你可知道 本江是谁 刘鹏单手 托起妇人下巴 盯着那吹弹可破的脸蛋 似笑非笑地问道 其实刘氏 被送到这里之后 就知道 这些燕军兵族 是看上了他的美貌 可那又如何 现在袁绍 被燕军攻灭 其能不能保护出自己的性命 都是个问题 哪还会顾得上 他一个富道人家 切身不知 刘氏假装正脱了几下 翠英轻声道 本江乃是大将军刘鹏 刘鹏看着其在自己面前 装真结裂腹 不由地生起一股微怒 淡淡说了一下 说话这话 刘鹏拖着妇人下巴的手旋 即收回来 而刘氏的心 却是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刘鹏 他竟然被送到了刘鹏的房间 这种悲伤中的喜悦 瞬间充斥在他的身体上 本来他以为 自己多半会被燕军将领 私藏在此地 用来玩弄 可没想到 燕军将领 竟然将他送给大将军刘鹏 这可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被那些燕军将领玩弄 最多不过是保的性命而已 可被刘鹏玩弄 那就不一样了 只要他表现得好 就有可能被刘鹏看上 带回幽州那位妾氏 几个转瞬间 刘氏就想到了许多 甚至想到了 他给刘鹏生夏子寺 被刘鹏宠爱 分为正妻 就这样 袁绍七世坐在床上 思虑着 该如何讨好刘鹏 该如何羡慕 全然将战败的袁绍 望在了脑后 夜幕落下 太守府前听高歌饮酒声不断 后院中却是寂静无声 静得连风吹过树叶哗啦声 都可听到 房中 刘氏低着秀眉 装作扭捏的模样 轻轻站起来身来 道 妾身见过大将军 先前妾身并不支持大将军 还请大将军述 妾身无礼之罪 此副声音婉转悠扬 肃软人心 让人倍感舒适 只凭这美妙的声音 刘鹏便会将其收入房中 可惜此副心既太过毒辣 一夜春情尚渴 其他的便不做他想 无妨 本将倒是有一点疑惑 还请夫人一解 刘鹏想到一点好笑之事 所以问道 大将军但说无妨 妾身愿为大将军一解一祸 刘鹏轻轻向前一步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回道 袁绍战败 生死不明 夫人却是脸色带喜 本将甚是不明 难道夫人就一点也不关心令夫生死 刘鹏原本喜色的脸淡顿时意僵硬 旋即带着一抹伤感风情 眼中闪若有若无的泪花 气声道 夫君不听劝阻 强行与大将军兵戈相见 妾身曾痛生相求他放弃刀兵 然夫君不听妾身之言 才会招致兵败 刘氏作戏的模样还真杀有一番风情 若不是早知此父为人 刘鹏还真的会相信他所言 道 那本将就来告诉夫人 袁绍已经伸手易出 其头颅也被本将砍下 此刻正挂在城头上 心中对袁绍还存有一丝幻想的刘氏 听闻这句话后顿如晴天霹雳 本来他以为袁绍即使兵败 也不会被杀 可现在看来 袁绍不仅兵败 就连他自己也被斩杀了 袁绍纳他进门后 对他虽不怎么样 但比对其他妻妾却是好上许多 现在袁绍一死 刘氏心中那一点唯一的期望 也跟着破灭 本来就有点泪花的刘氏 袁绍的死讯一出 让其心中那点愚情爆发出来 顿时哭出了声音 泪如雨下 看着刘氏脸蛋上流下的泪水 刘鹏这才微微一笑 眼前这个妇人虽是毒辣 但也不是无药可救 其还知道为袁绍流泪 就可见这个女人还是有点情义的 别哭了 传出去还以为本将对你怎么了 刘鹏讨厌这种哭哭啼啼的声音 不耐烦地冷冷开口道 刘氏虽是在为袁绍哭泣 但其大多数都是在为他自己哭泣 现在袁绍一死 他该何去何从 乍听刘鹏冷冰冰的话音 让正在伤心落泪的刘氏 心中一惊 忙将眼中泪水擦拭干净 声音哽咽道 切身意识没有忍住 请大将军恕罪 刘鹏可是专程来听夫人哭泣的 淡淡道 刘夫人 本将会向人将你送到这里来 不是让你来为袁绍哭丧的 该怎么做 你比本将清楚 若不愿意 本将也不会抢求 你尽可离去 刘氏心中一惊 忙道 切身愿意 仅仅是四个字 却暴露出此父之心 说这话之前 刘鹏就知道此父必会答应 可没想到 其答应得如此干脆 连一丝停顿都没有 抱着弯弯心态的刘鹏 对此没有什么好感 伸开双臂 一副要其服饰更衣的姿态 不再哭泣的刘氏 挪着步伐 扭着纤细的腰肢 行至刘鹏身前 伸出柔软小手 慢慢将盔甲解开 刘鹏闭着眼睛 任由刘氏将身上的一甲 一层层解开 在心中 却是无比的得意 袁绍不是号称四十三公吗 可他的妻子 正给自己解着衣服 侍奉着自己 这一幕若是让袁绍看见 会气得吐血吗 享受着的刘鹏 突然在心中想到一件有趣的事 碎波开正给他解着衣服的刘氏 让齐先上床等待自己 而他本人却是穿着没有被解下的衣服 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恶来 刘鹏出了房间 见四周没有点尾身影 站在屋檐下喊了一声 诺将在 从黑乎乎的墙角下 走出了点尾的身影 带到点尾走近 刘鹏轻声吩咐道 此院中只留锦衣为把守 其余守卫皆站在外面 你再派人将袁绍带来 不过要捂住他的嘴巴 别让他发出声音 就让他来这里站上一晚 诺 点尾虽不知道这是何意 但他知道不该问的别问 所以应了一声 大步而去 扫尸了一下院中的守卫 刘鹏满意一笑 转身进了房间 顺手将房门关上 在房间之中 刘氏已经上了床 在黑暗的灯光 下一幅美人珠帘 想到今日要上的 乃是袁绍的妻事 刘鹏就忍不住一阵兴奋 袁绍自讨董开始 就屡屡与他作对 去年之时 更是伙同韩父 抢劫他的军粮 如今韩父扫平 袁绍也就攻灭 连同他的妻子 都躺在了自己的床上 人生短暂 多少英雄人物 恨时间苦短 最后隐和而死 刘鹏不知道他有一天 是不是也和古人一样 在未完成 一统天下的梦想前死去 可不管怎么样 尝尽世间美人的滋味 却是一桩大好之事 不再多想的刘鹏 三两下扒掉身上衣衫 上了床榻后 看着美人羞涩的表情 伸手缓缓将其衣裳吞下 刘氏已经准备好现身 但他不想让刘鹏感觉到 他是带有目的 最轻微反抗着 一双袖手 时不时地阻挡一下身体部位 又装作一副处子之女的茫然 脸上带着鲜血欲滴的春情 羞涩寒昧而忘 血脉奔张的刘鹏 眼瞧着刘鹏那红侠满面的脸蛋 心中的烈火在狂然 手上的动作更是加快 扑 扑 被衣服破碎声传出 刘鹏身上的衣裳 被浴火勾起的刘鹏 粗蛮撕碎 过不多时 房间中的男女赤裸相对 浴火焚身的刘鹏 手掌顺着刘氏 拉光滑的脊背俯来俯去 将其柔软的身子慢慢放倒 刘氏可不是什么黄花闺女 对男女知识精通的刘鹏 在瞧见其身下敏感地带时 就知道这个妇人 被袁绍用过许长时间 可没关系 这种女人也正是她所需要的 房间中的刘鹏 玩动了一会儿 刘氏那丰满的身段 在得到满足后 便吹灭灯火 啊 一声女人的尖叫响彻小院 叫声传出小院 在黑夜中 惊奇会入风中 无声无息 刘氏下面的部位 还未被袁绍开发出来 暂时还容纳不下刘鹏的长枪 不过在擦枪磨炮地试了一会儿后 长枪便能在花水的带领下 慢慢探入幽谷深处 身下的刘氏 尽可能地换着动作 取悦着身上的刘鹏 就在刚才刘鹏长枪进入幽谷那一刻 他似乎感觉到 全身要被撑爆 疼痛差点让他昏睡过去 本来以为袁绍的家伙 试一试最强大的了 可刘鹏的长枪 却大了袁绍好几倍 与刘鹏的一比 袁绍就像是跟小树芝似的 戏得不堪一用 刘氏一边忍受着征伐 一边在心中默默地 将袁绍与刘鹏相比较 只是几个征伐 就让身下的刘氏呻吟出声 配合着刘鹏粗满的动作 时而放快 时而放慢 房间中的床榻 吱呀吱呀作响 随着两人动作加快 床榻就会响得越快 走出一首与众不同的曲子 甘柴遇上烈火 一个寂寞难耐的深院美妇 一个天生就喜欢纵情欢场高手 两人在房中谱写着一曲月光下的追逐 美妙的身影声传遍小院 时而还夹杂着男人的狂吼声 那可怕的啪啪声 快速进行着 一曲一曲的身影 如同蜿蜒的山路 一弯一弯又一弯 多年习武的刘鹏 有着一副强健身体 对待刘氏这种身归妇人 简直是轻松至极 不到半个时辰 身下的美妇香汗淋漓 在声音中不断享受着 紧皱的眉头一会欢乐 一会难受 像是在承受着什么 院中的侍卫们早已习惯刘鹏的放纵 在守卫之中 对传出来的声音也未有其他一样 而点位却是不同 他这些时日中跟着刘鹏到处征战 还未享受过女人的滋味呢 不过想到家中还有一个漂亮媳妇 憨实的脸上涌出一股幸福神色 久久难以退去 院中 庶民侍卫拿着火把 压着袁绍还缓到的房门前 早交代过侍卫们的点围 令人将袁绍复住 将其身子按下 扶于门前 便站在其身后 听着房中的秘密之音 袁绍此刻是羞愤不已 昨日他还是高高在上的主公 今日却变成一介囚犯 更可悲的是 他在睡觉之中 竟被燕军士族闯进房门 将他绑复来此 他是高高在上主公 是袁家长子 是这个乱世的诸侯 可他这个诸侯兵败之后 连一丝尊严都无 被人强行绑复 又被其捂住嘴巴 按下跪在地上 这个时代中 能让他下跪的人少之又少 就连董卓这个一时无两的人物 都不敢叫他下跪 可如今 虎落平阳 被几个侍卫按跪在地上 这种侮辱 让袁绍既悲愤又羞愧 在羞愧中 袁绍四是听到房间中 断断续续的声音 寂静的夜晚 冷风嗖嗖地刮着 袁绍竖起耳朵 仔细听着房间中的动静 只是片刻间 他就已经确定 这是男女欢好时的声音 不用想 他也知道 房中男人是谁 可那女人又是谁呢 袁绍忍着冷风肆虐 集中精神听着房中的动静 他不知道 刘鹏派人 将他带来这里干什么 他只知道 现在是保命之时 只要保住性命 他日就有东山再起 一雪 这奇耻大辱的机会 床他摇摆声 女人身影声 一朝高过一朝 袁绍在细听了一会儿后 觉得那个女人的声音好熟悉 便在心中仔细猜想着 此女是谁将脑中的女人 过滤一遍后 突然间 他猜到一件可怕的事情 刘鹏曾放出话 要让他的妻子服侍 房中的那个女人 是他袁绍的正妻 是他的女人 跪在地上的袁绍 脸色潮红 双目不满血丝 只是一日 这个世界就全变了 原本他最爱的女人 躺在了别人的床上 享受着别的男人征法 那迷迷的声音中 传出了女人的满足声 在啪啪声中 原本已经满足的女人 再次开始呻吟 一浪高过一浪 那诱人的叫声 听在袁绍的耳中 却是一种讽刺 一种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嘲笑 呜 呜 不甘受此侮辱的袁绍叫出声音 可嘴巴被堵住 叫出的声音 根本传不进房中 而在房中 刘鹏正齐着流逝 变化着各种姿势 不停止地 在那丰满身体上索取着 干了一会儿 累得无力地流逝 一边身影着 一边求道 大将军 切身不堪征伐 不行了 还请大将军容切身休息一会儿 正在信头上的刘鹏可 不管那么多 依旧征伐着 下身上撞击的力道再次增加 一下下地趴搭着 刘鹏绣发凌乱 漂亮的脸蛋上流着汗水 本来清脆的嗓音也变得沙哑 雪白的肌肤间 带着淡淡的红色痕印 大将军 切 切身 真 不行 到了昏溃边缘的刘氏 实在在忍受不了 这种强大的力道 无力地出声求饶道 舒爽了一半的刘鹏 也觉得差不多可 等身下这个美妇休息好了 再干也不迟 反正今夜他有的是时间 最从刘氏那曼妙的身体上翻下 终于停止地蒸伐 让刘氏在无力中一阵欢喜 今夜他尝到了数年中 没有体会到的滋味 那种灵魂出体 飘飘的感觉 是他进入原府的数年中 没有过的 大将就好厉害 切身都快被弄死来啊 刘氏喘着粗气 丰满的胸脯一跳一跳 蝶声说道 知道袁绍就在外面 刘鹏的心情 可谓是好的不得了 尤其是刘氏这句 看似撒娇之言 却正中他的下怀 大笑道 袁绍那无能之辈 可有本将一半雄风 袁绍怎么会呢 他不过一无能之人 怎能与大将军相比 刘氏知道 不仅要在床上伺候好刘鹏 还要满足其在床下的调笑 才能抓住其心 遂牺牲讨好道 哈哈 夫人真是一个妙人 刘鹏大肆发笑 手掌顺势将刘氏揽入怀中 一脸的得意 院外跪着的袁绍 听着自己刘鹏与刘氏的对话 眼中全是恶毒之色 心中狠道 肩负淫负 若有一日 我袁绍能够东山再起 必将你们扒皮抽筋 措骨扬灰 神情争鸣的袁绍 听着房中的柔声细语 气得五脏剧痛 一个没忍住 大口鲜血喷涌而出 喷出的鲜血碾在口腔之中 只有少数鲜血顺着布条 慢慢流出寒风凛冽 袁绍跪在地上的身躯 轰然间倒下 晕了过去 站在后面的点位退后一步 伸手招来庶民侍卫 令其将昏倒在地的袁绍抬了下去 床榻之上 刘鹏大手肆意抚摸着刘氏那曼妙的身体 一夜春晴 刘鹏大发雄风 将刘氏这块土地开放数次 直到土地被滋润地承受不住 这才收枪回马 一日 早起的刘鹏精神抖擞 在刘氏的伺候之下 穿戴整齐 迈着大步离去 路途中 点位将袁绍昨夜晕倒之时说出 原本初还未死吗 刘鹏听完话 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 点位跟在身后忙回道 袁绍昨夜吐血 引发伤势 现正在昏迷当中 只要袁绍未死就成 其他的刘鹏采懒的多管 当下不再说话 禁止往前厅走去 昨夜饮酒纵寬的武将们 一早就来到大厅 分战两侧等待着刘鹏的到来 进入前厅 刘鹏带着不喜不悲的神色 坐到主位上 两侧的武将们纷纷攻身道 见过主公 刘鹏挥挥手 道 南皮市袁绍的治所 现已被我军攻取 然渤海上有东光 崇和 高城 阳信 修县 扶阳 张武七县 尚在袁绍与孽手中 诸将谁愿领兵出征 将这七城纳入我军版图 今日一世 黄中 张和 及一些军司马都在 唯有高顺在城外迎战 未曾前来 末将愿率三万铁骑 十日内必将这七县取下 黄中率先站出来说道 以黄中的勇武 要取这七城 还是轻而易举的 但刘鹏今次不想派黄中出征 道 汉生勇武 但批城尚需大将镇守 此次就不劳汉生了 诺 黄中无奈地叹口气 出声应道 末将愿意率兵出征 今次自见的 乃是站在右侧第二位的张和 刘鹏微微一笑 心道以张和的勇武 取这几城 还是不费吹灰之力的 岁下令道 张和领兵三万 择日出征 诺 张和心中大喜 忙站出来领命道 商议过出征一事后 军师寻忧静年道 主公 现大军出征半年有余 将士们多有疲惫 再下见一主公安排好 冀州防务 回师幽州 休养生息 确实 燕军已经出征五个多月 将士们劳心劳力 是该好好休息 此时也已是九月下旬 再过段时间 北地就会进入寒冬季节 那时冰封千里 雪飘山河 再想回师可就难了 主公 军师所言甚是 昨日我军攻下南皮后 营中士族多在讨论何时班师 可见将士们已经厌倦了战场厮杀 还请主公早日班师 黄中眉头一皱 站出来道 一文一武之言都有道理 刘鹏也就同意道 那好 等安排好南皮之事 便准备班师回宴 诺 听中文武听到班师二字 纷纷站出来应声道 接下来 刘鹏任命 许优为渤海太守 处理一方正式 又令高顺麾下的田玉率兵两万 进驻南皮 其余兵马 则全部回归燕军大营 准备班师一事 将所事安排过后 想到袁绍的一家老小 还有其麾下的一众文武 刘鹏露出一丝奸诈笑容 道 将袁绍家小 与许优等人带上来 本将要看看 袁绍麾下 都有哪些人物 诺 听外甲氏得令 忙下去将许优等一干文武戴上 过不多时 厅中走进一大批文士 其中领头一人 身着白色文士长袍 身高七尺多 下巴上长着山羊胡须 步履缓缓地走进大厅 其身后还跟着众多文士 最为招人注意的 就是一名三十多岁的文士 身着灰色麻布长袍 脸上带着一股怒气 扫视着厅中诛人 这些人被压到厅中 寄不朝主位上的刘鹏行礼 也不说话 全然仿佛没有看见刘鹏似的 知道文人都有傲气 刘鹏也不恼怒 淡淡道 诸位都是袁绍的谋臣 本将多文其名 今日一见 本将深感荣幸 诸位中还有一些 本将不熟悉之人 还请介绍一下 文士们知道 主位上的年轻之人 乃是大将军刘鹏 便由前方的许优介绍道 在下许优 与大将军已有庶面之缘 便不多话了 其余诸位分别乃是郭图 欣平 沈佩 刘鹏在讨伐董卓之时 便与许优此人有过庶面之缘 对其道也不陌生 孝问道 本将攻下冀州 扫平袁绍 紫远先生 是不是该为自己前程想一下 在下继任袁公为主 便是袁公臣子 如今袁公生死不明 在下岂能为自己前途所想 弃主而去 许优一脸正色 与出京人道 要不是知道这个许优 在历史上背叛过袁绍 刘鹏甚至以为 其真是一个忠臣 历史中 关渡之战时 许优多方策略 不被袁绍采纳 后又被袁绍查到贪污一事 惧怕性命不保 这才投到曹营 袁绍已于昨日战死沙场 先生既当为袁绍臣子 就该为追随袁绍而去 刘鹏看着许优 脸上闪过一抹冷色 平淡说道 主公 主公啊 刘鹏之言一落 听中诸位谋士 纷纷跪倒在地 大呼起来 其中就属许优哭得最欢 坐在主位上 刘鹏都可清晰看到 其脸上的泪水 哗啦啦地落下 来人 将诸位先生带到外面去哭 将子远先生留下即可 一群大老爷们 在厅中抹着眼泪 这让刘鹏一脸的不悦 遂令假释将众人带下去 当厅中只遇下许优一人之时 原本悲伤痛苦的他 转眼就擦干眼泪 哽咽道 大将军 幽恳请大将军后葬我主 幽感激不见 遂遥遥一拜 许优是袁绍的心腹 其必然对南皮的富税 及子民了解 将此人收到麾下 虽有着弊端 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 此人的谋划也是一流 就是太过自大 刘鹏在心中思索片刻 便决定将许优收到麾下 言道 先生满腹经纶 才华过人 可愿在本江麾下效力 听众的许优文言一愣 他刚才 请求刘鹏后葬袁绍 其间说得感激不尽 就是想投靠刘鹏 这样不仅 可保得住性命 还能落一个 为救主鞠躬尽瘁的美名 然刘鹏似是看破他的心思 只言他投靠过去 并未提袁绍后葬一事 若他真答应了 恐怕外面那些昔日同僚 就会谩骂于他 许优一时处在为难之地 不知该如何回答 听众忽然间静了下来 数十双眼睛直盯着许优 武将们怒怒相待 在他们的眼中 刘鹏出言 邀请许优入烟笑力 乃是许优的无上荣耀 可这司竟然愣在当地 不赶紧闲 刘鹏眼看朱将就要耐不住性子 及时道 先生要让本将后葬袁绍一事 本将准了 这下 才让暗自惊心的许优松了口气 忙跪下拜道 在下许优 愿为主公效力 为表示对许优的重视 刘鹏亲自走下 将其搀扶起来 又言道 先生能本将效力 乃是燕地百姓福分 今夜本将在此设宴 为先生庆贺 谢主公 许优盲事一败 出声谢道 许优认主之后 刘鹏便让其试着 说服其他诸人 共同效力于他 出道燕军 许优便想靠着此事 先建立一大功劳 为日后奠定地位 所以接下命令 出外去说服其他几人 在出了大厅之后 许优便想到一个计策 所以对外面的同僚说道 大将军仁义 不追究我等叛逆之罪 又会后葬先主袁绍 在下感念大将军恩德 以投大将军麾下 诸位同僚 大将军让在下给诸位传一句话 许优这时却不再说了 而是轻轻一笑 看着众人神情 什么话 紫远兄 大将军让你带什么话 事关自己性命之事 诸位文士放下身段 忙问道 许优要是就是这种效果 叹口气说道 大将军有言 袁绍麾下不想者 全部屠杀 其后辈子女 男的为奴 女的冲入寄营 在下就是不想身后子女遭殃 这才在大将军 同意后葬主公后 归降于阴 这些文士多有家族 他们的子女也都在几州 刘鹏残暴不仁 这种没有人性的事情 只有他能干得出来 若他们不投降 恐怕子女真的贿赂得如此下场 在场的文士们纷纷变色 谁也不想家中子女遭殃 若我等投降 大将军就会放过我等吗 新平开口问道 大将军说了 只要诸位投降 前世一概不提 许优脸上一笑 代替刘鹏做着保证 就在众人打算投降刘鹏 保全家族之时 审配不懈众人之作 虽然他也同样担忧家中子女 但身为人臣 岂能投靠他人 道 诸位若要投到燕地 那就竖配不能与诸位一起了 在下虽心担忧家中子女 但绝不会被主求荣 审配坠地有声之话 让准备投靠的文士们一阵难看 他们也不想投靠刘鹏 可不投靠 家中的子女将要惨遭毒手 连带着他们自己 也难逃过一死 正男兄高杰 可在下与你不同 在下家中上有双亲 下有三个孩子 若是在下不顾家小 那岂非害了一家老小 如此 在下还是投靠燕军 以求得家小安宁 心平叹了口气 对着审配缓缓说道 是啊 我等都有家小要赡养 若我等离世 他们又该如何在这乱世中活命 县主公离世 大将军强势入主济州 起兵精良多 占据优 接二周 被一黄河添险 如此济业 依在下看来 我等投靠大将军后 说不定还能名垂青史 郭图见众人表情 缓缓道出他的为难 众谋士在院外商议多时 最后才决定下来 郭图 欣平 冯济 等人与其他文士进到厅中 拜刘鹏为主 一下子得到这么多谋士的 刘鹏大为高兴 虽然这些人的能力都很一般 但也解决了 他的燃眉之急 最赏赐 此次立下大功的 许幽金千两 许以参军之位 高兴过后 刘鹏见到外面 还有一人未尽 手指那人问道 那位是沈佩吧 他为何不敬 难道是不愿意投靠本将 主公 那正是沈佩 此人不愿投靠主公 许幽站出来解说道 沈佩 当年刘鹏月马济州 苦寻此人多日 却不曾寻到 原想功练元少 就能得到沈佩这个忠臣 可惜此人竟然不投靠于他 历史上 刘鹏曾记得曹操谋士 评价沈佩之言 沈佩正直且刚烈慷慨 然纵观沈佩为人 自以为是 刚愎自用 实在是难堪重用 索性其人一直忠心耿耿 战败被秦后 面北弑君而死 明洁尚存 这番话 也在历史中得到见证 沈佩中而无谋 与田峰很是相像 属于清流一类 然他却在智谋上 不如田峰 就是这样一人 刘鹏却很是想得到他 沈佩的谋略虽是不高 然其忠心啊 他麾下不缺乏智谋之事 但向这种忠心之事 却是渗手 若有一日 他兵败南山 麾下朱将能与他一同赴死 可这些文臣们不行 他们离开自己 却依然能治理政务 为一方仁臣 既然他不愿意投靠本将 那就让他去吧 刘鹏神思恍惚 叹气道 主公三思 听中朱将见刘鹏有意放过沈佩 据站出来说道 算了 任他去吧 刘鹏不想为难一个忠臣 所以下令道 主公 沈佩一介匹夫 竟敢如此自大 末将建议主公将其斩首 黄中虎目一横站出来静言道 沈佩虽忠然无大财 即使放过也不足为虑 刘鹏再次出声道 本将再说一次 任沈佩离去 朱将见刘鹏神情不悦 不敢再劝 距站在两侧对着外边的沈佩 怒目相待 夜晚 太守府大厅中人声嘈杂 饮酒纵欢 文士武将聚集一地 高谈低语 今夜 刘鹏未投到燕军阵营的许优 郭图 冯继 欣平等人百艳庆贺 宴席从初夜至中夜方才结束 高兴一夜的文臣武将们 相互搀扶着离去 身为主公的刘鹏 在宴席进行到一半之时 便回到了后院 今夜他依然驰骋在刘师 那丰满诱人的身躯上 只将这个诱惑人心的少妇 干得死去活来 才满意地睡去 一日一早 刘鹏便下令黄中帅三万精兵 押着袁绍一家 返回幽州 现在的袁绍只剩一口气 对刘鹏来说 这样正好 省得他亲自动手 在黄中离去之时 刘鹏说了一句 袁绍不死 济州不安 身为心腹大将的黄中 当下便领悟到 主公话中的意思 再回了一声后 领兵而去 黄中一走 刘鹏便开始下达各种命令 先是任命许优为寻优副首 配合寻优 安抚南匹百姓 查抄袁绍家财 清点渤海赋税 对于郭图 欣平 冯继这三人 刘鹏在苦思一番后 军机与参攒军机的权力 城中安定下来后 张和帅精兵出征 五日间 习文传之各县 除却少数负于顽抗的县城 其他各县军县城投降 至此 渤海全境 近归刘鹏 东汉出平二年 大将军刘鹏 四月出兵 历时五个多月 终于在十月初时 一举拿下冀州全境 天下动荡 诸侯割据 大汉十三州 刘鹏一人独占优 接二州 实力超过重诸侯 河北之战 就此落下帷幕 刘鹏骁勇善战之名 也因此 被世间百姓传得更深 中原诸侯们 忙着在自家地盘上 复名强兵时 河北最富庶的冀州 已经落入刘鹏囊中 这让天下诸侯们 再一次看清了刘鹏的实力 十月初八 刘鹏在爱抚好渤海之事后 派田玉镇守城池 兼领渤海太守 将各文武们集合一起 刘鹏便下达了撤军命令 此次先行撤军回批城 再转到回燕地 已是十月 北地已进入初冬 冷风嗖嗖的刮 燕军将士大多还是单一 每日行军不过五十多里 日出而行 日落而歇 就在刘鹏回师批城之际 田丰派人送来了 有关冀州旧部谋反一事的消息 原来李立死后 消息不进而走 城中的敏纯等人 预感事情不妙 准备起兵造反 却在此时 太史辞率领兵马返回批城 在城外安营扎寨 与城中文聘所部 遥相呼应 这下 敏纯等人不敢仓促启示 只好等待时机 就在这些人等待时机之时 田丰果断出击 令文聘率领城中守军 快速将敏纯等人 抓捕其中副将耿武得到消息 忙召集一些救部 在府邸埋下扶兵 欲杀文聘一个措手不及 好在文聘早有察觉 在其还未准备好之时 便率兵士纵火 将耿武府邸点燃 大火升起 耿武不想被烧死 只好率领麾下部曲 保护家小逃了出来 文聘在耿武府邸留下三千公务手 在其带领家小逃出来后 便遭到了冷冰冰的箭语 不大会的时间 耿武连同家小部曲 一起被文聘铲除 而在另一边 田丰带领一众军士 冲进闽纯府邸 亲手将其抓获 在抓到闽纯后 田丰便对其施行了严刑拷打 闽纯不过一介书生 如河抵的过非人酷刑 最后未免受皮肉之苦 将他与耿武等人密谋一事 进阶道出 其中还牵扯出许多批城官员 与豪门士家 一些重要的官员 全部被抓入大牢 只与下一些参与此事的士家 这些士家在冀州根深蒂固 知凡叶茂 田丰一时不知该怎么办 这才尚书于刘鹏 刘鹏看完书信 眼神中闪过一丝杀鸡 这些士家虽是冀州的大家族 每个家族都有辉煌的历史 可这些并不代表 能保下他们的命 一味的人证 并不能让这些人听话 相反偶尔使用点血腥手段 才能将这些士家震慑住 拿起笔墨 刘鹏快速写了一封书信 让信使带给田丰 在信中 刘鹏只写了两个字 全杀 信使拿着刘鹏书信不敢耽搁 快速奔回批城 将书信亲手交到田丰手中 在看到书信中的两字之后 田丰眉头一皱 似乎被信中两字上的杀鸡所惊吓 过了片刻后 田丰派人将城中守将文聘 城外屯兵大将太史词 一起照到府邸 等文聘 太史词二人进来后 田丰开门见山地说道 主公今日回信 但信中只有两字 哪两个字 太史词见田丰不言 问道 全杀 田丰舒缓了一下神情 口气中充满杀气说道 瞬间 文聘 太史词去被震惊地说不出话 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 也难怪 这些年中 除了在战场之上 刘鹏已经好久没有下过如此血腥的命令 冀州参与谋划的士家与官员 加起来也有数万人 就以那几大家族来言 这些家族中养着丫鬟 家丁 还有旁支 每家人口都在数千之上 那些官员也是一样 家中有着仆妇 护卫 这是主公之令 在下只能遵从 田丰看着二将的神色 口中淡淡地说道 我等遵从主公之令 太史词 文聘文言 盲站出来表忠道 好 事不宜迟 二位将军快快调集兵马 将城中参与此事的士家 官员抓捕 若有反抗 杀无赦 田丰冷冷一笑 下令道 诺 二将对视一眼 巨应声道 三人在一起商量了一些细节后 田丰便把两人要杀的士家 官员做了一个划分 由太史词率领兵入北门 对北城中的士家 官员下手文聘 率领兵马由南而杀 他则亲自带领一些兵族 从城中地带屠杀 商议好具体细节后 文聘 太史词二将分别调动兵马 在中叶之时 发起突然袭击 原本惊魂不定的各大家族 在敏纯等人被捕后 每日战战兢兢 生怕燕军会上门袭杀 等了几日后 燕军并没有动静 这让一度担惊受怕的各大家族们 将心放了下来 就在人体最困乏之时 燕军突然出现在大街上 开始对各大家族动手 今夜注定是一个无眠之夜 燕军突然出手 将各大家族杀了一个措手不及 城中到处都是杀喊声 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大火 田丰站在周牧府门口 眼神从漆黑的夜空转到南面的火光上 冷声吓令道 准备好强攻应武 准备屠杀 诺 身后一员黑脸将领 攻身一礼 忙道 过了不多时间 城中地带也出现杀喊声 甚人心扉的杀喊声 惊醒了城中百姓 百姓们不知道外面怎么回事 更不好处打探 偶尔有出来探听消息的 不是被燕军当成乱贼杀戮 就是被各大年家族的护卫 顺手杀之 街道上的马蹄声不绝 来来往往的提声 震慑着反抗燕军的乱贼们 杀声从中夜一直持续到黎明前 天亮以后 街道上全是鲜血 还有城牌摆放的尸体 在一些零散之地 还能偶尔听到厮杀声 田锋知道 昨夜的杀戮 已经将城中百姓的胆子吓破 为爱抚百姓 他早就准备好绑闻 在太阳升起之时 各大街小巷贴满官府绑闻 绑上全是一些安抚百姓之类的言语 不知道事情的百姓们 在看到绑闻后 才知道是燕军在剿灭韩府的余念 这些事情与他们关系不大 只要燕军不欺负他们这些平民百姓就成 其他的事情 百姓们也就是一轮一下就过去了 日过中午之时 燕军才彻底剿灭余念 各处尸体均被抬到城外掩埋 平复内忧之后 田锋芒写下一封书信 派信使火速送给正在回尸的刘鹏 行军无疑是寂寞的 不过好在刘鹏将袁绍的妻子 刘氏留了下来 一位行军途中的枯燥 刘氏这个美艳妇人 这些日子中天天被刘鹏开发 变得容光焕发 美艳不可防无 此时的刘鹏坐在战车上 怀抱着刘氏 双手在那丰满的身躯上过着手影 打发着无聊的时间 浩大的行军声中 一骑自前方踏烟尘而来 急迟到刘鹏身边 道 主公 田刺史书信 结果书信 刘鹏将怀中的刘氏松开 将书信打开 将上面内容一字不落地看在眼中 看完之后 刘鹏原本不怎么有笑意的脸上 多了丝笑意 但淡倒 令田锋准备好军粮 本将不日便可回师批城 诺 信史策马离去前 领命道 刘鹏在信中得知 田锋铲除了批城的隐患 不由得多了几分笑容 现在的他如同跟时间赛跑一样 经不起任何内部之乱 好在发现得及时 还没有酿成后患 心情大好的刘鹏 下令快速行军 在三日内赶回批城 回到批城 刘鹏在交代田锋一些事后 便着手整顿兵力 布置防线 现在他拥有优 接二州 土地增多 人口增加 各种赋税都有增加 想要保住这些东西 就要在各个关卡 安排兵力防守 真定一线接近优州 现有高篮两万燕军 六万级州军 经过一番思虑后 刘鹏重新制定防线 以文聘为批城守将 率兵三万 本文由 首发高篮率兵五万 防守长山一带 张和领兵三万 防守青河一线 驻扎距离青州平原郡 不过二百里的零线内 如此下来 东面与西面 各有重兵把守 北面有田域的两万兵马 各地兵力下来 总有十三万左右 其中 铁集就有近五万之多 这还不算 济州各郡的郡兵 连同这些兵马加在一起 刘鹏在济州 有总兵力二十多万 十月中旬 刘鹏带领赵云 太史辞 高顺三将率 八万兵马开把回燕 随同一起返回燕地的 多图 新平 冯济 还有早先被俘虏的炎梁 文丑 居翼三人 一场大战下来 刘鹏是人才两的 不仅得到了一些文臣 还拿下了冀州全境 连同袁绍的大将炎梁 文丑 居翼都被他所俘虏 现在袁绍的势力 被他连根拔起 只要回到燕地 这三将不投靠 他很难再有出路 因此 他早就将这三人 划到自己麾下 随军还带了一些钱财 都是冀州府库多余出来的 刘鹏准备将这些钱财带到幽州 准备在军事上打造重甲 兵器 同时也准备对农业方面 做出一些调整 大汉十三州中 各地难民不断 唯有荆州 一州 扬州树地没有难民 其他各州郡 或多或少的 总有一些难民涌来 就连号称河北大洲的冀州 每天都有无数难民 好在田丰是治理政务的能手 这些琐事 在其手下治理的相当妥善 因此 刘鹏也就少了些许负担 能将心思放在军事上 就在刘鹏班师回宴的当日 黑山贼张燕率骑 挥下兵马出山谷 马踏济州平原 骑兵峰直指批城 正在行军的刘鹏 却不知道这件事 一如往常般的率领大军 每日一百多里 缓缓行着 两日后 已经走到南河县附近的刘鹏 接到田丰急报 称黑山贼张燕偷袭武安 骑兵峰正向批城方向进军 守城将军文聘留下一万兵马 秦率两万大军出批城抵挡 接到这个消息 让正在回尸途中的刘鹏一阵恼火 这贼司张燕早不出兵 晚不出兵 就在他已经回尸的手发难 这司明显是想趁火打劫 田丰在书信中称 张燕打着借粮的旗号 沿途所过 必要抢劫一番今年粮食丰收 各地百姓的灾荒得到缓解 张燕这司就率兵来抢 看来这司山谷已无粮草 难以维持他那百万 大军 现在正直入东时纪 拥有铁骑数万的刘鹏 并不惧怕张燕 可律者就是 张燕这司是想占据城池 还是想抢劫粮草 一人致短 三人致长 刘鹏本着这个原因 将麾下的巡忧 许忧 郭土等参军找来 共同商议此事 提到此事 许忧脸色一阵难看 当初他建议袁绍分写三封书信 用来救援渤海 可谁知道 这救援的兵马还未接到书信 袁绍便被攻破 现在张燕出兵 齐碧会打着袁绍的旗号 同燕军开战 许忧已经从他人口中得知 袁绍并未死 而是秘密被刘鹏送去幽州了 可乃又怎么样 他现在投靠了刘鹏 再返回投靠袁绍 依照刘鹏的性子 那时他的性命必难保全 还不如再继续追随刘鹏 既能博得一份功名 还能保得住性命 主公 在下 曾给袁绍出过一侧 在主公大军讨伐渤海之时 分别给南洋袁绍 黑山张燕 青州流渝 分别发去救援书信 请求这三人发兵相救 只是这三人还未接到书信 南皮城便被主公大军攻破 下定决心的许优的站在下方 口中缓缓道出 前世子远不必再提 对张燕犯禁一事 你如何看待 尽管说来 身为人主 当有容人之量 不计较先前出事的刘鹏 淡淡向许优问道 丙主公 在下曾接到过探报 张燕虽有百万之重 然其大多都是一些妇孺老人 能占之事不过十万多族 其地处黑山 那里全是山谷 很少能种植庄稼 每到寒冬之时 张燕的粮草 就会出现拮据 今年也不例外 没有粮草的张燕 犹如案板上的鱼肉 不想任人宰割 他只能率兵抢劫郡县 以往得到过冬之粮 许优将张燕行事说完之后 缓了口气 继续道 因此 在下建议主公踢五万精兵 以起诉将张燕剿灭 刘鹏对当前行事很是清楚 张燕没有过冬粮食 只能抢劫个郡县 如果只是抢劫粮食 他倒不怎么担心 可这司线在冰封直指披城 披城乃是冀州首府 里面存有钱粮无数 若是张燕被攻破 后果不堪设想 其次对他的威望 也是种打击 他刚取下冀州全境 就被张燕攻破首府 这种事情传开 天下人会怎么看待他 思虑扮想后 刘鹏转问向其他诸位参军 这些人除巡忧未禁言 其他都认为 刘鹏应该率精兵剿灭张燕 巡忧不发表言语 是因为他知道 自家主公早有决策 果然 在众谋士三言两语的禁言下 刘鹏当下做出调整 令太史辞 率领一万战车骑 两万部族带领钱财等先行回燕 他自己则轻率五万部骑 大将赵云 高顺 即一众谋士 迎击张燕命令传下 大军立即做好准备 驻将分点好行囊 军粮 准备回师迎击张燕 军情紧急 刘鹏不做详细部署 只安排太史辞一些要事 便率领五万部骑力去 袁绍的妻子刘氏 却被刘鹏留了下来 对于此事 袁绍的旧部门 也都睁只眼闭只眼 谁都没有不知趣的提及 而刘氏这女人 也不愧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 每每在遇到许优等人时 都会微微一笑 迎应一礼 与其在原府时的情景一样 袁绍旧部门 见夫人如此 更是不敢多说话 在遇见时 只是轻轻易礼 并不交谈 说到底 还是袁绍旧部门 跟随其时间太短 还未养成君臣之间的默契 也未让这些旧部门 对其死心塌地 袁绍旧丧失城池 兵败被俘了 刘鹏出兵迎击张燕后 便派人给田峰去了一封书信 信中将他回兵迎击张燕一事 进阶道出 并让其守好城池 其他事情勿须担忧 五万部其中 有三万多是燕地铁机 其余两万 军事高顺操练出来的精锐不足 有了这五万兵马 再加上文聘手中的两万兵马 刘鹏有信心击败张燕 北地马上就会迎来大雪 到时道路被堵 要想再消灭张燕的大军 可就难上加难了 因此 刘鹏率领兵马 每日以两百里的速度行军 不出两日 大军就已抵达一阳一带 再有半日路程 就能行至五安 在行军途中 燕军少旗不断外出 寻找张燕大军的具体位置 虽然有文聘在抵抗 但刘鹏向来认为 有些事情 还是自己看得为好 就这样 燕军在最后一日抵达五安 这时 少旗传来消息 文聘领兵与张燕 在批城外三百里 一处平原上形成对峙 目前 双方兵马尚未大战 得到准确消息 刘鹏暗骂自己多疑 本来可以返回批城 不用从一阳而下的 但他认为张燕狡诈 定不会一路攻取批城 相反会多路围攻 少旗在探得这些消息时 其中多位不足 骑兵不过五千之数 得知黑山军只有八万之时 刘鹏真想大笑三声 以张燕挥下黑山军的兵器一甲 要想和他对抗 简直是差得太远了 他手中有五万步骑 且全是全副一甲的兵族 靠着兵器与盔甲 他完全能在正面战场 将张燕击败 传令大军快速转道 刘鹏坐在战车上 对着周围的侍卫下令道 诺 侍卫盲策马离去 将命令传下 一路吉星军在一日午时 终于寻到张燕大军的营寨 此处乃是一平原之地 四周既无山势 也无河流 文聘两万兵马 将营寨安在黑山军的必经之路 而黑山军的营寨 扎在文聘大军的队里面 两方营寨扎的是各有特色 看得出这二人都是熟知兵法之人 派人通报文聘后 刘鹏采领着五万步骑进入燕军大营 当日便在文聘原有的营寨上 扩建两倍 攻这五万兵马 居住二人一早 燕军营中传出 东东击鼓声 这种鼓声并不是攻击鼓声 而是击鼓巨江之声 中军大仗 诸位谋士坐在左侧 赵云 高顺 文聘三人坐于右侧位上 身为主攻的刘鹏 坐在主位上 冷声道 张燕这司在本江道后 便止步不前 既不前来挑战 也无退兵之意 只是一味地归缩在营中 这司到底在想什么 诸位可有知道的 话音一落 右侧第三位的文聘站起来道 主攻 末将在前两日与张燕对峙 发现其并不急于攻打批城 好像是在观望 观望 刘鹏眉头一皱 心到这司在观望什么 难道这司在等其他诸侯 对冀州动手 还是这司在冀州其他地界 还有兵马 恍然间思索到的东西 吓了刘鹏一跳 若真是这样 那张燕的目的 就是拖住燕军主力 进而使其他兵马 抢劫粮食 攻打俊献 不管张燕什么想法 依照北地气温看来 此战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拖的时间越长 越对燕军不利 主攻 在下不才 对张燕此人了解几分 此人先是跟随黄金张脚 后来张脚生死 此人带着一些黄金救不到的黑衫 在那里招纳兵马 几年下来 拥有人口近百万 挥下可战之族也有十多万 有如此才干之人 他岂会不出击 在下看来 此人不是在等待时机 就是另有谋划 郭土伟在新主子面前表现 盲将心中所想到出 游认为郭参军言之有理 张燕不是庸人 昨日我军禁营时 他本可以率不攻打 可此人却未如此做 照此看来 张燕恐怕是另有谋划 第一位上的巡忧 捋着胡须 神色平静地说道 两位谋士都认为张燕另有谋划 那就证明他 所思之策 是极有可能 张燕想拖下去 可刘鹏却不想拖 逐位上的刘鹏 嘴角微微一笑 站起身下令导 高顺留守大营 赵云 文聘各点本部兵马随本将出战张燕 诺 三将同时站起身领命道 咚咚咚 战鼓响 惊奇飘 燕军很快列成阵形 并排出的大营 在黑山军营寨外聚起 冷风骚骚 兵器泛着寒光 盔甲在阳光照射下 闪着光芒 摆好阵势 刘鹏骑在赤兔马上 手握寒枪 眼神直钉黑山军营寨 冷声道 叫阵 并声一下 一员小孝策马狂奔而出 只往黑山军营寨前奔去 离得百米之后 才勒住坐骑 小孝聚足中气 放声鹤道 贼手张燕 如抢劫郡县 普鲁无辜百姓 致使冀州百姓怨声载道 今日大将军轻率十万铁骑征讨 辱若识相 速速投降 否则迎债一破 全部屠杀 一个不留 小孝中气十足 喊话之声飘入黑山军大营中 就连远在数千米远的燕军将士 也听到这中气十足的鹤声 余音还回荡在耳中 黑山军营寨上 一中年男子 冷眼观看燕军阵形 脸色微微动怒 头也不回地问道 燕军领兵之人乃是刘鹏 此人骁勇善战 不可小觑 当年若不是我使计乍降 恐怕黑山军早已被他锁灭 现如今 刘鹏再次领兵前来 其必然会将我等斩尽杀绝 诸位兄弟 可有什么妙计相对 一阴眼男子单手提枪 文言不屑道 大哥 刘鹏不过是一浪得虚名之辈而已 不足为虑 余地不才 愿率先出战刘鹏 必取其头颅 献与大哥 为首的中年男子 满脸怒容 不顾身后众人 骂道 愚蠢 刘鹏剿灭黄金 征战强人 讨伐董卓 这些战绩 岂是靠一个虚名就能得来 换言之 刘鹏能在短短十日平定济周 就足以看出此人用兵神鬼莫测 阴眼男子一脸的不服气 道 大哥 刘鹏有枪 余地也有枪 这些年中 余地日夜苦练 虽不敢自称天下第一 但区区刘鹏 岂是余地对手 旁边一直未说话的大汉 此时插言道 大哥 不若让三帝出去 试下刘鹏的武艺 若能斩其首级最好 若不能 我等也能看出 刘鹏武艺高低 下次与其交战时 也能防着刘鹏的杀招 中年男子思索了一下 心道以三帝的枪法 斩杀刘鹏倒不至于 自保却是绰绰有余 不若让其出战 看看刘鹏这些年 无意到了何种境地 三帝 你且出战 若不敌 可速速退回 中年男子望着燕军大阵 淡淡说道 虽然是淡淡的语气 但听在鹰眼男子耳中 却是十分受用 忙道 大哥放心 余地去去救回 鹰眼男子说完 便提着长枪走了下去 燕军大阵 就在刘鹏等的不耐烦 欲出兵强行攻打黑山军迎债之时 原本紧闭的大阵缓缓打开 当先一骑踏泥土而出 骑人身穿皮甲 手提长枪 胯下一匹黑色骏马 正向燕军阵前 急驰而来 刘鹏小贼 世人皆传入枪法抄群 在下不才 愿意与乳一战 看入是否当得起枪法抄群这四字 鹰眼男子 锦乐坐骑缰绳 停足燕军三百米前 放生大河道 中军大旗下的刘鹏冷冷一笑 自讨伐董卓过后 已经好久没有人敢这样挑战他了 没想到这黑山军中还有如此之人 竟敢指名道姓地 要与他一战 刘鹏缓缓拿起 插在泥土中 踩长枪 冷声道 此人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待本将前去斩杀此人 主公不可 君子不立于威强之下 您身为当朝大将军 同管幽 继二周 岂能轻易涉险 参军许幽不等其他人说话 率先站出来 静言道于他而言 刘鹏是他主公 若其出了事 那他该何去何从 总不至于再投靠他人吧 无妨 诸位静看即可 拿着长枪的刘鹏 心思早已飞到战场上 自信地说道 主公三思 这时 其他谋士纷纷出声 负义许幽之言 唯一没有站出来的谋士 就是寻幽 他这些年跟着刘鹏东征西战 早已摸请起皮信 其所决定之事 麾下之人就是劝十次 也未必会听 因此 他才没有出声 不用三思 诸位静静观看即可 不等诸人说话 刘鹏望着阵前的鹰眼男子 冷冷一笑说道 在诸人还未反应过来时 赤兔马如旋风般奔驰而出 战场之上 刘鹏手持长枪 神色俊冷 催动着赤兔马如风般 向鹰眼男子冲杀过去 等待多时的鹰眼男子 见到燕军中冲出一员将领 仔细一看 却见其身着金甲 手握银枪 胯下一匹火红色骏马 奔跑如飞 快如闪电 正向他冲杀过来 不用多想 他已猜测出 眼前驾着火红色骏马的金甲男子 就是刘鹏 鹰眼男子眼神中 现出一丝稀迹 握着长枪的手不由地 再加几分力道 望着奔来的金色人影 心到今日若能杀了刘鹏 那他就会扬明天下 一举被世人所知 赤兔马片刻之间 飞驰到鹰眼男子近前 离着数十米之远 刘鹏对着鹰眼男子冷冷一笑 手中长枪扬起 借着赤兔马的速度 一招直刺始出 鹰眼男子 一手拽着坐骑缰绳 一手拿着长枪 正于攻击之时 耳中突然传来一丝破空声响 不敢大意的他 忙复于马背之上 堪堪躲过一死 两棋交错而过 鹰眼男子摸了一下胸口 脸上一阵潮红 刚才要不是他反应敏捷 恐怕此时已是刘鹏枪下之鬼 不敢再大意的鹰眼男子 调转马头 急促呼吸属下 驾 被一声策马 向刘鹏杀去 冷风肾骨 没有在战场上厮杀的感觉 再次回来 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 正舒爽着他的神经 杀 鹰眼男子大喝一声 策马及时奔来 犀利眼神盯着刘鹏的一举一动 看着鹰眼男子如灵大敌的样子 刘鹏不由的一阵冷笑 战阵之上 只有放松全身 使全身达到最灵活之步 才能在关键时刻斩敌立威 可鹰眼男子 却是紧绷神经 这种做法 虽是对狄江的最大重视 却也是他最致命的死伤 鹰眼男子及时到刘鹏身前 长枪抖出一个枪花 在空中闪起淡淡光芒 快速朝着刘鹏刺去 争 铁气相撞 碰出无数火花 鹰眼男子使出的长枪 被刘鹏单手持枪架住 在其还未收回长枪之时 刘鹏手中迎枪突的一个转变 在空中划出一道银芒 顺着鹰眼男子的左肩穿过 啊 一声惨叫 鹰眼男子意识到自己中枪 猛加马腹 战其吃痛之下 得一声长鸣 急飞离去 刘鹏收回带着鲜血的长枪 立于身后 调转马头追了上去 此时 站在黑山军营寨之上的中年男子 一脸难以置信神色 他这三弟枪法 虽不说出神入化 可也是名家指点 方才有此成绩 没想到 在刘鹏手下不到三个回合 就以受伤逃遁 大哥 这刘鹏如此厉害 快找三弟回来吧 大汉望着受伤的鹰眼男子 口中急切说道 不急 三弟知道其不敌刘鹏 正在向大寨奔回 中年男子望着战场中情景 出声解释道 大汉盲看 却见正是如此 鹰眼男子驾着战骑 快速飞奔 往大寨急驰而来 跟在其身后的刘鹏 一丈赤兔马的神速 在离黑山军营寨200米时 就已将其追上 沉声喝道 死 心惊胆战的鹰眼男子 听到死字 在惊吓之下 本能地向后一看 却见身后空空如也 扑 刘鹏飞马越过鹰眼男子 在空中长枪急驰而出 冒着寒气的枪间 闪电间刺入鹰眼男子的胸口 鹰眼男子感觉到 胸中进来一个东西 热乎乎的 好像脸上也有着 热腾腾的东西 低头一看 却见胸中鲜血狂涌 一只拳头大小的血洞 骤然出现在眼前 瞬间 鹰眼男子才反应过来 他被刘鹏的长枪刺中了 抬头一看 却见刘鹏正立于他身前 脸上还带着淡淡的笑意 那笑意中带着讽刺 嘲笑 不屑 张杰更新最快 哇 受不了刺激的鹰眼男子 一口鲜血喷出 眼神一黑 生机骤然断绝 咚 的一声从马背上摔了下去 四个回合斩杀敌将 刘鹏对自己的武艺 还是比较满意的 看着摔落马下的鹰眼男子尸体 刘鹏冷冷一笑 策马离去 这个鹰眼男子的武艺 不过是个二流武将 刘鹏能在四个回合将其斩杀 最大的依仗 就是赤兔马的神速 若是没有赤兔马 换成是普通战骑 刘鹏要想将其斩落马下 最少也得三十回合 燕军将士见主公斩将立威 发出雷霆吼声 为其助威 主公威武 徐游看着战场上侧马回的刘鹏 不失时机的众人面前赞道 其他人听闻 也忙跟着称赞起来 燕军这边士气高涨 鼓声震天 而黑山军营寨上 中年男子眼神阴冷 怒容满面 盯着侧马如飞的刘鹏恨声道 三弟本可以回营 都是刘鹏这个奸贼 才使三弟战死沙场 此仇不保释不为人 大哥 那刘鹏武艺如此高强 三弟竟在其手下 支撑不过四个回合 可见 此人的武艺 已是当时一流 我等切不能急躁 须得静观其变 大汉望着躺在战场上 阴眼男子冰冷尸体 心中微微一叹 盲隐晖地劝道 不用大汉相劝 中年男子 也知道 应该怎么做他现在的主要目的 就是拖住刘鹏大军 为其他几路大军赢得时间 到过冬所需之质量 传令下去 命功奴守搭建上衔 若燕军前来攻债 被我狠狠射出去 说这话时 中年男子眼中全是怒火 大汉闻声盲道一声 诺 领命下去布置 回到燕军阵中的刘鹏 接手挥下谋士们一番功为后 冷声道 黑山军在营寨四周扶下功奴守 是想阻挡我军攻破营寨 可见张燕并不想与我军交战 他只想将我军拖在此地 主公 在下昨夜思索一晚 认为张燕若是不与我军交战 其必然还有其他兵马在冀州活动 在下斗胆猜测 张燕军没有粮食 必想打劫俊粮 而冀州朱郡中 常山等地驻有大军 不太适合张燕抢劫 而其他朱郡不是粮草匮乏 就是难以攻克 因此在下认为 张燕其他兵马会抢劫中山国 许优摸着胡须 小眼睛微微眯着 自信地说道 中山国连着优并二周 而黑山军的老窝 就在这三地的交界处 瞬间 刘鹏就猜到许优之言是何意了 问道 紫远 那你可知 张燕会选择中山国哪座城池 无极限 许优之言 坠地有声 真家 无极真家是冀州为数不多的商谷家族 其家中的粮食 马匹 丝绸 在大汉各地都有贩卖 张燕想劫持真家 从而得到真家的钱财 粮食 不仅能解决粮食问题 还能打造兵器盔甲 充实军力 片刻间 刘鹏就将张燕木的猜对一半 纳子远认为 此时我军当任何 刘鹏心中思索到对策 但他还是想询问下 挥下这个心头过来的谋事 许优的刘鹏询问 一脸的高兴 忙道 兵主公 在下以为 主公只需在此留下一只疑兵迷惑张燕 轻率大军北上中山无极 只要主公击败张燕进攻无极的兵马 再回过头来 与疑兵一起加击张燕大军 到时必能除去此聊 许优之言 甚何刘鹏之意 当下刘鹏也不问其他谋事 下令道 令文聘率领精兵 进攻黑山军大战 赵云率领骑兵随后 等文聘兵马攻破迎战 再行冲杀 诺 令骑兵手持小旗 快速奔驰过去传令 等待多时的文聘接到军令 立时将麾下四位军司马召集过来 向其部署了进攻战略 咚咚咚 进攻的战鼓声敲响 空中的文字大旗迎风飘扬 杀 文聘骑着骏马 拔出配剑鹤令道 两万大军得到进攻军令 排成四个五千人的梯行阵 缓缓前进 每战避讳身先士卒的文聘 今次也不例外 他手持大刀 跟在盾排兵之后前行着 大战将要一触即发 就连空气中也弥漫着血腥味 前方黑山军营寨 肉眼渴望艰难密密麻麻的 军事不在栅栏里面 冷冷的箭矢 瞄准正在缓缓推进的燕军三百米 二百米 一百米 燕军距离黑山军八十米远 跟在盾排兵身后的文聘 立时命令大军停下 挥手将身后的弓弩手招上来 等五百弓弩手全部到位 文聘冷冷一笑 喝道 放 搜搜搜 顺着天空骤然射出的箭矢 向万箭齐发之势 朝着栅栏中的黑山军射去 啊啊 栅栏中 黑山军的惨叫声不时发出 哀嚎声弥漫整个大营 任黑山军怎么也想不到 为何燕军弓弩在八十米外就能射出 尽力道之大 超出黑山军锁之范围 燕军的踢行阵并没有停下 前列顿排兵每前进一步 身后的弓弩手就能迅速跟上 手中的强弓也能在行径中射出箭矢 剑飞如雨 阳光照射下 空气中的箭矢穿破阻隔之声越来越快 士族们射出的箭矢力道也越来越大 漫天剑雨的光临下 黑山军不时有人倒下 鲜血将栅栏都快染红 大哥 燕军箭矢能在八十米外射出 而我军最强之功也不过是五十步远 这样下去 会有许多兄弟死伤 倒不如将栅栏前的兄弟们撤出 等燕军靠近 我军再放箭矢阻挡 大汉跟在中年男子身后 看着越来越多倒下的黑山军兵族 盲出声说道 不行 若让燕军一步步逼近迎寨 撤到后面的弓弩手 就很难再回到栅栏周围 中年男子也心痛伤亡的兄弟 但他知道 此时向后撤军一步 就会有丧失迎寨的危险 这才没有同意大汉之言 在燕军如飞的箭矢之下 黑山军栅栏周围的兵族快速倒下 一排排箭矢的冲击下 直将黑山军的气势射入谷底 黑山军的盾牌全是木质 有的盾牌甚至连一只箭矢都抵挡不住 就被穿凶而过 燕军行至六十米时 文聘这才下令大军停下 以前方盾牌兵为掩护 后方弓弩手一字排开 每人十八只箭矢 前面射出的箭矢多数扎在栅栏上 发箭 天空中瞬间就出现无数箭头 直射黑山军大寨 即使是六十米远的距离 黑山军的弓弩也射不到燕军身上 许多箭矢在距离燕军不足十米处 就因为力道不够而从空中落下 万箭齐飞 直将黑山军的营寨扎满 站在远处均可看到 此时的黑山军营寨如同是一只刺猬 到处插着箭矢 惨叫 哀嚎 在燕军的监狱中 数千黑山军就这样送掉性命 被射中而亡的黑山军 让后面的黑山军抬下 触目惊心的尸体 鲜血弥漫的大营 当燕军弓弩手射完手中之箭后 文聘并没有下令急功 而是挥手让弓弩手退下 让身后用战车拉着巨大原木行至身前 这样的巨木车 足足有三辆每辆战车 均是用三匹剑马同时拉动 原木前身被架在车缘上 后面的则有数名甲氏扶着 为使战车能奔驰到黑山军营寨前 文聘给每匹战马身上都配了马甲 只要箭矢不是射中马眼 战车就不会停下 进攻 万事俱备 文聘大刀一指对面的黑山军营寨 发出雷霆之令 轰轰轰 杀杀杀 燕军这次放弃了强弓硬弩 依然以盾牌兵为前 后续是长枪兵 连进军速度也是先前的数倍 黑山军在燕军大举冲入营寨前50米后 开始射出箭矢 意图将燕军阻挡在营寨外 冒着箭与横飞直冲黑山军营寨的燕军 不时有兵族被箭矢射中倒下 50米的距离如同千里一样远 在付出数百士族性命的代价下 燕军才冲到黑山军大营前 三辆跟载盾排兵身后的战车 犹如脱缰而去的野马一般冲过去 直向黑山军债门而来 情急之下 数不清的明晃晃长枪从栅栏里面伸出来 意图将战骑刺倒在地 保护战车的数百兵族 军用长枪用敌死战 使战车骑直冲栅栏 在车员之上 那尖尖的圆木头纵横在战马前面 哄 当战车骑冲到营门一米前时 一声巨震 偌大的营门轰然倒塌 木制营门倒在地上 溅起泥土飞扬 数万燕军一拥而上 顺着破开的营门杀入 后面的铁骑早就持枪等待 见到黑山军营寨破开 赵云当先率领战骑冲出 只往黑山军营寨他去 中年男子没想到 燕军如此厉害 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破开他的营门 大哥 燕军进来了 我们快撤吧 大汉看着如狼似虎的燕军 忙出声道 中年男子 不想他的心血毁于一旦 愁愁一会儿 道 燕军攻破营门 我军无险可守 传令撤军吧 诺 大汉急忙下去传令 此时的黑山军大营 厮杀声 此起彼伏 惨烈之极 营寨中 到处可见燕军步骑横冲直撞 兵器挥舞间 举着敌军头颅 正面作战 黑山军远不是燕军对手 在燕骑冲入营中后 黑山军便一退再退 直到大汉下了撤军之令 这才仓皇从后营撤出 此时在外观战的刘鹏 露出一丝遗憾 他的兵力有限 否则派一支万人铁骑 截断张燕退路 必能一举攻城 杀杀杀 到处都是杀生 血雨满天 肢体四散 黑山军且战且退 营寨中全是尸体 混合着无数流淌在地的鲜血 夕阳西下 营寨中的杀生依旧持续着 从杀生中可以分辨出 此时的黑山军营寨 已无多少兵马 余下的不过是张燕的弃足 正在负于顽抗着 夜幕落下 大地陷入沉寂 火光照亮 整座黑山军大营 有的只是那破碎不堪的营杖 还有那数不清的尸体 传令下去 派出少奇打探张燕逃跑方向 在留五千兵马打扫战场 其余兵马进回大营 夜中 刘鹏叹了口气 下令道 守卫在身边的 侍卫忙下去传令 回到燕军大营 刘鹏将诸将召集到一起 询问此战之损失 文聘站出来道 我军损失近六千兵马 其中铁骑两千多 部足三千多 斩杀黑山军两万多 俘虏三千多人 另掌获黑山军所有粮草自重 听到此战的收获 刘鹏的心算是得到点安慰 张燕八万大军 如今逃走的 有近五万兵马 这五万兵马 战力虽不如燕军 但也都是轻壮 要想将其彻底消灭 时间已然来不及了 文聘听令 本将明日率兵北上 你率麾下兵马 且留在这里 继续牵制住张燕兵马 依本将所料 张燕今日兵败 绝不会走远 他的粮草全被我军俘获 没有粮草的张燕空 有数万残兵 却也不过是一手下败将而已 本将相信你能击败张燕 取其人头 对着站在下面的文聘 刘鹏在分析战情后 便给其鼓励 末将遵命 文聘并没有被刘鹏鼓励 人心之话当真 神色平静地接令道 张燕虽有五万败兵 可即使是败兵 也非文聘两万大军可以抗衡的 一日 刘鹏亲率赵云 高顺领大军北上常山 此地只与文聘锁不住手 就在刘鹏轰轰烈烈地 剿灭着张燕之时 大汉天下却发生了一件 惊天动地之事 关中 董卓挟持天子逃到长安后 便将麾下兵马 全部分散出去 由麾下重将统领 其中的李雀 郭四二人 驻守于关中要道 每人各同五万兵马 其余的牛府 张继等人都领到了三万兵马 驻守在龙山左右 时任董卓麾下征锡将军的刘备 也领到了四万兵马 驻守在右府封 唯独没有领到董卓兵马的吕布 却被留在了长安 被董卓败为左将军 掌长安守卫兵马 其实上 掌握长安守卫兵马的 并非是吕布 而是董卓的亲弟弟董明掌管 吕布不过是挂了一个名义而已 这样一来 吕布麾下的兵马 依旧不过三万人 且这三万兵马 在董卓的命令下 全部囤在长安城外围 这种挂名将军 让吕布十分生气 可那又能怎么样 他是从丁元麾下投靠过来的 李雀 郭四等人都是正宗的西梁军嫡系 也是董卓真正的心腹 时任大汉司徒的王允 在日久之下 发现吕布每日进城既不巡逻 也不操练兵马 反而是进酒馆买醉 活了多年的王允平 直觉猜测 吕布可能是有心事 所以派出家中奴仆打探原由 当得知吕布仅是名义上的 长安守卫将军 实际上却是董卓弟弟时 老狐狸王允从中猜测到 吕布可能是对董卓不满了 实际上也是如此 董卓在关东诸侯的讨伐中 发现吕布并不是战无不胜的盖世猛将 相反这个吕布狼子野心 在军中嚣张跋扈 与他麾下的一些心腹将领 都有私怨 最让董卓讨厌吕布的事 还是在三月之前 某一夜 纵横皇宫 逍遥快活的董卓 在舒服地玩了几个宫女后 准备回向府之时 随心的吕布 称其肚子不舒服 董卓看起是心腹爱将的份上 便让其先去上茅房 他先行回去 出了皇宫后不久 董卓就接到弟弟董明的密报 说是吕布正在皇宫 玩弄着董卓刚才玩的宫女 本来这事也没什么 西梁军将领 只要进的皇宫 或多或少都会干这事 董卓也就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几个宫女而已 吕布玩就完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抱着这样想法的董卓 不打算理睬 准备继续回府时 他的弟弟董明说了一句 吕布玩宫女是小 可欺骗您却是大事 若有一日 吕布要杀您 您该如何 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董卓 当下董卓秘密返回先前之地 带到他逍遥之地偷偷一看 那吕布正抱着他 刚才玩弄的宫女 肆意调笑 心头气愤的董卓 并没有当场发作 而是悄悄返回相府 第二日 就将吕布挥下兵马 调出长安 齐元先统帅的西梁飞雄军 也竟交给其弟董卓 只不过在名义上 飞雄军仍有吕布统领 这让不知所以的吕布闷闷不乐 心中对董卓 更是起了一丝芥蒂 其实 这一切不过是董明耍的一个小计谋而已 为了得到长安守卫兵马的大权 董明早就买通了皇宫中的守卫 在董卓逍遥快活后 忙给吕布地话 请吕布留下 他会送其一份大礼 心思单纯的吕布 当真以为对方会送他一份大礼 便给董卓撒了一个谎言 留在皇宫等待那份大礼 董卓走后 董明便将吕布带入先前董卓逍遥的宫殿中 先使吕布还不肯 害怕被董卓知道 后来经过董明一番 好言相劝 好色如命的吕布终是选择留下 至此 董卓对吕布的信任全无 甚至还带着微微讨厌 被董卓不信任的吕布 在戒酒买醉时 受到王司徒的邀请 请他过府赴宴 最汹汹的吕布 被王云请到府中以礼相待 自失去董卓信任后的吕布 还是第一次受到礼敬 这让吕布这个八尺汉子 一脸的激动 盲泄过王云厚爱 老狐狸王云知道 寓宿则不达的道理 当下便不讨论别的话题 只好吃好喝地供着吕布 甚至吕布要玩女人时 王云都会在府中逼女中 挑选一些姿色商家的去服饰 时间一长 王云与吕布也成了 患难之交 这日 王云感觉到时机成熟了 最近朝中多名大臣 在家中商议 如何除掉董卓 匡扶汉事 功利心切的王云 不想被他人先救得天子 便找来吕布商议 奉先 董卓对你已经不信任了 再留到长安 你肯定会遭杀身之祸 听某一言 你当速速离开 凭借你一身盖世武艺 在这大汉天下 寻得一块立足之地 不是难事 王云坐在厅中 一脸的凝重 口中试探问道 董卓不信任吕布之事已被传开 朝野中无人不知 这一点 吕布自己更是清楚 现在听闻王云之言 以为董卓要除去他 忙道 此事可要救救不 不对董卓忠心耿耿 却不料董卓还是不想放过布 此事就布 心急如焚的吕布芒跪到地上 请求王云救命 老狐狸王云一脸 同情地将吕布掺起 口中为难地道 某也无就你一侧 不过你可以离开长安 天下之大 董卓如何寻得你 熟知兵士的吕布却是知道 长安四周都有董卓大军 这些大军又分别掌握在 西凉嫡系将领手中 这些人平素就与他不合 若他远遁他地 肯定不会逃过这些人的耳目 到时凭借他麾下的三万病周军 是很难逃出三府之地的 不行 三府与寒谷官 借由董卓亲信把守 他们绝不会给布让路 相反 他们还会拿着布的人头 向董卓邀功 吕布摇着头颅 神情萎靡不振地回道 绝了吕布逃跑之路的王云 开始长须短叹 并不为吕布出主意 此事一定有办法救布 还请此事 看在与布相交一场的情分上 救布一命 被搀扶起来的吕布 再次跪下 请求王云救命道 这下 老狐狸 王云眼神闪过一丝奸诈 装作重情重义的样子道 某与奉仙已成相交 如此关头 某若是有计 必会救奉仙 可某却不胜良计 不过 不过什么 心情急躁得吕布芒追问道 不过 某道可以为奉仙献上一计 就看奉仙敢与不敢了 王云思虑片刻 缓缓出声道 此事快快道来 这下正和王云之意 只见老狐狸面色凝重 吩咐老管家守在大厅外后 才小声道 凤仙若想活命 必先杀董卓 什么 这下吕布惊慌了 董卓身边有镜千飞雄江 还有许多江湖剑客保护 要想杀其 简直是难如登天 王云看出了吕布心思 不屑道 杀一个董卓有何难 凤仙只需将亲信兵马 调到城外 带某去将董卓请来家中做客 到时在宴席上 凤仙就可一箭斩气头颅 杀了董卓之后 某这府中还有五百勇士 他们会守住要道 等待将军大军入城 吕布虽是单纯 可也不傻眉 若他杀了董卓 只凭王云的五百勇士 是根本抵挡不住董卓随行的护卫 这无疑是自取灭亡 此事不可 若布杀了董卓 岂不是连累此事一家 此事万万不可 吕布庄作为王云着想的模样 一脸决然地说道 看到吕布表情 王云在心中暗暗一笑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地说道 凤仙过滤了 某这里有一条暗道 直通某在城中另一座府邸 凤仙杀了董卓后 便让那五百勇士 抵挡住董卓的护卫 尼可快速进入暗道 某那那座府邸有两百勇士 尼可率领他们 与城外大军里应外合 打开长安城门 如此 只要凤仙大军进了长安城 那就是当朝第一功臣 是救天子百官的恩人 王云说完之后 吕布一脸的难以置信 他从王云口中 听出其谋划得如此准确 紫师荡布是傻子不成 凤仙此话何意 王云装作不明的样子 今生问道 紫师还想 框布不成 你谋划得如此精确 恐怕是早有心要杀董卓 对吧 吕布冷冷一笑 问道 此时的王云 这才知道自己太过心急 也小瞧了吕布这个武夫 所以解释道 不错 某早有心要杀董卓 可某年过六十 手无腹肌之力 如何杀得洞护卫如灵的董卓 为此 某请求凤仙杀了董卓 这样一来 不仅凤仙能躲得过性命之威 还能得到天子的封赏 吕布贪念一起 问道 某杀了董卓后 天子会赏赐不合物 早就知道 吕布信坦的王云 微微一笑 许诺道 只要凤仙杀了董卓 就得天子 满朝文武与某会一起上书陛下 请求陛下封凤仙为票级大将军 领梁周牧 这个封赏 可谓是殊荣有加 当今天下 很少有三十多岁的人领 如此重位 吕布全身热血 被这句票纪大将军 领梁周牧点燃 票纪大将军 此位不知道天下有多少人想要 可他们均不得此位 听众 吕布神思外游 心道 若他吕布能坐上此位 那就是天下第一大诸侯 连刘鹏也让他三分 被贪念勾起的吕布 在心中下定决心后 问道 此话当真 当真 奉先领标起将军后 可在西凉等地招募精兵十万 先行剿灭董卓余孽 在兵出关中扫秦天下 道时某必会尚书天子 请天子拜奉先为大将军 领成相事 王允知道吕布信贪的厉害 便又为吕布画了一支巨大的饼 被这大将军 领成相事的画饼砸到头上 吕布满脸惊喜 就仿佛此刻他也是大将军 成相了 在惊喜过后 吕布忙道 不只要大将军 就成 成相还是由子师来做得好 吕布此言 完全暴露了他心中的遐想 如此 那就多谢奉仙了 王允知道 眼前还得靠吕布行事 便陪着吕布一起沉入他画的巨饼之中 过了好长时间 王允才陪着吕布 从画饼中挣脱出来 两人在厅中开始从长计议 直到时间过了十来天后 整日逍遥快活的董卓 接到王允请帖 称 他在府中为董卓备下酒宴 又找到庶民自色上家的美女 经董卓前来一瓶董卓这个梁家子出身 是他此生最大的一个污点 因此 董卓及时掌握朝廷后 对各大家族及当朝权贵都是不错的 可惜这些人都是明着听话 暗地里却是每日都要吃董卓的肉 喝董卓的血 在杀了多名大臣后 这些权贵依然不理董卓 每日都是上朝下朝 从不厌请董卓 今日接到王允这个老东西的请帖 可把董卓给乐坏了 心想 只要这王允投靠于他 朝廷上那帮酸儒也就不足为虑了 以后他也不用为这些人烦心了 董卓当下便命令侍卫背车 他要参加王允为他准备的宴席 董卓到了王允府邸后 看见身形勾搂的王允站在府门前 正候着他 大笑道 子侍今日要请咱家喝酒 咱家这可是抛下朝廷大事 来赴子侍之宴了 在下谢相国赏光 厅中已备好美酒佳肴 就等相国了 王允微微一笑 谄媚地说道 如此就好 董卓拖着肥胖的身躯 快速进入了王府 大厅之中 王允安排一众吓人 端上香味四飘的饭菜 又让侍女们取出美酒缝上 在下镜像国一杯 王允端起眼前酒杯 盲向董卓说道 色眼看着厅中 美激的董卓 随意应了一声 端起暗机上的酒水 张口便饮了下去 自始至终 眼光没有憋向过王允 厅中武技姗姗起舞 纤细腰肢扭动 打扮得胭脂封尘的武技们 时不时地给董卓抛一个媚眼 董卓见惯漂亮的美人 好久没有玩过这般惹人喜爱的武技 当下是色相上脸 眼睛溺得只剩一条缝 口中不停地喝着彩 一双肥大的手更是搓着 显然将心思全放在了厅中那些 武技身上 燕西依旧缓缓进行着 席间王允建目的已达成 便向董卓告了一声罪离开 心思早就跑到床榻上的董卓 以为王允是要给他疼地方 让他好好享受呢 便准了王允所请 大马精刀式地坐在主位上 看着下面美人诱人舞姿 王允在出去前 朝着大厅中的房梁上看了一眼 并眨了眨眼睛 像是在传递着什么信号 大厅房梁上 吕布一身黑衣蒙脸 手持宝剑 躲在房梁上的最右边 这里有三根纸板木头 将吕布那高大身躯掩盖住 只要厅中之人不往这片看 很难看到高高的房梁上 藏着刺客 王允的密道就在后院 从这里过去 需要行五百多步才能到 因此 王允需要一定的时间 将家小全部安排进入密道 而这段时间中 吕布是不能行刺董卓的 必须等到王允家小走完 有人释放信号才行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董卓在厅中玩得不亦乐乎 时而捏捏这个武器的脸蛋 时而摸摸那个武器的小手 惹得厅中武器们 纷纷媚笑不已 不知王允从哪找到 这么多漂亮的武器 让董卓完全陷入春梦中 光荡 厅外转来这么一声响动 守卫厅门的董卓侍卫 忙过去查看 在这千军一发一记 吕布得到动手信号 向房梁上的木头缓缓走过去 倒得董卓头顶之时 吕布眼神中闪出一丝痕蜡 握着掌中之剑跃了下去 动 董卓脑袋上一道剑印 血迹顺着额头呼的一下冒了出来 肥重的身躯就这样倒了下去 一代豪杰就这样死去 致死 他都不知道是谁杀的他 吕布手持血迹斑斑的宝剑 看着董卓生机进尸 才拉下围住面部的黑布 脸上露出一丝残忍神色 听众的武女们 被突如其来转变吓得四散奔逃 惊声尖叫 鬼哭狼嚎之声传遍前厅 吕布没有闲心去管这些武器们的死活 急步奔到早就准备好的窗子旁 一手推开窗户 绞结跳跃出去 这时候 在外守卫董卓的假释 听到大厅的动静 盲涌入大厅之中查看 却见董卓平静地躺在地上 那些魅惑人心的武器们 蜷缩在各个角落 相国被杀了 相国死了 护卫们止不住惊声 盲将董卓死亡一事惊叫出来 这一切都在电光火时间 逃跑的吕布翻过窗户 就被其他守卫发现 无奈之下 吕布只得放看身子奔跑 是吕布 快抓吕布 他是刺杀相国的凶手 身后的护卫中 其中一名护卫 在吕布手下当过叉 对其面貌特别熟悉 这才大声叫了出来 五百步远 放不奔跑的吕布 很快就赶到棋地 这是一间不大不小的院子 吕布冲进去后 盲向正对面的房间中跑去 在房中 早就看过地道在哪的吕布 手按机关 墙中缓缓闪出一道门户 吕布满意一笑 侧身进入气中 按到大概有六里左右 一路心情紧张的吕布 手持火把 直往王允的另一座院子而去 当他走出地道之时 夜幕落下 王允带着家丁守在地道口 见到吕布出来 忙问道 奉仙 可否得手 此时放心 某已将董卓除掉 拖着高大身躯的吕布 爬出地道 喘着粗气回了一句 大汉有救 苍生有救 王允听到董卓已被除掉 当下跪倒在地 对着夜幕上的星空 大声喊道 此时 某准备夺得南门 尹军进入城中 此事还需此时鼎力相助 吕布担心这里不安全 忙向王允说道 毕竟只有自己的大军 才能让他安心 某这里有两百勇士 奉仙可全部带上 王允缓过神来 忙给吕布安心道 多谢此时 不经夜尹军进城 定会对城中造成混乱 还请子师进宫保护陛下 代步剿灭董卓于孽 还天下人一个公道 吕布神色正惊 说着激昂人心之言 奉仙放心 此事某早有安排 陛下的安全 某会尽力保护 时间不早了 奉仙该动身了 王允卫今日谋划许久 眼看成功一半 忙催促吕布启程 夜幕下 吕布率领王府两百家丁 在街道上行色匆匆 一路走来 长安城中到处都是飞雄军 甚至有的带兵将领口中喊着 抓逆贼吕布 赏千金 封万户侯 幸好吕布在出门之前打扮了一下 头戴竹子编织的斗笠 身穿黑色衣裳 这种剑客打扮 在长安城中有很多 因此 也就没有引起过路军事的注意 吕布一行人在夜色掩护下 一直行到长安城南门 此门是由吕布所熟悉之人把守 在他与王允密谋杀董卓之后 便凭借昔日关系 将此人顺时拉下水 看着城头上偶尔出现的火光 吕布命手下人点燃三把火 在街道处来回摇晃 这是吕布与南门守将相约好的信号 但见南门出现三把火 守将就会打开城门 迎接吕布的并周军进城 过了一会儿 就在吕布心神坎坷之时 城门支压压从内打了开来 这时 吕布才彻底放下心来 等待着他早就安排好的大军入城 过不多时 城门处铁急轰鸣 大地陷入震动之洞 并周军就此入城 在吕布率领下 快速平定了董卓残余势力 在平定董卓于孽后 吕布得到心愿已久的票机大将军 梁周牧 而这一切的策划人王允 也从原先的司徒 摇身变成了大汉丞相 至此 王允取代董卓 成为大汉朝廷实际的掌控者 公元191年9月中旬 一手导致东汉战祸四起的董卓 被一子吕布斩杀 从此 西凉 关中二帝陷入了混战之中 正在行军途中的刘鹏接到探报后 惊讶地说不出话 按照他所知历史 董卓应该是在王允巧失联还击后 才会被吕布所斩杀 现在到后 没有貂蝉这个美人 王允依然联合吕布杀了董卓 却是把董卓生死的时间提前了几年 董卓一死 刘鹏先前的打算全部作废 现在关中的董卓旧部 肯定会与吕布开战 到时 刘备这个伪君子 恐怕就会趁势崛起 此事才是刘鹏最为担心之事 与长安变故相比 讨伐张燕一世 就变得微不足道 刘鹏大军在行至真定后 便安营扎寨 早知刘鹏大军北上 驻守在此的高揽 预先备好营寨 饭菜 供大军食用 高揽镇守真定一线 在刘鹏夺取冀州全境中 一直保持两道畅通 可谓是大功一剑 犯后一事时 刘鹏特意点名将高揽留下 这让驻守在此地多月的高揽 激动的热泪盈眶 本来他以为 主公不会再重用他了 为此还暗暗叹气 现在看来 主公依然记着他大仗中 诸位谋士俱在 寻优 许优 郭图 欣平 冯济等人站于左侧 赵云 高顺 高揽 及一些军司马站于右侧 身为主公的刘鹏 则是坐于主位之上 刘鹏将麾下之人聚在一起 便是有要是要义 从怀中拿出先前收到的探报 交给侍卫 让其送给仲看 侍卫将探报拿下 递给第一位的巡忧 巡忧看完后 一脸的金色 忙将手中探报传下 等众人将探报看完后 刘鹏才问道 诸位 董卓被杀 天子又被亡语 吕布之被挟持 本将该当如何 主公献有兵马近四十多万 只需一声令下 率二十万雄师入关中 灭吕布 迎天子 如此天下可定 巡忧止住激动的心情 忙开口道 主公 在下认为 攻达军师所言不妥 董卓虽死 燃其在关中 还有近四十万兵马 其中三辅之地 更是有重兵把守 不宜进军 依在下看来 吕布虽控制了长安城 但董卓麾下的野心之辈 恐怕不会束手就擒 其中的李雀 国四 牛辅 徐荣 都手掌西凉精兵 这些跟随董卓多年的将领 定会起兵为董卓报仇 战端一开 鹿死水手 很难预料 许优有着不同意见 忙站出来说道 紫远继续到来 刘鹏知道其话未完 便开口让其继续 得到主公鼓励 许优更是卖力地说道 主公刚平定冀州 明星未定 大军疲惫 此时当休养生息 静观其变 等关中战士打得难解难分 两败俱伤之时 主公便可率大军入关中 得渔翁之力 两位谋士之言都有道理 其中寻优之言 乃是藏了点私心 不过刘鹏不介意 身为人主 他有自己的判断 并不会只听麾下谋士之言 谋士出了两条计策 刘鹏便想看看 武将们认为 此事该当如何 便问道 子龙 子安 静止你三人认为 本将该如何行事 赵云站在前列 第一个站出来道 马上要进入寒冬 将士们都穿着单衣 不足以抵抗寒冰 而且 我军征战半年有余 此事人困马乏 不宜进军 赵云说完后 站回班位 第二位的高顺 则站出来道 末将以为许优参军 所言有理 眼下我军要剿灭张燕 难以他顾 只有平定黑山贼后 再看关中情形决定 刘鹏边听边点头 却不发表意见 等高顺说完后 便示意高揽静言 禀主公 末将认为 此时进军关中不利 关中长安有寒谷官为屏障 此官义夫当官 万夫莫开 乃是进军关中要道 此官守官之将乃是张继 此人麾下有一侄子 号称北帝枪王 由万夫不党之勇 我军若想取到长安 必要与此人交战 高揽看了一下主位上 刘鹏神色 暗吞下口水 继续道 从这里行军到寒谷官 须得十五日 那时正是大雪飘零之际 我军劳师远征 又欲酷寒 怕是很难攻下寒谷官 最后说这话时 高揽是看到刘鹏 并无不悦之意 这才强壮起胆子敬言 三将之言具有道理 听得一众谋士暗自点头 连刘鹏自己 也对麾下三将非常满意 其中高揽所言 据是兵家精髓之言 大仗陷入沉默之中 主位上的刘鹏不言 挥下众人自视不敢多言 据站在仗中 等着刘鹏发话 现在情形非常明朗 主将与许优 都认为应该静观其变 等待时机 唯有许优建议他发兵关中 此时的关中 肯定离战乱不远 先不言其他人 就拿刘鹏来言 此人善于把握时机 现董卓一死 西梁君失去主心骨 刘鹏就可趁此时机 消化麾下兵力 再招募兵马 与其他西梁将领 一起进兵长安 据探报所言 长安城中的吕布 只有三万兵州军 兵力威寡 西梁君虽然四分五裂 但每位卧有重兵的将领 都比吕布兵力雄厚 这些人要是一起进兵长安 王允 吕布之流 恐怕会走前世的路线 历史上记载 吕布杀了董卓之后 李雀 郭四二人率领兵马 进攻长安 吕布不敌 被迫流亡中原 而王允就没那么幸运了 这个只会玩弄 权谋手段的老狐狸 最后自杀身亡 现在长安情形 与历史上何其相似 虽然时间和有些地方都变了 但具体事件应该不会变 刘鹏坐在主位上 神思良久 道 诸位回去休息吧 明日继续行卷 诺 众人从刘鹏之言中 听出另一层意思 皆攻身告退 等众人走完后 刘鹏才拿起笔墨 向在幽州的王城 发去一封书信 令其火速向长安派去探子 打探关中一切事情 对于现在的刘鹏而言 关中吕布与西梁诸将的大战 将是他所关注的焦点 他拿接到探报 中原诸侯也能接到探报 现在就看 谁有兴趣就添子了 书信写好后 刘鹏立即派心腹侍卫 送往幽州 眼前之势 就是如何将张燕其他大军消灭 令其不得向济州境内抢掠 可惜在张燕其他兵马的动态上 王城与贾雪二人的探子 皆没有发来书信 没有明确消息的刘鹏 只能凭借猜测 赶往中山国 大战之中 灯火于灰下 刘鹏深陰险地落寞孤寂 随着这些年越来越高的地位 他的心思却越多地隐藏在心中 此时 他真怀念当初在前世的日子 那里有着无数的娱乐设施 每个夜晚 他都有不同的刺激可寻 而现在 他身处乱世 每日活在刀光剑影 血雨腥风之中 虽然有无数的刺激 可他的内心 却习惯性地开始封闭 就连在深夜之中 想找一个 可以把酒盐欢之人都没有 高处不胜寒 大战中沉寂许久 随着刘鹏一声长叹 结束了平静中的孤寂 后战 一身粉色衣裙的刘氏 打扮得高贵冷艳 等待着刘鹏的灵性这些时日中 刘氏已经充分将他当成了刘鹏的妻子 每日精心侍奉 就连刘鹏在床榻之间锁完的招式 都一一奉陪 可即使是这样 刘鹏也只是将他当作一只发泄欲望的工具而已 就像现在 深夜无事可做的刘鹏离开大帐 来到后帐之中 第一眼看到刘氏 便将其拦腰抱起 狠狠地扔在床榻上灵性 估计中 只有床榻上的美人 才能令刘鹏感到安慰 此时也不例外 骑着手下败将的妻子 在那玲珑风韵的身躯上 尽情索取 那让人销魂的身影声 久久不绝 一日破晓 燕君一早吃过食物后 刘鹏便再次下令大军开拔 临行之前 刘鹏对高揽交代一番 让其在针定一线 时刻注意张燕其他大军动向 一旦发现 可随时出兵争脚 高揽得到命令 当下盲拍胸脯保证 刘鹏一笑而过 在叮嘱一番琐事后 便领兵而去 中山国 此时在中山国相府中 年过五旬的陈国相 却是一脸的愁容 就在方才 他接到麾下手兵快报 称唐县附近有大批黑山贼出没 这个消息无疑给陈国相带来烦恼 黑山贼一直抢劫郡县 其行踪神出鬼没 很难找到落脚之地 在他得到这个消息后 便派出数十波少旗打探黑山贼消息 至今却是没有探到任何消息 却白白损失了数波少旗 他有心举兵讨伐 可连贼兵在哪都不知道 如何讨伐 这不 陈国相坐在主位上 向下面的幕僚问道 黑山贼竟在唐县出没 看来是来者不善 你可有何妙记住我 下面站着的十名五十多岁的老头 身穿纹饰长袍 银色长发屁于身后 脸上布满皱纹 但那双眼睛却闪着点点光芒 主公 前些十日接到消息 称大将军与张燕相战 与批城一带 如此看来 在唐县出没的 必是少数黑山贼 马上进入龙东时节 黑山贼没有粮食 肯定是要来抢劫的 至于会抢劫哪座城池 在下却是想不清楚 老头摸着长长的胡须 为主位上的陈国相分析道 你是说 黑山贼是来抢劫粮食的 陈国相睁着大眼睛 惊声问道 老头沉默片刻 开口道 不错 除此之外 在下想不到 黑山贼为何会来中山境内 须知 现在的冀州已被大将军攻下 驻扎在各地兵马有近二十万 离本地最近的高揽将军 其麾下就有六七万兵马 主公请想 大将军何许人也 他将高揽将军派到真定 恐怕就是防备黑山贼 那我该如何 是向高揽将军禀报 还是全当没有看见黑山贼 也不知有这么一回事 陈国相这些年 可是多受黑山贼的气 此时听闻这些 忙问道 在下要恭喜主公 老头并没有回答陈国相的话 反而攻身一礼 不着边际地回道 喜从何来 满脸愁云的陈国相闻言 惊讶道 老头微微一笑 上前几步 压低声音问道 主公 在下听闻大将军一防妾室 是您孙女 敢问此事真假 此事是真 陈伯相被弄糊涂了 刚才还说有喜呢 现在怎么问到他的孙女了 不过他知道 此人既然如此问 那就是与此有关 便将实情告出 那就恭喜主公了 大将军文韬武略 事所罕见 主公指 须将此事上报高揽将军 请求高将军发兵争搅 到时 不管高将军能否剿灭黑山贼 主公都会受到赏赐 老头神秘一笑 为其献策道 为何 陈国相显然没有想到那么多 忙问道 就因为主公的孙女 是大将军的妾室 大将军现在与张燕交战 必然想知道 关于黑山贼的动向 若此时主公将 中山有黑山贼仪式 报给高揽将军 那么高将军 必向大将军禀报 到时大将军看到 此事是主公所报 还能少了 主公赏赐不成 老头自信满满 颇有指点江山的意味说道 陈国相经过老头一番点拨 当下就明白 他应该靠上 刘鹏这棵大树 反正他的孙女 乃是刘鹏妾室 到时没有找到黑山贼 看在他孙女的面上 刘鹏也不会怪罪于他 可若找到黑山贼 那还能少得了他的功劳吗 陈国相捋着胡须 当下便让人写了一封急报 宋程瑜 驻扎在真定的高栏 刘鹏一路行军 经真定直往吴吉而去 沿途所过 聚会派出少奇四下打探 就在黎屋吉县城不足百里之时 少奇前来禀报 说是中山国相派出的信使被杀 他们从其身上搜到一封书信 本着打发无聊时间的刘鹏 随手拿过书信 打开一看 却是陈国相请求高揽 出兵剿灭黑山贼的书信 这封书信来得真及时 刘鹏一路锁过 均不见黑山贼踪迹 以为是他判断有误 而此刻这封书信 却是验证了他的判断并没有误 而是黑山贼就在附近 是他没有找到而已 拿出行军地图 刘鹏将周围县城静看在眼中 不大一会儿 他眼中睿智光芒一闪 传令下去 令大军快速开赴乌吉县 据他从陈国相书信判断 黑山贼出没在唐县一带 而唐县距离乌吉不过两百里路程 此时黑山贼说不定已经到了乌吉 他这才命令大军加速前进 以期在最短的时间赶到乌吉 只要掐短张燕 这路抢劫粮草的大军 那摆在批城外的张燕大军 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没有粮草过冬的张燕 再来年也好剿面 刘鹏坐在战车上 揽着身穿貂皮大衣的刘氏 眼中狠辣之色一闪而逝 不是他不想给张燕一条活路 而是张燕此人太过可恶 当年他名为投降 实为诈祥 要不是先帝那个昏君听性谗言 张燕之患早在数年前就能解决 岂会拖到今日 不过现在也不要紧 他仍有信心剿面黑山贼 刘鹏心中不由地想着明年的黑山贼会如何 可想而知 百万黑山贼没有过冬之粮 那得饿死多少人 一个冬季出来 恐怕百万人的黑山贼 能存活一半之数就不错了 这一半人马除去老弱 能有十万可战之族 这十万可战之族没有充分的营养 其战力远非燕军对手 到时剿灭张燕此辽又有河南 从中午就开始加快行军速度 到晚上之时也不过才行了五十多里 派出的少奇到现在还没回来 刘鹏当下就猜到 无极城肯定发生战事了 因此顾不上休息 盲命高顺率领部族随后而来 他则亲自率领铁骑往无极城而去 临行之前 骑在赤兔马上的刘鹏 从坐在战车中的刘氏眼中 看到害怕 担忧的神色 在这么黑的夜晚行军 虽然周边都有军事保护 但一个附导人家 本能的害怕是正常的 本着怜香惜玉之情 刘鹏淡然一笑 将战车上的刘氏抱上赤兔马 侧马狂奔离去 黑夜中 轰隆隆的铁骑声 踏破宁静的夜 离着无极城不足三十里之时 前面派出去的少奇回报 无极城外有着 近万人的黑山贼 这些黑山贼正在连夜攻城 无极城墙不高 又无重兵防守 很难抗住数万黑山军的攻击 当下刘鹏从事卫手中接过长枪 催动赤兔马 踏着黑夜 驰骋在关道上 即使是驮着两个人 赤兔马的速度依旧不减 从地面驰骋而过 冷风直吹的人冰冷受寒 坐在前面的刘氏 一路忍受寒风肆虐 翘脸冻得痛红 原本盘梳整齐的发丝 在狂风之中 也变得凌乱不堪 急于赶往无极县城的刘鹏 却是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而刘氏这个女人 却是自始至终未说一个字 对他而言 刘鹏能在急忙之中 仍带着他行走 没有将他一个人扔到 估计黑暗中 他就已经很满足了 至于这点风寒 他还是能抗住的 冷风嗖嗖 像是要渗入身体之中 强忍着寒意的刘鹏 这才想起 前面还坐了一个人呢 就 忙乐赤兔马停下 刘鹏将揽住刘氏妖枝的手 放到那张令人诱惑无限的脸上 感受翘脸上传来的寒意 白皙的脸庞 全是冰冷 那刺骨的冷风 全被前面的刘氏锁挡 美人身子不住哆嗦着 却没有说出任何冰冷之言 见此 刘鹏纵身下马 轻声道 前面冷风入骨 你坐后面吧 切身不冷 将军还是快赶路吧 别误了将军大事 刘氏勉强一笑 言不由衷地说道 坐到后面去 本将不想再重复一遍 刘鹏神色一变 口气声冷道 这次刘氏不敢说话 微微向后移动了一下 虽然只有一点空间 但这点足以够刘鹏坐下了 纵身上马 准备继续驰骋之时 后面的燕军铁骑锦追上来 主公 前方就是无极城了 末将带兵厮杀 主公可带夫人进城休息 赵云上的镜前 见刘氏神色不好 神区微微抖动 即明白是受了风寒之雇 忙出声道 刘鹏一思索 也是 现在他身带刘氏 黑夜中刀枪难以看到 伤了美人身子就不好了 道 如此 子龙率领铁骑先行 必将黑山贼给本将剿灭 诺 赵云应了一声 盲侧马率兵前去 将赤兔马靠在大道一边 等铁骑过去的差不多时 刘鹏这才率领侍卫们 继续前行 越来越近 在奔驰之中 都可听到无极城传出的杀声 直到无极城外 刘鹏方才看到 此时的无极城门大开 黑夜之中分不清 到底有多少人在相互厮杀着 城门外 城墙上 都有惨烈杀声 兵器相撞的嗡鸣声 在夜下 巷战的兵族们 时不时传出哀嚎之音 黑山贼在于毒率领下 于今夜对无极城发起夜袭 在一个多时辰的猛烈攻击下 无极城被黑山贼攻破 就在黑山贼往城中涌入那刻起 就有无数燕军铁骑 在黑暗中滚滚而来 胜利在握的于毒 幻想着 马上就能得到大批粮食 还能得到大批钱财 天鹏不保佑他 在此关键时刻 燕军如天兵神将献神 将准备进城的黑山贼冲散阵势 城中 县卫领着各家族的家兵与破城而入的黑山军死战着 鲜血顺着街道不断流淌 死亡兵族尸体随处可见 一时间 黑山贼被夹在城中与城外 城中黑山贼的攻势一往无前 城外的黑山贼却被燕军铁骑蹂躏 没有灯火 燕军仅凭地下黑影就策马狂杀 犀利的马蹄不知在黑夜中 踩死多少黑山贼 痛呼惨叫响得不停 夜黑风高 却非杀人夜 而是厮杀之夜 刘鹏在侍卫层层护卫下 听着城内外那惊天动地的沙喊声 沙喊声中包裹着哀嚎音 阵龙发聩的铁骑声源源不断 慢慢地 城外的厮杀之声渐渐变小 进城 刘鹏淡淡传令道 主公 城中厮杀不断 一眼老点看 还是再等等吧 等子龙扫平黑山贼 再进城也不迟 贬为在马背上抱拳一礼 阻止道 虽然听不到城内的厮杀声 可刘鹏能感觉到 那股杀声正在渐渐平息之中 不用 进城 刘鹏淡淡回了一句 策马进城 点为盲帅一众侍卫 跟在刘鹏左右 小心翼翼地保护着 城外很少能看到存活的兵族 全是一片片的死尸 偶尔路过尸体处 还能听到为死透兵族传出的哀音 女人毕竟是女人 天生胆小 见到这大片死尸 还有那圣人的哀音 刘鹏终于坚持不住 惊叫一声 晕了过去 幸好刘鹏见识不妙 身后将刘氏拽住 这才没有摔下马 将长枪递给侍卫 刘鹏将身后的刘氏抱到前面 放在他的怀中 继续开始前行 没几段路程 就进了无极城 此时的无极城街道两侧 全是死尸 大多数都是 没有穿戴任何盔甲的黑山军尸体 也有家丁打扮的尸体 正在漫漫前行中的刘鹏 见前方奔来一起 马蹄声凝重 踏得而有声响 听其声音就指是少骑 主公 黑山贼已往城南逃顿 铁骑追击 请主公先进城休息 城中已备好酒菜 少骑横渝接到中间 向刘鹏禀报道 聊聊几句话 刘鹏就从中分析出 黑山贼兵马不过万余人 被燕军一击就溃 这才从城南逃跑 赵云是个稳重将领 若是敌情不明 他定不会在深夜追击 此时追击黑山贼 只能是赵云从其中看到了战机 将心放到肚子里的刘鹏 不再多想 架着赤兔马继续前行 迟到一座真府前 才勒马停足 主公 本县的县令 及一众士绅 为感谢主公救命之恩 特在县府之中备下酒菜 请主公立临 少骑见刘鹏停在此处 以为自家主公将此地错当作县衙 忙出声道 不用 你去告诉县令 本将今日劳累 暂谢于真府 让他们都回家歇息吧 另外传令其余兵马 让他们谨守城门 等待高顺大军到来 刘鹏抱着晕过去的刘氏 下了战马后 传令道 莫 少骑忙下去传令 真府大门边上也有死尸 不过其府门紧闭 就知真府安然无恙 数年之前 他曾来过这里 当时他与那位妙龄叔父 有过一面之缘 在袁绍 韩夫二人 抢劫了皇中军粮后 刘鹏便给真府的张夫人 修过一封书信 请妻给皇中所部 送去一批军粮 事后 刘鹏忙于征战 却将此事望在了身后 也未给其相应的钱财 时光过得真快 转眼几年 又来到了此地 刘鹏带着一点色星 缓缓行至大门前 一旁侍卫不等刘鹏开口 便上前 敲响了真府大门 咚咚 敲了几下后 却不见有人来开门 侍卫当下准备在敲时 刘鹏淡淡一笑 道 战乱之年 真家如此谨慎 也是应该的 你等去将真府大门 给本将卸掉 诺 一众虎狼侍卫得令 纷纷上前 用雄壮的肩膀 开始狂轰真府大门 刘鹏冷眼相关 他相信不出多时 真家就会打开大门 砰砰 不停地撞门声 惊住了真府中的所有人 管家走到一名 三十多岁的少府身前 惊声道 夫人 外面不知是谁 正用力轰击咱家大门呢 城中的黑山贼 被燕军打跑 此时不该 还有其他黑山贼来敲门 难道是燕军 夫人也是个心思玲珑之人 几下就猜测到 门外之人 可能不是黑山贼 打开府门 将府中家钉全部带上 若是黑山贼 则拼力厮杀 若是其他人 再是情况而定 少府闪着明亮的眼眸 红唇清起 妙音流出 夫人 这恐怕不妥 城中还有黑山贼的余孽 贸然打开府门 不知是福还是货 管家忙劝阻道 无妨 你去打开府门便是 少府微微一笑 口气中充满了 无庸置疑的味道 诺 管家不敢反驳 微叹一声 转身离去 咚咚咚的杂门声 依旧传来 管家在府中布好家丁 这才打开府门 真府大门缓缓打开 门前数名虎狼大汉退后 管家第一眼见到的是 四周一甲鲜明的兵士 再认真一看 府门前正中站着一身穿金甲的将军 暗光之下 看不清大约年纪 那金甲将军抱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长发飘飘 身上的貂皮大衣包裹得严严实实 管家知道 这些人不好惹 忙问道 诸位可是有事 在下留棚 请转告贵府主人 本江夫人受了点风寒 特来借送一晚 抱着流失的刘鹏 对着管家淡淡说道 管家一惊 刘鹏这两字 在大汉 可谓是家喻户晓 谁都知道 刚朝大将军 正是此名讳 请问可是大将军 管家不确定地问道 正是本江 刘鹏淡淡回了一句 得到回答 管家不敢耽搁 忙告一声罪 下去给真府主人禀告 过不多时 妖娆燕妹的少妇 领着一大群丫环下人走了出来 剑府底门口 全是兵器耀眼的兵族 心中一惊 忙向刘鹏走去 妾身见过大将军 少妇朝着刘鹏微微一礼 与韩妙音见礼道 夫人多礼 本将深夜打扰 还请夫人不要见怪 刘鹏看着多年未变 一如当年燕妹的少妇 轻声笑道 大将军光临 妾身及真府上下不胜荣幸 还请大将军一步 府中以备好韭菜 少妇轻轻一笑 忙邀请刘鹏进府 在真府一家人前后侍奉下 刘鹏将晕过去的刘氏放在床上 又安排人给煮了姜汤 这才来到前厅赴宴 说是宴会 其实只有两人 真府当家做主的张夫人 与刘鹏她自己 多年不见 夫人风采一如往昔 本将敬夫人一杯 刘鹏坐在客位上 对着主位上的少妇笑道 多谢大将军 少妇露出迷人笑 端起酒水掩面而已 美人督饮了 刘鹏也不好意思 将面前的水酒放着 遂一笑而已 先前受夫人粮草之园 本将万分感激 若夫人有何要求 尽管说来 懂得投桃报李的刘鹏 想将这个商骨家族 拉到他麾下 虽说道 少妇微微一笑 脑中左右翻转 试想着他 应该提何种要求 现在的刘鹏飞是 当年那个占据一城之地的少年 在这乱世之中 像他这样的商骨家族 最担忧的就是霍雨 各地劫匪俱孝山林 打着劫富济平的旗号 到处抢掠 尤为喜欢打劫商骨家族之物 身为真府的主人 他要在这乱世中生存 只要依靠一方强者 先前纪周穆 韩复也曾动过 真家财物之心 不过后来被真家的一些 之交纷纷送礼 韩复这才打消这个念头 不过从此事后 他也看出 韩复非是乱世中的强者 因此才动了别的心思 果不其然 韩复得罪了眼前这个青年 纪周易主 在他的心中 真家是可以投靠一方诸侯 但这个诸侯 不能吞并他们真家的财物 这些年中 刘鹏的所作所为 他也有所耳闻 这个年纪轻轻的将军 在幽州外出胡人 内修正式 屯聚粮草 广木兵马 算得上是一方雄主 可这个雄主 对商骨家族 从来没有好感 幽州四大商骨家族 就是例子 那时天下未乱 先帝仍健在于世 刘鹏就敢狠下杀手 将幽州四大商骨家族 屠戮一空 如今 天下大乱 各地诸侯 拥兵自重 就属眼前这个青年势力 最为广大 拥有几十万兵马的刘鹏 会给他们 真家开方便之门吗 主位上的少傅 依旧带着笑容 心思却已飘到了 该不该投靠刘鹏的事情上 神思良久 少傅宛然一笑 四皇鹰般轻声道 妾身久居济州 故土难离 还请大将军 允许真家永居此地 刘鹏微微一笑 他知道 少傅会错意了 此番他是成心 还上次粮草之情 却非是想将真家纳入囊中 真家祖居此地 夫人可以永远住在这无极城中 刘鹏淡淡一笑 似无其他心思般轻松说道 谢大将军 少傅忙起身 盈盈益礼 听众 灯火通明 少傅站起来时 刘鹏才将其瞧了得仔细 身着碧绿的脆烟衫 散花水雾绿草白者群 身披脆水薄烟沙 肩若消成腰若约素 脊若凝之 气若幽懒 娇媚五股入宴三分 三十多岁的年纪 一如二十三四的少傅一般 着实漂亮艳丽 恍惚间 刘鹏淡淡有着浴火冲动 看来这个女人确实是个游物 能在随意间勾起她的 夫人貌美如花 却虚度年华 如此佳业 可否与本江一度 既然对这个女人有兴趣 刘鹏也就不掩饰自己的浴火 双眼盯着那曼妙深姿直言道 听中只有两名侍女 即使如此 少傅也被刘鹏之言吓了一跳 盲挥手将士女们赶下去 妾身残花败流 有吴将军跪体 还请大将军见谅 府中美貌女子不少 妾身这就为大将军安排 少傅缓过神来 盲蜿言相聚 夫人可自己斟酌 中夜之时 本将今后夫人到来 告辞 客位上的刘鹏站起身子 微微一笑 淡淡说了一句 扬长而去 宽敞大厅中 独留少傅修长孤寂的身影 刘鹏虽然走了 可临走之前的话 一直回荡在少傅脑海中 夫君故去多年 饱受寂寞空虚的他 一直为了真家上下 而努力着平日中 多少达官贵人 想与他一度 可他都一一拒绝了 即使如袁绍当初 也曾提过此类话题 也都被他所婉言拒绝 现在的刘鹏 非是袁绍之流 不会因为 他是真家的主人 就会对他网开一面 也不会因为真家交友广大 就会放过他 刘鹏好色之名 与其残暴之名远传于世 他今夜拒绝刘鹏 明日真府上下就得遭难 此时这名美艳动人的少妇 神情婉转 空荡荡的心中 不知如何是后 真府这片姬夜 来自于夫君及祖上 若在他手中流失 百年之后 叫他九泉之下 如何面见夫君 去与不去 成了少妇最大难题 去与刘鹏一度 真家得宝 以后也能在冀州站稳脚跟 不去 祖上姬夜 竟毁于他手 后院中 锦衣卫把守着真家 各处要道 刘鹏居住的小院中 更是侍卫如灵 房间中 受了风寒晕过去的刘氏 早已行转过来 正依偎在刘鹏身上 将军 妾身健体受恙 今夜不能侍奉将军 请将军恕罪 刘氏知道 刘鹏那活上需要太多 可他身体酸软无力 只好告罪道 无妨 你好好在此休息 本将与重将 还有事相伤 就不在此逗留了 此时已经快到中夜 刘鹏心思 早跑到真府这个名传千里的美人身上 便随意搪塞了一下 转身离去 真府这座后院极大 各有厢房数间 刘氏所住之房 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乐来 传令下去 真夫人若是来拜见本将 你等不必通报 让他进来即可 出了房间的刘鹏 喊来点为这个黑大汉嘱咐道 诺 点为憨实一笑 领命道 刘鹏很自信 他认为 那个燕妹少妇 今夜必会前来 在东汉年代 商古家族在世人眼中 不过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而已 试想 没有地位的商古世家 会不会去惹一方诸侯 真家有着百年家财 若不想被刘鹏吞没 今夜那位真夫人肯定会来 刘鹏如此行为 放在前世 那是不折不扣的小人行径 可放在这个时代 那是强者应有的权利 中叶巧然来 待在房中看书的刘鹏 自始至终没有担心过 真夫人会不会来 过不多时 房门被从外推开 果然是真夫人到来 其换了一身黄色衣裙 腰部迎一卧 露出丰满的胸部 面似芙蓉 眉如柳 比桃花还要媚的眼神 十分勾人心弦 肌肤如雪 一头黑发 晚成高高的美人计 满头珠宝在灯光下 要出刺眼的光芒 鲜红的嘴唇微微上扬 好一个绝美少妇 真夫人本姓张 外人都称张夫人 只有府中之人称 岂为真夫人 张夫人进的房中 随手将房门关上 脸部轻移 神色不自然地说道 妾身见过将军 请将军看在妾身薄面 放真家一条生路 妾身感觉不尽 本将不会拿真家怎样的 此事夫人尽可放心 刘鹏淡然一笑 眼神直盯着张夫人 那妖娆身躯说道 知道躲不过的张夫人 被刘鹏恶狼般的眼神盯着 还是止不住的后怕 送上门的美人 刘鹏可不是什么证人君子 在看完张夫人的媒体后 站起来向其走去 靠近身前 他能闻得到张夫人身上 散发出的香味 那是一种洗澡时的花瓣香 闻着给人一种安详舒服感 可见这个张夫人在现身前 便将他自己洗得白白了 看着这个媚眼韩春 具有故作矜持的少妇 刘鹏欲火腾的一下升起 双手一把 将诱人的张夫人拉入怀中 感受着其柔软身躯上 带来的热度 张夫人个子有个一米七左右 比刘鹏仅矮了半个头颅 那诱人的红唇 被刘鹏慢慢含上 舌头微微搅动 美人娇喘不休 张夫人多年没有经历防势 此刻被刘鹏连吻带摸 身体中竟有一丝迫不及待 连带着那原本抗拒的心 也不受控制 不由自主地配合着刘鹏的狂吻 刘鹏的舌头转动 用力地吸着张夫人口中的精液 下体早已不受控制 剑拔弩张 直顶在张夫人的小腹处 被吻地喘不过气来的张夫人 感受着小腹上的应舞 身为人妇的她 当然知道那是什么 俏脸上微微升起一抹羞涩 深夜小愿 春光不尽 房中的男女 犹如痴男怨女 狠狠地享受着放纵的快感 不多时 妖娆华贵的张夫人 全身 身上的黄色衣裙 早被扒下 扔在房中一角 粗喘声中 刘鹏也将自己扒光 两人 相对 春光一览无余 宽敞床踏肩 只听见张夫人一声 啊 的痛叫 开始了原始生活 刘鹏的本钱充足 即使生过多个孩子的张夫人 也不经一阵后怕 那可怕的东西 真的进入了她的身体 多年汉田未被浇灌 出肠道 雨水滋润的张夫人 伴随着刘鹏的撞击 缓缓身影 那诱人妙音淡淡传出 更加激发了刘鹏的兽性 春雨荡漾 房中雨路不停 张夫人一波一波的身影 从初始的交迎 到后来的放纵 在享受中的张夫人 极力迎合着刘鹏的征法 趴在曼庙身躯上的刘鹏 不得不承认 这张夫人 真不愧是一个游物 下面的尺寸 像是给她量身定做的一般 既不大也不小 让她舒服到了极致 卖力更甜的刘鹏 却是没想到 就在她房间外 刘鹏披着貂皮大衣 满面素颜 听着那曾经 属于她的身影声 这些日子以来 她把自己 真当成了刘鹏的妻妾 刘鹏自嘲般的一笑 她以为 仅凭她受风寒一事 刘鹏就会陪着她 不会去找别的女人 但她未想到 她只是一夜不能侍奉 刘鹏的床榻 就睡上了别的女人 此刻的刘鹏 心中一股说不明 道不清的苦楚蔓延着 眼中的泪水 不由地涌了出来 张氏高亢的身影声 听在她的耳中 是那么的刺激 那么的酸楚侍卫们 任由刘氏 站在那里黯然落泪 却无一人过去 将刘氏劝进房中 他们不敢 也不能 这是袁绍的妻子 是他们主公的新欢 即使主公有一日 不再灵性刘氏 侍卫们也不敢造次 风冷冷刮着 房中的男女 像是不知疲惫似的 一波一波又一波 在那疲惫下 却是有着旁人 难以明白的舒爽 就在前些十日 这种舒服的叫声 还只是属于她刘氏一人 此时 却有另一人来与她分享 暗自落泪多时的刘氏 不再去听那粗喘声 估计地回了房间 而在房中 刘鹏大肆蒸发着身下的油雾 每一声狂野的吼叫 都宣泄着她心中的浴火 时间就在这蒸发声中 缓缓飘过 破小时分 张夫人满面红光 燕眉的脸蛋上升起 朵朵红云 如映日般的朝霞一样美艳 一夜数次蒸发 身体依然强硬的刘鹏 在张夫人起身后 便行转过来 夫人休息得可好 睡在床上的刘鹏 看着地下的张夫人 在梳妆打扮 调笑道 郑书着秀发的张夫人文言 神色不由地害羞了起来 想起刘鹏昨晚上 在她身体上驰骋 那强健有力的撞击 让她数次到达高端 最后 身体实在忍不住蒸发的她 还被刘鹏威逼着 可她这府中人多嘴杂 传出去于声明不好 将军起来梳洗吧 妾身侍奉您更衣 张夫人边想着事 一边起身为刘鹏更衣 有着张夫人侍奉 刘鹏当然是乐得 从被窝里爬出来 梳洗过后 刘鹏在张夫人的伺候下 用过膳食 便开始处理军务 而张夫人知道 刘鹏有事要处理 知去地退了出去 昨夜刘鹏光顾着潇洒 却将战事忘在了脑后 本文由 首发 早上之时 赵云 高顺二将多次请求觐见 却都被侍卫挡在了外边 张夫人离去之后 刘鹏才命人将赵云 高顺二将请来 拜见主公 赵云 高顺二将进了房间后 躬身拜道 子龙说下战事如何 刘鹏没有客气 直接问道 昨夜 赵云出兵追击溃逃的黑山贼 与城外斩两千余人 其中就有黑山贼小头目 与独守级 听完赵云的回答 刘鹏很是高兴 下令道 子安暂且接管无极城防 子龙率领铁骑严无极 唐县 广昌寻找其他黑山贼踪迹 务必将黑山贼斩尽杀绝 诺 二将纷纷攻身应道 另外传令寻忧 徐忧等人前来 再派飞其传令高揽 令其注意真定一线的黑山贼 若是发现踪迹 立即剿灭 想到此地有黑山贼 真定也可能有 刘鹏忙下令道 在将战事安排好后 刘鹏就让二将下去歇息了 过不多时 诸位谋士奉命而来 客厅之中 刘鹏也不客套 直接给诸人下达军令 命寻忧协助高顺 管理城池防务 虽说无极乃是一座小称 尚且黑山贼已经攻击过 但刘鹏还是认为 小心无大错 许忧此人 善于与分析局势 刘鹏就将其安排给赵云做军师 与其一起出兵 搜寻黑山贼踪迹 有着许忧的帮衬 再加上赵云的稳重 勇猛 刘鹏很是放心 郭图 冯济 欣平这三人 虽然才能一般 但也是治理政务的能手 为锻炼这三人的才干 刘鹏便将郭图认为 常山郡太守 让其治理一方 此人虽然性子平稳 虽无大才 但放在高懒的眼皮下 先调教一段时间 等看其德财之后 再做定夺 欣平在历史上 有着忠心不二的评价 不会像许忧一样 为了姓名的宝 就会卖主求荣 对于此人的观察 刘鹏还是很细心的 一路上随军而行 从不含苦喊泪 大多时候 都与众兵族一起同甘共苦 以一介文士之身 与众军汉一起吃喝 可见此人不其事五人 在多方观察下 刘鹏认为 此人是个可用之人 便将其任命为余扬太守 至于冯济的任命 刘鹏一时半会的 还下不了决心 便将其安排在身边 做一些零碎琐事 等回到幽州后 再行安排 历史上 寻语评价冯济 古而自用 就这四个字 将冯济的一生所概括 命令传达下去 刘鹏便让高顺 选出五百精兵 送郭图 欣平二人分别上路 这二人一南一北 郭图路程最短 率先起行 欣平的路程长 在准备好干粮等物后 才缓缓离去 长山县无太守 太守一位是由高揽带领 为此 刘鹏特意写了一封密信 派欣赋侍卫 在郭图到达之前 送给高揽 而于阳地处幽州 那里民风彪悍 离刘鹏的周末之所很近 欣平在道的幽州后 持刘鹏书信前去拜见举寿 举寿见到书信后 并会安排妥当 至于剩下的一些文士 或多或少的刘鹏 都做了安排 有的认名为行军主部 有的认为公曹 私曹 将这些人安排完毕 刘鹏算是充实了 自己的文士团体 以后也不用一点小事 就找不到人可用了 一切就绪后 刘鹏继续沉浸在温柔乡中 刘氏受风寒后 一并无起 无极承重的大夫们束手无策 急切之下 刘鹏一边寻找医术高明的大夫 一边发出信令王城 快速找到董凤两日时间过去后 还真有位医术高明的大夫 给刘氏开了几副药后 病情开始好转 为感谢这位大夫 刘鹏令侍卫 送这位医术高明的大夫百金 刘氏在渐渐恢复中 刘鹏也就彻底放下了心 每日与张夫人黏在一起 或是在书房 行纳床地之事 或是在张夫人的房间中 有一次 刘鹏趁夜幕落下 偷偷钻入了张夫人的房间中 已经有了第一次 便会有许多次 张夫人见到刘鹏来 当然是高兴得很 马上雨漆滚在了床榻上 就在两人欢爱真浓之时 张夫人的房间外面来了一人 当 咚咚的敲门声传进来后 张夫人忙将床榻间的帘子拉下 将两人的身体遮挡住 或是见无人说话 敲门之人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来人不过是 岁的年纪 一身女儿装束 或是这个世代的女人 都早熟的缘故 这个小女孩进来房中 既不说话 也不东张西望 就盯着床榻上看 有着帘子的遮挡 张夫人还是担心 小女孩看到那羞人之事 便道 敲儿为何来此 小女孩正是真密 她是听见母亲房中有动静 且向母亲在哭 便在敲门无人理睬后 独自闯了进来 现在一听母亲在问她话 忙回道 敲儿听到母亲在哭 便想看看母亲到底怎么了 张夫人此刻是苦笑不得 她这小女儿什么都好 就是对事情喜欢袍根问底 若是让她知道自己的母亲 正躺在别的男人怀中 那还不得搞得全服的人都知道 敲儿 母亲刚才不是在哭 而是在说梦话 都是你进来打扰了母亲的美梦 还不快出去 张夫人光着身子 抖动着大白兔 躺在刘鹏怀中 装作严厉口气教训道 那敲儿出去了 小真密害怕母亲责罚 忙跑了出去 等小真密出去后 刘鹏与张夫人 又继续做着那原始运动 已经适应了刘鹏大尺寸的张夫人 每每在那冲撞中 就会得到灵魂的洗礼 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虽然有着一个小插曲 但刘鹏依旧与张夫人欢爱无限 像这种小插曲 在真府这些日子中 刘鹏也已经遇到过数次 可哪有怎样 她该玩的时候 照玩不悟 在玩着张夫人的同时 刘鹏还在幻想着将来的真命 是不是会和她母亲一样漂亮 天下间没有不透风的墙 刘鹏骑着张夫人的事情 传了出去 虽然一些下人表面不说 但在私底下却是说的最欢 对于这样的下人 刘鹏不等张夫人出手惩罚 就派侍卫将其砍杀 有了血色人头的教训 府中对刘鹏和张夫人的疯言疯语 才算平静了下来 像这种潇洒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十一月 吴吉城迎来第一场雪 今天刘鹏格外起得走 多日不穿的金甲也披在身上 星红披风在狂风中冉染飘起 腰间佩剑闪着古朴光芒 站在院中 刘鹏抬起头 看着天上飘下的鹅猫大雪 心死却飞到了外出寻找黑山贼的赵云军身上 从赵云率领铁器开拔到现在 已有半月之多 先使赵云每日都书信送来 在近几日中 赵云军却是一封书信也没有 为此 刘鹏已经命令高顺派出数十波少旗寻找 可短时间内根本无计可寻 寒冬来临 滴水成冰 赵云军的铁机还是穿着秋季一甲 没有棉衣甲的兵族们 如何能在这冰天雪地中生存下来 这成了刘鹏当下的一大难题 至于城中城外的高顺军 却有着中山国乡与真家宋区的棉衣 暂时还无大的问题 军中粮草也有许多 大雪纷飞 遍地纯白 站在院中的刘鹏叹了一口气 似乎还在为赵云军之事担心着 这时 负责平日所事的 冯继走了进来 口中呼道 主公 好事 好事 什么好事 快快到来 刘鹏以为是有了赵云军的消息 盲开口问道 冯继搓着双手 从怀中取出一封竹简 递上来道 这是冀州刺史田锋 加急快报 请主公过目 失望只是一瞬间 刘鹏就拿过书信 上面的字体 确实是田锋的笔记 在书信中 田锋向刘鹏禀报了一个好消息 文聘以两万大军 战败拥佣兵五万多的张燕 战一万余 俘虏八千多 其余皆随张燕逃回黑山 这可以称之为大胜了 当初刘鹏刘文聘独自对抗张燕时 就曾说过 张燕军没有粮食 可从此处置敌 果然 文聘按照刘鹏之言 先是与张燕军对峙 时日一长 两军将士皆以为不会开战了 再加上天寒地冻 张燕的黑山军 每日靠青州维持 士族们得不到营养补充 军心涣散 趁着这段时间 文聘却是另部下休养生息 等到进入寒冬后 于深夜对张燕军发起夜袭 防守不怎么严密的张燕军 一举被文聘偷赢得手 被迫撤退 就在撤退当中 文聘率领兵马直追百里 一直将其赶到黑山脚下 这才返回批城 传令 文聘剿灭张燕有功 封安远将军赏金千两 刘鹏看着书信 口中却是赏赐的 主公 这恐怕不妥 未向陛下请旨 就私自 冯姬看了刘鹏一眼 忍不住提醒道 刘鹏才懒得向那个狗屁陛下请命 现在的汉家天子 于不知辈之中 以他与这二人的关系 即使请封奏书送上去 也不过是被扣下步伐而已 因此 他也就懒得向朝廷奏请 不用 在书信上盖上本将的大将军印 比天子的圣旨管用 刘鹏冷冷一笑 吓令道 诺 冯姬不敢多嘴 忙下去败里洁白的雪飘然落下 与地上的雪结合在一起 慢慢形成雪地 一眼望不到尽头 本文由 首发 即使文聘战败张燕的消息 也只是让刘鹏兴奋了一会儿 摸着微微又长了点的胡须 刘鹏反身回到房间 拿起行军地图仔细观看 赵云最后一次给他发报时 大军还在幽 并 纪三州的交界处平树一带 再往北就是幽州的带线 往东下去是宾州平树一带 这一带荒芜人烟 时有胡人出没 刘鹏想不明白 赵云军会去哪里 若是北上幽州 也应该会有战暴发来 可现在的诡异的是 赵云军突然间凭空消失了 即使是全部战死 哪也应该会有尸体 宾州一带 胡人 汉人 还有黑山贼 各有各的地盘 若赵云率领大军到了宾州 那可就不好 地形复杂 各方势力盘根粗节 一个不好 会弄得全军覆没 就在刘鹏专心看着地图之时 身体已经恢复差不多的刘氏 端着热茶走了进来 香喷喷的茶味 瞬间将刘鹏心思引了过来 怎么不休闲 刘鹏反身拿起香茶 喝了一口 问道 今日天降大雪 妾身不想待在房中 便想着出来透透气 刘氏吟吟一礼 口中轻声回道 看着已经恢复七八分的刘氏 脸色红润光泽 白皙皮肤中透着红色 另有一番诱惑味道 对待刘氏这个女人 刘鹏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女人之进退 不一味地撒娇 在床上的风情 也与其他女人稍有不同 其既有女儿家的羞涩 又有成熟妇人的诱惑 可谓是两者俱全 将军 要是没事妾身 就告退了 刘氏本来端着热茶进来 是想看看 刘鹏是否有时间陪他看雪 可现在看来 刘鹏正忙呢 随告辞道 好 你自去赏雪 刘鹏一口气将热茶喝完 放下茶杯后 随意说了一句 在将地图研究一会儿后 实在看不出什么的刘鹏 只好命人将麾下众人召集起来 再行商议此事 昨日他就召集众人商议过 可也没商议出什么 今日在召众人前来 就是想着一人治短 众人治长之故 看看能不能推测出 赵云军具体位置 过了不长时间 寻优 高顺 冯继三人同时到来 与昨日一样 这三人也说不出 赵云军的具体位置 不过三人都猜测到 赵云军是否遇到袭击 或被困在某一地 这个推荐刘鹏也试想过 以赵云军中的许优来说 此人有着不凡的见识 若是敌军有诈 他岂会看不出来 即使是困在某地 赵云也能派出球员兵马 主公 在下认为 此事必须过于担忧 赵将军的兵马 消失不过五天左右 这段时间中 或许是有战事耽搁 再者言 高顺将军已派出 数拨兵马 往评书一带寻找 相信不出三日 就会有快报传来 寻优一如往常一样 捋着胡须 口中缓缓说道 本将不担忧其他 就担心军中将士都是秋一 现在大雪弥漫 气温寒冷 没有绵意的将士们 如何抵得过酷寒 刘鹏长叹一口气 将心中最担忧之事 说了出来 这些日子 他只惦记着 张夫人那漂亮身体 却把将士们 无眠一知识 望在了脑后 看来美人不能尝玩 否则会酿出大祸的 时间过去三天 赵云军与往日一样 音讯全无 第三日晚间 刘鹏一人独自坐在火炉旁 心不在焉地看着兵书 主公 赵将军发来书信 身后冯继的声音 骤然响起 为刘鹏带来最想听的消息 拿来 刘鹏扔下手中兵书 忙从冯继手中 拿过书信拆开 信中笔记不像赵云之字 字里行间带着一笔呵成之气 想象得出 写这封信之人 当时心情必定高兴 将书信看完 刘鹏才知道 原来是许优搞的鬼 赵云率领兵马 到得兵州之地时 发现黑山贼正在抢劫县城 便率领兵马将其击退 一路追杀到鲁城 在这期间 许优建议赵云全力 追杀黑山贼 等功成之日 再向主公禀报 当时立功心切的赵云 也就同意了许优之言 两人率着大军 斩杀五千多黑山贼 还救了一座县城的百姓 百姓们为感谢燕军将士 特意给赵云大军 送了五千套棉衣 有了这五千套棉衣 却依旧不够赵云麾下的 一万多将士所需 幸好许优出了一主意 派人将所斩杀的 黑山贼钱财聚集起来 派专人到城中 分批购买了一些棉衣 这才让将士们 没有受到酷寒 看完书信的刘鹏 算是将提着的心放了下来 许优此人 也在刘鹏的脑中 挂上了字大两字 你可认识此人笔记 刘鹏将书信 递给冯继问道 冯继盲拿过书信一看 这种仪器合成的笔法 正是许优最为炫耀的笔记 盲回道 这是许优许子远的笔记 刘鹏就猜到是此人 赵云的笔记 他是见过的 其字里行间多是稳重肢体 与其做人倒是一样稳重 放下心了 刘鹏也就不再多想 虽让冯继传下话 命大军打点行囊 等赵云率军回来后 起兵回燕 已是十一月 出征数月的将士们 有的留在冀州 有的跟着黄中 太史辞回到燕帝 与亲人团聚 唯有他率领的这四万兵马 既不停留冀州 也不返回燕帝 回师军令一下 大营沸腾 军士们早就巴不得 快点回到燕帝 只是军令迟迟不下 现在有了回军之令 即使以高顺严谨的 治兵手段 对这群高兴异常的兵族们 也未责罚 只是一如往常的 安排好巡逻 操练之事 白雪茫茫 山川覆盖 河西冰封 北地彻底进入 寒冬征战大半年 要回到燕帝了 不仅将士们高兴 就连刘鹏自己 也都有点期望 趁着赵云回军的这几天 刘鹏拉着美艳的张夫人 在房中度过了三日 天降大雪 甄府中的人 大都待在房中 而张夫人 却是待在刘鹏的房中 整整三日内 被刘鹏浇灌了十几次 那曼妙的身体 连着三日来 不停止地被刘鹏欣赏 把玩 熟透了的张夫人 很是享受这种日子 有着强健有力的臂膀 还有着三十多年来 没有享受过的快乐 让这个美艳少妇 彻底过了一把新娘子的感觉 在与张夫人身体交流的这段时间 刘鹏也从这个美艳女人身上 得到有关冀州商骨家族的具体情况 张夫人靠着身体博得刘鹏喜爱 数日下来 她也知道这个大将军 并非是冲着他真家的钱财而来 恐怕是冲着他这副身体来的 对他而言 有了刘鹏这个靠山 以后想打他主意的人 也就不会再有了 真家的钱财也会越赚越多 因此 张夫人吩咐府中下人 将他被刘鹏宠幸一事 在外转出去 此言一出 真府中的公子 小姐皆不相信 身为母亲的张夫人 会做出如此不知廉耻之事 也未解释 只是依旧散播着 关于刘鹏宠幸他的事情 对此 刘鹏也是清楚 毕竟他睡过的女人 别人还是少然只为好 因此也就装作不知情 任由张夫人疯传 三日眨眼急到 赵云也在这段时间中 率军赶了回来 11月13 刘鹏率领大军返回燕地 在临行之前 大雪飘零 刘鹏便下令军士们 打造了一辆马车 供刘是这个大病出狱的美人乘坐 马车是按照平常人家所成打造的 可容纳四人同时坐在车厢中 刘鹏有赤兔马可以代步 并没有坐上马车 大雪覆盖北地山河 万里土地全是白色 大军在行径当中 甚至会出现找不到路 主公 雪太大了 不若我军行制逐具 先避避避为好 等大雪停后 再回几线 寻游哈着热气 搓着双手 靠马于刘鹏旁边说道 北地大雪 一般都会在11月下到12月中旬 在这段时间中 大雪基本不会停止 有时大雪被狂风吹到一处山地 会形成一人高的雪地 若是一个不注意 很容易陷在雪中 刘鹏催动赤兔马缓缓行着 口中回道 大雪暂时还不会停 子龙麾下的骑兵无防 他们都有战马带马 可子安麾下的部族没有战马 若是在冰天雪地中长久行军 会造成一定的病情 一本将看来 就让他们到达竹郡后 先行驻扎下来 等大雪过后 再回寄线 诺 再下这去就传令 寻游哈着热气 吊渣马头离去 大军经兴城 只往竹郡奔去 路途中 刘鹏偶尔累的时候 就会进入马车中 抱着每人上下骑手 摸索着马车左右 都是警衣卫保护着 即使外面听到动静 也不会有人上前 毕竟侍卫 都已经习惯了自家主公的荒唐 可刘氏不一样 这个女人不想被刘鹏 当作娼妇一样对待 只好挣扎 试图逃过去 可惜这种事古来没有 哪有杨逃掉的事情 在刘鹏半强迫下 刘氏开始了 他一生难以忘记的地方 马车中的缠绵 到达竹郡后 刘鹏将高顺锁步留在此地 继续带领其他兵马 向寄线而回 没有不足 燕军铁骑在行军时 也能加快速度 一路越过朱县 直抵寄线 11月末 大将军刘鹏率军返回幽州 12月末 2月末 2月末 1月末 1月